清晨,东边的地平线泛起了一丝亮光 李平安哼着小曲来到杂一风的早点铺 喝上几大碗热乎乎的豆浆,刚出锅的油条 摊煮一边炸,李平安一边吃 谁也不耽误谁,十分的有节奏 完事之后,李平安又端起早茶 摆前茶叶嫩芽,加上差不多一生的去壳绿豆和细磨的灵草,搅拌一起 十分的有营养 平安,听说你要拜清风长老为师 要去工扇阁三层,完成一个任务勒 说话的人是吴妈,杂一风的老人了 据说他五岁时便一直待在蜀山 您这是听谁说的? 李平安笑了笑,工扇阁三层的任务可要人命为万事阁是专门针对外门弟子 以及蜀山门客属于初级场 而蜀山内门的工扇阁则属于高级场 工扇阁分五层,从下至上挂牌的任务等级由低到高 能登上工扇阁三层,领取任务的至少是无品修为 从杂一风出来后 李平安六弯消时,遇见熟人跟他打招呼 哟,平安听说你要去工扇阁三层了? 李平安微微皱眉,心生疑惑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怎么全都知道了? 这时候,发现有不少人都往主峰的方向赶去 李平安好奇地也跟着众人来到主峰 广场之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只见小萝莉清风背着巨大的酒葫芦 站在高台上,手里拿着个喇叭 本作要收徒弟了,我徒弟马上就准备去工扇阁三层了 回来之后,就要随机挑战一位内门弟子 赶紧回去通知你们的师长,抓紧随份子 众人一脸猛,清风长老收徒了 哪个倒霉蛋愿意给清风长老当徒弟 何况,还是去通天风 台下的李平安,李平安本想默默离去 太丢人了,哎,我徒弟来了 奈何,眼尖的清风发现了他 徒儿,快上来 顿时,刷刷刷 无数道目光投向李平安 这人是谁啊? 没见过,看他穿的衣服好像不是宗门的弟子吧 好像是之前卖大力玩的那个 清风将李平安拉到台前 介绍一下我未来的弟子李平安 哎,好像是个瞎子 看不见,怪不得拜清风长老为师 众人恍然大悟 清风长老的名号在整个蜀山 乃至整个修仙界都是赫赫有名的 原因就在于其极为的不靠谱 宗门也曾经试着让他带过徒弟 可是经过他亲自指导的徒弟 两个看破红尘出家了 三个跑路了 不得已只能放弃了 这一次临路山叛逃 通天风也不能这么空着 可是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 接任这个在风口浪尖的位置 最后 只能将清风推了出来 李平安站在台上 面色不变 低声对清风道 我记得我明明还没有答应呢 清风笑道 这么好的事情 你没有理由拒绝 相当于天上掉馅饼 李平安想象也是这个道理 清风不管是 如果他真的成了通天风的弟子 就相当于自己通天风的风主了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什么时候不想干了 也可以潇洒走人 反正名义上的风主 还是清风 确实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咻 破空声响起 一个站在飞剑上的弟子 沉声道 掌门有令 命通天风风主清风 速来大殿议事 掌门召见 清风长老是认真的 李平安在外面等了一会儿 只见大殿之内 走出来一个年轻弟子 一身悬色长袍 轻舞 墨色长发 随风轻阳 样貌甚是阴柔俊美 肤白如雪 若不是有着猴杰 直到他是一名绝色女子 似乎也只有长青和尚 能跟他比一比了 你便是李平安 秦胜打量了一眼李平安 正是在下 跟我来吧 秦胜走在前面 带着李平安来到公善阁 寻常弟子是没资格 进入这里面的 按理说你也没有 不过清风长老动用了封主的特权 对方话里带刺 李平安只当听不出来 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 公善阁 此时 数名弟子正在转悠着 寻找着有没有合适的任务 走到第二层人便少了一半 第三层的人 更是一只手便能数过来 见了秦胜 几人纷纷打招呼 毕竟能入公善阁三层的弟子不多 大多都相互认识 几位弟子好奇地看着李平安 都觉得眼神之前从未见过 秦胜附着手 说道 这位是清风长老破格收取的弟子 清风长老弟子 几人眼神更加诧异 你便仔细看看吧 哦 我忘了你看不见 秦胜在一张椅子上桌下 那里有一杯沏好的茶水 说完便自顾自地喝着茶 不在搭理李平安 一个长得胖乎乎的弟子站起身 对李平安和善道 我叫刘二狗 你想找什么类型的任务 我帮你找 这儿我说 刘二狗 这名字真朴素 在下李平安 多谢二狗兄了 刘二狗白手 甭客气 要是你败在了清风长老的门下 便是通天风的大弟子 我还得叫你一声师兄呢 秦胜不由地笑了笑 通天风 可笑 只是虽然这么想 可他却并没有说出来 直接嘲讽别人 这不仅不会显示出自己高人一等 反而会显得自己素质很低下 秦胜抿了一口茶水 悠悠地开口 正好让二狗好好帮你挑一挑 这里面的任务 每一个都是要人命的 是啊 我当年也是被师父破格录取的 刘二狗笑着和李平安拉近距离 只是比不得平安兄弟 上来就入了工善阁三层 其他人纷纷好奇地想看 这人到底会选个什么样的任务 工善阁的任务很有讲究 其中门道 恐怕连一些长老都不能了解 也只有常常执行任务的弟子 才有可能知晓其中的隐秘 刘二狗指了指挂在浴室板上的任务千块 李兄 这些便是工善阁三层的任务 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 话还没说完 李平安一伸手 拽下来一根红签 这一举动 将刘二狗吓了一大跳 李兄 你做什么 拽下来 就代表 你接了这任务 嗯 我知道 刘二狗一时语色 组织好了语言 可是这任务你还没了解呢 没关系 我挺喜欢红色的 李平安收了红签 对刘二狗一抱拳 多谢二狗兄 诸位那我便先告辞了 随后 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下离开 刘二狗嘴角微微抽搐 半嗓才反应过来 不愧是清风长老看中的人 果真与众不同 一旁的勤圣端茶的手将在原地 正正地望着李平安的背影 直到他消失在视线之中 一个想法冒入了脑海当中 这小子 好他娘的帅啊 鼠山 秦圣重新睁开眼睛 这几日 他心神不宁 一直没办法安心修炼 归根结底 还是那日在公善阁时的事情 原本他本来是要给李平安难堪的 谁知道这家伙潇洒地接了一个任务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卧槽 那小子真贪娘的会装 不过 怎么觉得他好帅 是怎么回事 秦圣连忙摇了摇头 甩掉脑海中 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 算了 修行是修不下去了 出去溜达溜达 刚一出门 便看见有两个内门的弟子 在一旁鬼鬼祟祟的 干嘛呢 秦圣问道 没什么 压住呢 鼠山弟子 偶尔会以某些事情作为赌局 开盘子 比如 某某能不能突破成功 某某第一胎是男是女 一些弟子以此为乐 还能赚取零食 无伤大雅 秦圣多问了一嘴 今儿又赌什么 秦师兄 你还不知道 清风长老心破格收取了一个弟子 这小子 直接就去了 宫善阁三层 现在都在赌他 能不能完成任务 活着回来呢 秦圣哼了一声 手一翻 多出一个装着零食的袋子 我压五十零食 赌他完不成 那名弟子 诧异地望着秦圣的背影 秦师兄一向不喜这些事情 怎么今天一改一往 茶楼 一些闲得无聊的弟子 聚集在茶楼 一边喝茶 一边闲聊着 这些日子 鼠山没有什么像样的 值得讨论的事情 清风长老新收的徒弟 领取公善阁三层的事情 自然而然成为了讨论的热点 你们压了哪一方 我压了五十零食 赌他完不成 我压了五百 一人笑道 你怎么压这么多 我打听过了 这个李平安不是修士 不是修士 众人议论纷纷 通天风 清风小小的身子 缩在床上的一角 看着账单上的投注 面露兴奋 这次我可连肚都本都压上了 平安你小子 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算算日子 平安离开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了 也不知道进展得怎么样了 挨挨白雪如絮 吹得人睁不开眼 树枝上挂着一根一寸长的冰林 在夜色中熠熠生辉 这里位属于大随 最东北的边陲地区 一个老头拉着一头牛 走在冰天雪地之中 棕毛在风中烈烈作响 气候寒冷 雪下了一天一夜 伴随着大风 积雪最后的地方有两米 一脚下去人会直接陷进去 这时候 你要想在雪道上跋涉 就得把一条腿 从雪地里拔出来 再颤抖着抬起来 再一次陷进雪里 遇到大风的时候 拄着拐杖不动 上半身的力量 要比双腿的力量大得多 这种情况下 就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忽然 不远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那身影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那是一头猛虎 老头的身子 忽然僵在原地 刚才还觉得冻僵的身体 此刻 呼绝一股热气上涌 别看那猛虎身躯肥大 但它的速度却是极快 黑色的毛发 在风中烈烈作响 好 大黄牛感知到了危险 掉头就跑 老头却一下子摔倒在地上 眼看着那猛虎就要扑过来 刷 一条修长的身影一跃而下 上去就是一个滑铲 薄如铲翼的刀锋 带着可怕的力量 让人心惊肉跳 可是老虎的冲势太猛 收拾不及 刀锋划过他的腹部 将他开膛破肚 轻而易举 毫不费力 血腥味顺着寒风吹过来 老头惊异地望着这一幕 这么多天了 终于看见活物了 饿死我了 瞎子抱着猛虎的尸首 露出陶醉的表情 大爷 这前面有人家吗 瞎子将四百多斤的老虎 一把扛起来 随后放在老牛身上 老头点点头 有的有的 前面是个灵场 我正好也要去 那就有劳为我带个路了 好说 好说 不过 我得先找回我的牛 老头回头看去 方才老虎袭击 将自己的老黄牛吓跑了 李平安拍了拍老牛的屁股 老牛去 跟你同类交流交流感情 老牛白了他一眼 不一会儿 老牛便将老头的老黄牛 带了回来 两只牛似乎交谈得十分顺利 聊得很开心 只是令老黄牛不解的是 这只黑牛看自己的眼神 怎么有些奇怪呢 好像 好像是要吃了自己似的 前面就是灵场 好些个人在里面伐木 在灵场伐木 用伐下来的木头 直接扎成很大的筏子 等开春了 河水都化开了 可以用筏子 直接顺流而下 筏子既是运输工具 又是货物 一举两得 到下游后 靠岸后 靠岸后直接把木头卖给买家 名为富贵的老头 跟李平安介绍着灵场的情况 一路上 富贵对李平安尊敬有加 富贵混了这么些年 虽然老了 老眼昏化 可是看人的眼力 还是准 先不说 对方一刀 将大虫给宰了 单说着寒冬腊月 大雪纷飞的对方身上 连一件凹子都不穿 只穿着一件单薄的青衫 带着一个斗篷 要是别人早贪娘的冻死了 富贵手里拿着鞭子 时不时抽一下 自家老黄牛的屁股 想着不能厚此薄笔 于是给李平安的老牛 也来了几鞭子 老牛刚开始 不与这老头计较 可走了一会儿 这老头鞭子 一下笔下重 老牛猛然回过头 怒气冲冲地盯着富贵 你个死老头 再抽本牛 牛牛我 非得把你老骨头盾汤贺 富贵疑惑道 李先生 你家这牛 怎么有些怪呢 不用去搭理他 李平安笑了笑 临场子 富贵推门进去 屋子里烧着火 静静 富贵热情地招呼着李平安 快坐炕上暖和暖和 李平安将老虎的尸体扔下 也不客气脱了鞋 便钻进炕上 墙上一块块斑驳脱落的泥巴 像悠悠岁月的鳞片 这让李平安想起 没穿越之前 在东北老家时的情形 不一会儿 富贵弄了一锅子酸菜炖肉 加上又香又辣的辣椒油 再配上一壶酒 酸辣冒着热气边喝边吹 喝了一碗 就出了一身的汗 外面风雪呼呼地吹 便觉得也不算什么了 二人边吃边聊 李平安随口问道 富贵叔 这深山老林的 有没有什么邪乎事 给我讲讲呗 邪乎事 富贵几杯酒下肚 脸早就红了 眼神也有些飘忽 可一听李平安说这话 眼睛顿时亮了李先生 您跟我说实话 您是不是就是为了这是来的 李平安淡淡一笑 抿了一口酒 富贵急切地说道 李先生 实话实说了吧 自打见了你第一面 我就知道 你并非常人 不瞒你说 这林子里有妖怪 我大孙子 便是被那妖怪抓走的 李平安饶有兴致 听着富贵将整件事情 娓娓道来 两年前 富贵带着自己的孙子 来林子里玩 半夜 陪着孙子去撒尿 忽然听见灌丛中有移动 紧接着一阵妖风吹来 一个形状如原 白手赤足的妖怪 便出现在他们眼前 随后那妖怪便掳走了富贵的孙子 富贵拎着大刀冲上去 要跟那妖怪拼命 结果那妖怪根本不理他 一跃数丈 几个起跃之间 便消失在茫茫领海之中 然而 当富贵跟亲人说了这些事情后 亲人根本不信 只当是这富贵没看住孩子 让孩子跑进了林子里 被什么野兽叼走了 因为这事 富贵的儿子忧思过重 一年前便过世了 老伴也没多久走了 只留下富贵一人和一头老牛 便一直守着这林场子 希望有朝一日 找到自己的孙子 富贵语气沉重 讲完这一切后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那之后 他就再没出现过 没有 富贵摇了摇头 有可能出现过 但我不知道 李平安若有所思 形状如原 白手赤足 喜吃孩童 凶兽朱雁 也是自己这次的任务目标 李平安喝了一口酒 看样子 自己真是来对地方了 夹了一大块肉 塞进了嘴里 大口大口地咀嚼着 富贵神色激动地 握着李平安的手 李先生 李先生 您一定要帮帮我 救救我孙子啊 富贵 又瞎倒过 那妖怪的事情啊 这时 一群人乌泱泱地走进来 穿着袄子 每个人身上都沾着风雪 想来就是林场子伐木的人 有人道 富贵 又瞎倒过什么 哎 这人是谁啊 有人发现了 坐在炕上的生人 富贵猛然站起来 激动地说道 这位李先生 可有大神通的 人家这次来咱们林场 就是为了捉妖来的 捉妖 捉什么妖 富贵 我看 你是脑子有毛病 一人嘲讽道 大家心里都明白 哪有什么妖怪 不过是老富贵 没看住孩子罢了 故意找了这么一个借口 富贵瞪了那人一眼 林场的老把头走进来 与众心长地说道 富贵 你啊 就别老被困在过去了 凡事都要向前看 老把头 连你也不信我 李先生可是有大神通的 老把头打量了一眼 出现在屋里的青山男子 你们看看这只猛虎 富贵指着角落中那只猛虎的尸体 看看这只猛虎 便是李先生所杀 我亲眼看见的还能有假 你还别说 这猛虎真凉得大 都赶上家里耕地的牛了 以前怎么没见过 我的天老爷 你看看那虎头真吓人 众人围着猛虎的尸体 嘖嘖称奇 老把头半信半疑地凑过来 先生 我们这林场真有妖怪 我现在也说不好 等茶一茶便清楚了 那要怎么茶 李平安喝了一口酒 笑道 这个 我自有我的办法 不过这段时间 可能要住在这里 讨扰诸位了 夜晚 李平安在炕头一缩 说起来 自己已经许久没睡过 这种热乎乎的土坑了 以前在老家 跟着父母下了一天的地 累得腰酸腿疼脖子硬 吃晚饭的时候 喝点小酒 晚上睡觉再睡热炕 身子往热炕上一躺 顿时有一种暖流直冲心理 等到早晨起来的时候 全身上下就有一种 身清气爽的感觉 轻轻松松的 尤其是外面下着 鹅毛般的大雪 缩在热乎乎的炕头 天南海北的聊着 无忧无虑 甭提有多舒服了 两母第一头牛 老婆还在热炕头 小时候喜欢城市 楼房的干净利落 整齐滑衣 上班后的自己 又重新喜欢上了 乡村的清新透彻 平静安逸 人啊 李平安和老牛 便在林场暂时住了下来 刚开始 众人对其还是比较尊重的 毕竟 那头猛虎的尸体 便摆在那里 原以为对方 真的是什么高人 来斩妖除魔的 可是久而久之 却发现事情 有点不对劲了 李平安在林场 有时去冰河下面抓鱼 有时牵着自家的黑牛 上山打野味 偶尔还有贤情雅致 跟众人 一起去林场子伐木 要么就是喝着酒 吃着野味 聊着天 反正就是不干正事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家伙 是来体验生活的 其他人倒是无所谓 毕竟他们本来就认为 什么林场中的妖怪 都是富贵瞎编出来的 可富贵却不一样了 他着急救他的孙子呢 虽然他心里也明白 孙子八九不离时是没了 可支撑他的 只有这一个念想了 李先生 您看我们什么时候 去找那妖怪 富贵全副武装 手里拿着钢叉 背后还背着 打猎用的长弓 到时候再说 李平安总用这句话敷衍他 到时候 究竟什么时候是到时候 富贵心急如焚 他之前还兴致勃勃地 去了一趟墓地 跟死去的老伴和儿子 说了这件事情 告诉他们 自己是对的 真的有妖怪抓走了孙子 自己一定会把孙子救出来的 给亲人一个交代 富贵 我看 你是被人给骗了 一人道 老富贵郁闷地喝着酒 没打理那人 那人继续说 你看看这位李先生 能吃能喝的 一顿能抵得上五人的饭量 再这样下去 非得把你吃穷了不可 富贵道 只要他能抓住那妖怪 找到我孙子 甭说吃穷了 要了我命都成 那人撇了撇嘴 是 我承认 那李先生有点本身 要不然 也不能一人 就杀了那头猛虎 可关键是 人家现在也不出力啊 富贵便闷闷地不再说话了 众人知道再劝富贵也没用 便跟老把头聚在一起 商量这个事情 现在 事情已经很明了了 这临场 根本就没有什么妖怪 这位李先生 估计就是看准了富贵好忽悠 来这儿骗吃骗喝 保不齐 还有别的什么坏心思 这样的人 绝对不能 留在临场子里 必须赶他走 一人坚定地说道 我家猪吃的都没有他多 一天天屁事不干 蹭吃蹭喝 不能让他这样下去了 再说了 咱们连人家的底细都不清楚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 鹅毛般的大雪 又下了起来 李平安一边哼着歌 一边在雪地里推着雪球 老牛罕见地不在他身边 李先生 老把头带着几人走了过来 李平安放下雪球 老把头 找我何事啊 老把头旁敲侧击地说了一些骗汤话 李平安听出其中的意思了 对方是不想让自己继续待下去了 李先生 兄弟们知道你有本事 可是兄弟们也是没办法 规矩如此 老把头露出歉意的笑容 李平安点头 明白了 那我回去收拾一下 看着李平安爽快地离开 众人都不免有些错了 他们本以为李平安会找一些理由 赖着不走 这家伙就这么走了 不走 还能咋地 他还敢跟咱耍横 李平安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 刚走出门 便遇见了老富贵 李先生 您跟我说句实话 您到底找没找到那妖怪 还是说 您之前都是在骗我 你就告诉我一句真话 行不 没有人相信我的话 我儿子和我老伴 到死都没有原谅我 真的有妖怪对不对 您告诉我好不好 老富贵拉着李平安的手 语气近乎哀求 李平安沉默片刻 拍了拍他的肩膀 却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李平安收到了老牛传来的消息 步伐掉快 身影闪烁之间 便来到了东边的某处山坡上 老牛正在那里等他 摸就在这儿 老牛点点头 干得不错 回去讲你一斤牛肉干 气息锁定 李平安探查地底的契机 入目除了白血挨挨 和死气沉沉的地界 果然发现了一个正在活动的生命体 那家伙正在吞噬这片大山的契机 若是让他得成了 估计这片的生灵 都要被灭绝了 总算是找到你了 李平安用脚跺了跺了跺山 腰间的九葫芦掠出一片白光 挡住了从天空而下来的飞雪 李平安盘腿而坐 双手结实 口中念念有词 真气运转 将一滴金血凝聚于指尖 屈指一弹 真气包裹着金血 击射到了侠客笔之上 转顺 金血被侠客笔吸收 以鲜血作末 用侠客笔一笔一画写了数个斩字 细雨发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一闪而过后 一道剑鸣响彻云霄 周围树杖范围内的风雪 被镜树粉碎 枪 李平安一手作剑爵 微微升起 剑势凝聚 愈发强悍 漫天风雪 镜树被绞碎 风一变 化作一股清风 置身其中 竟有一种春暖花开的感觉 仿佛天有光 为的就是这一剑的照耀 这位仙师 快收了神通吧 这时 土地翻飞一个老头 从中钻了出来 我是此地的山神 仙师快收了神通吧 山神 李平安挑眉 我乃蜀山记名弟子 此番前来未斩妖 还望行个方便 山神道 仙师 那妖 仙师那妖怪 可不是普通的妖 实力强大 而且颇有背景 得罪不起 得罪不起 你们看那边是怎么了 怎么回事 快看快看 临场的众人 发现了这一怪异的场景 纷纷抬头看去 紧接着 一声怪异的叫声陡然响起 似乎是某种巨兽感受到了危机 发出吼叫 富贵猛然想到了什么 表情骤然一变 这声音 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是那个夺了他孙子的妖怪 撒腿便向那有变故的方向 狂奔去 富贵回来 搞不好要闹雪崩泪 把他抓回来 几人连忙追上去 笨住了老富贵 放开我 我要去抓妖怪 是妖怪 富贵生死力竭地大喊着 山神还在苦苦劝说着李平安 仙师听我一句劝 这妖怪真得罪不起 这可是皇家大随皇族在此地圈养的 虽说杀了些许的人 可现在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仙师 您就网开一面 饶了他这一回吧 还没等说完 李平安病指下压 去 给我斩了那货 改过自新 跟我有什么关系 山川突然中心炸裂 形成一片灰蒙蒙的巨浪 一直延伸到森林中 没有一丝停顿 还在继续 无数山石草木炸裂飞射 随着狂暴的能量冲击而来 形成一股更加恐怖的气势 轰隆隆 一时间地动山摇 许多山峰都在摇晃 那只类似猿猴的朱燕在地下 迅速向更深处逃去 璀璨的剑光钻入地下 以朱燕十倍的速度掠过了他 片刻后 朱燕直接被白光吞没 李平安一挥手 飞剑细雨回到了九葫芦当中 漫天剑意忽然变得无比脆弱 被一阵风吹散 李平安吐出一口气 泥丸中的力量渐渐回收 山神惊异地望着这一幕 本想转身离去 这时 李平安的声音响起 山神留步 在下还有个不情之情 一日 富贵在家门口 发现了一只巨大的手掌 那手掌真大的 抵得上井口那般大小了 显然不属于人类 我就说有妖怪吧 我就说 有妖怪吧 富贵趴在地上大哭起来 其他人见了这手掌 也是一阵骇人 这灵场真的有妖怪 那这妖怪是谁杀的 手掌都这般大 若是身子 那岂不是废话 肯定是那个李先生了 李平安刚被他们赶走 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世间哪有这般巧合的事情 有人忧心忡忡地说道 咱们那么对待李先生 不会遭来报复吧 去 你以为李先生像你这般小肚鸡肠 老把头低贺 人家宰相肚子能撑船 才不会跟咱们一般见识 真人不露相 这才是高人啊 夜晚 富贵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有一个自称是山神的老者 告诉富贵 他的孙子已经投胎转世了 让他安心吧 第二天醒来 众人没有发现富贵 找了一圈 最终在富贵家的墓底找到了富贵 富贵已经死了 临死前 他将事情的结果 原原本本告诉了自己的亲人 心中那份执念话去 便也没有了留在这世间的理由 一人一牛 走在下山的路上 李平安大声唱着 沧海一声笑 滔滔两岸潮 浮沉随浪寄金招 老牛在旁边打着拍子 动刺打刺 动刺打刺 哦三千字的大章 这么勤奋的作者 值得读者们的鼓励 蜀山 哦 我那便宜且廉价的徒弟 你果然 没有让为师失望 清风重重地拍了拍李平安的肩膀 哈哈一笑 走 为师带你去公善阁 把朱燕的尸体也带上 把老娘我的肚都赎回来 这次转大发了 李平安 公善阁 经过几名小长老的检查 确定李平安带回来的尸体 是朱燕的不错 刘二狗道 李兄 不愧是你啊 没什么 侥幸罢了 李平安说 刘二狗拱手笑道 看样子 我要提前叫一声李师兄了 一旁正在品查的秦圣不以为然 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罢了 他瞥了一眼李平安 别看这小子 瞅着神色淡定 可现在心里只不定想着 怎么嘚瑟呢 故作从容不迫 已是胸有成竹 这时 又听刘二狗道 不如 我们为李兄搞个庆功会吧 秦圣心里轻笑 瞥了一眼李平安 刘二狗这么做 倒真是太合李平安的心意了 这家伙估摸着 正想着向全世界炫耀 嘚瑟 正愁没一个机会呢 秦圣抿了一口茶 不懈地想到 俗真贪娘的俗 这样的人 根本不配自己的在意 面对刘二狗的热情 李平安笑着拒绝了 算了 本来就没多大的事 改天有空 我请大家吃东西 先告辞了 在李平安说完这句话后 秦圣表情猛然僵住 望着李平安的背影 哼 这小子有些意思 一旁的弟子 从头到尾 目睹了秦圣的表情变化 不禁叹了一口气 似乎是已经习惯了 秦圣师兄 又在脑补什么 很快 下个柱的弟子们 纷纷获得了这一消息 除了些许的震惊之外 很快另一场赌博便开始了 按照规定接下来 李平安还要挑战一名内门弟子 并且要在蜀山 排名在一百以内 赢了之后 便可正式败入蜀山门下 成为通天风的大弟子 午餐时间 李平安坐在杂役风的食堂里 点了一壶酒 几斤牛肉 还有八碟小菜 吃了一口肉 喝了一口酒 悠闲地打发着时间 等回去之后 舒舒服服泡个热水澡 让老牛给自己采采贝 再美美地睡上一觉 这种日子 就算是给个神仙都不换爱 那个就是李平安吧 嗯 没错就是他 你没看见他眼睛上 蒙着一个黑布吗 哎 要不去问问他 接下来要挑战哪个那门弟子 怪尴尬的 我才不去 李平安没理会 其他人的小声议论 专心致志地对付着盘子的食物 专心致志地对付着盘子里的食物 这时 秦圣忽然走了过来 看着秦圣怒气冲冲的模样 其他人纷纷吃瓜 哎 我听说秦圣师兄 因为李平安的事情 输了五十枚零食 秦圣师兄 不是从来不参与赌博吗 难不成 就因为五十零食气急败坏了 怎么可能 五十零食对于秦圣师兄来说 算个屁 那这是什么情况 吃瓜群们 投来好奇的目光 此时 李平安将盘子里最后的食物 吃得干干净净 这才带着一种吃饱喝足的神器 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 摆出一副吃饱喝足的样子 碰 秦圣一巴掌 重重拍在桌子上 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有事吗 李平安抬起头 秦圣一字一句道 李平安 挑战我吧 随着声音的响起 一股威严的气势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让全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看着他 秦圣 这是专门来下战书的 我为什么要挑战你 李平安困惑 你不是要挑战一名内门弟子吗 我秦圣可以接受你的挑战 宫善格一世后 秦圣便一直在梦中梦见李平安的身影 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再加上 李平安竟然真的完成了任务 这更让秦圣 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向往 每当念头至此 脑中就忽然闪过一道阴影 将他笼罩 旋即一种紧张不安的感觉 涌上心头 让他心神不明 秦圣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 于是 他决定亲自出手来会会这个家伙 李平安愣了一下 随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拒绝的理由很简单 清风已经全部给他安排好了 清风买通了一名内门弟子 到时候 他会在擂台上故意输给李平安 既然这样 李平安自然没有理由 无缘无故接受秦圣莫名其妙的挑战 你怕了 秦圣横眉冷树 嗯 李平安毫不犹豫地点头 起身便要离开 秦圣再次挡在了李平安面前 表情冷漠 李平安淡然道 你是来找茬的吧 真让你说对了 周围的气氛顿时降到了冰点 众多吃瓜群众 纷纷表示不淡定了 秦圣师兄跟李平安有恩怨吗 不知道啊 哎 你们猜谁会赢 当然是秦圣师兄了 秦圣师兄可是宗门弟子排名在前五十的存在 怎么可能会输给李平安 找茶 李平安低下身子 抱起润土 茶给你 润土 李平安留下了茶 喝在风中一脸凌乱的众人后 便潇洒离去了 润土眨了眨眼 转过头看着秦圣 大哥 你找我 转眼 小半个月便过去了 屋外银庄素果 雪越下越大 湖面也慢慢结起了冰 李平安伸手 大雪落在手心当中 轻轻一捏 那柔软滑腻的触感 接住了一片雪花 精致的六边形冰花 在它的掌心并没有融化 反而是被一团气息包裹定型 冬去春来 雪水煮茶 一碗茶水 一股沁人心皮的清香 扑边来 冬日暖阳 白雪挨挨 捧一捧雪 煮一壶茶 一缕花香 一缕温暖的阳光 在阳光的照耀下 照在人的心里 美得让人心旷神怡 躲在暗处的秦盛 嘴角微微抽搐 卧槽 这小子 真贪娘的会装 李平安一身青衫 迎风而立 清俊儒雅的面容上 绽放出一抹柔和的笑意 看起来很是随意 却能感觉到了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 李平安瞎茶入口 茶汤在口中回旋 炖绝口鼻生香 茶分三口 第一口是茶温 第二口品茶香 第三口才是饮茶 秦盛瞪着眼睛 险些鼓掌叫好 优雅 真他奶奶的优雅 就在秦盛感慨的时候 李平安已经走出了屋子 今儿是李平安挑战那门弟子的日子 清风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那名弟子会在比武台上 故意输给李平安 令秦盛感到意外的是 李平安明明是一个人 却泡了两杯茶 自己仅仅喝了一杯 喝完之后 带上斗笠走入雪中 左手边跟着老牛 右手边跟着蹦蹦跳跳的润土 秦盛从暗处走出来 望着李平安离开的背影 哼了一声 优雅有什么用 穷讲究 修行中人靠的是这些吗 花里胡哨 修行中人靠的是实力 强者为尊 虽然不乏有人以茶入道 但那些在秦盛看来 都是偏门小路 自己能悄无声地 潜入李平安的房间 甚至能将他的动作 看得一清二楚 而对方毫无察觉 如果自己想要杀死他 轻而易举 优雅有个屁用 这么安慰了自己一顿后 秦盛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可是脑海中 还是不由地回忆起 李平安以学煮茶 碾茶 点茶时的动作 赏心悦目 秦盛连忙给了自己一巴掌 伸手去拿桌子上的茶水 温茶入口 一饮而尽 有一股说不出的醇厚味道 只觉口中甘甜 再无苦涩 不由地又为自己倒了一杯 赖影 喉咙畅快 满口甘甜 体内的燥热一扫而空 满口芬芳 这股香气 似乎带着一股清凉的味道 还带着一股甜甜的味道 直透肺腑 说不出的舒服 好茶 这时候 秦盛忽然发现 茶杯下压着一张纸条 字迹中宫紧凑 比利雄剑 力透只被这杯 留给梁上的君子 秦盛 主风 比武台 来了 比武台 打眼一瞧 估计来了有数百名弟子 都是来瞧热闹的 甚至还有一些小长老 毕竟是关通天风 而且还是清风时隔数百年 重新收徒 这次李平安对阵的弟子 名叫张小静 是小枫堂的入室弟子 弟子排名92 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袍 宽大的衣衫 没有一丝褶皱 配上手中的白金扇 更是给人一种 屁腻天下的感觉 嗯 这造型真不错 怪不得清风会选他 清风冲李平安竖了一个大拇指 低声道 放心吧 为师都安排好了 你俩上了台就开始假打 三十个回合后 他就会假装输给你 李平安点点头 明白 上了比武台后 两人互相行了一礼 然后一步跨出 刹那间 整个擂台上鸦雀无声 连蚊子的声音 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动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擂台上 开打 这个张晓静的专业素质 十分过关 假打的技术 简直一流 刚开始 二人相互试探 每一招看似打得很凶 难解难分 招式沉稳 攻守之间 也渐渐有了进退之势 他进他退 他进他退 隐隐形成了合击之势 双方似乎都能预知 对方招式的变化 各自先发制人 谁也奈何不了谁 清风长老在台下 带头鼓掌叫好 心中暗息 没错 就是这样打 果然 有钱能使鬼推磨 其他几位小长老 都看出了端倪 然而 谁也没有点破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而是人情世故 清风虽然愚蠢 但实在强大 没必要得罪这个家伙 既然他想收徒弟 那便让他收去吧 只是暗戳戳地 瞥了清风一眼 清风倒是十分自豪地 挺起了胸膛 老娘的钱可不是白花的 几人汗颜 你还挺骄傲 三十个回合已过 按照约定 张晓静就该故意输给李平安了 可是 张晓静却坚挺了第三十个回合 随后 要求中场休息 清风疑惑地皱了皱眉 趁着中场休息 跑到张晓静身边 低声道 嘿 小子 你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三十个回合 就输给我徒弟吗 张晓静黑黑一笑 抹了一把头上的汗 清风长老 您看您现在都当疯主了 这个价钱 是不是得 嘿嘿 再加一点 这个价钱 张晓静黑黑一笑 明显这是要坐地起价的意思 清风急了 你小子坐地起价 太不人意了吧 没办法呀 生活所迫 张晓静耸了耸肩 最近 他也要突破 需要大量零食支撑 清风一咬牙 为了自己能以后白吃白喝 你要加多少 张晓静伸出三根手指头 最少这个数 清风怒道 我去 你他娘的 怎么不去抢 数强盗的压你 张晓静一笑 那您再考虑考虑 说吧 重新站了起来 事宜可以继续比了 李平安尚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隐约觉得有点不对 张晓静身上散发着一股危险的气息 方一交手 便觉得对方的掌力 比之前强上了不少 反击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每一次出手 都比上一次更加凶猛 力量也在不断地提升 清风长老目自欲练 算你压得很 台下看戏的众人 都露出疑惑的表情 这是怎么回事 几位看热闹的长老 看热闹 不嫌是大 看样子 这是价钱谈崩了 他们才不在乎 谁输谁赢呢 有热闹看便好了 张晓静的批拳 每一拳轰出 都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声 就像是一头猛虎 在深山老林中咆哮 每一拳打出 都是借着上一拳的余力 一拳比一拳凶猛 这才是张师兄的真正实力 张师兄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亢奋了 不知道 刚才张师兄 似乎是在有意试探 对方的实力 李平安微微皱眉 什么情况 刚才张晓静一口气 打出了那么多拳 每一拳都是用破山之力 打出来的 眼前的张小狼 突然变得像是一座 巍峨的大山 喂兄弟 什么情况 打得有些真了吧 李平安低声道 张晓静一笑 兄弟 别怪我 得加钱 临时加钱 是不是有些不太地道 张晓静回身一掌 兄弟 你太天真了 他借力向清风的方向跃去 留下一句 最后十个数 清风长老 你若还是不加钱 你的徒弟可就要倒在地上了 清风怒骂 你奶奶的张晓静纵身一跃 十 一脚带着呼啸的狂风 李平安显之又显地避过这一脚 九 张晓静单臂如枪 猛然一戳 八 比武台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坑 清风死死捏着拳头 心里还在寄希望与李平安能赢 如果实在不行 便只能认倒霉了 三 张晓静的双臂之上浮现出金色的圆环 在一瞬间 他的全身划出了一道弧线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拍了过来 这一击 就像是一击万斤重的铁锤 带着呼啸的风声 嗡的一声巨响 轰然砸下 将整个擂台都笼罩在一片金色的阴影之中 李平安站在擂台的边缘 险些被打下去 润土咽了一口吐沫 完了 咱大哥好像要输 老牛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嘿嘿 我装的 老牛和润土勾肩搭背 低声笑了起来 润土哈哈一笑 牛哥 还好咱俩有先见之明 把咱俩的身家全压上了 老大如果赢了 咱们虽然输了钱 可偌大的通天风就是老大了 那咱俩便是全是滔天的大臣了 要是老大输了 虽然咱们要离开蜀山 可是咱俩却赢了一大笔钱 哈哈哈哈 咱哥俩真是太聪明了 一牛一茬 眉心眉肺地笑了起来 二 张小静举起一掌 周身气势凌厉无匹 这一掌自然非同小可 随着他这一掌拍出 一股磅礴浩瀚的力量 排山倒海般向他扑来 掌力锁过之处 尘土飞扬 方圆树杖的地面 都被这一掌的力量震得凹陷了一尺多声 砰的一声巨响 就像是一面巨大的鼓锤 狠狠地敲在了一面大鼓上 震得所有人耳膜嗡嗡作响 你还没完啊 李平安显然被激怒了 道一二字 这兄弟 真是一点也不讲啊 兄弟 我也很难办啊 张小静无奈耸了耸肩 李平安平静道 难办 那就别办了 又是一声尖锐的笑声 几夕过后 李平安一手拎着昏迷的张小静 站在几乎化成废墟的比武台 抹了一把鼻子 低声道 早知道你这么弱 便不用这么麻烦了 赢了 结结结结 清风长老插着腰 发出肆无忌惮的狂笑 一改之前的担忧神色 周遭几个长老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莫不是 价钱又谈拢了 真给老娘我争妾 清风长老登上台 一把抱住了李平安的膝盖 不忘给昏迷的张小静补了两脚 让你压得不讲道德 周围围观的弟子议论了一会儿之后 也陆陆续续地散开 估计没多久 这件事情便会登上鼠山的小抱 老牛和润土抱在一起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李平安胆了胆身上血的痕迹 哼着小哥 秦圣站在远处 觉得李平安一定是在想着 今后通天风的规划 亦或者是 关于日后的修行之路 其实 李平安只是在想着 晚上吃一些什么 鼠山下起了罕见的大雪 李平安打了个哈欠 Omega好困 回去睡觉吧 比起战胜张小静 李平安觉得 困了的时候能睡觉 饿了的时候 想吃什么便吃什么 更令自己感到开心 大雪 下火锅 啄小酒最应景 坐在炕上 外面一片银桩 紫童炭锅里的水 不断冒着白泡 几大盘红白相间的羊肉 鲜亮鲜亮的 肉放进锅里 不一会儿便浮了起来 夹起一筷子 沾上浓稠鲜香的调料 塞进嘴里 哦 清风露出陶醉的神情 我的好徒弟 你准备以后 对咱们通天风 有什么规划 吃饭 睡觉 李平安淡淡道 清风眨了眨眼 这话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 李平安拿着锄头 站在偌大的通天风上 清风徐来 吹向了山坡 冬去春来 山坡上长满了新草 像是一大片绿油油的麦田 李平安一边哼着山歌 一边享受着山间清新的空气 在地里挥舞锄头忙活起来 每一株小草 每一块微不足道的岩石 都被察觉得清清楚楚 清风懒洋洋地睁开眼睛 看着窗户外李平安忙碌的身影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自己真是收了一个好徒弟 以前的徒弟 整日就知道修行 修行 两耳不闻窗外事 在清风看来 什么天之骄子 都是狗屁 像李平安这种 会做饭会种地的徒弟 才是最好的徒弟 清风懒散地喝了一口酒 继续睡个回笼觉 李平安每日的休闲时间 几乎都在处理 修剪 施肥 浇水 从一亩地钻到另一亩地上 忙完这一亩地 就跑到另一亩地去 老牛和润土 最近时间有些忙 据说是赌博欠了许多钱 被人拉去打腰子了 李平安划分了18块区域 准备大面积种植 少则几十亩 多则上百亩 甚至几百亩 蔬菜 水果 水稻 充分使用混合养殖 立体养殖等技术 这日 清风和李平安师徒俩 去酒馆喝酒 恰巧遇见了张小静 冤家路窄 清风还没忘记 这家伙临时加价的事情 虽然最后结果是好的 可他坑骗自己的事情 却是板上钉钉的 感受到了清风愿毒的目光 张小静心里一阵恶寒 心里安慰自己 淡定 就算是清风长老要找自己的茶 也要有个理由不是 总不能不讲道理 上来就给自己胖揍一顿吧 张小静是这么想的 但他低估了清风长老的不要脸程度 待会儿 一定不能犯错 比如清风长老故意撞上来 让自己的酒杯洒到他身上 再比如张小静深吸一口气 一脚迈过门槛 嘿 谁让你小子 左脚先跨进门槛的 清风长老拍案而起 众人 张小静 清风长老一把掐住了张小静命运的咽喉 言之凿凿 你小子今日敢左脚跨进门槛 明天就敢杀人放火 后天就要欺世灭祖 张小静 我救命啊 李平安喝了一口酒 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了清风的无耻程度 田家少咸月 五月人被忙 到了五月份 李平安更忙了 通天风就这样出现了一个奇景 其他山风药谷 那都是各式各样的灵草灵药 奇花异草 偏偏通天风的药谷 大葱 茄子 西红柿 南瓜 黄瓜 辣椒 好家伙 整个一菜园子 并且经过地下林脉的培育 再加上李平安的育田之树 种植林草收获概率提升50% 获得加速生长 存活率提高 快速繁殖等功效 这些瓜果蔬菜 长势特别茂盛 光光变风物 好燕竹牛肥 春是忙更日 农仓晚宴飞 当然 如果没有一个凡人的秦盛在身边 李平安感觉生活会更加美滋滋 今日 我来挑战你 秦盛一张威严的脸上 一脸的冷漠 傲然地看着自己的对手 李平安无奈叹了一口气 转身便走 不知道为什么秦盛这家伙 最近总是缠着自己 秦盛像是舔狗一样 被拒绝了一次又一次 却仍旧在孜孜不倦地坚持着 关键是 这家伙每次的出场方式 实在是尬出了天际 这日 李平安走在去杂一封的路上 种出来的一些果子 都成熟了 李平安准备去杂一封卖了 等钱够了 便可以买一些灵药灵草的种子了 师父清风不管事 主风发下来的救济精 还全被他拿去喝酒赌博了 自食其力 靠人不如靠己 润土蹦蹦跳跳的 李平安将他拽起来 训斥道 别跳了 待会儿把后背的胡萝卜 全洒出来了 知道了大哥 便在这时 一道身影从空中徐徐落下 粉红色的花瓣飘落下 秦圣身体半侧 手中桃花横在身前 嘴角勾起三分邪魅的笑 李平安 今日可否与我一战 众人纷纷瞪着眼睛 这是哪个精神有问题的 待看轻了来人 哦原来 是秦圣师兄 那没事了 李平安无脸 为了不让秦圣日日来烦自己 李平安便时常会给他一个理由 比如今日生病 等我病好再与你厮杀 今日出门脚崴了 我家妞妞病了 我得照顾他 更严重一些 直接说自己倒心崩坏 这样 秦圣好几年都不能再缠着李平安了 接触多了 李平安倒觉得 秦圣这人还是不错的 除了有点中二 并且老爱胡思乱想之外 闲得无聊了 李平安偶尔会逗逗他姐姐们 一身转战三千里 一见曾当百万事 则则 秦圣站在山巅 品味着李平安写给自己的诗 想象着自己山河碎溪怒成风 三尺长剑如龙 千军万马归四海 气势如虹 优雅 太贪娘的优雅了 竟然天气不错 是一找李平安决斗 来到通天风 秦圣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 低头一看 是十几枚下品零食 哦 这是个好兆头 秦圣点了点头 他刚把零食捡起来 哗啦一下 李平安 秦圣 老牛和润土 全部围了上来 捡到钱了 请客吃饭 李平安道 清风小鸡灼米式的点头 就是就是 请客请客 老牛和润土 纷纷附和 秦圣一脸猛 没办法只好带着这一大家子 去了砸一封的食堂 到了食堂 二人一牛一茶 就跟没吃过饭一样 完了命地开灶 秦圣嘴角微微抽动 他们吃的东西 可都不便宜 这些食物大多都带着灵药灵草的成分 补充体内的灵气或强身健体 普通修士根本舍不得吃 最多也就是吃几颗气血丹或者灵气丹 这一顿饭整整吃了两个时辰 最后 秦圣大出血 支付了上百零食 看着捡来的十几枚零食 秦圣忽然有一种自己被套路的感觉 回去之后 秦圣越想越不对劲 没几日 秦圣意外从润土那里知道了真相 原来那十几枚零食是李平安他们故意扔下的 为的就是让秦圣捡到 好好狠狠敲他一笔 秦圣气愤地上门质问 你们还是人吗 这么做 你们就不怕糟天浅 李平安辅道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听我说 说 你还要说什么 其实这个事情 你并没有了解到全部的真相 李平安语气深沉 哦 秦圣微微挑眉 莫非这其中有什么隐情 李平安 其实你捡的那十几枚零食 是我们从你钱包里偷的 秦圣 我探娘的 跟你拼了 润土跳了出来 怒吼道 抛开事实不谈 难道你就没有一点错吗 秦圣愣了片刻 哦 如果说鼠山弟子谁是最强的 那么众说纷纭 但如果说鼠山弟子 谁是最无所事事的那个 肯定非李平安莫属 这日 老牛和润土 正在通天风的药谷内种着菜 李平安躺在一棵柳树下 嘴里叼着根杂草 悠闲地哼着小曲 时不时抿 一口凉茶 这种日子 谁懂啊 忽然 树上探出来一个脑袋 你到心恢复了吗 秦圣迫切地问道 李平安无奈叹了一口气 我们为什么非要打架呢 难道赢了我 就能证明你比我强吗 狭爱 秦圣一愣 那该怎么证明我比你强呢 你要证明比我强 应该是用全方面的 而不是单纯的打架 比如下棋 比如比谁钓鱼钓得多 再比如比谁文化素养高 这样才能证明 你在全方面的比我强 而不是只会单纯动物的莽夫 一语点醒梦中人 秦圣恍然大悟 再想想自己以前的种种行为 小了 格局小了 好 那我们今儿就比下棋 来吧 李平安一扶手 空地上顿时出现了一个棋盘 午后的阳光穿过树叶的间隙 顺着树干上的沟壑流淌下来 在地上留下斑驳的光影 风吹过 树叶沙沙作响 缠鸣声不绝于耳 二人对坐着 李平安一手摇着蒲扇 嘴里含着杂一封买来的冰糕 所有的烦恼 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等到太阳落山之后 秦圣愤愤不平地走了 留下一句 我还会回来的 李平安淡淡一笑 我等你 于是 接下来的几日 鼠山的弟子们 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 秦圣拿着鱼竿 蹭蹭地往通天风跑 要么就是 秦圣拿着棋盘 蹭蹭地往通天风跑 看样子 二人已经从武斗演变成了各种奇怪形式的争斗 比如 笔刺秀 刚开始时 秦圣是拒绝的 义正言辞道 这东西都是归中妇女玩的玩意儿 李平安语重心长 你能这么想 就证明你的境界还是不够高 归中妇女都会的东西 而你却不会 那么可不可以说你 连他都不如呢 秦圣眼角微微抽动 看着李平安熟练地引针穿线 贵了 这小子侦探娘的 什么都会啊 越了解李平安 秦圣越觉得 这家伙深不可测 于是 秦圣含泪学了两个月的刺绣 至此 刺绣功夫终于大成 明亮月光照耀下 徒儿 你最近是怎么了 面对师父的询问 秦圣抬起头 师父 我的修炼还不够 我还要努力 师父 这还是我徒弟吗 别是被人夺赦了吧 秦圣咬牙 对着月亮发誓 我一定会战胜他的 秦圣含泪 穿针引线 李平安 你给我等着 三月后 秦圣将厚厚一达的作品 带给李平安 其中图案有山水 楼阁 人物 花鸟 各式各样 直线挺直 曲线圆顺 针迹整齐 一看便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秦圣得意一笑 怎么样 嗯 确实不错 不过你刺绣虽然很好 但是你做饭的水平 还有带改进 做饭 没错 李平安点头 随即 烹饪二十八法闸 爆 烧 炒 溜 煮 煮 各种手法轮番上阵五花八门 驾轻就熟 秦圣看花了眼 没用 跟李平安一比 自己简直太没用了 秦圣案子下定决心 有朝一日 一定要超过李平安 转眼 又是半年过去了 砰砰 屋外 传来敲门声 李平安神识探出 又是秦圣 屋门打开 外面的秦圣低着头 眼神茫然 就像是被点了穴道一样 今儿是怎么了 往常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秦圣抬起头 苦涩一笑 我觉得 我可能一辈子都战胜不了你了 你终于认识到了 李平安倾咳一声 说道 这是怎么了 Excellent等于 Omicron 星号爱秦圣坐在地上 这些日子 李平安从各方面将他碾压 比重地 比厨艺 比医术 秦圣感觉 即使再给自己百年的时间 他都能未必赶得上李平安 无数次的失败 极大的打击了他的自信心 李平安拍了拍他的肩膀 既然如此 你甘心吗 不甘心 可是 秦圣神色迷茫 没有可是 李平安立声道 你不是谁的附庸 你是闭塞起落河流的曲折 你是烟波渺渺群山的巍峨 你是早春战开的百花千朵 你是暮冬飞雪淹没的冰河 一圈画有一圈画的烟波 你有你自己的滑色 我相信你 秦圣大受震撼 迷茫的神色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坚定 你真的相信我吗 不是我相信你 而是你自己相信你自己 那我怎么能做到像您这样呢 李平安抬起头 四十五度角 仰望天空 你见过卫石的太阳吗 秦圣大为震惊 自这之后 秦圣更加努力了 不到天亮 便能看见秦圣努力的身影 李平安正在药谷里溜达着 随手拽了一根大葱 狠狠咬了一口 润土捡了一根衬手的棍子 正在殴打范围所集内的菜花 不小心碰见了走在前面老牛的屁股 老牛回头 瞪着眼睛 打我牛笔干什么 打坏了怎么办 动动 这时 远处的塔楼上传来钟声 这是让各封弟子集合的信号 不多时 便有一道道身影浮现半空 向主封涌去 李平安也带着老牛和润土 好奇地凑过去 很快 便来到了主封的广场上 一名内门长老 站在广场中央 小韩靖即将开启的消息 各封锋主两月前 已经通知下去了 现在距离小韩靖开启 还剩下三天的时间 小韩靖的重要性 不用老夫多言 想必你们都明白 两百年开启一次的小韩靖 一名弟子兴奋道 里面说不准能有什么天才地宝呢 可惜我修为不够 没资格进去 说白了 这就是为那门弟子准备的 我们这些人 便看看热闹就行了 不进去也好 你以为里面就是宝藏 然而危险无处不在 我听门内师兄说 上一次便有好多天骄 全栽在了这上面 众人议论纷纷 李平安却是一连猛 通天风只有他一个弟子 以清风长老的性格 把这事给忘了 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些日子 他又没怎么离开过通天风 自然没能提前知道此消息 秘境 九州本源谷地 偶尔会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波动 自然形成或上古遗留的秘境开启 其内灵气充裕 很有可能孕育出福地 又因长时间无人探索 所以诞生了许多天才地宝 这对于修士来说 简直就如同金山一般 然而在其中能获取多少奇珍异宝 便看各自的本领了 李平安了解了一下情况 若有所思 李兄 李兄 这时 刘二狗几人走过来 李兄 你也来了 不如到秘境之中 我们结个伴吧 找到的东西平分 李平安笑了笑 结伴 抱歉 秦胜 秦胜双手还胸 满是赞善地看着李平安 不愧是我的对手 猛兽总是独行 牛羊才成群结队 李平安 抱歉 我不去 啊 几人纷纷纷诧异地瞪着眼睛 不去 这次小韩静除了个别特殊的弟子 几乎所有那门弟子都参加了 谁都不愿意错过这个好机会 李平安竟然不去 李平安也没多解释什么 只称自己身体有了问题 秘境 秘境里面确实有好东西 至于为什么不去 因为最近自己种的玉米要成熟了 李平安不能离开 就是这么简单且朴素的理由 李平安一拱手 诸位道友 李某 恭候你们归来 临走前 秦胜留下一句 我已经把你做菜的全部精髓学到了 你已经没有赢过我的可能了 李平安淡淡一笑 好 那我等你 小船迎风一掌 化作石树丈高的巨大楼船 逐渐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李平安挥了挥手 两月后 前去小韩静的弟子返回了蜀山 彼时 李平安正在小木屋里睡午觉 得知消息后 他愣了一下 不久后 他站在秦胜的墓前 将手里的酒缓缓洒下 兄弟 一路走好 秦胜没能活着回来 Excellent等于 Omicron星号爱 李平安轻轻叹了一口气 管你生前多风光 死后也不过是一个小土坡 这个小河 才是你永远的家 来看望秦胜的人有许多 其中不乏宗门内的长老 李平安一直等到天黑 坟前的人才 逐渐散去 给你带来了一些水果蔬菜 到了下面可精造 老牛将身后背着的篮子 取了下来 李平安不是铁石心肠 相处了这么久 说一点感情没有不太可能 何况秦胜这人还不错 朋友离世 总让人生出许多伤感来 李平安靠在秦胜坟前 神色有些惆怅 明天和意外 永远都不知道 哪一个先来 每个人永远不知道 谁哪次不经意地和你说了声再见之后 就再也不见了 听人说 秦胜是在取药的时候 放松了警惕 被突然窜出来的一条灵蛇 咬住了咽喉 当场毙命 按理说 那中品皆额灵蛇 不应该出现在那里 可却偏偏如此凑巧 虽然随后那条灵蛇 便被其余人合力杀死 可终究改变不了 秦胜被杀的事实 死很简单 甚至有些草率 没有什么恩怨情仇 逆天反转 轰轰烈烈 或许秦胜也曾想过 究竟什么样的结局 才能配得上自己一路的颠沛流离 到底是怎样的呢 总之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人啊 总是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李平安喝着小酒 买了几道菜 酱肘子 清蒸的烧鸭 酸菜鱼汁都是你最爱吃的 我干了 吹着小风 喝着小酒 老牛 润土准备一下吧 喝完了酒 李平安拿出二壶 老牛取出唢呐 润土拿出圆螺 各思其直 李平安深吸一口气 声音洪亮的喊道 魂魄昭日月 胆胆硬山河 正气流千古 担心赵万年 宋秦歌 喷喷 咚咚 悠扬的唢呐声高亢 嘹亮 呜呜叶叶 一人一牛一茶 各唱个调 各吹得好 配合得紧密无间 时而紧凑 时而舒缓 时而高亢 时而低沉 日子悠长 秦盛的事情 让李平安对于这个所谓的修行世界 更加谨慎了不少 老老实实地扎根在通天风上修行 一遍又一遍地淬炼着龟西宫 一步一个脚印的修炼 虽然每迈出一步都很难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总有一天会忽然实现 自然而然地 就像清晨醒来一样 闲来无事 种种花草 打里打里田地 钓钓鱼 实在是无聊了 便痘痘风煮清风 老话说的好春种 夏涨 秋收 冬藏 眼看到了秋天 收获的季节到了 却也是不容大意 要是遇见了连绵的英语 可就糟了 李平安带着老牛和润土下地 一年的忙碌终于丰收 这种满足的滋味 滋润了李平安的心 收割 晒骨 一气呵成 随后将食物全部保存下来 留着冬天和早春没有收获的季节 拿出去卖 这种地分 春种 夏涨 秋收 冬藏 人又何尝不是处在一个生 长 收 藏的阶段 冬者 天地必藏 水冰地彻 此时 自然界阴盛阳衰 万物折服 生机前藏 以带来春 人的修行 也要着眼于藏 即天人合一 藏 一旦有所获 心气也高了 感觉也来了 大吃大喝 大手大嚼起来 也许不待明年 就挥霍殆尽 这里的藏 是一种低调 是一种如何保存现有成果 步步为营 为下一个目标继续努力 这既是一种修养 也是一种境界 更是一种智慧 满满一仓库的东西 等来年开春了 卖一个好价钱 用剩下的钱 买一些灵药灵草的种子 等到时候 种上灵药灵草 精心培育 慢慢地就可以赚钱了 日子真探娘地有笨头 李平安将屋门一关 风一吹 灵草的味道 就从开着的窗户吹了进来 房间里立刻弥漫着一股清香 亲人心脾 让人神清气爽 头脑也清醒了不少 之前的疲惫 似乎也消散了不少 准备突破 李平安举起酒杯 这杯敬道家天尊 一边说着 一边洒在地上 这杯敬佛陀 这杯敬儒家圣贤 最后 李平安举起酒杯 自己抿了一口 今日风和日丽 李平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切准备就绪 天时地利人和 李平安深吸一口气 盘腿坐在地上 老牛 润土 准备好了吗 润土大声道 润土一号 已经准备就绪 老牛 孟 不久 李平安周深的气息 开始缓缓地拨动起来 他的身体每一次晃动 都隐隐带着一种韵律 似乎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前些年在鼠山卖大力丸 赚的零食 全被李平安用来修行了 再加上鼠山灵脉的滋养 以及整日吃一些灵药灵草 泥丸的修炼进展很快 这一次如果真的成功了 便能完全开拓尼丸 这对他来说 既是一次挑战 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让自己的实力更上一层楼 润土神色一变 连忙拉响玉境的摇灵 原本晴朗的天空 顿时乌云密布 顷刻之间 大雨便落了下来 雨越下越大 电闪雷鸣 此起彼伏 越发显得紧张恐怖 雷杰 这一点李平安早有预料 他通过大道符文碎片 在群里问过其他几个人 在冲破泥丸的时候 有几率会引发天地意向 引动雷杰 不过这因人而异 像近期的老鹰便曾引发雷杰 但是 快乐的大男孩突破时 却异常地顺利 雨越下越大 隐隐有一种膨胀的声音 仿佛天空在缓缓张开了嘴 发出了一声叹息 大雨将天地间的一切 都笼罩在灰色的雨幕里 李平安睁开苍白的眸子 雷杰 李平安感觉周围的一切 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的心脏跳动得越来越快 每一次跳动都如天谷一般 身上的每一块肌肉 每一根神经 每一根骨头也在颤抖 血液的流动也越来越快 就像一轮炽热的太阳 一条奔腾的大河 一条奔腾的岩浆 一座摇摇欲坠的火山 仿佛在提醒着李平安 他正经历着第二次生命的洗礼 润图紧张地问老牛 牛哥 咱大哥能行吗 猛忽然 李平安伸了个懒腰 润土一愣 大哥 你成了 没成 李平安平静地说道 啊 没成 李平安点点头 雷杰实在是太危险了 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不一会儿 外面的雷声消失了 大雨乌云渐渐散去 这一次 李平安只是试验一番 看样子 自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到底还是遇上了雷杰 不过既然遇见了 便要想个万全之策 李平安想了许多办法 但其中有九成都被李平安否决了 最终成行了一套方案 造一堵克制雷云的墙 杜杰说白了 就是跟雷云打架 雷鼠目属性 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 李平安准备大肆购买一些金属性的砖头 打造成一个小屋子 自己屋子里杜杰 但要砌墙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需要的材料很多 不仅仅只有金属性的砖头 剩下的材料也都是价格不菲 而以自己现在的财力 这个方案暂时还没有可能 李平安在这个方案后面加了代一二字 他还准备购买一些引雷针 用来引导雷霆之力 分散雷杰的威力 不过这些无一例外都需要钱 接下来的任务便是赚钱 赚更多的钱 通天风的后山 有一大片竹林 正好将竹子砍倒 处理一下 将零米灌入竹筒当中 做竹筒饭 清脆的竹节里 香软可口 口感柔韧 香气飘飘 绒脆竹 清香于一体 味道极佳 李平安便推着小推车 去杂役风上卖竹筒饭 此外 还有自家种的瓜果蔬菜 通天风的大弟子 出来摆摊卖菜 这事儿说出去 却是十分的引人注意 那个两枚零食 那枣子都是自家种的 可甜了呢 不信你尝尝 你尝一尝 免费尝 不要钱 润土站在摊位前 插着小腰 李平安靠在树下 端着茶杯 慢悠悠地喝着 毕竟他现在名义上 也是通天风的大弟子 一般弟子 见了都要叫一声大师兄 这种事情 自然不能亲自咬喝 他现在可是体面人 哟 平安出来摆摊啊 司徒雷和秦妙妙 领着几个孩子 站在摊子前 李平安一笑 许久不见 司徒雷挺着一个大肚子 满脸的腹太像 据说司徒雷 现在讨了一个 打杂的差事 一门心思 都在几个孩子身上 司徒雷在李平安旁边坐下 李平安给他倒了一碗凉茶 司徒雷喝了一口 虽然是在笑 但是脸上却露出了几分愁容 我呀 估摸着自己 顶多也就再有个 二十几年的光景了 他最近刚刚破镜失败 修行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这一次失败 更是伤了司徒雷的根基 修行一事 说白了 便是与人斗 与天斗 李平安安慰了他几句 却也知道 这些话 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这辈子也没白活 司徒雷看向几个孩子 满足的笑容 转头看向李平安 你呢 李平安一愣 司徒雷道 你从来没说过你自己 我 没什么好说的 秦圣师兄 哎 司徒雷叹了一口气 多么厉害的一个人物 当时师父还说 他有希望能够接任 封主的位置 谁知道既然就这么 我算是明白了 与其与人斗与天斗 不如就像李兄一样 整日活得潇洒一些 你看秦圣师兄 到头来得到什么了 司徒雷仿佛大车大悟了一般 李平安笑了笑 等今儿的货全部卖光了 这才和老牛润土推着小推车 慢悠悠地回通天峰去 润土抬起头道 大哥 我最近感觉自己 离突破不远了 老牛尾巴打着旋 想着今天晚上吃一些什么 李平安忽然自言自语道 我们还属山多久了 好像过去了很多年 但好像就在昨日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回首不知年岁 岁月忽以目 站在天地之间 在浩浩历史之中 回首看万里河山千古风流 乃者无穷 去者无形 祭福游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宿 灯时心若明静 心如夜随天地远行 想起了通天峰的灵雪 想起了小穷风的司徒雷 秦妙妙 秦盛 李平安哈哈一笑 还没到伤春悲秋的那个年纪呢 怎么还在这儿矫情起来了 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终将画成与画作风 画作点滴记忆 灵星点点地飘散于世间 终点仍是未知 可这一路走来的过程 早已是世间最美好的回忆 第一年 李平安靠着卖菜 赚够了本金 买了一些林药林草的种子 第二年 将这些林药林草的种子 埋入地下 好生打理 又过了几年 它又搞起了重氧结合的模式 说白来 便是饲料喂鸡 鸡粪喂猪 猪粪发酵后喂鱼 糖尼做农作物的良好肥料 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的生物链 达到了良增产 诸于饲料成本下降的目的 种田 种瓜菜 它的生意越做越大 光是猪就喂了一百多头 并且随着林药林草的成熟 李平安便有了制作大力丸等药草的原料 开始着手制作 在用赚来的钱 购买林药林草的种子 如是反复 先苦后甜 满地十个年头的时候 平日里省吃俭用 李平安已经攒了不少老婆本了 并且已经初步完成了一个小目标 复兴了一处通天风内的药谷 虽然规模不大 林药林草跟其他的药谷比起来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可是对于李平安来说 已经够用了 田地里 老牛正在耕地 还带着几个牛小弟 润土拿着鞭子在后面 嵌嵌地跑过来 给老牛屁股一下 快一点 白养你了 气得老牛摸地叫了一声 掉头追着他拱过来 追得润土满田地地跑 李平安坐在树上 拿着小本本 约摸着算了一下 这些年团的积蓄 勉勉强强抢购 自己这次度劫所花费的开销 Excellent等于 Omicron星号I 钱还是太少了 要想按照自己的预想 制作一套完整 且安全率达到200%的防雷大阵 需要的钱实在是太多了 大不了 再攒个十年 李平安和尚小本本 一点也不着急 这时 小萝莉清风嘴里 含着小型的酒葫芦 蹦蹦跳跳地 从李平安身前掠过 略略略早啊 我的小徒弟 估摸着 又拿主风发下的救济金 去买酒了 忽然 一个念头 在李平安心头划过 要是清风长老 不去拿救济金买酒就好了 只是不让他喝酒 还不如杀了他 这是清风的原话 要是自己能够 给他酿酒 那么不就可以 省下救济金了吗 酿酒 李平安翻了一下脑海中的知识 前些日子 红色命格 玉田之树倒是衍生出了酿酒之法 只是李平安还从未试验过 罗列了一下酿酒所需要的必需品 将能买到的东西 交给老牛和润土 要酿酒酵母是少不了的 自己去小穷风的野猪灵 寻找能够培养天然酵母的葡萄干 跟小穷风的司徒雷 和秦妙妙打了招呼以后 李平安来到野猪灵 按照司徒雷给自己的方向寻去 很快便找到了所需要的葡萄干 突然 李平安猛然发觉自己被一股神石锁定了 嗯 嗯 李平安忽然感觉到自己被一股神石锁定 一种敏锐的直觉 让他感觉到身后有一位绝顶高手 这是一种本能的直觉 灌从中一道凶利地目光 牢牢地锁定在李平安身上 汪汪汪 一只灰白色的大狗窜了出来 浑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 个头很大 像一只小牛犊似的 瞪着眼睛 一副随时准备攻击的模样 发出警告之声 仿佛只要李平安迈出一步 便会将它撕碎 李平安由于片刻 从储物界中取出锅碗瓢盆 炖了一锅香喷喷的猪骨棒子 香气随风飘散 大狗顿时眼睛一亮 再看李平安露出和善的表情 连忙跑了过去 李平安微微一笑 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大狗点头如捣蒜 险些就没说出一言 您请 就这样 李平安顺利取到了葡萄干 回去之后 将酵母提炼出 酿酒所用的谷物 先浸泡数日 浸泡之后 再用温火蒸煮 厨房内满是谷香 叫人垂涎欲滴 七日后开盖 放入蒸桶中蒸一日 第二日 再加酒头和酒尾 再蒸数日 二蒸二酿 每个步骤耗时长 工序繁复 每处一倒酒 酒中的浓烈的谷物 便要柔和淡化一分 直至终了 不偏不倚 既有那一口 足以萦绕口腔的谷味 又不是陶醉味蕾的 那一份属于酒的醇合 李平安将酒桶 埋入到挖好的酒窖里 通过技能 气息锁定 可以查看到灵脉汇聚 灵气最柔和之地 是酿酒的不二之选 转眼 又过了两个多月 清风拿着从主风 那里领来的救济精 脸上笑开了花 星号黑黑 又可以去喝酒了 他坐在酒葫芦上 兴高采烈地飞回通天风 想着明天 就去潇洒快活去 通天风的夜色不错 给人一种十分舒适的感觉 这时候 他忽然嗅到了一股肉香 好像 在通天风 能有如此手艺的人 清风感断定 是自己那个上得了 厅堂下得了厨房的便宜徒弟 顺着肉香飘了过去 很快便发现了一处火堆 火堆上架着数百根羊肉串 烤肉滋滋发出声响 一滴热油 顺着饱满的肉的纹路 慢慢滑下 令人心醉 一旁还放着几大铜酒 还有花生米 各种小菜拼盘 浓浓的香味扑面而来 却不见人影 清风四下看了一眼 心生警惕 他仿佛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这陷阱也太过拙劣了 清风哼了一声 太小瞧人了吧 本座的定力 真香 一脚 忘了所有的不快 二脚 人仿佛在天上飘 三脚 如同羽化飞升 美味的口感 直达舌苔尖端满嘴的肉香 清风又抱起一旁的大酒缸 掀开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 通透 酒香在口腔中迅速爆开 在嘴里停留许久 体内充满了饱满的感觉 没有一丝杂质 就像是蜜糖 又像是一团火 滚塌又顺滑 顺着喉咙滑下 十分舒服 再从鼻孔里喷出酒香 最后是一种柔和的感觉 仿佛酒在嘴里化开了一般 没想到酒还能酿成这样 这可比自己以前喝过的酒 有意思多了 清风很快便将所有都抛到了脑后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快活 真快活 暗处 一人一牛一茶 相互击掌 清风长老捕捉计划 宣告成功 李平安一步步走过去 伸出了罪恶的小手 为所欲为 一日 清晨 清风从宿醉中清醒过来 揉了揉脑袋 不愿意驱散这美妙的酒意 保持着醉醺醺的感觉 忽然 他一摸腰 嗯 一阵冷风吹过 清风的酒意瞬间驱散 啊 我的钱呢 我那么多钱呢 小平安 你听为师跟你说啊 有人偷走了为师的钱 这日子没法过了 清风抱着李平安的腿 将偷自己钱的小贼 足足骂了两个多时辰 李平安坐在通天风风煮的位置上 淡定地抿了一口茶 放心吧 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 清风泪眼朦胧地抬起头 小平安 你要为我做主啊 嗯 我一定会抓住他的 清风用头蹭了蹭李平安 小平安 你真好 李平安笑而不语 这时 半空中传来一道破空声 清风诗书 清风诗书 紧接着 一道火红色的身影走了进来 那是一名少女 穿着一身火红色的沙衣 腰间系着一条长长的红丝带 衣衫上 绣着一道精美优美的纹路 身材窈窍 额头上画着一只展翅的红蝶 长发轻轻舞动 红裙下露出一双雪白的赤足 是主风的弟子 云书 见过清风诗书 平安师兄 云书入门比李平安早 然而李平安现在是通天风的大弟子 辈分高 自然要叫上一声师兄 是小云书 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你师父催我来还钱 清风诗书 您误会了 是执法长老 让我给您汇报一下最近的章程 汇报章程 清风长老扣了扣耳朵 那说吧 云书清了清嗓子 一一汇报给清风 只是说着说着 云书便觉得有些不对劲 身为一风之主的清风 此刻抱着李平安的腿 眼角的泪水还没有干 对于云书说什么 完全没有听进去 反倒是身为弟子的李平安 坐在风主的位置上 时不时地点头 评价道 嗯 这个不错 我觉得这条规定有一些问题 云书疑惑地眨了眨卡哇伊的大眼睛 到底谁是风主 不一会儿 云书便要告辞离开了 清风道 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吧 我家小平安做饭可好吃了 云书婉拒 多谢师叔美意 云书还要去其他风汇报 刚走出门 便看见一头牛正在抱着一只牛体肯的津津有味 离开通天风 云书心道 这通天风当真是奇怪 算上自己之前的积蓄 再加上从清风那里搞来的救济金 总算是将全部的费用凑齐了 来到方式的兵机铺 掌柜的像是一个杀猪将 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长刀 旁边放着一锅滚烫的开水 老朱 我之前看中的金砖石还有没有货了 有 你要几个 先给我来一百个 扑 老朱一口水喷了出来 你娘那么多金砖石做什么 甭管了 到底有没有 我这儿就有二十块 你要不去别家问问 金砖石这东西 除了用作一些特殊的地方 基本没什么人会接触 所以 销量并不是很高 李平安走遍了数个方式 最后终于将自己所需要的金砖石凑齐了 目对应迅挂与振挂 训表风 振表雷 雷属木 金砖石属金 五行相生相克 金刻木 李平安准备用金砖石盖一栋屋子 等杜结的时候 自己便躲在里面 至于效果 那就不得而知了 李平安找了许久 也没有找到这个先例 想象也是 谁有钱没地方花 会弄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一块金砖石价格不菲 更不用说盖一座用金砖石搭建起来的小屋 有这些钱用来修炼 提升杜结的成功率 岂不是更好 不过 人与人的区别 比人跟猪的区别都大 李平安不在乎修行的速度 快一些慢一些 对他来说 丝毫没有影响 他最在乎的是 如何没有半点生命危险地度过雷杰 蜀山弟子要杜结 事先都要报备宗门 像那些备受器重的弟子 宗门还会专门派人在暗中保护 此刻 便有三名长老在通天峰的半空观察着李平安的动静 身为通天峰现阶段唯一的弟子 李平安不能说备受器重 只能说是独一无二 清风长老也在其中 紧张地望着下面的李平安 嘀嘀咕咕地念叨 小平安 你可不要出事啊 一旁陪同长老前来的云叔微微一笑 清风长老真的很关心自己的徒弟 小平安要是出了事 谁给我做饭 谁给我扫地 我可怎么活啊 通天峰上 老牛和润土将高价买来的引雷侦插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地下连接着传导线 能快速地将落雷的威力分散 金砖石搭建的小木屋已经搭建好了 焚香木浴更衣之后 李平安深吸一口气 在润土和老牛期待的目光下走了过去 老牛吹起了笛子 润土唱起了好日子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的事都能成 今天是个好日子 打开了家门 咱因春风清水泼街 黄土电道 李平安跨过火盆 代表去除霉运 烧紧污秽 寓意逢凶化吉 变祸为福 又走过了一段路 面前摆着一众用泥土素的神像 李平安挨个上香敬酒 诸神保佑 做完这一切 李平安才不缓不慢地走进金砖石搭建的小屋子 上空的众人 这是在做什么 一长老错愕道 清风师妹 你这徒弟还真与众不同 清风长老骄傲地挺起了胸膛 云淑忍不住一笑 好奇地盯着李平安 他进屋做什么 哎 那屋子是金砖石 周围还布置了引雷针 这李平安到底是有多怕死啊 几人法眼透过屋子 只见李平安脱下衣服 穿上屋子里挂着的一件深色的衣衫 银丝袈裟 是李平安一针一线缝上的 价格不菲 把这个穿在身上 电流依旧存在 但是会沿着导体进行 而绕过身体 正所谓 天若有情天一老 杜结众生人不少 金思缕一身上批 学好知识心不虚 李平安穿上袈裟 从头到脚 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坐在地上 同时将双脚并拢 这样做的缘故 是因为雷击落地时 会沿着地表 逐渐向四周 逐渐释放能量 此时 行走之中的人的前脚和后脚之间 就可能因电位差不同 而在两步间 产生一定的电压 九年义务教育 不是白学的 云书神色略有些呆滞 这 何止是他 几位长老 也从未见过如此场面 忍不住说一个秀字 这小子 到底要干什么 秀啊 一位长老 竖起了大拇指 这么多金砖石 再加上引雷针 另一位长老 算了一下这个花销 这花费的零食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他日后准备怎么办 就是 这年轻人 真是不知道轻重缓急 修行又不是一杆子买卖 日后可怎么办啊 三位长老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 云书也不免摇了摇头 呼 李平安吐出一口气 运功调息 百学已通 迈事已缓 不知道过了多久 周遭黑云压城 劫云密布 黄蜂大作 风声刺耳 如哭如气 如鬼哭狼嚎 来了 接二连三的惊雷 已经雨点式地落下了 将整个夜空炸得一片惨白 巨大的动静 吸引了各风不少人影 老牛手持笔将雷杰的详细情况一一记录下来 方便以后归纳总结 学习使人进步 半空中 有一道光点落下 越来越大 越来越亮 亮到刺眼 其中有巨大的电磁声响起 那感觉对于李平安来说 就好像是一门叙事待发的激光炮 第一道雷杰轰然落下 不知在周遭的 引雷针起到了作用 分散了一部分雷杰的威力 哄 余下一部分的力量 静直落在金砖石打造的屋子上 铺在最上面的金砖石被炸得四分五裂 天花板裂开了一道长达七尺的裂缝 不过 也仅限于此 当真挡住了第一道 漂亮 清风长老欢呼雀悦 紧接着第二道落了下来 这道闪电比之前更加密集 更加恐怖 就像是死神的召唤在半空中响起 这一击 直接将整个金砖石的屋子炸成了粉剑 李平安沐浴在雷光之下 不一会儿 身上的银丝袈裟也化成了粉剑 李平安周身颤抖 这他娘的雷杰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强啊 修行为什么 一定要杜劫呢 凡人修仙 汲取世界中的灵气 突破了百岁寿命的桎骨 是逆天形 然而天有伦长 越是修为高深的人 对灵气的需求量越大 但世界的灵气并没有那么多 天道必须要控制高修为修士的数量 因此 这才有了雷杰 而修炼人体六蜜更是最大的禁忌 如果说其他修士是跟天道抢时 那么修炼人体六蜜不仅抢 抢完之后 还要脱了裤子 拉巴巴 拉完之后 还要问他 香布 布他娘的 拼你才怪呢 李平安眉头紧簇 内心深处剧烈地颤抖 挺住 他艰难地挺住身子 任由天雷钻入他的体内 有一刻 李平安觉得自己都快要坚持不住了 当最后一缕钢气回到丹田的时候 他的肌肉猛地一缩 恐怖的压力直逼他的五脏六腑 把他的护体真气逼得半散半收 一部分回流到了丹田之中 大量的汗水从毛孔中渗出 九死一生 果然不是说说而已 云雷阵阵 轰天霹雳 轰轰 原本看戏的众人不禁都是一惊 抬起头望着那劫云 这雷劫 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这他娘的也太强了吧 就连鼠山大阵竟然都被惊动了 清风 你这徒弟肚的这是什么剑 清风呆滞了片刻 鬼他娘的知道 天乏之体 李平安感觉自己身上的力量 已经被掏空了 现在只能启动后背 隐藏能源了 外面的老牛收到了信号 连忙启动了机关 李平安面前的地面忽然塌陷 露出了小山堆式的中品零食 这已经是他的全部夹当了 周身力量涌动 一块块中品零食 失去了原本的色彩 变成了废石头一块 一股无敌的力量 从四面八方 击视而来 在他的身躯上 六密尼丸中 凝聚成了一座门户 永生之门 嗡 大哥 加油啊 孟 老牛和润土 在外面为李平安鼓劲加油 你说 万一老大挺不住这关壳怎么办 润土心中忐忑 老牛默默地抬起了棺材 孟本牛都准备好了 润土看了一眼 棺材 兽衣 纸扎人 准备得挺齐全啊 李平安缓缓站了起来 天空中的节云震站起来 步出片刻 烟消云散 狂风和暴雨陡然消逝 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天空中只剩下一片红霞 和几朵零散的乌云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幅诡异的画面 李平安发出爽朗的笑声 这感觉被爽 成功了 真的成功了 尼丸开拓 百分之一百 大哥 老牛和润土蹦过来 只觉李平安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周身气息古朴 内敛而不放 沉稳如山 从容而笃定 这么多年了 六蜜之一的尼丸 终于完成了 每一寸血肉 每一寸骨骼 五脏六腑 都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气 不是五福气血 也不是灵气 而是一种流淌在人体六蜜中的元气 有的温和 有的缠绵 有的生机勃勃 有的死气沉沉 有的渐气森森 有的苍凉 千万的元气 精畏分明 它的根基更加的稳固 原阳更加的旺盛 就连它的心神 都变得更加的凝练 李平安喜欢这种感觉 就像是春种秋收一样 在田里劳作了一年 享受着丰硕的成果 没有太多的波澜 没有夺宝厮杀 惊心动魄 只有一步步的稳扎稳打 李平安也曾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却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修行之路最大的挑战 永远都是自己 李平安平静地笑了笑 清风长老狂拍李平安的肩膀 小平安 真给维师长脸啊 李平安想要试一试 自己现在的实力 于是跟清风说了一下 自己的想法 清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出手之前 他敲了敲李平安的身体 小心一点 维师可强着呢 他可怕将李平安打坏了 以后谁给自己做饭啊 清风长老 准备好了吗 李平安点头 只见 清风长老口中低语 哎哟 念错了 重新念清风一连念了数十遍 就在李平安即将不耐烦的时候 终于吟唱完毕 浩瀚的法力涌动 支撑一片无形的钢网 汹涌而出 压迫虚空 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势 向李平安席卷去 李平安微微吃了一惊 只觉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都被一股力量挤压着 撕扯着 每一寸空间都在扭曲 好强 李平安不敢大意 泥丸之中运转元气 周身被柔和的气息所包裹 将那浩瀚如海的力量 吸入其中 所有的力量都在一瞬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李平安轻轻一抖 连汗毛都没有伤到半分 有点类似于武夫的强硬体魄 修炼到顶峰便可万法不清 清风有些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刚才那一击 虽然只是随意一击 但是却被轻易地化解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 李平安试着出手 他的身躯之中 仿佛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每一次呼吸 都可以爆发出来 无与伦比的力量 将力量集中在最小的空间中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向外推去 在这一距一镜之间 方圆一仗之内 无坚不破 哄 翁 哈哈 不错不错 片刻之后 清风拍着李平安的肩膀 清风觉得自己 真是捡到饱了 本以为自己的徒弟 仅仅只是会做饭 种地 干杂物 没想到 修炼也是一把好手 转了 转大发了 人体六密 晶晶 天门 掌晶 玄泉 天谷 尼丸 尼丸 尼丸开拓完成之后 接下来的目标便是天谷 不过 要想挑战这个目标 恐怕要比尼丸花费的时间还要久 不过李平安暂时没有去考虑这些 行到水穷处 坐堪云起时 人生最淡然的状态 大抵便是如行云流水般 一切顺势而然 不急躁 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 哪怕这辈子没有做出太大的成就 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关 就已经是另一种成功了 春游百花秋有月 下游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间 李平安喝了一杯茶 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哈欠 自从开拓泥完之后 饭量下降了 然而不知为何 总感觉比以前疲倦了不少 时不时地想着去补一觉 好在 平日里也没什么事 反正也到了冬天 李平安就跟冬眠似的 整日缩在被窝里 懒洋洋地 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因为突破的事情 李平安现在不能说是身无分文吧 只能说是一穷二百 一块零食 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睡觉也挺好 至少不用花钱 这不 一大早老牛和润土便打了起来 原因就在于 通天风只剩下最后两张纸了 一牛一茶 都想要拉屎擦屁股 老大 你评评理 他一个牛 还需要擦屁股吗 润土道 老牛 你搞物种歧视 你还是个茶呢 李平安侧躺着 随意道 用树枝扣扣得了 哪那么多讲究 他喝了一杯茶 翻看了一下自己今日的计划表 上午睡一觉 嗯 下午 睡一觉 不错 晚上 再睡一觉 真是美好的一日 最近润土很是不老实 老往其他的风跑 润土现在已经是三品境界的修饰了 跟李平安相处了这么久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大哥的修炼方法是 独一无二的 自己要想成就一番事业 就不能闭门造车 所以时常去找别人打架 时不时地便鼻青脸肿地回来 更加努力地修行 也算是一件好事吧 这日 李平安坐在通天风上 就见一道身影从半空中落在通天风上 润土慌慌张张地跑着 紧接着便挨了一记大飞脚 直接给他穿的弟子服踹开线了 你他娘的跑啊 不是挺能跑吗 三名弟子围着便是一顿圈梯 嗨 李平安靠在树边淡定地哼着小曲 润土皮糙肉厚 挨一顿打 没什么事 何况这种单纯的霸凌 在鼠山很少会出现 谁家修仙不好好修仙 去无缘无故欺负别人 又不是幼儿园大班的小孩子 大家都是成年人 有的都活了几百岁上千岁 都是人精 默契少年穷的道理 大家都明白 所以 不是忍无可忍 谁也不愿意跟别人家结仇 大哥 大哥 嗨嗨 李平安咳嗽了两声 打可以 但也不能打得太狠 三名弟子抬头看去 见过师兄 三人抱拳行礼 看起来也算是讲礼貌 大哥 救我 打狗也要看主人 李平安淡淡道 我家润土做错了什么事情 你们大可以讲道理 何必动粗呢 为首的一个弟子道 师兄教训的是 只是这只茶实在是太可恶了 他去我们小师妹单挑 结果把我们小师妹打伤了 李平安皱眉 拳脚无眼 既然同意决斗 那就必然有输有赢 你们若是不服 便在擂台上重新打回来便是 润土一瞬间理直气壮起来 就是就是 师兄 您不知道 这家伙用了一招叫什么千年杀的招式 我小师妹修为不高 吃五股杂粮 再加上之前吃坏了肚子 被他这么一招火 好家伙直接喷了 我小师妹没脸见人了 嚷嚷着要自杀 星号Omega反斜杠李平安默默地喝了一口茶 润土爬到李平安脚边 老大 这不怪我呀 这招是老牛教我的 李平安站起身 留下一句 你们继续 随后 飘然离去 老大 揍死他 哎呀 别打脸 这日 李平安得到了一个消息 鼠山要开展优秀弟子培育计划 每个山峰名额有限 由数位宗师长老亲自指导 这个消息一出 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得到宗师长老的指点 就是内门弟子都很少有这个机会 至于原因 马上不要到了除夭大会 当年中州境内妖魔肆虐 诸子百家 各大宗门 以及大随诸多势力联手 终于还中州一个安宁 现在虽然妖魔已除 但是各方势力还会每百年相聚 一来是为了扫清妖魔余孽 二来 让各个势力的弟子相互切磋 交流 李平安收到了景玉 长青 以及阿丽亚 王毅等人的信 看样子 他们都要去这个除夭大会 景玉 长青 阿丽亚 王毅 燕十三 赵灵儿 胖骏 龙虎山秦石 还有柳韵 这一次的除夭大会 几乎汇聚了李平安之前 认识的所有老朋友 李平安笑了笑 听起来蛮不错的 云书师姐 这是要去哪儿 去主峰 竹叶峰 一身火红衣上的云书 简单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随身物品 与师父告了别 便要前往主峰 这次的特训 集中递在主峰后山的小竹林中 除夭大会在即 被选拔的年轻一代弟子 皆要前往小竹林 接受宗师特训 各系修行体系 只有达到七品 才可称宗师 能有七品宗师亲自指导 这对于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个提升实力的好机会 来到主峰的小竹林当中 这是一片山坡 两边都是竹林 中间是一片草地 对面是一条小小的飞铺 景色清幽 美不胜收 竹林中有一座小亭 有几名弟子 已经先到了 这些人相互都认识 毕竟都属于年轻一代 有天赋的弟子 相互行礼问候 刘二狗道 鼠山十四峰 这一次美风都出了两名年轻一代的弟子 咱们许久没这么凑齐过了 众人皆是笑笑 心底不由浮现出一句略显狂妄的话 鼠山未来执牛而辙 唯有在座 虽然狂妄 却也当真是实情 唉 可惜了林雪师姐和秦胜师兄 有人感叹了一句 众人脸上皆是露出些许伤感之色 如果林雪没有参与叛乱 现在也不至于被关押在地牢中 如果秦胜没有在秘境中生死 事事无常啊 通天风的弟子呢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让几个人都是疑论 李平安早早地就来了 只不过是被美景所吸引 忍不住闲逛起来 听着林间鸟语花香 听着溪水缠缠 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就连一座小小的桥 都能修得这么有意境 不愧是主峰 风景就是好 老牛指着远处的高峰 想要去上面看一看 李平安微微一笑 提气运功 脚下施展 燕子穿云纵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就走完了这片古陵 随后身形宛如一只巨鸟 眨眼间就登上了 这座极高的山峰 李平安坐在一处小亭当中 这样的山势 这样的风景 实在是太美了 想不美都难 山间的风声 夕阳的余晖 李平安伸了个懒腰 这地方真适合睡觉 他将二胡放在一旁 打起了盹 等一觉醒来 月亮高悬在半空 带着老牛 慢慢悠悠地下了山 不远处 二十余名鼠山弟子 正在庶民长老的指点下 进行修行 李平安刚一出现 便被一名长老盯上了 是鼠山的执法长老之一 张长老 参见长老 张长老沉声道 去哪了 怎么这么晚才来 李平安也没撒谎 实话实说 说自己在山上晃悠了一圈 累了 在山顶的亭子里睡着了 听了这话 张长老大为恼火 睡觉 你这个年纪你睡得着觉 你看看别的弟子 你师父每日辛勤劳作 难道是为了送你来这里睡觉的吗 走 去找你师父 来到通天风 你师父呢 张长老怒气冲冲地质问 睡觉呢 李平安老师回答 张长老小脸顿时一跨 睡觉 张长老走上前去 轻轻摇了摇清风 清风师妹 清风师妹 清风长老 嘴角流淌着口水 睡姿极为奔放 被一脸摇了几下 才终于睁开眼睛 露出一个憨厚的笑容 星号不忍直视 然而 瞅见对方不是自己那个可爱的徒弟 当即变了脸色 怒吼道 做什么 本仙女今天才睡了13个时辰 不知道睡眠少 会对皮肤造成影响吗 喊完 翻身继续睡了 13个时辰 一天不是只有12个时辰吗 润土纳闷地掰着 手指头 张长老气得脸色 轻一阵红一阵地 留下一句 有什么样的师父 便有什么样的徒弟 随即便气冲冲地离开了通天风 李平安在后面喊道 张长老您慢走一片落叶 在风中荡漾 李平安任由那片树叶 落在自己的头顶 偶尔有一朵白云飘过 让他有一种 想要成风而去的冲动 但是他知道他不能 长老的话语徘徊在耳边 犹如禅名声 一般国造 不知道哪一棵树上的禅 突然拖长了调子 让人误以为是经浙 困住李平安的 不是世俗的枷锁 而是特训班一日馆三顿饭 还有零食补贴 美滋滋 润土也陪李平安来上课 端坐在蒲团上 一字一句地仔细听着 格外地认真 时不时还要记一记笔记 一个查学着人类的模样打坐 怎么看 怎么觉得奇怪 不过润土可不在乎这些 没几日 便跟周围的弟子们 畜成了哥们 称兄道弟的 主打的就是一个社交 李平安打着瞌睡 等着下课 听着周遭弟子 叽叽喳喳的提问声 恍惚之间 竟然有一种 回到了学生时代的感觉 只不过是人变了 问题也变了 从之前的这道题 该如何解答 到现在 这门功法的要点在哪里 美丽的晚霞 总会出现在 那个燥热的晚自习 她不由地笑了笑 今日便到这里吧 李平安一下子来了精神 下课等于开放 主风的善缘 并不对外界开放 所以即使是有钱 也享受不到 只有风主和一些 德高望重的长老 才有资格享用 或者是招待贵客 鼠山的餐饮业 是极为发达的 虽说修仙者 大多数可以避古 但是吃一些零售的肉 或者一些零酒鲜酿 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促进修炼的 而且好友请客 为客人接风洗尘 都促进了修仙界 餐饮业的发展 这一产业 也为宗门 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今儿的晚餐 是各类零草零药零丹 混合搅拌的一种特殊食物 加上一些特质的酱料 有点类似于蔬菜沙拉 没有肉 李平安今儿很不开心 平安师兄 你都为什么这么多 云书看着李平安盘子中 落得高高的食物 忍不住问道 李平安淡淡一笑 打饭的大娘是我老乡 给我很照顾 这话当然是假的 实际上 李平安是用了一些手段 比如每次打饭的时候 跟大娘聊几句 家长里短 抱怨几句生活上的艰辛 自家孩子如何如何不争气 男人如何如何的气人 从小混迹于市井的李平安 对这些手段 自然是无比熟悉 这些几乎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修行者 根本不理解 为什么两个人才见几面 就能如此熟络地聊起了天 一来二去 李平安便和打饭的大娘混熟了 趁着吃饭的时候 这些修饰也没有闲着 而是相互交流着心得 李平安一直认为 该修行的时候就修行 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 不要三心二意 修炼是为了享受 不是为了遭罪 一壶茶 一局围棋混一天 这是李平安梦想中的日子 修炼就是为了摆脱生老病死苦 不是为了斗法打架 平安师兄 待会儿我们要去后山切磋交流 你要一起吗 身为领队 云书尽量让这个临时组建的团体 不孤立任何一个人 不了 今天修行太累了 李平安果断拒绝 打架没有夜宵 还要浪费体力 回到小屋 李平安打了热水 放入一些草药 泡着脚 喝着茶 和润土下着棋 突破泥完之后 修炼的速度不得不缓和下来 一来 是因为接下来的任务重点 是巩固现有的成果 急于求成不好 二来 杜劫之时 耗费了李平安太多精力 这也是他每日 感到疲惫的原因 估计要缓个一年半载 只能借助龟西宫 慢慢调理 三来 没有钱了 李平安慢悠悠地饮着茶 还是老老实实地下棋吧 润土 最近奇异见长啊 润土微微一笑 跟在大哥身边 自然要进步 润土 为兄问你一个事 大哥 你说 你为什么要穿一个红色的蕾丝边内裤 润土伸手提了提 这是牛哥最近给我缝的 说是整日光着身子出去跑 影响不太好 李平安放下茶杯 你这样影响更不好 明天不要穿了 知道了 大哥 润土点头 这时候 外出切磋的弟子 推门进来 在特训期间 弟子们都是住在一起的 打了个招呼以后 李平安继续低头下棋 回来的弟子并没有休息 而是继续打坐修行 寝室关系十分和睦 因为大家都很忙 只有闲得蛋疼的人 才会无聊到 找别人茶 像小学生一样打架斗殴 喝完了茶 李平安抿了抿嘴 带上小背 睡觉 嘖嘖嘖呼 一旁的弟子看了一眼熟睡中的李平安 眼神中露出些许向往的神色 猛然间 他连忙稳住心神 道心绝对不能乱 距离除妖大会一年的时间 有一日 李平安通过法眼 望着半空中的飞鸟 想着自己该出去溜达溜达了 在鼠山呆得有些闷了 关键是突破泥丸之后 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一个鼠山自然不会困住李平安 李平安做好了计划 在外头游玩一年 随后去参加除妖大会 随后 李平安便跟清风说了这件事 清风一听李平安要走 当即小脸惨白 抱着他的大腿便哭 李平安承诺 自己会早些回来 并且把润土留下来照顾他 好说歹说 清风这才答应 特训班那边 李平安简单收拾了 一下自己的行列 其余弟子都不由得好奇 问李平安这是要做什么 不知情的 还以为李平安是被开除了呢 李平安笑道 累了 去外面逛一逛 逛一逛 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不努力修行 就好似是在高考来临之际 你同学忽然对你说 要休学几个月一样 不过这段时间 他们也都大概了解了李平安的性格 这种事情发生在李平安身上 倒也不觉得多稀奇 云书好奇地问道 外面很好玩吗 对于自幼长在鼠山的云书来说 只有在外出历练的时候 接触过几次外界 好玩 自然是好玩 李平安说道 有风景 有美食 有人文 有故事 李平安跟老牛一起在绝美的星空下唱过歌 在雪山苦等一夜 只为日出的那一刻 吃过超级美味的食物 听过英雄杀敌的经历 一路涉足 一路留恋 一路回望 却依旧一路前行 云书正正地望着李平安和老牛离开的身影 许久之后 回过神来 继续打坐修行 大哥牛哥 早点回来啊 润土冲他们挥了挥手 李平安和老牛 踏着轻快的步子 缓缓消失在古道之中 这一路 倒也没个目标 走走停停 撞见过在棒米地里打野战的男女 男的管女的叫小妈 关系乱得一塌糊涂 也遇见修士之间的争斗 却没有打架 而是吵得面红耳赤 嗓子哑得厉害 却没有哪一方动手 李平安帮忙抓过小偷 救过一个落水的小孩 还在一户得了瘟疫村庄 住了一个多月 结识了许多人 分别那一日 有许多人来送他 每个人都哭得很伤心 李平安却是笑着跟他们道别的 人生既一世 眼忽若飙尘 既然我们都是凡尘过客 那么又何必为眼前的离别而伤感呢 就这样走走停停 迎面来的洋花 飘忽不定的风云 就这样四个月后 李平安在某处小镇子停了下来 镇子不大 但是人口却不少 李平安打听到这儿最出名的美食 便是红烧大鲤鱼 去当地最出名的馆子 结果还需要排队 里面的人都坐满了 好饭不怕晚 李平安也不在意 坐在馆子的门口 面前便是一条河 沿着河岸 有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巷子 足足等了半个多时辰 李平安才尝到 这道红烧大鲤鱼 他夹了一块鱼片尝了一口 微微皱起眉头 这手艺有些差强人意啊 白瞎了这条大鱼 而且价格实在是推贵了 李平安不满地放下筷子 为自己花的这银子心疼 客官 咋地吃着不满意 小二问道 李平安点点头 实话实说 味道确实一般 小二尴尬一笑 客官 我家这鱼可是远近闻名 你去打听打听 鱼炖得太老了 火候不够 一定是水还没开 就把鱼放进去炖 鱼肉受热过程缓慢 同样容易收缩扭曲 变得很硬 小二一愣 行家呀 这是 不会是谁家派来捣乱的吧 这种事情虽然不常见 却也绝不是没有 李平安越想越觉得不值 当即起身 走到外面 用法眼望着夕阳下的湖水 手指轻轻一抬 一条大鲤鱼破开水面 鳞片在阳光的照射下 染上了一层的金色 李平安抓着鲤鱼走进后厨 哎 你做什么 李平安静止走到 正调戏老板娘的厨子面前 将鱼放在案板上 你 你做什么 厨子吓了一跳 李平安开始熟练地包铃 鱼翅 鱼腹 鱼肠 一边做 一边为厨子讲解 告诉他注意事项 厨子愣愣地点着头 先炸后焖煮 讲究火候 配上李平安特制的酱料 鱼熟后捞出装盘 把汤汁浇在鱼身上 鱼碗整不破皮 鱼肉也不散 表皮鲜香 里边鲜嫩入味 色泽很红亮 尝一尝 李平安说 厨子咽了一口吐沫 拿起筷子尝了一尝味道 肉质细嫩 入口即化 嫩黄爽滑 嗯 好吃 厨子眼睛一亮 李平安沉声道 以后就这么做 厨子点头 李平安说完 带着自己做的鱼 转身便走了 仅仅几步便消失在后厨当中 厨子愣了片刻 急匆匆地跑出去 可是早已看不见人影了 桌子上 还有对方留的饭钱 难吃归难吃 钱还是要留下的 不能坏了规矩 小河边 李平安和老牛蹲着 手旁放着红烧鲤鱼 老牛则拿着一根大葱 大葱蘸大将就白磨 大碗筛小酒尽情喝 老牛 给我留点 摸哄 远处传来阵阵雷声 大雨从天而降 李平安抬起头 何方道友在此杜劫 走 去看看热闹 腰间九葫芦掠出飞剑细雨 李平安单脚踩在三寸短剑上 老牛四仰八叉地趴在李平安的背上 尾巴在身后甩来甩去 走你 搜帽 慢点慢点 老牛还是十分不适应高空飞行 哦 来吧 平僧何惧 平僧今日便要逆天行 片刻之后 哎呀卧槽 别别冲动 错了 错了 哎呀妈呀 长青和尚被雷劈得枝鸦乱叫 李平安躲在远处 微微挑眉 为什么自己总能跟长青和尚来一个莫名其妙的偶遇 之前好几次也是这样 莫非二人之间存在着什么羁绊 不过 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长青和尚正在渡劫 稍有不慎便是灰飞烟灭 老牛 我们是不是应该准备一下 猫李平安和老牛开始挖坑 直到第二天黎明 雷声才停止 李平安和老牛走过去一看 长青光着屁股 踏在坑里 还活着吗 老牛拿着树枝 对了对长青的屁股 长青忽然出声 你礼貌吗 哦 还活着 长青勉强睁开眼睛 李施主 李平安正要带着长青 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忽然神石在极远处捕捉到一丝异样 有一团浓郁的妖气 正在迅速向此地靠近 估摸着 也是被这方天结吸引了过来 老牛这是什么地界来着 老牛翻开地图 对照了一下 不知道 反正不是大随 李平安将光着屁股的长青 放在老牛身上 和老牛一溜淹地跑了 一口气跑出了数十里地 翻过一座山 踩在一片又大又湿的草垫上 那道妖气在半空中掠过 最终停在长青渡劫之地 神石扫过周遭 对方残留的气息 久久不散 十分清晰 连绵不绝 是佛家的高手 跑了 那妖伏在半空中 在附近的山林中扫来扫去 神色有些不安 莫非是探子 想到这儿 嘴中默念法诀 不一会儿 凭空落起了雨 然而 那雨却并不是真的雨 落在地上 房檐上 化作一缕缕气息 凭空消散 片刻之后 那头妖怪收敛心神 哼了一声 跑得倒是挺快 他的目光落在远处的镇子上 来都来了 顺道抓几个 血尸回去 这么想着 他的身躯向小镇飞去 远处 李平安盘腿坐在草地上 取出酒糊落 喝了满满一口酒 气息锁定 全开 这一刻 李平安似乎是开了全途饰演 法眼之中满是 龙色混杂的气息 周遭风吹草动 皆被锁定 嗯 他眉毛微微一皱 在他的法眼中 那妖怪的庞大身形露出真身 是一头牛腰 看样子 是准备对那个镇子下手 正在空中奔行的牛腰 顿时停住身形 周身气势猛然一领 一个戴着斗笠的男人 拦在了他的面前 这个人穿着一身青衫 神色淡然 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他的腰间并没有挂着武器 手上拿着一把竹竿 造型优雅而又诡异 充满了一种神秘的美感 什么人 话音刚落 牛腰只见对方身上 寄出一个白色小塔 嗯 法宝 那白色的小塔凌空而起 体型陡然变大 转眼间便高达数十丈 通体银色带着一股肃杀之气 让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件凶器 白玉京 阵法 哄 李平安刹那间出刀 这一刀的动作演绎到了极致 刀锋在虚空中划过 就像是一条笔直的线 没有任何诡异的角度 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就是以最简单的方式 以惊人的速度前进 呼 就像是从天外飞来的流云 漫步惊心间 却透着一股令人心惊的杀技 你 牛腰本想愈法抵挡 可是猛然间发现 周遭有一种无形无质的压力 禁锢了周身 意识停顿了片刻 随后便定格住了 对方的刀锋 割破了自己的皮肤 就像是一条长长的金线 在身上迅速蔓延 李平安感受不到牛腰身上的气息 任由对方的尸体落在地上 刀刃上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气 轻轻甩了甩 这才收刀入鞘 转身回去 寻到长青和尚 长青和尚瞪着眼睛 解 解决了 李平安点点头 尸体 处理了吗 尸体 老牛正准备烤来吃呢 长青和尚 重重叹了一口气 Excellent等于 Omicron星号 爱抚我过去 长青和尚 艰难地爬了起来 一步步 走到那只牛腰的尸体旁 呼呼 他重重吐着粗气 从手心之中 祭出一道火焰 阿弥陀佛 尸体不能吃 否则容易惹上麻烦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啊 火焰发出汁的一声清响 一股焦糊的味道 很快弥漫开来 不一会儿 便将牛腰的尸体 稍微了灰烬 长青双手合十 嘴中默念法觉 封住对方三魂七魄 驱除妖气 火焰越烧越旺 长青咳出一口鲜血 脸色惨白 身体十分虚弱 却还坚持着调整气息 啪啦的声音不绝于耳 将对方的三魂七魄 随着尸体 统统化为灰烬 可嗨嗨 长青咳出一口鲜血 脸色惨白 身体十分虚弱 却还坚持着调整气息 祭出自己的袈裟 遮蔽了半空 似乎是怕被人窥看 随后 开始念起超度经文 手中的佛珠 发出清脆的声响 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红韵 那么阿弥多婆耶 多他家多业 多地耶他阿弥利都婆皮 阿弥利多西丹婆 神念所化的经文 带着一股浩瀚的力量 给人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 紧接着 长青双手接出了一个法印 一套流程得心应手 超度之后 那牛腰的记忆残片 涌入长青的脑海中 嗯 这牛腰杀身无数 该死 咱们这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长青画风一转 又道 对方的骨灰还在 李施主就交给你处理了 平僧 要不行了 切记 要分八处羊了 一份撒在盒中 一份 话还没说完 长青直接昏了过去 李平安 李平安正要起身离开 忽然 长青猛然抓住了李平安的脚踝 记着 一份羊在山峰上 一份埋了 半个月后 某处山洞中 长青光着屁股坐在地上 缓缓睁开眼睛 吐出一口肠气 多谢李施主 这些日子照顾小生 李平安头也不回道 小意思 洞里升起了一堆柴火 烤着一只鹿腿 香气四溢 长青伸手挠了挠屁股 哎 这次杜劫失败 此乃天意啊 老牛皱了皱眉 嫌弃地看了一眼 长青的胯下 李平安 话说 你是不是该去整一套衣服 长青插着腰 小僧这段时间 突然发现 裸体真的好舒服 李平安默默地 咬了一口鹿腿 二人一牛 来到最近的一处小县城 长青河上 围着一条草裙 来到一处卖衣服的铺子 这是本店最大的成衣店 单 棉 皮 一英俱全 长青和尚挑了许多件衣裳 卖货的掌柜脸上 都笑出了褶子 刚开始 见对方衣衫褴褛 还以为是一个穷鬼 没想到 原来是个别具一格的爆发户 果然 这年头 和尚都是有钱人 李平安微微皱眉 长青这家伙 出门从来都是不带钱的 估摸着 又想让自己付钱 想到这儿 李平安战术性撤退 躲在暗处悄悄观察着 过了一会儿 长青选完了衣服 要结账的时候 掌柜的笑呵呵地搓着手 大师 您是给献钱 还是银票 长青面露诧异 施主说的这是什么话 平僧是来化缘的 怎么还能提钱呢 李平安 掌柜脸上的笑意 僵硬在脸上 臭和尚 他娘的是来找茬的吗 说着 他一拍手 当即走出来两个彪形大汉 今儿 你要拿不出钱 也没把你设例子打出来 长青眨了眨眼 施主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鼠山 自从李平安走后 山中五老虎猴子 称霸王 润土翘着二郎腿 坐在李平安的太师椅上 边摇 边喝茶水 地上还然着意如香 手中捧着一圈古圈 聚精会神地看着 小日子 真他娘的舒坦 只是过了几个月 整个通天风便只有自己 就不免觉得有些无聊了 润土又是按捺不住的茶 时不时便跑去其他风玩去 然而 其他人并不像润土一样 这般有闲心 润土有些寂寞 看着棋局 轻轻叹了一口气 听着雨打芭蕉 听着水滴落下的荷叶 看着春暖花开 好像都提不起什么兴致来 就连吃饭都觉得没滋味了 就这样 又过了两个月 润土开始频繁地去外面找人打架 一来 是打发无聊的时间 二来 是为了修行 然而 打架有风险 入行需谨慎 在一次比试当中 润土被打得受了不轻的伤 是被人抬回了通天风 还好清风怕他死了 没人给自己做饭 找来了鼠山的龟神医 龟神医简单给润土检查了一下 嗯 受得伤不太严重 带老夫回去给你拿点药 吃上几个疗程便好了 润土虚弱地说道 多谢神医 不客气 我跟平安是好友 他回来了 别忘记帮我问问 精品没得下卷 他到底什么时候 老夫等得甚是着急 润土答应了 只是龟神医出门许久 润土一直等到第二天白天 都不见龟神医回来 润土忍不住骂道 他娘的 这只死龟再不回来 老子就要死了 这时候 门外传来一声 他妈的 再骂老子不去了 润土留下了委屈的泪水 这通天风 真是一天 也待不下去了 山上 下起了小雨 润土搬了一个凳子 坐在门口 望着连绵不绝的雨线 雨越下越大 天色也越来越暗 远处的山鸾如烟 仿佛和天空连在了一起 闲着的时候 总会想许多事情 想着心事 想着这里 想着那里 想着过去 想着未来 润土开始思考起茶生的意义 一个谎神 日月交替 已是四五日的光景了 润土重新站起身 简简单单破一个小境界 呼 吐出一口浊气 这便是悟道 求而不得的东西 反而一个恍惚间 竟然达成了 愣了片刻后 他扛起李平安留下的锄头 下地干活了 看着眼前的油卖地 此刻 润土稍微理解了一点老大的意境 不知不觉 时节已到寒冬了 折龙三冬卧 正所谓 千山鸟飞绝 万尽人踪灭 孤舟梭利翁 独掉寒江雪 这一日却是难得的晴朗天气 一轮红日映照在道路两旁的积雪上 泛起一层淡淡的金色 江面上 有一条孤单的小船 船上有位渔翁 身披缩衣 在大雪纷飞的江面上垂掉 时而仰头望着落下的雪花 时而低头寻找着水面上的动静 这位渔翁正是李平安 老牛乖巧地趴在一旁 打着盹 船是他自己坐的 闲来无事 便一路从关外划着小船到了关内 船行在江面上 过了一会 呼听得哗啦一声 李平安将鱼竿一抖 一条四五斤重的大鱼落在了船上 炖了一锅香喷喷的鱼汤 夜已经深了 月亮落下去了 李平安有些疲倦 船也懒得记 直接进了船舱里 呼呼大睡 夜里起风了 小船被风吹得在江面上飘飘荡 等一大早醒来 已经不知道到哪儿了 长青和尚 因为渡劫失败的缘故 一直在敬仰 李平安问他之后要去哪儿 长青和尚说 等休养一阵子 要去参加厨妖大会 正好二人顺路 长青和尚 整日闭目敬仰 距离上一次二人说话 已经是一个月以前了 李平安解开腰间的酒葫芦 仰头喝了一口酒 一路走来 李平安身上的银两花得差不多了 本想着靠每日 钓一些鱼 卖点钱 可最近收成不见好 自己吃都不够呢 更别提拿出去卖了 李平安有些无奈地 收起了竹棍 船滑到岸边 听着对岸有人在卖豆腐 豆腐 卖豆腐好啊 要说哪种生意稳赚不赔 那必然就是卖豆腐 如果豆腐不小心做硬了 就卖豆腐干 如果豆腐不小心做稀了 改卖豆腐花 如果实在太稀了 就卖豆浆 如果豆腐还卖不动 放几天 改卖浆豆腐或臭豆腐 一本万利 李平安拄着脑袋 想着该去赚点钱花花 俗话说 穷家富禄 武侠小说里那些 走遍江湖的大侠们 却是很少为钱发愁 相反一至千斤 大碗喝酒的场面不断 仗义蔬菜的情节 更是一抓一把 然而 现实终究只是现实 李平安握着手中的杖刀 准备坐回老本行 船夫 船夫 岸边有人在大声招呼 李平安抬起头 有两个书生打扮的男子 顶着风雪走到岸边 看样子 应该是要去京城的 船夫 去江都宴多少钱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之前他确实接过几个课 可是去江都宴 还是头一遭 他算了一下 此地距离都江宴的水城 报了一个价格 没问题 对方一口答应 不知道是李平安价格暴低了 还是他们实在忍受不了这寒风 李平安将船停靠岸 两个书生登上船 发现船舱里 还有个盘坐闭墓地合上 一动也不动 李平安道 不用理他便是 两个书生当即进了船舱 里面有一个热乎乎的暖手炉 义书生不想浪费这个时间 不等手缓和了一些 便从书箱中拿出一卷书 翻看了起来 另一个高个子书生道 居和兄不用这般用功吗 张居和深深叹了一口气 若是这一次再考不中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去 面对家中人了 那人安慰道 居和兄 莫要说这些丧气话 以居和兄的才智 定能金榜提名 更何况 就算考不中 居和兄家里 不是还有产业 无论如何 居和兄的生活 已比大多数人 要好上许多了 现在有多少人连饭都吃不上 不说别的 单说这划船的船夫 这寒冬腊月出门划船 不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吗 不然 谁愿意平白遭受这风寒之苦 经过他的劝慰 张居和脸色的愁容少了些许 是啊 我还有什么能不满意的呢 船夫为生计操劳 有时如果拉不到乘客 整日无所获 生计受损 更何况之前见那船夫 只穿着一件单衣 张居和再摸了摸自己身上暖和的皮子 心里的不满顿时全部消散了 正想着呢 只见船夫走了进来 随后自顾自地煮上一壶茶 手法十分娴熟 听到微微有声 气泡像鱼木 是一吠 煮到一吠时 就加盐调味 烧胡圆边的气泡 像连珠涌起 是二吠 煮到二吠时 出水一瓢 用竹块还击汤心 烧请 腾沸溅末 倒入所出水指之 两位书生呆呆地望着这船夫 哦 随后 张居和反应过来 哎 你在干嘛 煮茶呀 这么明显的动作都看不出 你煮茶 那谁划船啊 张居和点明了问题的关键 这个船是自动挡 李平安淡淡道 什么自动挡 二人听不懂李平安的话 不过这船档真是动了 二人以为是船上还有另一个人 可船不到刚才 就发现了二人一牛 哪还有其他的人 这船夫神神叨叨的 令人感到有些不安 两个书生对视一眼 走出船舱 四下看了一眼 确实不见有划船的人 只有一头牛趴在船边 眼神颇有些忧怨 等二人再仔细一看 这才发现 这牛一半身子趴在船上 一半身子探入到了水面 两条腿在水中不停地扑腾着 这牛在划船 两个书生的世界观 在这一刻崩塌了 李平安默默饮了一口茶 这时又有船只经过 老李 是渔翁老刘 常年在这条江上钓鱼 与李平安混得比较熟 老李 接客了 老刘笑道恩啊 去江都宴 江都宴 老刘脸色微微一变 瞥了一眼船舱内的两个书生 把船靠过去 冲李平安几枚弄眼 老李 你上一次让我给你带的罪线 给你带来了 先上我船 江都宴 老刘 把船靠了过去 老李 你过来一下 上次你托我给你带的罪线 给你带来了 李平安走过去 刚要拿起罪线 老李忽然拉住李平安低声道 老李 江都宴不能去 哦 为什么 江都宴是春雨帮的地盘 除了他们认可的船夫 其他船都不准进江都宴 你刚来不久不知道 那春雨帮可厉害着呢 李平安微微挑眉 那怎么办 我客人都辣了 就推说你有事 让他们重新找个船夫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并没有听老刘的 吴百文 那可足够自己吃一顿好的了 没事我快去快回 说吧 便招呼老牛划船走了 老刘望着李平安离开的背影 无奈叹了一口气 真不听劝啊 现在也只能保佑着 小子福大命大了 李平安将老刘给的醉蟹拿出来 跟两个书生分享 醉蟹以螃蟹为制作原料 加以米酒香料金盐等醉质而成 口味咸鲜适中 芳香无心 蟹味鲜美 此地沿江靠海 地势低洼 海河这边蜿蜒曲折 入海不畅 这也造成了 此地螃蟹极为便宜的缘故 当地人有一个说法 若品尝醉蟹时 如饮美酒 便如无一乞丐欲春 两个书生 一个叫张居和 一个叫耿连城 要去京城 等明年开了春赶口 原本三日的水城 因为老牛登得快 只用了一天一夜便到了江都宴 这日 清晨 李平安早起 和老牛解开裤子 站在船边撒着尿 薄雾蒙蒙 天地沉静 万籁无声 仿佛一切都为光明的诞生 而沉醉了 李平安大声哼着歌 哈哈一笑 老牛 快不快活 老牛白了他一眼 快活 娘的 老子腿 都要登抽筋了 这时 远处行来一艘船 在这七八个腰间别着家伙似的汉子 停下 为首的赵三怒吼一声 大船把小船截停 身上纹身的汉子走上小船 两个书生没见过这场面 心里直打出 哪来的 赵三问 南边 刚在水上飘没多久 没飘多久 便赶来江都宴 小子胆子挺肥啊 过奖过奖 李平安一副谦虚的模样 你他娘的 当夸你呢 另一人狠狠推了李平安一把 赵三又道 小子 你知不知道 这江都宴的水下有河神 除非是我们春渔邦的船 否则到了江都宴 都要沉在水底 见他说的煞有介事 两个书生心底犯起担忧 哦 这河神老爷还认船 李平安不由一笑 那是自然 见你出来乍到 若是用了我们春渔邦的船 保你平安无事 可若是一意孤行 那估摸着便是船毁人亡 好家伙 跑这儿推销船来了 不仅要出钱买船 用了人家的船 每月还要给月宫 则则 打得一手好算盘 不出意外地 被李平安给拒绝了 赵三等人也不恼 让李平安不信的话 尽管可以试一试 李平安就如同没事人一样 划船进了江都宴 这不会真的出什么事吧 书生耿连成担忧地问道 俗话说得好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世间之事千奇百怪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一旁的张居和 不懈地哼了一声 什么河神都是胡编乱造的 对方分明就是 想炸一些银两罢了 你看人家船夫都不怕 咱们怕什么 李平安正在外面做广播体操 远处 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色色半江红 浓雾翻滚 几艘鱼舟在河面上飘来飘去 不时有鱼歌传来 然而却始终只闻其声 不见其身 呼 原本平静的江水 顿时变成了一道乱流 小船在江面上 似被一只大手蹂躏 溅起一片水花 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水下有东西 耿梁尘目光落在水面 仔细一看 发现水底有一团白色的东西在游动 很是害人 真真有河神 不是 卖东西 耿连成 磕磕巴巴的 语无伦次 不是河神 应该是某个成精的水怪 估摸着是春雨帮的人 连起手来 交钱的船夫 便保 他在江都燕安然无恙 不交钱的 便让水怪来捣乱 这时 旁边的船夫李平安 有条不稳地理清了思路 声音平淡的出奇 耿连成早就吓傻了 都探娘的怪你 你明知道江都燕有水怪 干嘛不告诉我们 我们给钱 我们给钱 别杀我呀 张居和 还是算是震惊一些 他发现 即使是面对这水怪 船夫仍旧是一副平淡的模样 莫非这船夫是有逃生的办法 张居和盲道 船家 可有办法 再这样下去船可就要沉了 办法 比人不擅长游泳 李平安取出酒葫芦 给他喝一些酒 商量商量 能不能放过我们 李平安解开酒葫芦 将酒洒入江中 嘴里念叨着 有怪物怪 都是出来混的 给我李某人一个面子吧 语气十分地和善 奈何对方实在不给面子 风浪并没有因为李平安说的话 而停止半分 反而是船头的水声更大了 大船摇摇晃晃 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耿连城崩溃地 将钱扔进河里 一边撒钱一边喊道 我有钱 我有钱 你个天杀的船夫 老子死了 变成鬼也不放过你 李平安微微皱眉 这么不给面子 当即手一伸 手腕用力 一个两人多高的水怪 被从水中揪了出来 扔到船上 船身猛的一阵 砰的一声巨响 张居和二人都吓了一跳 寻声望去 吓得惊叫出声 那水怪在船上来回晃动 大尾一扫 耿连城与张居和 哀嚎一声扑通一声沉入水中 溅起一片水花 两人抱成一团 跌入水中 灯时便觉头晕眼花 这寒冬腊月的 江河水能 活活冻死人 二人又都是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只觉四周一片漆黑 莫说伸手不见五指 就连半根手指都看不见 四肢乱灯 很快便被江水淹没了 李平安本要去救 怎料下一秒 整艘船都被掀翻了 另一只水怪 从江内钻了出来 直接将小船拦腰折断 李平安 你他娘的 批我小船 哄 我为什么要来这儿 读书 考取功名 光宗耀祖 还是 为了什么 张居和的意识逐渐模糊 人生中的一幕幕 在他的眼前浮现 就这么死了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 阳光明媚 温柔地迷人地笼罩着他 他本能地睁开眼睛 想要在这世上最后一次看到这一幕 喂 书生 书生 怎么在这睡觉啊 说话的是一个中年妇女 张居和愣了片刻 摸了摸自己的身子 我还活着 最关键的是身上连半点水迹都没有 张居和猛了 大婶这是哪儿 江都燕呢 还能是哪儿 大婶道 张居和回头看了一眼 江水滔滔 隐约能看见几条船在江面上行驶 他记得自己明明是遇见了水怪 然后掉进了江水里 哎呦 怎么回事 这时 身旁传来耿连城的声音 连城兄 咱们怎么到这儿来的 耿连城挠了挠头 怎么到这儿 我 他皱着眉头 似乎是什么也想不起来 张居和忽然想起什么来 忙翻开书箱 拿出一本本书 完好无损 根本就没有半点被水打湿的痕迹 张居和不可置信地瞪着眼睛 莫非 那一切都是 自己做了一个梦 耿连城站起身 说道 居和兄 快走吧 我肚子饿死了 张居和回头望着江面 眼中闪过一丝茫然 一人一牛走在关道上 老牛的背上 还拖着一个和尚 Excellent等于Omicron星号爱我那可爱美丽 且漂亮实用的小船 李平安一路上都在念念叨叨 老牛听得 耳朵都起了茧子 叨叨叨 你压就会叨叨 不就是个小船吗 那个漂亮美丽的小船 在李平安嘴里 只停留了三日 然后 就再也没出现过 毕竟人生要向前看 李平安随手揪了一根杂草 叼在嘴里 抱着竹棍 哼着小哥 算算时间 眼看就要到了除妖大会的日子 除妖大会的地点在古都武林 李平安算了算矫程 慢悠悠地走 时间还来得及 三月后 古都武林 路边的茶楼 三三两两地聚集着十几个人 一边喝着茶 一边谈笑风声 人声鼎沸 笑声如苍蝇 但谁也管不了谁 醒目拍桌 说书人一声吆喝 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有的人坐在那里鼓掌叫好 有的人都坐在角落里 端着茶杯 静静地聊着天 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与十年灯 这时候 有一个带着斗笠的男人 和一个长相俊美的和尚走了进来 坐在一处角落里 点了两壶茶 一边喝茶 一边听着说书人的滔滔不绝 有人一边小声讨论着 一边听说书人的故事 你们知道 这最近的除妖大会吗 这次除妖大会 可谓是 汇聚了全天下的英才 朱子百家三教九流 这一次可有热闹看哦 听说大随还出了许多彩头 让朱子百家的弟子们相互切磋交流 地下赌场都开了盘子了 热门人选是谁 我也去凑个热闹 怀路书院的白衣公子景欲 还有佛门的圣徒长青法师 嗨嗨 李平安微微挑眉 佛门圣徒 长青和尚打了一个哈欠 伸手掏了掏裤裆 又放在鼻尖闻了闻 是不是该洗澡了 李平安 果然 距离产生美 三日后 武林谷 今儿不是一个好天气 大雨霹里啪啦地下着 给人一种春寒撂翘的感觉 远处的武林谷 仿佛是不属于这片天地 隔绝在外 半点雨滴都没有落入其中 李平安牵着老牛 嘴角扯出笑容 武林谷 不错真不错爱 你还别说 这武林谷还真壮观武林谷的山门前 已经汇集了数百名 从五湖四海来的修士 长青方才便被几个同门师兄弟叫去了 李平安牵着老牛 四处转了一下 哎 是怀路书院的人来了 怀路书院 众人纷纷寻声望去 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 这次怀路书院带队的是 大名鼎鼎的大儒中大家 身后跟着数名弟子 那个便是景玉 嗯 年纪轻轻便已是无品静 你要多加小心 各家长辈都在叮嘱着自家的小辈 景玉是怀路书院年轻一代 修为和资质最高的一个 备受各家重视 景玉身后 还跟着数名年轻男女 其中有两个女孩 相貌绝佳 右侧的女子一袭白衣 亭亭玉立 眉宇间透着一股书香世家的气质 即使是一身素衣 也给人一种仙子般的感觉 左侧的女子却全然不同 神情自信而从容 眼睛弯成了月牙状 四处看来看去 一身绿衣 曲线玲珑 配着一柄长剑 明眸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两个女子身后 还跟这样一个顶着小肚子 手里拿着一张饼的胖乎乎的年轻人 模样甚是讨人喜欢 几人一出现 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白衣女子叫赵琳 是怀路书院年轻一代的弟子 十分有天赋 现在已经入了三平静 那个绿衣女子叫阿丽亚 不是中原人 跟赵琳来自同一个地方 修为也达到了三平静 身后那个小胖子呢 不太熟悉 不过以前好像上过报纸 哦 因为什么事 好像是因为掉进茅坑里 待了一天一夜 人才啊 是啊 怀路书院年轻一代不可小觑 法徽大师道 随着一声响亮的吆喝 只见 远处走来十几个身披袈裟的和尚 长青提了提裤子 赶忙混迹其中 师父 师叔 那位便是长青 佛门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佛法造诣极深 被称为圣徒 龙虎山老天师道 人群中走来一个老道士 迈着四方布 道士真有那几分气势 旁边跟着一个看起来有些木论的年轻人 穿着一身灰色的短衫 露出剑子肉 龙虎山虽然落败 可是底蕴还在 而且据说 老天师受了一个十分有天赋的弟子 怎么看起来呆呆的 有人低声道 就是 看起来怎么像是干农活的 不像是修行中人 好像是叫 秦时 秦时跟在老天师身后 不免有些举促 南国功夫焉价 南国功夫也来人了 嗯 据说那南国功夫的数子燕十三 被大儒张太受为弟子了 燕金阳和燕十三跟在父兄身后 一别数年 李平安还记得初见燕金阳时 仗着自己南国功夫子弟的身份 肆意妄为 现如今 燕金阳沉稳了许多 然而对燕十三的怨恨 却是有增无减 燕十三早就不是之前的燕十三 自从在李平安的帮助下 解开心结之后 修为突飞猛进 更是拜大儒张太为师 早已与燕金阳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你还别说 那燕十三倒真有几分英气 是啊是啊 见周围人都将目光聚集在燕十三身上 燕金阳暗暗捏紧了拳头 叮铃叮铃 清脆的响铃声入耳 一个粉翼女子 蹦蹦跳跳地走在人群当中 李儿 你慢点 身后早已长大成人的王毅 忍不住叫道 慢点 别走丢了 铁匠老莫抽着汗烟 默默地跟在后面 仍旧是那副死于脸 仿佛周遭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一样 师父 这便是古都武林山 当真是壮观 在玉门关待了十余年的王毅 望着周遭的景色 不免有些穷小子进城的感觉 好看就多看看 待会儿便要跟人打架了 只准赢不准败 否则就甭想娶我闺女进门 王毅挠了挠头 嘿嘿一笑 老莫哼了一声 自顾自地大步向前走 王毅四处看了一眼 寻找着赵灵 阿丽亚 胖骏三个小伙伴的身影 当初四人一起从安北寺镇 被李平安护送着千里迢迢来京城淮路书院 结果就王毅没有被录取 其余三人都留在了淮路书院 一别多年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几个月前 从信中得知 他们也会来武林山 王毅期待着重逢的那一日 哎 你们知道那是谁吗 兵家老莫 还有他新收的徒弟 叫王毅 说起来这王毅 和刚刚走过去的淮路书院弟子赵灵 阿丽亚还有几分渊源 李平安听着旁人的口落悬河 若有所思的点头 和老牛蹲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听着别人的评价 时不时地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 随后还获得了别人赏赐的一把瓜子 李平安津津有味地和老牛磕着瓜子 清风拂面 看着一个个熟悉的人在眼前走过 李平安就在想 以前认识他们的时候 他们还没那么牛逼 结果现在一个个都成为了别人嘴里讨论的话题 李平安有一种自己的孩子终于长大了的感觉 他有时候真想跟别人吹吹牛鼻 看没看见那个龙虎山的秦石 他能拜师全都是因为我 那个南国功夫的燕十三 就是我帮他解开的心结 帮他拜师张太 看没看见 那个被你们称之为天才的书院白衣锦玉 还有那个佛门圣子常青 那都是我哥们 还有那个阿丽亚 赵灵 王毅 胖俊 是被我从安北寺镇一路送到的怀路书院 可这话说出来 不会有人心 李平安也不喜欢吹牛 泽泽 日子不经熬啊 一转眼 便都变了样子 李平安的笑容有些复杂 额头一把光阴记 万语千言不忍谈 李平安只是摸了摸老牛的头 诸位 欢迎你们来到武林谷 十几名武林谷的修士 在台阶上恭敬地等候着众人 小平安 远处 奔来一个娇小玲珑的人影 一下子抱住了李平安的大腿 蜀山的人也赶到了 领队的是 执法长老张长老 还有其余三名长老 以及通天风风主清风 数名蜀山弟子跟在身后 云书 刘二狗等人 各自打了招呼 随后各家长辈陆续从大门进去 只留下众多小辈 站在山门外 进山门之前 这些小辈还需经过一些考验 毕竟 除夭大会说白了 便是折腾他们这些年轻一代的弟子 这时 一个中年男人现身 诸位稍安勿躁 我是武林谷的少谷主萧竹 除夭大会开始前 还有个小小的考验 算是开胃菜 诸位请吧 众人依次走进去 有一条狭窄的通道 这条通道有四五十丈长 却只有两尺来宽 只能容易人通过 所以 足足走了一个多时辰 众人才通过 与此同时 各宗门家族的长辈 诸位纷纷来到了武林谷中 他们有的手持如意 有的手持浮沉 有的捏着佛珠 有的腰配长剑 各个先锋道鼓 都是声名显赫之辈 众人含蓄一番 随后半空中投现出众多弟子的影像 武林谷的弟子介绍道 诸位 这第一关是问星局 问星官 考验的是各家弟子的星性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前方的影像之上 诶 我这是在哪儿 在阵法的影响下 走进竹林的众人一阵恍惚 鼠山弟子云书拿着一把斧头 他隐隐约约记得自己 好像是奉了师命来上山砍木头 这段记忆是被阵法强加上去的 不过云书却并没有觉得诧异 而是向山上走去 就在经过一座桥的时候 忽然手中的斧头掉进了河里 诶 我的斧头 这时 河中闪烁出一阵阵金光 紧接着一个曼妙的人影现身 年轻的修士忧 你掉的是这把金斧头 还是这把银斧头 亦或者是这把普通的斧头呢 一时轰鸣 云书脑海中忽然出现了许多不属于他的记忆 只要选了这把金斧头 日后就能荣华富贵 即使是银斧头 也能让家里过上一个好日子 可是 云书沉默片刻 重新睁开眼睛 坚定地说道 我掉的是这把普通的斧头 看着影像中 蜀山弟子选择了正确的答案 执法张长老露出欣慰的笑容 这些手段 在蜀山弟子面前算不得什么 怀路书院的钟大家抿了一口茶 目光落在得意弟子锦玉身上 锦玉环顾四周 周围除了他 不见半个人影 他手里还拿着一把斧头 锦玉挠了挠头 他记得自己 好像是来奉施命来砍木头的 经过桥的时候 手中的斧头也掉进了河水里 曼妙的河神现身 问出了同样的问题 年轻的修士忧 你掉的是这把金斧头 还是这把银斧头 亦或者是这把普通的斧头呢 锦玉愣了一下 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河神的胸口 哦 我掉的是被你伤透的心 锦玉邪眉一笑 河神 啊 锦玉靠在河边 捋了捋自己的头发 姑娘 有空吗 一起去喝一杯 我请客 河神有些猛 忙将话题引入正轨 你掉的是哪一个斧头呢 其实我是故意的 不把斧子扔进去 你怎么会出现呢 对了 你可以帮我个忙吗 河神姐姐 脸上大写着一个无语 石 什么那么忙 帮忙快点爱上我 河神表情冷漠 握紧金银铁三个斧子 朝着锦玉 投掷了过去 哎呀 看着自己徒弟的表现 感受着周围诧异的目光 钟大家脸上笑容不变 脑海里想着 待会儿把锦玉这小子 买哪儿好呢 这斧头真不错 李平安挥着斧头 可以卖不少钱呢 老牛猫地叫了一声 今晚我要加一个火烧 速 忽然 斧头掉进了河中 我的斧头 美貌的河神 从水中钻出来 年轻的修士忧 你掉的是 这把金斧头 还是这把银斧头 亦或者是这把普通的斧头呢 李平安愣了一下 这故事 怎么这么熟悉呢 自己要是选择金斧头 或银斧头 他便会说自己不诚实 自己如果选择普通斧头 那么就会获得三柄斧头 不不不 这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李平安和老牛 叽叽喳喳地商量了一番 河神有些不耐烦 走上前来 你们究竟丢的是哪个斧头 这时 李平安忽然将他举了起来 哎 你要干嘛 河神大惊 只见 李平安将河神一下子便扔进了河里 片刻后的功夫 河里咕咚咕咚冒出炮 年轻的修士忧 你掉的是这个金河神 亦或者是银河神 还是这个普通的河神呢 李平安和老牛 再次将它们揣进水里 咕咚咕咚年轻的修士忧 你掉的 众人 嘿嘿 信号发财了 发财了 李平安和老牛 各自捧着一大堆金斧头 笑眯眯地走了出来 按照规定 只有得到三把斧头的人才算通过 而李平安交了三把斧头 还剩下一大堆 可不就归他了吗 武林谷地少谷主 萧竹芒 拉住河神 您不能走啊 河神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这活没法干了 不仅被人非礼了还不说 还被另一个小子 白嫖了那么多斧头 闯过问新关的人 走出了竹林 哎 你也遇见了河神 是啊 我估摸着 是被当时的阵法给影响了 众人议润纷纷 李平安则和老牛商量着 卖了钱之后 去哪儿大吃一顿 柳韵忍不住低头一笑 这一幕放在几百年后 那也是相当炸裂的 清风长老一拍大腿 不愧是我徒弟 懂得勤俭持家 武陵谷大礼堂 早春 正是杨柳旭纷飞的季节 除妖大会正式开始 已有无数小报的报时人 汇聚在第一线 期待着自己能获得第一手的采访 快看 现在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是大随女皇 女皇陛下 请问您对这次除妖大会 女皇陛下 报时人被护卫们拦在外面 然而 他们的注意力 很快便被其他人吸引了过去 是怀路书院的大儒中大家 蜀山的通天峰 新一任丰主 通天峰上一任丰主叛乱 这可是十足的话题 一时之间 闹哄哄的一片 王毅拉着灵儿 挤在人群当中 哎 阿利亚 赵莉儿 胖俊 王毅蹦起来 冲不远处的几人打着招呼 阿利亚三人看见王毅 愣了片刻 四个从大随西北小镇走出来的孩子 一别十余年 终于在今日重逢 四人早已不是当初的青涩模样 你小子 王毅哈哈一笑 一把搂住了胖俊的脖子 灵儿和阿利亚也变漂亮了 怎么样在书院 有没有人欺负你们 胖俊道 阿利亚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 谁还敢欺负他 阿利亚笑道 王毅 你小子变化好大 对了 介绍一下 这是我师妹灵儿 身后的紫衣少女 冲几人微微一笑 算是打过招呼了 阿利亚冲王毅几眉弄眼 好小子 好福气啊 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我记得 你以前不是一直在追我吗 怎么现在换目标了 王毅脸顿时一阵红 连忙止住阿利亚的话头 尴尬道 都是陈年就是了 不提了不提了 几人哈哈一笑 一别数载又相逢 虽然相隐相容 好久不见 聊不完的话题 道不尽的心事 掩不住的欢喜 武林谷内 武林谷的人 早就将一切都布置好了 各大弟子分批次入场 这次 虽然直接参战的弟子不多 可是看客却十分多 谁都不愿意错过这场盛事 在此次登台的弟子 未来恐怕都是 要在各个宗门家族 成为巅峰的存在 众多修士 并没有普通百姓一样的 吵吵闹闹 井然有序 谦让有加 虽然各大宗门 家族多少都是 有一些仇敌 相互仇视 可在这种场合 大家明面上 还是其乐融融 礼貌有加 暗地里骂什么脏话 也就只有自己知道了 主持这场 除妖大会的 是武林谷的 少谷主萧竹 在下萧竹 见过诸位 这是我第一次主持 除妖大会的交流会 若有不妥之处 还望诸位前辈多多包涵 萧竹念着之前备好的稿子 交流会的彩头 并不够分量 真正令百家在意的 也并不是这些 可有可无的彩头 而是名声 李平安坐在葡团上 打了个哈欠 面前的桌子上 摆着瓜果茶点 都是十分精致的东西 他夹起一颗葡萄 扔进嘴里 老牛则拿出一瓶酒 打开瓶塞 咕嘟咕嘟地喝了一口 好酒 一人一牛 便当即吃了起来 刚一吃没 便有漂亮的侍女 重新端上食物 待会儿还有比赛看 嘿 还有比这更加舒服的生活吗 这让李平安想起以前 在大学时 跟宿舍的兄弟们 熬夜看比赛时 这小日子过得 给个皇帝 老都不换 今日是开幕式 主要是各个宗门的领军人物讲话 宣扬除妖大会的意义所在 凝聚人心 以及抽签决定分组比赛 大多都是一些骗汤话 李平安懒得听 神游天外 许久之后 才终于步入了正题 今天是第一轮的出赛 本次参加的年轻一代弟子 共有六百余人 其中几大势力 以道如是三家为首的 诸子百家 宗门 以及皇朝的年轻一代 和众多势力 庞大的家族子弟 按照规定 每家最多出六名弟子 分作家以两组 三人一组 鼠山弟子此次一共来了二十余名弟子 除了登场的六人 剩下的十几人 作为替补 一旦正是弟子 因为受伤 无法继续上场 需要及时补上空缺的位置 刘师兄 加油 台上时不时传来欢呼声 掌声 贺彩声 此起彼伏 首战是青云宗的弟子丁燕 对阵三千岛的弟子刘洪 二人皆是四品中期修为 纯粹的练气势 都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双方都是抱着必胜之心 奈何一时之间 谁也奈何不了谁 二人的功力都在不断地提升 气势也在不断地攀升 战况也越来越激烈 招式也越来越狠辣 半盏茶的功夫过后 局势终于来到了高潮 青云宗的丁燕 用法宝将刘洪的一条手臂消去 三千岛的刘洪 并没有因为手臂的缘故 而停止动作 另一只手中 甩出数张浮路 磅礴的法力在掌心凝聚 化作掌中之雷 这一掌 仿佛雷神的怒火 带着一股霸道而狂暴的力量 涌向丁燕 丁燕根本来不及躲避 更不用说防御了 这一击若是打中了 非死极惨 就在这时 裁判长猛然出手 制止住了刘洪的掌中之雷 三千岛 刘洪获胜 二层之上 青云宗的人 轻轻叹了一口气 三千岛的人 脸色也并不好看 这一战 虽然赢了 可是刘洪也受了重创 恐怕不能上场了 当即 有人匆匆抬走了刘洪 周遭看热闹的修饰的声音 顿时安静下来 因为他们顿时意识到 这场交流赛 重点不在于交流二子 刚才 如果没有裁判长阻拦 恐怕丁燕就要死在 刘洪的掌中之雷下 再早一些 如果刚才不是刘洪反应得快 丁燕的法宝 削得便是他的脑袋 怎么下手这么狠 不是交流赛吗 则则 真够精彩的 李平安和老牛磕着瓜子 神情专注 这个丁燕擅长扶转 一手掌心雷 倒是用得出神入化 可惜还差了一些意思 丁燕和刘洪退场 三千岛和青云宗 各有一个弟子重新上场 一支小队共有三人 哪一方能最后站在比武台上 哪一方才能获胜 不多时 比赛结果出来了 四人重伤 两人轻伤 无人死亡 最终 三千岛获得了胜利 第二场比赛 是怀路书院的假队 队长景玉 主持人还没有宣布完 台上便爆发了排山倒海般的呼啸声 景玉师兄 景玉 景玉和长青二人 在年轻一代弟子中的人气极高 被称为修行界中的两朵奇葩 二人模样俊俏 修行天赋高 是个大抵报中的常客 据传 二人在民间 都有了规模不小的粉丝团 粉丝团 李平安琢磨着 那以后自己是不是可以淘点他们两人的袜子 内裤 衣服什么的 卖给那些疯狂的粉丝团 估摸着能挣不少钱呢 景玉一身白衣出场 背后插着一柄长剑 白皙的脸庞 透着一股肃杀之气 仿佛老天爷 要把他塑造成 人间最完美的美男子 台上的李平安表示 这波操作我只能给你82分 剩下的18分 以666的形式送给你 精彩 真他娘的精彩 李平安和老牛 看得津津有味 做一个看客 李平安那叫一个惬意 景玉对战的那人 李平安连名字都没有记住 不过无所谓了 因为对方只在台上待了10秒钟 互相行礼 出招 然后被景玉打下擂台 这一场鄙视 精彩绝伦 台下一片寂静 而站在最前面的一众高手 更是鸦雀无声 其实被景玉打倒的那人并不弱 实力颇强 然而 在景玉手中两个回合 都没有坚持住 景玉这家伙 虽然性格有些跳脱 可实力却是无庸置疑 最后 也是极为顺利地完成一串三 后面两位队友 根本没有轮到他们出手 钟大家收了一个好徒弟 高台上的女皇柳韵点评道 钟大家淡淡一笑 谦虚了几句 心想 原本想着挖坑把这小子埋了 现在看来晚点再埋吧 第一轮的比拼一直持续到深夜 刚开始还是比较精彩的 可是越往后 精彩性便打了折扣 毕竟是第一轮比试 稍微精彩一些的 可能就是鼠山云书的那场比试 同样是一串三 女人打架 果真比男人还狠 鼠山弟子中 六人甲一两支小队全部胜利 获得了晋级第二轮的资格 当然这完全在意料之中 以鼠山的实力和底蕴 若是在第一轮便被淘汰 那以后就改养猪吧 随着一声钟响 今日的比试落下了帷幕 赢得很轻松 我还以为对手会很强呢 第二轮的时候 你打完第一个 别再打第二个了 让给我一个 哈哈好 给你留一个 鼠山的众人有说有笑 大家莫要掉以轻心 刘二狗严肃地提醒道 云书和刘二狗甲乙两队的队长 被众星捧月斑护在中央 李平安牵着老牛跟在后面 他自然也与其他人一样 被化为了替补队员 不过这倒是正合他的意 哎 这边 涌动的人群中 景玉走了出来 刘二狗和云书略有不解 对于怀路书院大名鼎鼎的白衣景玉 他们自然是知晓的 只是双方互相并不认识 这景玉怎的上来 就是一副熟络的语气 多年未见 景玉给了李平安 一个拥抱 低声道 听说你小子都混上通天风的大弟子了 怎么样有没有漂亮师妹 给我介绍介绍 李平安心想 通天风一共只有两人一牛一茬 哪有什么漂亮师妹 小萝莉你要不要 景玉道 晚上有什么安排吗 我知道一个好地方 今晚在 景玉 话还没说完 便有一群早已再次等候的年轻小姑娘 将其包围了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 有人诧异道 平安师兄 你跟怀路书院的景玉认识 看起来关系不错 之前认识的 刘二狗神色一动 景玉会是他们鼠山的劲敌 若是能提前知道 一些信息自然是再好不过的 师父 咱龙虎山已经重建好了 就不要再去找李先生的麻烦了 出口处 秦时劝说着自家师父 老天师蹲在门口 眼神忧悦 不行 这家伙 把我白玉京都拿走了 我朝他要几个钱怎么了 娘的 另一边 阿丽亚 王毅几人也在等着李平安 你确定先生会来 阿丽亚点头 嗯 先生在心里说了 他现在是鼠山的弟子 肯定会来的 哎 先生 王毅发现了走出来的李平安 先生 然而 还没等他们上前 便有人抢了先 小子 还钱 给你写信催债 当看不见事吧 老天师拽着李平安的衣领 秦时腼腆地笑了笑 先生 李平安无奈耸了耸肩 我是瞎子 你给我写信 嘿 你小子别他娘的给老子扯淡 还钱 看他穿那道袍 似乎是龙虎山的老天师 二狗师兄 刘二狗沉声道 把似乎去了 就是龙虎山的老天师 先生 哎 你个臭老道 拉着我家大叔做什么 这时 阿丽亚几人也凑了过来 好漂亮的小姑娘 好像是怀路书院的弟子 嗨 这边 长青挤不进去 只好在外面招呼李平安 师父知道了长青杜劫失败的事情 多亏了李平安 长青才活了下来 所以 让长青来请李平安 当面感谢一下 好像 好像是佛家的圣徒长青 刘二狗咽了一口兔沫 众多鼠山弟子 愣愣地眨着眼睛 有的已经忍不住张大的嘴巴 有人脑海中 已经脑不出了一幅画面 作为幕后势力的大佬 李平安只手遮天 打下了一片江山 跟佛家圣徒 怀路书院弟子 龙虎山等人 都有着十足的关系 鼠山 交际花 老子是来催债的 别跟老子抢 老天师怒吼 放开我家大叔 你个臭老头 阿利亚完全不怕他 眼看几人越吵越烈 这时 一个身着功夫的太监 手持佛臣走了过来 哪位是李平安 李先生 李平安被几人围着 没有听见 太监提高了声音 云书招了招手 看出对方是宫里的人 公公找平安师兄有何事 您是 我们是鼠山的弟子 在下云书 平安师兄的师妹 哦 那劳烦您给李先生 带个话 陛下有请鼠山弟子 交际花石垂了 月上中天 武林谷给各家都安排了 上好的住宿之地 门房迎客 丫鬟托异一个不少 鼠山的弟子 被安排在东南方向 菊影 眉影 和紫景 降合 使得屋子里 有一股淡淡的幽香 沁人心脾 哎 这平安师兄 怎么还没有回来 一名鼠山弟子好奇道 平安师兄朋友众多 自然要去得久一些 哎 你说真奇乐怪了 他怎么认识那么多人呢 怀路书院的弟子 佛家的圣徒 龙虎山的老天师 还被大随的女皇 给招了去了 刘二狗笑了笑 道 平安兄 在外游历多年 认识的朋友多理所应当 俗话说 多一个朋友 多一条路 在这点 我们可远远不及平安兄 有吃笑声传来 靠人不如靠己 真正遇见了事情 还是要靠自己 自身强大才是根本 众人纷纷点头 对于这点 他们十分赞同 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 只有你自己足够强大了 世界才会对你和颜悦色 想要在这暗流汹涌的世界里 立于不败之地 最好的办法 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 不论是圣事 还是乱世 实力就是一切 想要不被人击败 不想被淘汰 就必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 小聪明小手段 只能一时 却不能一时 算了算了 早些休息吧 争取将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明天还有交流赛呢 与此同时 屋中生有 我杀 我闪 我发动技能 我的杀你 要出两张闪 啊 王毅发出不满的叫声 屋子内 挤着八九个人 首先是怀路书院的景欲 阿丽亚 赵灵儿 胖君四人 然后是王毅 以及他的师妹 兼恋人灵儿 对面坐着长青和尚 李平安左手边 坐着一个身穿红袍的美艳女子 柳韵 这种阵容 当真是绝无仅有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还要从一个时辰前柳韵 召见李平安说起 许久未见 柳韵觉得 找老朋友 一起吃个饭是理所应当的 然而 那时候李平安正好在与阿丽亚 王毅等人叙旧 长青师父得知 他救了自己徒弟的命 所以嘱托长青来邀请李平安 所有事情 都一下子都赶到了一起 半路上 李平安又恰巧遇见了景欲 于是 这些人便莫名其妙地凑在了一起 气氛不能说是尴尬 只能说是用脚抠出一栋别墅 是没什么问题的 还好 这时候 老牛从怀中掏出了自制的桌游 九州沙 这是闲得无聊的时候 李平安和老牛在蜀山做的 现在正好拍上了用场 别样的游戏 很快便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气氛稍稍不那么尴尬了一些 你朋友还蛮多的 柳韵悠悠地道 李平安苦笑 是啊是啊 这辈子没干别的 就交朋友了 我快死了 谁有药 身为主公的阿丽亚 发出了求救 场上还剩下最后一个 没有亮明身份的忠臣 大叔 快救我 阿丽亚抱着李平安的手 李平安笑道 我是反贼 阿丽亚的目光 在剩下的几人扫过 护驾护驾 还有谁是忠臣 柳韵看了一眼自己的身份牌 忠臣表情不变 没有任何动作 最终 主公阿丽亚死亡 游戏结束 阿丽亚看着柳韵亮出身份牌 瞪着眼睛 你你刚才为什么不救我 柳韵十分理直气壮地道 哦 我是忠臣啊 忘记了 阿丽亚鼓着小嘴 敢怒不敢言 景欲黑黑一笑 乐在其中 在一群美女当中玩耍 令她感觉到十分快乐 甚至在心里 已经做好了配对 李平安跟柳韵 那个叫铃儿的姑娘 是王毅的伴 秦时是个小笨蛋 估计美女人会看上她 常青是个和尚 至于老牛 嘿 谁家姑娘会看上一头牛啊 老牛忽然感受到 景欲看自己的目光 充满了鄙怡 当即瞪眼回怼 那么剩余的姑娘 全是自己的了 结结结结 来来 继续继续 众人越玩越上头 无骨风凳 无懈可击 嘿 景欲出牌啊 到你了 景欲 稍等 我正在读我的技能 景欲看着技能条上的小字 你可以在以下时机 气质相应的标记 来发动以下效果 当一张判定牌生效前 你可以气质紫微 然后将判定结果 改为黑桃五或红桃五 准备阶段或结束阶段 你可以观看牌堆顶的 X张牌 X为你的标记数 若如此做 你将这些牌以任意顺序 放回牌堆顶 哦 景欲眨了眨眼 捂着脑袋 卧槽 感觉自己要长脑子了 秦石摇着雨扇 一旁的长青不解 问他为什么要摇雨扇 秦石向他展示了一下 自己武将的技能 关心 你可以手拿雨扇 进行本局游戏 长青又看了一眼 自己的技能介绍 技能一 这个技能没什么卵用 技能二 这个技能也没什么卵用 技能三 当你阵亡时 你就阵亡了 长青 众人对于这些武将技能 都十分好奇 我言 本局游戏 你不能说话 浑伤 若你的体力值为一 你会变得很悲伤 断肠 你阵亡后 你可以去切香肠 你可以要求 杀死你角色的玩家帮忙 众人津津有味地看着 你的脑袋 到底是怎么长的 怎么想出这么多花活来 景欲好奇地戳了戳李平安的脑袋 来来 重新抽身份牌了 这次轮到李平安做主公了 柳韵看了一眼自己忠诚的身份牌 十分含蓄地笑了笑 正所谓 坦口微开好齿香 眼波浮动脸声光 桃花未落雁之前 半盏春风半一墙 万箭齐发 唉 不一会儿 屋子里便充满了欢声笑语 一日 清晨 李平安先练了一会儿归西弓 随后慢悠悠地转悠起来 看似是在散步 实则是在练功 凝神静气 运起运功 每一次 他都是深吸一口气 内息流转 精神未知一阵 每一次呼吸 都有一股气流 随着他的呼吸而起伏 然后 他的身上就像在海洋里慢慢地上升 压力一点一点地减轻 走了几圈 这才回到屋子 里面乱得一塌糊涂 九州沙的卡牌散乱一地 地上还有许多超大号的酒桶 众人玩了一夜 接着又在景欲的提议下 喝起了酒 醉得一塌糊涂 此刻长青脑袋顶着一只鞋子 踏在地上 呼呼大睡 景欲抱着柱子 似乎是梦到了 跟美人洞房时的场景 胖君抱着他的脚 塞在嘴里 阿里亚四仰八叉地躺在正中央 一脚踢着胖君 一脚踩在长青的脸上 一双修长的美腿露在外面 一惊半眼 长发披散 王毅和灵儿互相靠着 睡姿还算相对的正常 秦时则是直挺挺地倒在一旁 唯一的一张床上 柳韵鞋靠在墙边 显然昨夜也是喝了不少酒 李平安泡了一壶解酒的凉茶 挨个将他们叫醒 毕竟今日还有比赛呢 嗯 我这是在哪 景欲显然有些断片了 哎呀我去 我梦见有人啃我脚 胖君揉了揉眼睛 我梦见自己在啃猪体 二人对视一眼 似乎是弄懂了什么 李平安贴心地为每个人都倒了茶 喝点茶 解解酒 昨晚 好像有人说梦话了 阿丽亚说 还有人放屁了呢 王毅回想起来 那屁放的 一个接着一个扑扑的 我好像听见你说梦话了 阿丽亚小声对柳韵道 柳韵眸光微微一闪 冷声道 你听错了 就是你 你喊什么寡人是大随的皇帝 寡人无所不能什么的 柳韵小脸一红 青瑶红唇 还有呢 阿丽亚又贴近了几分 瞥了一眼李平安 你还喊我家大叔的名字了 你家大叔 他什么时候变成你家的了 柳韵皱眉 却没有将这话说出来 他的神色更冷了几分 不准对别人说 阿丽亚眨了眨眼 长青和尚念着阿弥陀佛 出家人怎能喝酒呢 醉过醉过 景欲拿他打去 阿丽亚不知道对柳韵说了些什么 弄得柳韵小脸红扑扑的 王毅和林儿说着 属于情人之间的悄悄话 情时木讷的发着呆 赵林儿则起身帮忙 归拢着房间内的物品 李平安感受着这份喧闹 抿了一口茶水 嘴角不由自主地勾起 如果有可能 他真希望 这一幕会永远定格 画面定格在一瞬间 时间留下无尽的思念 有时只是短暂的一瞬 却足以留下永久的印痕 让你回味无穷 真好啊 人都齐了吗 鼠山弟子 早早地就起了床 聚集在一起 执法长老张长老扫了一眼 人都齐了吗 齐了 平安兄呢 刘二狗这时发现 人群中没有李平安的影子 好像还在房间里睡觉呢 有弟子道 张长老额头顿时 挑了几道黑线 念叨了一句 果真有什么样的师父 就有什么样的徒典 云书道 我去看看 我也去 刘二狗看出张长老 心气不顺 连忙顿走 张长老刚刚在清风那儿 受了一肚子气 正愁没地方发火 一行三人 刚来到李平安的屋子 还没等敲门 屋内的门便率先打开 走出一名穿着红袍的女子 模样有些懒散 凹凸有致的身材 有一种成熟妩媚的美感 柳眉心目 皮肤白皙 眉宇间透着一股雍容华贵的气质 站在门外的三人愣了一下 陛下 张长老微微汗手行礼 柳运只觉得对方眼熟 却不太记得了 见对方的衣裳 是鼠山的标志 微微一笑 算作环礼 侧身而过 酒气 衣衫有些凌乱 张长老脑子嗡的一下 虽然不敢相信 可事实就发生在了眼前 李平安把女皇拿下了 作为鼠山的执法长老之一 张长老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来不及惊讶 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做 李平安身为鼠山弟子 入赘大隋皇朝 大隋皇朝 现在可不是单纯的皇朝这么简单 妖族势力日益健大 朱子百家 欲扶持一个庞大的世俗王朝 凝聚人心 巩固势力 再次崛起的大随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这里面的情况十分复杂 莫菲说小瞧了这里平安 直接压得超后路了 就在张长老大脑飞速旋转之际 门又开了 打着哈欠的阿丽亚和赵琳走了出来 阿丽亚睡眼惺忪的模样尤为可爱 玩得可真开心 赵琳笑了笑 是啊 好久没怎么开心过了 玩 玩什么 开心 张长老回忆起 之前在藏经阁偷偷看过的不正经小人书 三女一男 玩得开心 是老夫小瞧了这个礼平安 这时 王一和凌儿走了出来 还有一个男的 张长老的表情变了又变 不正经小人书 好像没有说过这种情况 张长老头一次觉得 书到用十方横手 紧接着 胖骏 长青 锦玉 依次走了出来 锦玉多看了一眼漂亮的云书 嘿嘿 张长老 张长老 刘二狗和云书 连忙辅助张长老 第二轮的比试开始了 今日的比试更加热闹 李平安和老牛 悠闲地磕着瓜子 观看着比赛 你方唱吧 我方登场 能登台的人都有几把刷子 各种竖法层出不穷 让人不由地拍手叫好 李平安忽然皱了皱眉 不对啊 剧情是不是出错了 这种比试 不都是主角上场吗 艰难地赢下比试 然后获得赏识 老牛似乎是察觉到了李平安的想法 拍了拍他的肩膀 莫别瞎想了 兄弟 是西瓜不够甜 还是屁股下不团不够舒坦 你怎么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呢 李平安点点头 现在可比参加什么比试舒服多了 虚假的主角 参加类似斗兽场一样的比试 辛辛苦苦 稍有不慎便有生命危险 真正的主角 坐在台上吃着西瓜 磕着瓜子 坐在舒服的铺团上 只是 李平安总感觉 今天张长老看自己的眼神怪怪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算了 不管了专心看比赛吧 字幕滚动 接下来的比赛 上场的是兵家老莫的传人 王毅 以及他的师妹玲儿 其他的队伍 都是三人组成的 只有他们是两个人组成的 不占优势 老牛拍了拍李平安 来了来了 精彩的时刻来了 开始了 第一战 王毅对战云雅阁甲队的队长柳宗 李平安吐着瓜子皮 老牛 你觉得谁会赢 某王毅 李平安道 那咱们就小赌一手 柳宗师兄 周围响起喧闹欢呼声 看样子都是云雅阁的弟子 云雅阁这次来的人很多 队伍也很整齐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自信的笑容 士气很高 相反王毅那边孤零零的 李平安说 老牛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为王毅加加油 老牛点了点头 那我喊 一二三 咱俩一起喊 某老牛继续点头 毕竟是咱们弟兄 一二三 老牛深吸一口气 熬的叫了一声 哦 熬 这一声 还把周遭人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 纷纷回过头来 看着发出声音的老牛 老牛眨了眨眼 把头埋了下来 李平安发出爽朗的笑声 当然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很快 擂台上的柳宗和王毅便缠斗在一起 王毅率先出手 脚把坚硬的擂台地面踏出一个浅坑 身躯瞬息间冲撞过去 柳宗大喝一声 手中一道符传激发 周遭法力波动 在面前形成了三道兵精凝结而成的兵壁 寒冰符 李平安若有所思 在蜀山待了这么多年 自然是知晓一些符传术法的 这一张寒冰符价钱可不便宜 哄 吃的一声 冰壁上出现了一道极深的裂痕 紧接着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破裂 一拳静止砸在了柳宗的胸口 巨大的冲击力让他全身一震 眼前一黑 横飞出去 秒杀 全场一片寂静 王毅淡淡地一拱手 得罪 李平安不由地一笑 这个王毅现在都这般厉害了 想当年在安北四镇的时候 他还是个小屁孩 嚷嚷着要跟自己学武 一副富家公子哥的做派 泽泽一转眼 全都变了样子了 云雅阁的第二位弟子上台了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这一次并没有被王毅一招秒杀 而是勉强支撑了几个回合 可实力的差距却还是很大 没费多大力气 便被王毅拿下 最终王毅轻松完成一串三 云雅阁压轴的弟子 支撑着最后一丝力气 有些不甘 不可能啊 明明是同等境界 为何实力如此 王毅淡淡一笑 神通之间 亦有差距 同等境界 一分高低 台上的李平安和老牛 忍不住鼓掌 装 这小子 现在真他娘都会装 王毅 看向李平安的方向 用力挥了挥手 李平安淡淡笑了笑 这小子 老牛看那个小子 哎呦喂 怎么能往那儿打呢 这不是奔着段子绝孙去吗 老牛拍腿乐得前仰后合 某某这小子玩得真硬啊 李平安点评道 老牛你看哪呢 李平安伸手在老牛的眼前晃了晃 老牛移开视线 李平安一笑 悠喝 看中给人家小母牛了 估摸着 是哪个大人物的做起 老牛撇了撇嘴 且 李平安摸了摸他的头 安慰道 老牛 人家这档次的 咱们暂时还配不上 等你主人身份稍微有些档次了 老牛哼了一声 还是关心关心你的终身大事吧 李平安将一落瓜子人 全部塞进嘴里 比赛的人虽多 可李平安重点关注的 还是自己认识的那几个 阿利亚他们都成功晋级了第三轮的比试 很快便是第三轮 一场又一场地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 第三轮下来 受伤的人不少 所以要短暂地休息几日 晋级的众人都在紧张地备战 眼看着第四轮比赛就要开始了 大家都没有心情说话 闭着眼睛 全神贯注地思考着 接下来比赛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这次比试比他们想象中的 要更加的惊险 翻车的例子也不少 有好几场比试在开始之前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场 毫无悬念的比试 但是到了最后 比试的胜负 却并不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云书扶下两颗疗伤单 三轮比试下来 他都保持着一个很好的成绩 保持着每日三颗疗伤单的频率 好在这个费用 鼠山会给报销 灿烂的阳光穿过树叶间的空隙 透过沉雾 云书望向窗外 发了一会儿神 院子里一个人正悠闲地 躺在一张凉椅上 摇着一把大蒲扇 老牛蹲在树下 手里拿着一根竹竿 打着个头饱满的枣子 能有这么悠闲的人 除了李平安还能有谁 猫老牛递过来几颗枣子 李平安慢悠悠地吃了起来 云书 这个三轻经法 咱俩还得再仔细研究研究 这时 有人教导 好 云书回过神来 院子里 李平安懒洋洋地说道 老牛 待会儿去逛街吧 咱俩还没逛过武林谷吗 老牛点点头 景玉搂着李平安的肩膀 高喊 武林谷一日游 边走边看十天下 寻找人间美味 李平安无奈 有这小子在身旁 耳根子是没法子清净了 你不需要准备 接下来的比试吗 有什么好准备的 你兄弟我同街无敌 马车不是推的 牛皮不是吹的 那你觉得 这次谁会是你的有力对手 景玉思索了一下 长青那个秃和尚 勉强算是一个 再有 还真找不出来了 喜欢你的自信 今晚必须喝个一醉方休 你请客 这是什么话 你前几日 不是赚了好几把金斧头吗 好家伙 原来是惦记上我那些斧头了 三日后 第四轮比试开始 地下赌场 已经选出了几个热门人选 怀路书院景玉 佛门长青 蜀山云书 当然还不乏像王毅这样的黑马 当然还有一个人组成一个队伍的龙虎山秦石 龙虎山除了秦石之外 再无其他弟子 所以秦石只能一人出战 即使这样仍然是闯到了第四轮 成为了本届当之无愧的黑马 黄浩鸣师兄 加油加油加油 四面八方都是叫声 黄浩鸣一步一步地走下了擂台 穿着一身干净整洁的道服 腰间配着一把长剑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棵玉树 阴郡中带着一丝潇洒 隐隐透着一股大将的气势 让他有一种胜券在握的感觉 道家郑武门 说起来龙虎山与郑武门颇有渊源 当年龙虎山落寞 郑武门为此可是出力不少 黄浩鸣又是郑武门大弟子 所以这场争斗 当真是看点十足 周围满是围观群众的欢呼声 几乎都在喊着黄浩鸣的名字 偏偏在这时 一个不太和谐的声音响起 秦时加油 加油 李平安和老牛举着牌子 在台上疯狂为秦时打铐 秦时挠了挠头 腼腆地笑了笑 老天师在一旁督促道 大点声 在大点声 顿时就惹来了一大片目光 秦时和黄浩鸣 互相行了一个道家的礼 一时之间 二人竟然谁也没有动 望着台上的那两个人 四周一片寂静 不知道是不是被二人身上的气场所影响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动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擂台上 虚余之间 黄浩鸣一手捏剑绝 另一只手五指一张一收 方圆树杖之内忽然狂风大作 两股气流在空中相撞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爆炸开来 但却只是一声轻响 什么都看不见 秦时身形微微一动 一股阳刚的气息飞了出去 瞬间便就将这股气势轰碎 龙虎怯 黄浩鸣脚踏步伐 身法如云 从容不迫 每一招都是点到为止 不慌不忙 却每一招都是力道十足 他的每一次出手都像是连环一般 恰到好处 没有一丝空隙 无不展现出一个高手的气魄与魅力 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动感之美 秦时调动周身龙虎之气 游刃有余的与其周旋 心中暗道 师父说得没错 黄浩鸣果然很难缠 只不过似乎并没有师父说得那么强 这是一种高手的直觉 或者说是一种感悟 一种从双方气势中领悟出来的感悟 秦时与对方周旋了几招 当即以意促气 以气促力 意 气 力合一 势如犹龙 侧身撞进了黄浩鸣的怀里 黄浩鸣不慌不忙 一揉一拉 化解了对方的尽力 同时张嘴吐出几口贱气 左手一直捏的剑纸 终于释放出来 一剑直刺 发出一声悠长的剑鸣 秦时偏头闪过 然而接下来一剑接一剑 一剑比一剑快 没有一丝空隙 一套剑法施展开来 凌厉逼人 让人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李平安和老牛看得紧张万分 手里的西瓜都啃成了白皮 却还在啃着 嗯 真精彩 李平安难难道 这可比之前看电影精彩多了 秦时调动全身的肌肉 调整气息 以静制动 秦时落入了下风 身上的剑伤越来越多 受损也越来越严重 每一道伤口都在流着血 可是他的动作没有丝毫变慢 黄浩鸣皱眉 对方未免也太难缠了一些 秦时虽然看起来受伤严重 可是气势并未有半分半毫的减弱 反而越打越兴奋 反观 黄浩鸣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了 虽然一剑比一剑重 可是连续几剑之后 他的力量却越来越弱了 他感觉到了一种无力的感觉 就像是面对着一座大山 根本找不到最佳的攻击时机 奶奶的 这家伙怎么这么难缠 李平安微微点头 这便是战士和肉坛的区别 该出点吸血装的 老牛表示赞同 举起酒杯 走一个 走 最终黄浩鸣体力不支 被秦时一拳击碎了法宝 身子如炮弹般飞了出去 撞碎了两道墙壁 倒在废墟之中 然而这场战斗 仍旧没有结束 每支队伍都有三名队员 也就是说 黄浩鸣输了 还有两名正午门的弟子 在等待秦时 而龙虎山 只有秦时一人 裁判长看了一眼秦时 试探性地问道 要继续吗 秦时擦了擦身上的血迹 平静道 嗯嗯 嗯 我还没赢呢 师傅夫说 赢了比赛 就可以以多添点加剧了 台上的李平安 竖起大拇指 好纯粹的梦想 我喜欢 大消息 大消息 有人匆匆跑进地下赌场 龙虎山秦时 一人击败正午门三名弟子 什么 真的假的 正在聊天喝茶的众人 纷纷脸色一变 这还能有假 最后一战尤其惨烈 正午门的弟子 趁机要取了 龙虎山秦时的命 可惜秦时技高一筹 那名正午门的弟子 恐怕这辈子毁了 呼呼 秦时呼吸粗重 坐在一个角落里 用毛巾有条不紊地 擦着身上血迹 看着身上一道道血痕 忽然笑了笑 自己之前那些 凭劲忙碌的日子 终于获得了回报 进了四轮以后 就能获得不小的奖赏了 要是在网上 秦时 一个冷漠的声音 忽然响起 秦时抬起头 发现一个白发老者 正用一种古怪的目光 打亮着自己 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给人一种 不怒自威的感觉 您是 来者是正我们的功劳 你不错 很不错 老者梳着一头白发 胸前飘荡着 一缕白色的胡须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先锋倒鼓的高人 然而 眼里却射出 两道灵力的光芒 就像一条毒蛇的眼睛 透着一股狠辣 这一刻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 肃杀之气 仿佛这位供奉长老 已经将自己的气息 调整到了最完美的状态 随时准备杀人 顿时 一股凉气 从禽食的脚心 窜到了头顶 那是一种 深邃如高原的 沧桑气息 而这股沧桑的气息 更是体现在了 这老者的每一寸肌肤上 这股沧桑 便凝聚成了一股 足以汉天动地的 战意和杀意 在这股含义之下 秦时感觉到 自己的每一根筋脉 都像是被人用刀割了一般 剧痛无比 在他的血脉中蔓延 蔓延到他的全身 最后就像是一只 无形的大手 狠狠地捏住了他的心脏 你 秦时艰难地张了张嘴巴 你废了我一个弟子 是 是你徒弟先要杀我 那我现在废了你 公平吗 秦时挣扎着 却根本动弹不了半分 这一刻 他感觉到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寒冷 那是一种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含义 他感受得到 这人是真的要出手 不会在乎 这里是什么地方 愤怒已经冲昏了 功老的头脑 别激动 忽然 一个平静的声音响起 一只手 奔住了功老的肩膀 碰 那是地上的石板裂开的声音 顿时 秦时便觉身上的压力消失了 感觉自己的身体猛然一清 就像是有一块千斤重的千块 突然打开了一样 仙先生 秦时眼睛一亮 李平安淡淡一笑 哟 这是得罪人了呀 功老面色一变 猛得一提气 李平安一手包着花生 扔进嘴里 一手摁在他的肩膀上 内镜一松 大爷 别激动 有话好好说 刚才那场比试我都看了 您徒弟欲博命在先 我这位小兄弟 也是实在没有办法 还望您多体谅 多管闲事 功老身上的气势 又凌厉了几分 然而 他却仍旧被压制在原地 大爷 在这个地方发火可不好 闹起来可不是玩的 考虑一下现在的形势 李平安劝道 他是真不愿意 在这种地方搞事情 本来自己就是 安安静静来看戏的 不用买票 还有免费的点心瓜子 还能跟老朋友聚在一起 美滋滋 只不过刚才看戏的时候 发现这个阵武门的供奉长老 情绪不太对 比试一结束 便静止去寻情时 于是他有些不太放心地 跟上去看了看 便发生了现在这等事情 混账 蓬蓬蓬的三声 混杂着骨猎和石砖 变成鸡粉的声音 功老周身的气息 喷涌而出 你压得还来劲儿了 李平安皱眉 原本宛如磅礴海浪的气息 被他硬生生压了下去 扑的一声巨响 他整个人都被压在了地上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巨大的动静 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鼠辈 你找死 功老怒吼一声 周围皆都被他的吼声所震撼到了 气势四处波及 散发出一股让人心悸的气息 功老回身一掌 一片乌光如魔云一般 直接轰了出去 掌力如金涛拍案一般 声势浩大无品 这老家伙真是一点后果都不考虑 李平安腰间的九葫芦中 划出一枚短剑 一剑刺出 剑剑带起一盆细碎的光影 挡住了对方这一招 功老单手捏绝 震 火焰雄魂滚荡 浩浩荡荡的火焰 仿佛泄洪一般 周围所有人的呼吸 都为之一致 心神俱震 是震武门的九字真言震 离远一点 几个修为不高的弟子 当场被震昏了过去 李平安微微皱眉 握刀的手腕一翻 刀光一闪 划出一道弧线 一股无形的 是迸发而出 分开了那道喷涌而出的火焰 像是一座大山 劈开了一条长河 李平安单手掐住功老的脖子 狠狠地砸在地上 住手 一个人影陡然出现 分开功老和李平安 李平安立马收手 此时 也有不少人 被这面底动静吸引 纷纷围了上来 其中便有不少正五门的弟子 以及随行地供奉长老 和正式长老 是功师叔 功师叔 功老低贺 数子 竟敢暗算我 周围的目光 纷纷望向李平安 正五门的弟子 见自家供奉长老 被人摁在地上捶 表情自然也不太好看 目光带着敌意 李平安颇为无奈 刚才自己在台上看热闹 现在自己成了热闹了 天道有轮回 怎么回事 去看看 原本要离去的众多高层 也纷纷注意到 另一边的吵闹声 很快便有人匆匆来报 是正五门的 供奉长老功老 与鼠山弟子李平安起了冲突 正五门与鼠山 一向井水 不犯河水 而且近年来 因为临时生意上的往来 关系还不错 更何况 一个供奉长老 与一个鼠山弟子 会有什么仇怨 竟然在这种场合动手 张长老颇为无奈 李平安这个惹是惊 莫非是奈完李平安 开淫乱聚会 没叫上这个正五门的 供奉长老 还是说 那场淫乱聚会 供奉长老的婆娘 也在 张长老 响入飞飞 此事发生在武林谷 武林谷少谷主 自然理应查个清楚 不一会儿 便问清了事情的缘由 隐晦地 向众人解释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刚才那场比试 正五门的功劳 可能见自家弟子受了伤 心急所致 所以 前去找龙虎山弟子 索要说法 不过二人 似乎是起了争执 在座的诸位 都不是傻子 都能听出来 分明是这正五门的 供奉长老 怀恨在心 竟然于场下报复龙虎山的弟子 正五门的天师 脸色一沉 虽然不是正式长老 只是一个供奉长老 可终归还是正五门的人 足够丢人 娘的 要是老子弟子出了一点事 老子跟你们正五门没完 料下这句话 龙虎山的老天师 便匆匆跑去找自己的徒弟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已经闹了起来 先是正五门的弟子 兼自家供奉长老被打 这还得了 虽然这位供奉长老 在门内不怎么受待见 修为和地位 都不算太高 可毕竟还是正五门的人 荣辱与共 再加上这龙虎山和正五门 当年为征的道门正统 素来便有恩怨 直到龙虎山落魄 这场争斗才逐渐平息 可现在龙虎山弟子 大有一副 准备将正五门的人 踩在脚底的架势 你别太嚣张 嚣张怎么了 阿利亚完全不耸地吼道 方才 阿利亚等人经过 剑里平安和秦石 被包围在人群当中 好奇地凑了上来 于是 自然而然地便加入了骂战 暗算正五门供奉长老 真当我正五门没人了不成 有本事出去比一比 阿利亚好奇地回头 看了一眼李平安 暗算 他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见这群正五门的弟子 口喷吐沫 便站出来为李平安出头 暗算你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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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曹你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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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 锦鱼出场了 只见他张嘴口吐莲花 语气优美 以母亲为中心 以亲戚为半径 以父亲为支点 配以伦理 两性 家畜 宠物 殡葬行业等领域的特有动词 及名词 时而慷慨激昂 时而低沉轻快 每一个字都恰到好处 一个人便是一支军队 让李平安和老牛 忍不住鼓掌叫好 不愧是读书人 骂人就是狠 当然 正五门的弟子 也不是吃素的 当即展开还击 你们怀路书院的人算个屁 锦鱼大吼 他们侮辱咱们读书人 这不是欺负老师人吗 这一嗓子 顿时将全场的气氛 点燃到了高潮 你那儿还有瓜子吗 李平安问 老牛伸手掏了掏 全身上下都没有了 摸没了 他拿出两个瓜子皮 问李平安要不要缩缩味道 真精彩 我就说我是爱看热闹的吧 骂战开始 李平安这个当事人 顿时便被排挤到了战场外 好像完全没他什么事了一样 长青和尚被夹在中间 正在不停地劝说着双方 大家不要吵了 以和为贵 凡事要讲道理 不过显然 没人听他的 你小子哪头的 锦鱼拍了一下长青的大光头 长青一本正经地说道 小僧站在宫里这边 还有不要拍小僧的头 一时之间 会场内充满了不和谐的声音 刚开始 大家都还是很理智的 并没有动手 可这种场合一个小火星就能让局势失控 不知道是谁骂几眼了 下意识地动了手 他打人 吵家伙 打他们 处在最中央的长青 最先挨了两巴掌 紧遇上去就是一击大飞脚 正踹在跟他对骂的正五门弟子的脸上 所有人都在瞬间仿佛失去了理智 像无头苍蝇般乱窜 有的挥舞着长剑 有的垂胸大叫 有的扭打成一团 有的在地上爬来爬去 怎么回事 恰好 云书刘二狗几名鼠山弟子赶到 因为身穿鼠山弟子服 便被当成了李平安的同伙 被迫加入了乱居当中 事情是自己挑起来的 李平安和老牛自然也加入了冲突当中 找到一个正五门的弟子 老牛用打包食物的袋子 从背后蒙住对方头 嗯 在地上 就是一顿圈梯 都住手 这时 一个浑厚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的声音都被这一声给压了下去 宛若平地响起一声惊雷 强大的气势将所有人都震慑住 是正五门的正式长老 他扫了一眼在混乱中心正五门的诸多弟子 还嫌不够丢人 老牛默默收起了袋子 又给了那家伙一脚 两日后 事情有了结果 武林谷供奉长老功劳 废除供奉长老的职位 禁足一百年 罚奉三十年 鼠山弟子李平安 前返鼠山 禁足两年半 罚奉一年 虽然此事最不在李平安 可是引起这么大规模的骚乱 他有一部分责任 最重要的是 正五门的颜面 不能不给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而是人情世故 没热闹看哦 不过李平安对于这个处理结果 还是比较满意的 毕竟那个什么老实子公老的下场 可比自己惨多了 处罚结果公布的当天下午 便有两名鼠山弟子 护送李平安回鼠山禁足 公老则被勘压了起来 李平安跟几名之友告了别 情史很是愧疚 老天师拍着李平安的肩膀 行 你小子仗义 重建龙虎山的钱 就让你出一半 哦 下次一定 阿利亚扁着嘴 刚见面就分开了 心底十分不舍 大说 你照顾好自己啊 等处妖大会 结束了 我就去鼠山看你 这是 给你带的一些食物 留着路上吃 这是胖郡在北寨买的牛肉干 这是胖郡在长宁买的酒酿清蒸鸭子 这是胖郡在南水买的胭制鹅府 还有胖郡的奶油松攘卷酥 丹龙筋乳酥 曼陀样夹饼 对了 天气寒冷 这是胖郡的衣服 用鳞丝缝制的 别着凉了 一旁的胖郡 为什么都是我的东西 好了 诸位不要送了 下次来鼠山找我玩 李平安踩在飞剑上 老牛熟练的四仰八叉地 趴在他的背上 左右跟着两名鼠山弟子 飞出了一段距离之后 不远处的山峰上 李平安忽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两位兄弟 我去跟故人道个别 山峰上 老牛 下来 摸本牛牛恐高 李平安干脆将老牛扔在了地上 柳韵轻轻眨了眨眼 睫毛颤动 忍不住一笑 本来是想着 一直到除夭大会结束的 毕竟这个热闹 可不是随时都能凑的 谁知道出了这档子事 让你见笑了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 柳韵点点头 也挺好 至少接下的麻烦 是你不用掺和了 麻烦 这一次的除夭大会之后 大随紧锣密鼓的 不要北上了对大雨开战 事情会很棘手 届时各大宗门 家族都要做出重大抉择 你一向不喜欢麻烦 所以被禁足之后 便在通天风修行吧 风起云涌 九州怕事又要乱起来了 大随未迎接接下来的乱世在准备 各个宗门 家族三教九流 也纷纷在压暴 风起云涌 九州怕事又要乱起来了 李平安无奈摇了摇头 在天下大势面前 个人的力量 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有些人在看到了世界的繁华后 觉得自己也是自命不凡 可成功毕竟少数 如果没有那个实力 接受自己的平庸 知足常乐 佛系生活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李平安只求世道别乱就好 因为他不确定 在那样的世道里 自己还能不能活下来 如果世道真的乱了 那边再说吧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你 李平安亲生道 照顾好自己 刘云点头 你也是 接下来的日子 可能会不太好过 半月后 李平安回到蜀山 通天风 嗯 大哥 你回来了 润土从书里抬起头 语气淡然 李平安皱眉 只见这家伙盘坐在蒲团上 罕见地穿上了青衫 面前的桌子上 还煮着茶 老牛张着嘴巴 哦 润土是怎么了 李平安 母鸡呀 润土淡淡一笑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漠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的无涯的苦难 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 这两种行为 哪一种更高贵 老大 你觉得呢 润土又瞥了一眼老牛的胯下 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接着用复杂的眼神望着老牛 这么大的牛了 也不知道出门穿一条裤子 Epsilon等于 Omicron星号爱 一边说着 一边抖搂 抖搂了自己身上的青衫 老牛戳了戳李平安 怎么办 这家伙是不是得病了 我看是 李平安撸起袖子 这种病打一顿就好了 猫 哎 你们要干嘛 你们可以不认可我的言行 但是不能剥夺我说话的权利 来 先把他衣服扒了 小子竟然把我衣服穿上了 老牛上小皮鞭 辣椒水什么的都准备好 猫一日 傍晚 嘿嘿 鼠山都有什么好玩的呀 自从你和牛哥走后 这通天风只有我一个茶 可无聊了呢 老牛喝了一口茶 清了清嗓子 开始给润土 讲述起这一年的游历经历 从鼠山出发以后 他们遇见几个修士打架 还在一户得了瘟疫的村庄 住了一个多月 撞见过在棒米地里打野战的男女 男的管女的叫小妈 当然要数最精彩的 还会武林谷的除妖大会 可惜啊 老牛一拍大腿 没看见决赛便被人赶出来了 嘿嘿 等一会儿 润土打断老牛 牛哥 那个棒米的打野战 叫小妈那个 你细说 展开详细地说一说 润土瞪着眼睛 竖起耳朵 老牛清了清嗓子 将事情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李平安躺在树下 喝着茶水 淡淡笑了笑 静足 这对李平安来说 算不得什么 本来他想着 看完除妖大会之后 便在鼠山专心搞钱 现在只不过是早一点回来了而已 自己不在的一年间 润土将整个通天风的药谷 打理得还不错 不过 他毕竟不是李平安 再加上身旁又没有帮手 所以 难免有些披露 李平安在药谷中转了一圈 老牛 拿着小本本跟在身后 将李平安说的问题 一一记录下来 等回到屋里 已经是半夜了 老牛端来 一只大茶壶 和一只大碗 替他蒸了一碗茶 李平安换了一身衣服 坐在书房里 整理了一下思绪 自从回来以后 他就一直在想柳韵 对自己说的变局 天下变乱将其 唯一能做的 只有提升自己 李平安点了一盒檀香 拿出一张大纸来 写了一个大字 闻 随后 贴在自己身后的墙壁上 这就是自己接下来的目标 闻 闻中求胜 一年时间赚够本金 五年之内 再次进入灵药市场 李平安将其命名为五年规划 闻 每日两个时辰打理药鼓 两个时辰悟道修行 一个时辰练拳练刀 两个时辰在藏经阁看书 增长自己的见识 一个时辰用来睡午觉 剩余四个时辰 两个时辰投身在灵药的研究当中 两个时辰用来专心拉尔胡 命格星号 一者人心 练药就跟练丹一样 被药物的选择 药材的特性年份 火候的把握 都需要仔细揣摩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火候 不同的入药顺序 会产生不同的药效 成为两种不同的药 与此同时 李平安也在修医的过程中 琢磨了一套养生之术 心如止水 藏于脊椎之穴 天地真气随鼻呼吸 引气而入 与自身因修炼泥丸产生的元气真经 汇入丹田 为养生之用 正所谓 今满则气圣 气圣则神权 神权则身强 李平安又将自己研究的 这套养生之法 交予润土和老牛 于是 每日清晨便能看见 一人一牛 一茶三道身影 在清晨的阳光下 做着奇怪的姿势 修行养生之法 人一旦认真起来 似乎就忘记了周遭的时间 期间 云书和刘二狗 来通天风 来看李平安 除妖大会圆满结束 蜀山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正如柳韵所说 这次除妖大会的根本目的是 商议接下来天下大势的走向 李平安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不仅李平安有这个感觉 云书和刘二狗 同样察觉到了 这微妙的气氛 从下月开始 蜀山每封弟子的阅历 都上涨了不少 尤其是内门弟子 这对那些哭穷的弟子们来说 无疑是一个意外的好消息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更是让他们心情大好 士气大振 蜀山一些闭关许久的老家伙们 纷纷出山 这些人虽然长久 不出在世人面前 可他们却是蜀山真正的根基 更令人意外的是 这些老家伙们 开始亲自教导弟子 看样子是要为大战做准备 这次回来之后 云书和刘二狗也要闭关了 二人还带回来了阿里亚等人 给李平安写的信 信上无非就是说 书院让他们回去专心修行 所以短时间内 可能不能来看他了 短暂的交集过后 大家各回个家 挺好 岁月不拘 时节如流 日子充实而又忙碌 没有浮躁 没有生活的喧嚣 没有打扰 没有纷争 没有勉强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看着自己喜欢的风景 偶尔觉得疲惫了便在通天风走走 静静地望着山下 想着心事 或者和老牛 润土 看着日出日落 看着满天繁星 听着风起风面 几乎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没有欲望 没有烦恼 就像阳春三月坐在桃树下 沐浴着春风 察觉不到时光的流逝 等李平安制作出第一批的丹药 已经是两年之后了 首次炼制的一批品阶都不算高 李平安想着 先以低品阶的灵药 打入低端市场 毕竟自己还没有那么多的成本 等将这批低品阶的灵药 全部卖出去 自己就可以获得一笔不小的利 当然这批药 不着急往外出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他还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市场的波动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是在市场上 找到一个合理的价格 姓名 李平安 寿命 一千 二拳音乐LV4 1002 1000000 听风刀法 96% 拔刀树星号斜聊出鞘 90% 燕子穿云纵 70% 龟西弓 97% 气息锁定 73% 青色命格 一心一意 白色命格 晴灯捕捉 黄色命格 君子不忘洞 洞壁有道 红色命格 医者人心 紫色命格 玉田之树 实力的增长 让李平安感到了一丝安慰 不容易啊 现在自己的实力 可以对标极品镜 李平安起身 伸了一个懒腰 这充实而又忙碌的修仙生活 要真是永远都这样 那该多好 这日 他正准备带着老牛和润土 下山去售卖灵药 碰 沉重的钟声回荡在天地之间 开战了 要开战了 每个弟子都行色匆匆 距离除妖大会已经过去了三年 这三年 修仙界暗流涌动 大随北上已成为定居 李平安不知道外界的具体情况 但是蜀山却是实现了全面戒严 各个弟子出关 召回云游在外的修士 护山大战展开至蜀山一百里之外 各封弟子无命令 不得善离所属山峰 整个蜀山乃至大随 都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 大鱼与大随 中州之地势力最强的两极 终于在多年的试探之后 大随率先准备出手 北上 开战了 真的开战了呀 李平安和老牛 润土各自捧着一碗面 坐在山峰上 望着最后一抹夕阳 李平安想起柳韵曾说过的一句话 这世间有许多路 但是对于帝王来说 唯独没有退路 中州之地 不需要两个雄聚在此的王朝 蜀山全面戒严 暂时离不开通天风 李平安便将制作好的灵药储存起来 这东西倒是也不怕砸在手中 这种疗伤 补气补血的灵药 到什么时候都是硬通货 尤其是大战将起的时机 这批灵药如果全部出手 能小赚一笔 期间 李平安又从清风那里 偷来了血骨身 这是上一次参加除药大会 武灵骨送给各家长辈师尊的 这东西年份越长 入药后的价值也就越高 市面上一颗价格十分昂贵 清风却把这玩意儿 当成大葱吃 占点大将 巴唧巴唧 李平安一阵肉疼 于是 为了不让宝物被浪费 李平安再一次将清风灌醉 随后为所欲为 对其伸出了罪恶的小手 表面虚情假意地安慰了一番 向自己哭诉的清风 随后 表示自己一定要抓住这个通天风的小贼 暗地里却虚情假意地想着 这雪骨身到底种在哪里才好呢 雪骨身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挑剔 适合种植在气候较为凉爽的产区 偏好石灰质黏土土壤 同时 它的抗病能力又比较弱 在自然条件下很难萌发和生长 石生苗很难成活 极易感染霉菌 病毒 且成熟极碗 需要特别细心照料与培育 为此 李平安特意选了一片土地 在通天风的南部 这里土壤肥沃 疏松 透气性及排水性要良好 最重要的是 有机制含量高 微生物活动旺盛 科学的力量 多读书 多看报 才能获得更多的知识 不过 这还远远不够 李平安带着老牛和润土 顶着烈日 开始栽培这片土地 试图让PH值沉若酸性 分解发酵中的高温 能杀死其中的病菌 虫卵和杂草种子等 减少病虫 杂草危害 休息的时候 李平安坐在草地里 竖起耳朵 似乎能听到草原上 万物生长的声音 那声音很轻 像是情侣在窃窃私语 润土喝了一大口凉茶 老大 这次大随和大宇开战 咱们蜀山也会掺和进去吗 看这架势应该吧 那咱们是不是也要上战场了 润土好奇道 或许吧 李平安对这个话题 提不起什么兴致 您做太平犬 不做乱世人 然而 有人的地方便会有争动 战争从来都是无可避免 润土插着腰 两条小短腿站了起来 小爪子插在腰上 已经能想象到自己 在战场上英勇作战的模样了 哈哈哈哈 星号星号斜杠 以后请教我润土大将军 一边说着 一边狠狠拍了拍老牛的屁股 现在讨好本将军的话 本将军会让你成为本将军的坐骑的 梦 老牛亮起牛角 追得润土四处跑 李平安伸了个懒腰 好了 别闹了 该干活了 各封封主 长老三天两头的便前往主封开会 一向懒散的清风 竟然没有抱怨 而且回来之后 神色愈加严峻 李平安便知道外面的情况 恐怕十分不妙了 白天忙完了地里的活 晚上润土便挥动大锤 在屋子里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 李平安和老牛问他在干什么 润土说自己要制造一副铠甲 马上要上战场打架了 润土很是激动 穿上这身盔甲 小样 还迷不思念 老牛看着润土打造铠甲若有所思 想想画本小说里的战马 不仅骑马的士兵有铠甲 马匹也有铠甲 比如马匹的剧装 通常又可分为保护码头的面帘 保护马井的鸡井 保护马兄的当凶 保护马区的马身甲 保护马屯的搭后 和树立在马屯部的寄生老牛 摸了摸自己挺翘 性感的屁股 这要是在战场上被人戳一下 自己可能有点受不了 于是 老牛也加入了润土地打造铠甲的队伍当中 一时之间 整个通天风都充满了叮叮当当的声音 官方的报纸上一点消息都没有 无非就是说 哪个哪个省份实现了经济增收 改革的事情 再或者 就是哪个王公贵族又要取亲了 谁谁又逃税了 倒是小道消息满天飞 一会儿是大随明日北上 一会儿又说 大随将于后天北上 后面跟着一大段分析的话 言之凿凿 甚至连大随的作战方案都分析了出来 这次大随要出兵五十万 我有个朋友 就在大随的军中 消息已经确认了 有个朋友 重磅消息 重磅消息 大随出兵五十万 分五十万条路 北上对大雨全面开战 李平安忍不住鼓掌 漂亮 五十万条路 好家伙 李平安和上小报 日子似乎如往常一样平静 可终究只是似乎 在一个普通的早上 李平安刚才观想中回过神来 外出取报纸的润土 便匆匆跑了回来 老大 老大 真的开战了 开战了 大随出兵三十万 这还不算各大宗门 家族的修行者 大随女皇柳韵 御驾轻征 李平安点点头 是啊 好日子 真的到头了 骑兵们在雄壮的号角声中飞驰着 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列 在月光的照耀下 他们的盔甲散发着寒光 另一边是不停逃窜的敌国士兵 有的死在了长枪下 有的死在了马蹄下 他们死去了无数的同伴 每一寸土地上 都沾满了令人作呕的鲜血 每一块泥土 都散发着恶臭 剩余的士兵开始抓俘虏 下马割掉他们的头颅 拎着他们的头 去换取战利品 鼠山 李平安躺在摇椅上 枣树下 老牛和润土 正在打着枣子 嘿呦嘿呦老大 你说那个什么关羽 便是打枣子 练成了一身的武艺的吗 李平安点点头 没错 一边说着 一边喂进嘴里 一个个头饱满的枣子 大哥 你上次讲到哪了 讲到那关羽和林黛玉 相互爱慕 而关羽却因为刘备 久久不能表明心意 世间安得无双法 不负大哥不负亲 继续讲 继续讲 润土和老牛十分感兴趣 战争 现在还没有波及鼠山 鼠山的弟子 并没有直接参战 然而 这只是时间问题 有消息说 鼠山的林药方 已经在大规模制造 疗伤药之类的药物 明显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禁令过了一个多月 鼠山并没有什么变动 于是在某一日 禁令被解除了 允许各封弟子 有限制的活动 但是仍不允许出山 李平安便和老牛 润土带着自己 做好的一批林药 准备拿去方式售卖 原本是想分几日 全部卖出去的 结果不到一个上午 便抛售空了 又用这次的盈利 买入了一些林药 林草的种子 现在 小道消息已经满天飞了 鼠山一向 与大随皇家的关系不错 这一次 大随北上 于情于理 鼠山都会出手相助 只是到底出动 多少规模的人数 动多大的阵仗 尚且未知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李平安并没有立即回去 而是在茶楼里一边喝茶 一边听着周围的弟子 叽叽喳喳地 讨论着最新的消息 这时候 一身红衣的云书来了 是云书师姐 云书师姐 似乎又变漂亮了 云书一出现 便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不过 大家都是体面人 谁也没有直勾勾地 盯着对方看 而是若有若无地 瞥上一眼 随即快速收回视线 云书竟直走到 李平安的桌前 行了一个礼 平安师兄 许久不见 自从除妖大会之后 云书便闭了关 前不久刚刚出关 李平安微微点头 恭贺云书师妹出关 实力更上一层楼 为庆祝云书师妹出关 今儿的茶钱我请了 听到这话的众人 纷纷撇嘴 真穷酸 人家出关 就请喝个茶水 李平安没理会 众人鄙夷的目光 说实在的他 连茶水都没想起 只是人家出关 总得表示表示 平安师兄 你接到调令了吗 云书传声道 李平安微微一愣 调令 什么调令 鼠山要抽掉第一批弟子 赶赴战场 李平安抿了一口茶水 没有表露出惊讶之色 这件事情 大家心里都清楚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李平安问 你在第一批的名单里 云书摇了摇头 没有 不过二狗师兄在 告别了云书 回到通天风 李平安心神有些不宁 这并不是小打小闹 而是事关中州的未来的大战 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想到这儿 李平安连忙念诵进心中 扮赏之后 心神才安宁下来 呼 险些就有了心魔 绝不能有这个念头 李平安将上衣解下来 缠在腰上 坐在树下 开始磨刀 不让自己胡思乱想的办法 就是出汗 祸呀祸呀 磨石还是张松 张从心留给自己的 想起张松 李平安便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这家伙在下面怎么样了 磨刀是一个戾气活 尤其是用张松留给自己的磨石 每磨一次 就要耗费自己一分元气 普通人 或者修为低下的人没几下 估计就磨不动了 汗水在皮肤下翻滚 一滴一滴地往下掉落 磨了一阵 他随手扯了几片刀叶 把刀刃上的石墨子擦掉 又拔了一根细草 试了试刀锋 牛哥 我管这个取名为铁裤衩 只要穿上这个 上了战场以后 就不怕被对方捅屁股了 就能保护牛哥的牛牛了 而且 这外面还布置了一层尖锐的铁刺 即可防御又可攻击 只要按动机关 铁刺便会窜出来 给敌人不可预料的一击 老牛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猫牛哥 你试试 嗯 不错蛮合身的 现在启动铁刺 猫 惨叫声 哎呦卧槽 牛哥你穿反了 不一会儿 便看见一头大黑牛 追着一个查满药谷的跑 三日后 在主风上 副宗主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群情激愤 对于战争 大家既紧张又兴奋 中州弟子满打满算 已经和平了数百年 这么大规模的战役 年轻一代的弟子 几乎都没有参加过 随即 宣布了第一批出战弟子的名单 没有我呀 怎么也没有我 我被选上了 第一批弟子 就这么多吗 周遭一轮纷纷 在战场别下尿了裤子 滚 尿裤子的是你才对 老子在战场上等你 喂 一定要活着回来啊 丘王八 你可别死了 放心 老子命硬着呢 这一次 一定好好教训教训大羽那帮 不知天高地厚的修士 老脸 你小子可别给咱们鼠山丢人 第一批入选的弟子 在主峰上 跟同门师兄弟告着别 阳光远远的悬于空中 抛洒着万丈光芒 仿佛在为他们的前行而助威 刘二狗冲云书 和李平安招了招手 战场形势拨云鬼绝 二狗兄一定要谨慎行事 李平安提醒道 多谢平安兄提醒 云书行了一个礼 二狗师兄 凯旋归来 必定凯旋归 刘二狗笑道 知道我为什么叫刘二狗吗 这名字 是一个老道士给我起的 见名好养活 我刘二狗付大命大死不了 告别结束 蜀山十四丰 全部灵兽 纷纷仰天咆哮 有的昂首吐蛇 似要吞噬苍穹 有的张牙舞爪 一副要责人而适的模样 紧接着是沉闷的号角之声 号角声在山谷中回荡 配上万寿咆哮 如滚滚乌云 压着滔天巨浪 越走越远 所有人都停止了言语 伴上之后 声音逐渐远去 煮风之上 无数身穿统一服饰的弟子 默默地望着前方 自蜀山创派迄今 万年来我蜀山 一直肩负扫荡群魔 护卫九州的责任 而今大雨勾结妖族 祸害苍生 凡我蜀山弟子 当救世福威 匡扶天下 诛杀妖族 蜀山弟子听令 北上诛妖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无数慷慨激昂地 在群风间回荡 不断地冲击着众人的耳膜 冲击着他们的灵魂 黑压压的蜀山弟子 在此时尽力地呐喊着 北上 出发 各路人马各显神通 有的从金光祥云中直冲云霄 有的雷声轰鸣 有的腾空而起 有的无声无息 有的光芒万丈 出征的号角 再一次响起 哄 一座座非洲启航 浩浩荡荡 在群山间滚滚激荡 此刻 所有弟子心中的火 都已经点燃 就连砸一封的弟子 都恨不得骑上自家养的大黄狗 拿着扫把上阵杀敌 主风上 数百杆大骑迎风招展 每一面旗帜上 都有一道光芒亮起 彼此相连 布满了整个山崖 使用蜀山 就像是一座璀璨的神殿一样 带着一种亘古不变的威严 气势恢弘 愿蜀山弟子凯旋而归 当第一批出战的弟子 登上出征的道路时 再一次回头 带着无比复杂的目光 看着群山 看着江河 看着山峰下的生灵 李平安久久不能回神 平安 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把他拉了回来 是司徒雷 说起来 二人已经许久没见了 自从司徒雷和秦妙妙 结成道理之后 这些年 总共生了四男三女 分子前 李平安可花了不少 一直想找机会要回来 二人相互寒暄了几句 司徒雷望着非洲离开的身影 感慨道 说句实在话 不怕被你笑话 如果是以前的我 肯定会心有不甘 想要跟他们一起冲上前线 可现在的我 只想老老实实地 待在蜀山 守着老婆孩子 李平安拍了拍他的肩膀 道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谁都想安安稳稳 可是这场仗 总归需要有人去打 很快 非洲以及浩浩荡荡的蜀山弟子 消失在了视线当中 蜀山开启了战时模式 不久 李平安便接到了任务 协助药谷的弟子 制作疗伤药 支援前线 前线的人在生死搏杀 李平安自然不会含糊 何况 蜀山又不是不发工钱 这些炼药的弟子 被统一安排在竹叶峰 匾额上两个大字 药师炼药与炼丹一样 都是一个技术活 然而炼丹师瞧不起炼药的 炼药的 瞧不起炼丹的 要说二者之间的区别 不仅仅在于 一个丹字 一个药字 药师不注重微观 而是宏观的 不是某一个局部 而是整体的全身 药师刘宗成 身以为然 跟药师比起来 炼丹的 不过是一群搓泥球的罢了 刘宗成整理了一下药房 今日有许多其他风的弟子 要由他考验一番 经过考验的人 才能留在竹叶峰 制作疗伤药等前线 所需要的灵药 药师十分讲究五行 北为坎 为水 为藏 释放东西的好地方 也为厚得载物的方位 所以 用来放制药柜 类似的例子 还有许多 刘宗成 今年333岁 这是他炼药的第三百个年头 从33岁开始 便投身于炼药的行业 以一丝不苟著称 诚然 瑕疵不可避免 但为医师者 想要炼制出完美的灵药 就要做到尽可能地扼杀 每一处疏漏 这时 弟子走进来 师父 人到齐了 刘宗成点了点头 以同为敬 郑医官 随后 昂首脉步走出了屋子 诸位 欢迎来到竹叶峰 来了 刘宗成扫了一眼这些年轻弟子 诸位 欢迎你们来到竹叶峰 想必你们都清楚自己来这里是做什么的 废话不多说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再次炼制疗伤药 为期30日 炼制10枚疗伤药为合格 可以留在竹叶峰 20枚 众人不免一惊 普通的炼药是30日 炼药也就10枚的程度 更不用说 刘宗成对于质量的要求极为严格 跟我来吧 带你们去炼药坊 刘宗成领着一行人前往炼药坊 众人看到了一系列炼药的工具 药材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药味 众弟子睁大了眼睛 激动地看着这些精细的工具 平日里 想见都没有机会 更不用说亲自使用了 刘宗成又嘱咐了几句 目光在众弟子身上扫过 现在开始 众人纷纷一愣 现在就开始了 不过很快 他们便忙碌起来 有的从储物界中取出炼药的工具 有的则仔细地挑选着药材 看着他们的好坏 有的正聚精会神地 将目光放在炼药炉上 炼制丹药 这是一件需要耐心和精力的事情 每一道工序 都需要炼药师的全神贯注 不能有丝毫马虎 否则 前功尽弃 刘宗成看着这一幕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方面是想见识一下 年轻一代弟子的炼药之术 另一方面是防止有人作弊 鱼目混珠 刘宗成轻轻抿了一口茶 忽然他注意到奇怪的一幕 六啊 六 只见一名弟子蹲在地上 嘴里叼着一根枯草 手里摇着头子 六啊六 呃 不是六 今天不是一炼药 李平安微微点头 刘宗成 在作弊和炼药之间 这名弟子选择了做法 刘宗成嘴角微微抽搐 有一种自己跟不上潮流的感觉 莫非是我落伍了 现在年轻弟子 都玩得这么花了吗 李平安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 今日不适宜炼药 还是回去睡觉吧 这种行为艺术 对于其他修行中人来说 还是太超前了 低情商 这货二币吧 高情商 年轻弟子十分有个性 刘宗成并没有多说什么 考核为期三十日 三十日一到 只要你能炼制出十枚疗伤药 期间你做什么 都有你自己说了算 日生又日落 三浮天已过 暑气渐消 路华渐浓 李平安懒洋洋地 打了个哈欠 哦 因为在考核期间 所以不能带着老牛和润土 没有他们俩在耳边叽叽喳喳 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东西 清晨 去竹叶峰的食堂 喝了一碗牛肉汤 又吃了一块荷叶饼子 不得不说 竹叶峰的伙食 比杂益峰的要差得多 李平安手里 拿着热乎乎的烤土豆 一边啃着 一边在炼药坊内闲溜达 刘宗成坐在院子外 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李平安 这小子 真探娘的 是个奇葩 连续几日 其他弟子都在专心致志地炼丹 生怕时间不够了 他可倒好 来这儿好像是度假来的 李平安附着手 慢腾腾地走进弟子炼药室 这间炼药室 共有十名弟子 从来竹叶峰的那日开始 他们就未曾离开过这里 有的弟子用火焰熬着药 有的弟子则在收集药材 还有的弟子在同处就细细研磨 一派繁忙 紧张地气息 和通天风的闲散 悠闲情况绝对不相同 简直来了一个大便样 李平安慢悠悠地走来走去 在每一个弟子身上扫来扫去 时不时地皱眉 亦获点头 他每走一步 所有人都感觉到 一股无形的压力 仿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这位长老是看出 我有什么问题了吗 一名弟子心里纳闷 我哪一步做错了吗 哦 忽然 他想起来了 回香草要放三株 想到这儿 他感激地看了一眼 这位陌生的长老 李平安拍了拍他的肩膀 随即又走向 另一名弟子李平安 回你要是炼药去 不要在这闲逛 打扰其他弟子炼丹 刘宗成再也忍不住了 出声制止了李平安 哦 药室内的众弟子 回到自己的药室 李平安发了一会儿的呆 炼药的感觉忽然就来了 就好像便秘了许久的人 终于有了感觉一样 那种舒畅自然 让人有一种飘飘欲鲜的感觉 炼药第一步 掉药 掉药是最初一步 药不调 则真重不生 李平安本想按照考核的内容 尽早地配置出等额的疗伤药 可是要贵内的药材 让他灵感迸发 有了一种新的想法 这些药材在通天峰都是见不到的 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又过了几日 李平安手里拿着一瓶药水 这是他配置的毒药 试验品一号 李平安曾想过 如果自己真到了战场 毒药或许会派上用场 蜀山便有专门用毒的长老 出其不意 甚至能够越级击杀修为高深的修士 多一个保命手段 总是一件好事 老牛和润土不在 找谁是毒呢 想来想去 是毒这种事情 果然只有自己最适合 这样才能分析 这款试验品的优缺点 以及未来需要补足的地方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咕咚咕咚 自己喝下小半瓶 啊 味道好极了 咕咚咕咚 李平安一抹嘴 味道确实不错 不一会儿 药效便开始发作了 李平安捂着心脏 毒菌在他体内迅速繁殖 以一秒钟增加一倍的速度 侵蚀着他的身体 李平安掏出小本本 准备将中毒的全过程记录下来 以下是我的个人日记 如果谁看见了这本笔记 那就说明 我被毒药毒死了 第一日 晴天 这是我中毒的第一日 感受 恶心 想吐 想吃辣的 酸辣女 我不会怀孕了吧 第二日 多云 疲倦 心计 鼻塞 浑身无力 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 必须不断用意志力 保持着清醒 改进建议 毒药挥发得太慢了 当然也有 可能是我体质特殊的缘故 毕竟 人和人不能相对而论 最后 毒药不能是液体 应该改进为粉末状 通过呼吸道 进入人体 第三日 鱼 这是我中毒的第三日 一边默默地排出体内的毒素 一边调动龟西弓 精神状态已经好了很多 体内元气恢复到六成左右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第四日 木不愧是我配置的毒药 后劲竟然这么大 解毒去了 经过几日的恢复 李平安已经完全排除了体内毒素 接下来的时间 便准备改良毒药的特性 将毒药的形态 改成粉末状 一挥发 一下手 埋头钻研 忘记了时间 一转眼 便到了考核最后的期限 还有一个时辰 刘宗成掐着时间 去检验各个弟子的成果 一边检查 一边记录 一边编号 每一个环节 他都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药材用量 留影时记录的种种细节 都要核对清楚 确保这些疗伤单 是他们自己一手做出来的 此刻 众人才终于知道 刘宗成到底有多么严苛 检查了十余名弟子 最终只有四名弟子合格 动动 李平安满脸疲倦地开了门 这些日子 他拢共服下了三种毒药 只觉整个人都飘飘欲仙 每一寸皮肤 每一个毛孔 都让他喘不过气来 每一次醒来 都感觉到了一种虚脱的感觉 仿佛是奖励了自己一整夜 门外站着刘宗成 和两名弟子 一名弟子道 通天风弟子李平安 考核时间已到 你的疗伤药呢 疗伤药 李平安愣了片刻 猛的 他的脑海中 有电流滑过 想起自己的任务来了 十颗疗伤单的指标 刘宗成眼神不善 他倒要看看这个 在作弊和炼药之间 选择了做法的神人 究竟做出了什么样的丹药 哦 先等一会儿 屋里有一点乱 而且 我还没有穿衣服 稍微等我一下 李平安不慌不忙地 关上了门 随即点燃薄山炉 这东西又鸣香薰 炉体呈青铜器中的痘形 有钙 钙杆尖 镂空 其间雕有飞禽走兽 当炉腹内燃烧香料时 烟气从镂空的山形中散出 犹如仙气缭绕 给人以置身仙境的感觉 主打的就是一个优雅 李平安深吸一口气 口中念念有词 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进入了一种空灵的境界 这就好比你去问学生 什么时候写作业最有效率 每个学生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 假期的最后一晚 切药刀 片刀 错 碾槽 冲筒 乳波 等子 李平安用手扶过每一个工具 开冲 时间短暂 但李平安有足够的信心 他没有紧张 也没有流汗 反而是一种自信和自在的感觉 就像品尝一杯茶一样 悬药 炼药 提唇 李平安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制作过程中 一边计算着时间 一边调配灵药 控制火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头顶上的太阳慢慢地变白 向西移动 在树枝上 投下了一条又短又长的影子 刘宗成微微皱眉 就在他即将不耐烦的时候 门开了 李平安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衫 面带笑容 给 李平安将装着疗伤药的盒子递了过去 弟子打开 呈现给刘宗成 盒子内 有十一枚灵药 十一枚 甚至还多炼了一枚 刘宗成皱眉 细细检查了其中十枚 灵药品色着实不错 虽然算不上佳作 可在一众弟子中 也算是上等 没有问题 十枚灵药完全达标 奇怪的是 这要怎么还带着热呼气 就好像是刚刚做出来的一样 想到这儿 刘宗成不由地一笑 自己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想法 你小子 不错 刘宗成沉声道 他本来对这名弟子 不抱什么希望 谁知道对方 给自己来了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李平安平静地说 都是长老的栽培 你可以留下了 李平安含笑点头 仍旧平静 他这一表现 更是获得了刘宗成好感 沉稳有度 不错 关上门 李平安松了一口气 额头冒出些许的汗珠 呼 他刚想重新炼制毒药 忽然皱了皱眉 我刚刚炼制的毒药呢 掉地上了吗 冷月高挂之烧 百余名弟子 最后只留下了二十余人 刘宗成对于这个结果 还算满意 他将这二十余人做了分类 让他尤为看好的是小琼峰和迎建峰的两名弟子 通天峰弟子李平安 刘宗成想起之前怪异的感觉 找出李平安的药盒 取出其中的疗伤灵药 一共十一枚 因为考核规定 只有炼制完成十枚品质优良的疗伤灵药 就算合格 所以 刘宗成紧紧检查了其中十枚 此刻忽然注意到第十一枚 不是疗伤药 烂于充数 转念一想 李平安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么做 大概是放错了吧 刘宗成已经推理出了正确答案 出于好奇 他简单检查了一些这枚灵药 是毒药 李平安这小子 在炼制十枚疗伤灵药的同时 竟然还有时间研制毒药 刘宗成忍不住赞叹了一句 身为鼠山少有专研毒药的长老 他对于李平安的好感又增了几分 那便让本长老看看你的水平 刘宗成准备分析出 这枚毒药的不足之处 到时候指点一二 服下那枚毒药 刘宗成细细品味了一番 入口即化 药丸化作一股清流 瞬间进入腹中 很快就分辨出了这样的成分 福谷菱花 石心菇 云菱花 还有 哎 有点不对头啊 算了 准备解毒 半个时辰后 刘宗成摊在地上 嘴角微微抽搐 腹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仿佛丹田被什么东西刺穿了无数个小孔 真气一提就散 再也无法凝聚 以他的修为 这毒药自然奈何不了他 强行驱散自渴 然而 刘宗成有身为药师的尊严 他压制了自己的修为 没有动用解毒丹 而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基础 企图解毒 来吧 老夫倒要看看 你这后辈的毒到底有几分识炼 一日 清晨 师父 师父 叫了两声 见没人回应 弟子便知道 因是师父沉迷于炼药 所以便没有打扰 到了晚上 弟子再次来找刘宗成 然而 仍旧没有得到回应 反而是屋内 传来奇怪的声音 弟子好奇地推门进去 师父 我进来了 刚一推门 便发现刘宗成摊在地上 如同一条区一般 在地上孤勇殴 师父 你你怎么了 师父 师父你怎么了 来人啊 师父发病了 刘宗成眼角抽搐 不不要叫 为师 为师在开龙脊呢 开龙脊 刘宗成艰难道 精准控制脊柱 让脊柱灵活 让动作协调 开龙脊即开胯 开背 疏通脊柱 这是为师 最近新研究的养生之法 不要喧闹 扰在弟子走后 刘宗成又孤勇起来 前线的战报传来 说是鼠山弟子 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斩敌130 许多英勇作战的弟子 都上了底报 对于鼠山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纷纷期盼着 第二批北上的名单中 能有自己的名字 竹叶峰的小院 可以看见一道身影 正在围着院子奔跑 每天一百次俯卧撑 一百次仰卧起坐 一百次深蹲 再加十千米长跑 润土在朝阳之下 遵循着李平安大哥 跟自己说的变强方法 最重要的是 要把头发剪了 润土摸了摸头顶上的毛 要剪吗 李平安找了个空闲时间 将这月的份额炼制完成 随后 便投身于毒药的研制当中 最近这段时日 他对于毒药愈发的感兴趣 这步 刚刚将毒药的粉末撒了撒 随后用力一吸 不一会儿 就觉头晕眼花 感觉自己的脑子在乱蹦乱跳 一会儿在左边 一会儿在右边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老牛拿着小本本在旁边 准备记录 就听躺在地上的李平安 虚弱地说道 脑子昏沉 神识有些混乱 枯萎花的浓度不够 肺部病变 水肿 出血 呼吸困难 老牛快速记着 忽然听不见李平安的声音了 老牛低头一看 只见李平安嘴土白沫 四肢全躯 身子弯得像一张弓 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很快双腿一蹬 猫 你可不能死啊 老牛想起李平安 教给自己的急救知识 人工呼吸 于是 赶忙叫来了润土 润土撸起袖子 要不咱给他几个大笔痘 给他打醒 大笔痘 老牛瞥了润土一眼 你打 正好本牛今晚想吃茶肉了 老牛和润土商量了半晌 也没有想出一个像样的办法 最后只能将昏迷不醒的李平安 放在了床上 就这样连续过了三日 润土忽然大叫 牛哥 不好了 咱大哥脑袋上长草了 老牛匆匆跑进去一看 只见李平安的脑袋上 冒出了一根草 哦 又过了两日 润土 牛哥 大哥头上的草开花了 我草 咱大哥变植物了 李平安陷入了昏睡当中 又过了半个多月 这半个月内 润土时不时给李平安浇浇水 生怕他头上的草枯萎了 李平安全身上下都冒出了花朵 盛开在花丛之中表情祥和 润土 咱大哥是真的去了 老牛抹了一把眼泪 猫润土深深叹了一口气 别哭了 至少咱大哥走得很安详 老牛和润土 将李平安带到野外挖了起来 越挖越快 很快就挖出了一个大洞 下葬吧 猫要不哭两声 于是 一牛一茶哭了起来 浑身发抖 哭得稀里哗啦 挖个坑 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 一边埋 一边哼哼着 牛哥 咱以后怎么办 润土跟老牛嘀嘀咕咕地商量起 未来的规划 就在这时 一只手忽然从坑里伸了出来 李平安从土里钻了出来 大哥 梦 李平安站起身 随着他的苏醒 身上的花朵顿时枯萎 大哥 你怎么了 李平安淡淡道我做了个梦 梦见我太奶来接我了 润土有些可惜地 看了一眼自己刚刚挖好的坑 还有做好的棺材 大哥 不死了 那这些东西 岂不是浪费了 不会浪费的 李平安道 润土 哦 润土大头朝下 被李平安插在土里 老牛尾巴打着旋 或呀 迁路方式 位于宋城两大家族的中心地带 每年春 东两季 大批灵药商人 散修云集于此 市场颇为繁荣 生意自然是络绎不绝 因为战事的缘故 鼠山一方面加紧生产 一方面大肆购买灵药 以防被逮人袋人袭击 所以多会派遣弟子护送 同时 押送弟子中 至少要有一人是炼药师 保证购买灵药师 不会被人所蒙骗 而这次 担任队伍中炼药师职责的人 便是李平安 随行护卫有云书 司徒雷等人 司徒雷是万般不愿离开 蜀山 尤其是在这个特殊时刻 一路上草木皆兵 生怕出了什么意外 几人 聊到前线的战事 距离第一批弟子 奔赴前线 已经过去了小半年 战争不是一年半载 就可以结束的 尤其是这种举国之战 各路修行者参战 几乎都要打上几十年 甚至是几百年 二狗师兄 上次传信说 大禹并不是那么好对付 战争的规模 恐怕还会扩大 云书道 司徒雷面色一沉 下一个被派上战场的人 会不会就是自己 如果自己死了 那么妙妙和孩子 司徒雷不敢继续往下想 四日后 众人感到迁路方式 为了避免引起注意 在李平安的提议下 众人分散开来 各自购买灵药 分散目标 随后再汇聚在一起 老板 这个灵药怎么卖 云书问 地摊老板痛心疾首地说道 两百灵石 实不相瞒 这灵药 是我家的祖传之物 如果不是我的老父亲病重 急需两百灵石救命 我是绝对不会把这灵药 拿出来卖的 是是这样吗 云书表情为难 两百灵石的价格 确实过高了 可是看地摊老板的表情 他又有些于心不忍 那好吧 话音刚落 一个声音打断了他 两百灵石 二十灵石卖不卖 平安师兄 李平安走上前来 一口价二十灵石 这位道友 我要价二百灵石 你就给我二十灵石 我的老父亲 可还等着这二百灵石救命啊 地摊老板声泪俱下的模样 感动了云书 他正想说些什么 李平安却拉着他 转头便走 那我们便不要了 哎 等等二十灵石 就二十灵石 李平安 你这个水杯 再送我一个吧 拖 老板答应得十分爽快 云书 老父亲呢 不是等着二百灵石救命吗 等他们走出一段距离后 云书回头再看 只见刚才那地摊老板 对下一个顾客 声泪俱下的说道 我的老母亲 正等着三百灵石救命啊 常年在鼠山修行的云书忽然觉得自己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一般 半日后 众人聚在一起 一切顺利 只是还有一批药材要在两日后才会运达 经过商议 由云书带队押送药材率先返回 李平安 司徒雷在此等待最后一批药材 两日后 李平安与司徒雷带着最后一批药材离开迁路方式 然而 就在他们离开后不久 便有几道身影 悄无声息地向他们离去的方向追赶而去 平安师兄 似乎有点不太对劲 司徒雷神识感知到了某种危险 李平安道 嗯 有人跟上来了 司徒雷面色一变 那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把药材给他们 对方肯定是有备而来 就我们两人的话 恐怕不是对手 给他们 那我们回去之后 该如何向宗文交代 司徒雷沉声道 就说被人抢了 还是稍微抵抗一下吧 没有把东西直接给人的道理 何况就算给了他们 对方也未必会放过你我 大随和大宇战士刚起 一些人便趁机作乱 恐怕日后 世道会更加地乱 李平安轻轻叹了一口气 气息锁定 一共四道气息 前方不远处 埋伏着一人 空中还有一人 身后两人 司徒雷面色阴沉 眉头紧锁 生怕下一秒 就会窜出来 一个人给自己一刀 这时 忽然一只手 摁在了他的肩膀上 司徒雷吓了一跳 转头一看 才发现是李平安 放心吧 有我在 平安师兄 在气息锁定的感知中 任何风吹草动 都在李平安的掌握之中 二人一牛 奔出约莫三里地之后 忽然 有一道巨大的黑影 掠过了他们的头顶 随后重重向他们砸来 法宝级在坠落之际 一股巨大的威压 向两人席卷而来 司徒雷只觉心神一震 险些被震晕过去 李平安抱着他 跳出法宝攻击的范围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紧接着 四道人影 从四个不同的方向 向李平安杀来 没有任何的废话 这不是山贼拦路抢劫 要先念一段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想此路过 留下买路财 再或者跟你说 几句车咕噜话 他们既要夺宝 又要杀人 如果对方活着离开了 哪还有他们活路 所以 四人一出手 便是杀招 李平安脚下施展燕子 穿云纵 在四人夹击的空隙中穿行 轻而易举地 冲出了四人的包围圈 飘出三丈 落在竹叶之上 迎面飞来树道寒芒 锐利如箭 阴冷如冰 采用五金之金 炼制而成 来无影 去无踪 伤人于无形之简 即使是神识强大的修士 都很难捕捉到他的身影 所以被称为绝盲 李平安脚步一移 手指轻描淡写地 夹住一根绝盲针 小心 此人秀为不俗 其中一年长者道 然而 他刚刚说完 忽觉体内气息一致 不觉气血上涌 头晕目眩 眼前一片模糊 四肢百骸 都仿佛被撕碎了一般 每一处都是剧痛无比 这这 四人先后倒地 脑袋同时冒出了一根草 紧接着 那颗草迅速结果 开花 毒 一名女修 盲风柱周身经络 取出一枚解毒丹 为自己服下 然而 解毒丹刚刚下肚 腹部便传来更加剧烈的疼痛 啊 经过这些十日的研究 李平安已经成功改进了这款毒药 能以粉末状洒出 融入空气当中 无色无味 杀人于无形当中 方才 李平安在对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将粉末融入空气当中 嗯 效果确实不错 只是 噗 李平安的脑袋上 也冒出了一根草 不一会儿 开花结果 副作用便是自己也会中招 不过好在 李平安身体 已经有了抗性 不至于像那几人一样 运转归西弓 缓慢地排出体内的毒性 我等无意冲撞道友 还望道友绕我等一命 一人艰难地开口 那名女修士 吐出一口黑血 道友 只要你能饶了我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做什么都可以 呵呵 李平安冷笑 转身便走 也不怕对方能解了毒 或者说 如果他们 真能解了毒 更合李平安的心意 解药 我自己还没研制出来呢 优秀的炼药师就是这样 炼制出的毒 自己都炼制不出解药 道友 道友 四人当中修为最低的一人 气息紊乱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悲凉 嘴巴一张一合 却发不出声音 司徒雷好奇道 平安 你头上 喂 快走吧 听说了吗 第二批北上弟子的名单出来了 真假 我之前认识的一个内门师兄 偷偷透露给我的 在茶馆内 李平安听见这种说法 已经不下识会了 前线的战士陷入了胶着状态 具体情况 他们这些身处后方的人了解不到 不过每天都在死人 这是一定的 李平安能做的 便是努力做好后勤 多炼制一些疗伤药 前些日子 景玉来信说 自己马上便要随师兄弟一起北上了 届时 全天下都会知道 我景玉的英姿 这是景玉的原话 李平安只能在心里祈祷他 不要死在战场上 润土时常问李平安 什么时候 咱们可以上战场杀敌 李平安专心免药 头也不抬 战场杀敌 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也不是说说这么简单 两国交战 必定是尸山血海 那大哥 你的意思是 我们不去战场了 润土挠了挠头 李平安沉默片刻 随意而安吧 对于修士之间的大规模战役 李平安既好奇 又有些紧张 所以 他不想去刻意躲避什么 却也不想主动参与 便交给天意吧 若是让自己一直在这炼药 那便照做 若是让自己上战场 去看看也无妨 主打的便是一个随便 不过 现在自己的短板 便是没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手段 所以 李平安这段时日 一直在研制毒药 老牛扶着头 打着盹 李平安也跟着打了个哈欠 欧天鹰了 不一会儿 便下了毛毛细雨 滴答滴答 这种声音如同摇篮曲一般 他也想炼药啊 但这样的天气 实在是太适合回去缩在被窝里 美美地睡一觉了 年往殉禁时 十来亮极弦 转眼 便是三年的光阴 这三年 李平安往返于竹叶峰和通天峰之间 在竹叶峰是为了工作 炼制灵药 通天峰的药谷需要打理 同时长不大的清风长老也需要人照顾 一日三餐不能少了 忙忙碌碌的日子 让李平安有一种满足之感 最近这段时日 清风长老准备外出了 听说最少也要四五年的时间 所以一大早 李平安就出去取酒了 他将酒都埋在了龙潭岭的地窖里 取出之后用储物戒装好 给清风带上 叮嘱道 酒给你放储物戒里了 一次不要喝太多 容易醉 喝酒误事 尤其是现在外面乱 切记 谨慎行事 每月给我来一次信 清风点头如捣算 哎呀呀 知道了知道了 一旁来送行的云叔笑了笑 心道 他们俩到底谁是谁师父 师父不在的时候 要是谁欺负了你 别跟他们起正面冲突 一切等为师回来 李平安点头 弟子明白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还有 清风看了一眼周围的其他人 将接下来要说的话 传声给李平安 我走之后 过段时间 竹叶峰就不要再去了 这几年 你临时赚得也足够多了 回通天峰吧 为师总觉得 鼠山有些不对劲 小心身边的人 如果有可能的话 找一个安全 不起眼的差事 留下这句话之后 清风与几位长老的身影 很快便掠出了鼠山 小心身边的人 李平安微微皱眉 莫非清风察觉到了 鼠山群众里有坏人 清风虽然平日里大大咧咧 可在这种问题上 应该不会说瞎话 他将这个问题 在心中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日 李平安正在指导一名弟子炼药 李师兄 真没想到你入门这么晚 对灵药的领悟却这般高深 弟子名为唐震 是鼠山的一名炼药师 惊艳之谈罢了 李平安谦虚道 李师兄 你就别谦虚了 如果我能有李师兄 这般炼药的能力便好了 可惜 以我这般的年龄和资质 唐震长须短叹 李平安安慰了他几句 这时 唐震忽然画风一转 李师兄 跟你透露一个秘密 哦 唐震四下看了一眼 压低声音 可靠消息 有一伙鞋修 将会出现在 庆丰镇的五十里外的云秀山上 李平安神色不变 这种消息 不是应该通知宗门吗 这伙鞋修修为不高 实力不强 而且身上 带有大量的零食 所以我想 独吞 这种好事 为什么要跟我说 李平安问 唐震道 那伙鞋修虽然实力不强 可毕竟人数多 以我的实力 恐怕有些风险 如果有李师兄 帮忙的话 肯定没问题的 事成之后 临时我们二人 五五分账如何 李平安笑而不语 怎么闻起来 有一股阴谋的味道 他想起 清风临走之时 对自己的提醒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炼药 便能安安稳稳地 转临时 何必要冒险 而且提出这个谋划的 还是一个 不算是太熟悉的人 要是对象 换成景欲 或者长青 李平安或许会考虑 试一试 如果那群邪修 隐藏了修为 亦或者 这个唐震 其实已经跟这群邪修 暗自谋划好了 准备将自己 这个炼药师骗出去 找个坑埋了 无论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不去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我对这种事情 没什么兴趣 李师兄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 李平安平静道 唐师弟 你还是另寻他人吧 这件事情 我不会汇报给宗门的 唐震眼神中 流露出几分失望 无奈道 好吧 过了几日 李平安又遇见了唐震 好奇地问他 那批邪修的零食得到了吗 唐震表情有几分复杂 眉毛轻轻颤动 呵呵 出了点意外 语气带着几分失落 几分淡然 让人听不出来 有什么异常 忽然 唐震注意到 一旁的老牛 正目光炯炯地盯着自己 这家伙 不会是在观察我的表情吗 这个念头一傻而逝 唐震装作颇为随意地说道 那个 李师兄 听说你二胡拉得不错 我之前认识了一位老先生 是以鹰绿入道 过些日子 他将路过青云镇 不知道 有没有兴趣见上一面 李平安一笑 最近有些忙 还是算了吧 唐震忙道 李师兄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你手头上什么工作 我可以帮你 哦 李平安故意道 唐师弟 最近对我很是上心啊 不会是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目的吧 此话一出 唐震顿时瞳孔一震 心中暗叹 还好 这家伙是一个瞎子 酝酿了片刻的情绪 李师兄 此话何意 语气十分到位 将诧异 疑惑完美地诠释了出来 谁料 李平安淡淡一笑 开个玩笑 不过最近 我要闭关炼药 所以真的没有时间 那真是可惜 唐震离开后 老牛富尔过来 将对方刚才说话的面部细节 嘀嘀咕咕这样那样 全部讲给了李平安听 李平安越发确信 这个唐震有问题 甚至在心底 已经将前因后果都捋清楚了 唐震真实身份是邪教 或者说是大雨的卧底 目的是将身为炼药师的自己 或者其他人引出鼠衫 然后趁机将自己做掉 那为什么会盯上自己呢 大抵是经过观察 觉得自己炼药水平不错 做掉自己后 能够减少蜀山灵药的供给 或许 他们还有后续更大的计划 团灭蜀山年轻一代的炼药师 当然 这一切都是李平安自己的推测 没有实际上的证据 或许 是自己想多了 不过 想多一些 总归是好事 小心使得万年传 这段时日 李平安一直在交接手头上的剩余工作 将一切都安排得妥当 清风离开前 给他谋了一个好差事 看守蜀山的地下监牢 一来 蜀山监牢安全性高 从内到外族有九道禁锢 三位七品进长老镇守 分十二间 八司 下属四名六品 三名五品的狼冠 除了防御禁之外 还有三道幸福 以防不测 二来 工作轻松 李平安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用来修行 三来 在监牢不引人注意 不怕有人来找麻烦 现在这个形势 谁也说不准之后会发生什么 可以看出 清风确实用心良苦 毕竟 他可不愿意出门一回来 发现自己那个便宜好用的弟子嘎了 交接完成之后 李平安清理了钥匙 随后 去向刘宗成长老告别 在竹叶峰的几年 因为炼毒的缘故 所以李平安时常跟刘宗成接触 刘宗成也喜欢这个在制毒上 具有毒到天赋的弟子 时常感叹 那通天风的清风实在是太抱舔天物了 要是李平安在自己的门下 成就不可限量 一来二去 二人的关系便非比寻常了 对于李平安来说 刘宗成一师一友 教会了自己许多东西 果然 懂得人际交往的人 在哪混的都不会差 以前 看那些小说时 就很纳闷 主角哪来那么多仇敌 其他主角 苦大仇深 与整个世界为敌 李平安 你们都是 我的翅膀啊 刘长老 我给你带来了大鲤鱼 刘宗成笑道 又让你破费了 鲤鱼自然不是普通的鲤鱼 而是李平安通天风养的鲤鱼 当初购买了一些鲤鱼苗子 养在通天风 一来 是为了送礼 谁家长老 封主结个道旅 生个孩子 孩子过个满月 出关 人情世故 方方面面都要打理好 也因此 李平安的人缘和口碑 都相当不错 二来 是为了自己解禅 事情我都知道了 刘宗成道 原本我是不想答应的 想把你留在我身边 但是奈何你师父清风坚持 高情商 你师父清风的坚持 说动了我 低情商 你师父清风说 我要是不答应 就把我扒光了 倒吊在鼠山主风大门口 让我感受一下 风吹酷当淡淡凉是什么感觉 这几年跟在刘长老身边 让弟子受益匪浅 这杯酒我敬您 酒过三旬 李平安隐晦地提醒了一下刘宗成 关于药方内弟子的事情 让他多加注意小心 毕竟自己也没有证据 说多了 反而容易遭到怀疑 刘宗成沉声道 你的意思 有人暗中会对炼药方的弟子下手 李平安淡淡一笑 只是我的一些猜测罢了 刘长老不必当真 刘宗成点头 我明白了 苍老的面容露出些许思索的神色 这李平安虽然双目近毁 可观察力却是非比寻常 心中暗叹 那清风真是不当人 若是平安是自己徒弟便好了 这是我整理的一些 关于药室中灵药储存的改进方案 灵药也有保质期 时间久了会导致药材变异 产生一些负面的效果 所以 宗门保存灵药 一般都会选择储物柜 尽可能地延长保存的时间 然而 储物柜的保存效果也十分有限 用一些特殊的法宝 倒是能很好的保存 可是灵药的数量过于庞大 而这种法宝 价格又过于高昂 不能大范围使用 李平安解释道 通天峰的后山 有一种名为千金藤的古老植物 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摘 去掉泥沙和须根 晒干之后 就可以当药材使用了 它有很好的活血作用 我一直拿它做活血丸的成分 虽然效果差了许多 不过剩在便宜 后来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发现这种千金藤的重要价值 不在其生长之时 而是在枯萎之后 配以秘方调制 能够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防潮防霉 起到良好的保存效果 最重要的是便宜 并且用来延长灵药的生命效果 十分不错 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 关于药室改进的建议 刘宗成看向李平安的目光复杂 此时此刻 他陷入了无比的纠结当中 是坚持 要留下李平安在身边 宁可被清风扒光了 倒挂在主风门口 体会一下风吹裤 当淡淡凉的感受 还是任由这个宝贵的人 才从指尖流走 这是一个问题 长老 那我便先走了 李平安起身 向刘宗成告辞 等等 刘宗成叫住了要离开的李平安 长老 还有什么事情吗 刘宗成轻轻叹了一口气 道 难得你我有缘 离别之际 送你一点东西 说着 便将一个宝囊递给了李平安 其中有些灵草 还有一些老夫炼制的读单 以及一本老夫编传的读经 老夫自幼钻研炼读之道 多年来的研究 只可惜没有清传弟子 炼毒 说出去可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尤其是在鼠山这种名门正派 得到者更是少之又少 毕竟 比起用剑的剑修 亦或者是法术层出不穷的炼骑士 用毒 逼格实在是太低了 哪一个年轻有为的弟子 会放着其他大路不走 转走这些扬长小道 刘宗成话说得诚恳 李平安挠不出了一幅画面 他跪在刘宗成长老的面前 说道我听说您没有徒弟 正好我师父也不靠谱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想给你养老 不过这种事情也就想想了 告谢了刘宗成后 李平安便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 身后跟着一只老牛 润土两只小爪子 各拎着一个行李 老大 鼠山的监牢长什么样子 到那儿不就知道了 总之不管去哪儿 只要待在老大和牛哥身边就行了 润土黑黑一笑 对于新的地方很是期待 落日残霞 青烟老树 一人一牛一茶 一点飞红影下 青山绿水 百草红叶黄花 老牛踢了一块石子 正好落在润土脚下 润土也将它踢了起来 又踢到李平安面前 李平安微微抬脚 石子在他们三中间来回传递 最后一人一牛一茶 发出爽朗的笑声 他们坐在通天风的一块石头上 望着天山上的霞光 望着山脊的轮廓 想南朝想北国 漫无目的地出着神 李平安有时候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主角 未来会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 有时候 又会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云云众生中的一员 对未来总是充满了各种幻想 比如 这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大战 乱世出英雄 李平安有时候也会想象自己 在战场上英勇杀敌 一战成名的场面 然而 他现在十分从心地要前往蜀山的地下监狱 算了 不想了 李平安伸了个懒腰 时间匆匆 又是三月过去了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 春暖花开 万物复苏 春三月 此味发尘 天地巨生 万物已融 李平安就是以此 根据四季节日 研究出了养生神功 并且将其取名为第八套广播体操 比如冬季就要避寒旧温 收敛心神 养护阳气 已被春日所需 根据五行学说 春季鼠目 肝脏鼠目 若是肝欲不畅 影响阳气运行 自然会影响修行 和老牛 润土做了一套养生广播体操之后 便开启了今日的工作 老牛 你去假字号牢房 润土 你去以字号牢房 明白 猫 能被关押在此的有罪之人 几乎都是死有余辜的罪犯 然而 还具有一定的价值 所以便被关押在此 以他们的修为 早已避古 不需要进行进食 所以 李平安他们的任务 仅仅只是陪聊 以防这些犯人 有什么自杀的念头 再或者是这些犯人想通了 要交代一些重要的信息 或者其他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今天第一个犯人 是一位古怪的佛门高僧 至于有多古怪 常情跟他一比 都算是正常人 嗨嗨 李平安倾渴两声 开始了今天的聊天 不打针不吃药 做这就是跟你了 用谈话的方式治疗 也叫化疗 嘀嘀咕咕一顿后 喝了一碗准备好的大碗茶 今日的工作便结束了 这份工作 不能说是无聊 简直就是无聊 天牢里的弟子 分三伙 一伙以喜好下棋为主 专研棋盘 一伙以打牌为主 专门研究牌记 市面上的流行游戏 他们都玩 另一伙则是钻研斗蟋蟀 突出一个不务正业 第一天来的时候 点卯时间在沉时 李平安足足等了两个时辰 众多弟子才陆续报道 从那一刻起 他便知道 清风给自己找了个极好的工作 不过这样也好 有了足够的时间 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李平安最近正在研制毒阵 所谓毒阵 便是在闯入者进入毒阵之时 阵法中的毒粉 毒钉便会瞬间爆发 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杀气 像复古之躯般冲上去 将敌人一网打尽 当然 缺点有很多 那就是不能移动 一旦移动 阵法就会自动消散 而且没有手段能困住入阵的修饰 如果被敌人察觉 便会迅速逃离 毒粉会大大失去效果 李平安准备研制出一门法宝阵内 有释放毒粉的温散 最好能加一个八卦阵台 困住闯入者 虽然现在没有上战场 可是有备无患 缺少大范围杀伤手段 是自己的弱点 那便只能从其他的方向弥补 静下心来 钻心琢磨着阵法的研究 老李 战事有消息了 老周的声音传来 第二批弟子马上不要动身了 第二批北上弟子的名单出来了 监牢的弟子整日无所事事 所以外面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都值得讨论一阵子 前线战事不顺 第一批北上弟子的数量 已经无法满足战争的需求 第二批北上的弟子势在必行 都有谁啊 快让我看看名单 还有我去 还有他 这人是我同妻 想不到 现在已经是这般修为了 再看看我啊 在这里发烂发臭 李平安安慰同僚 哎 别这么说 你也有你的优点 哦 比如 比如你睡眠质量比他高得多 同僚 老周道 反正不关咱们的事情 天塌了 有个高的顶着 咱们该吃吃 该喝喝该玩玩 今天到谁放风了 我不想去 要不就算了吧 李平安主动提出 我去吧 老周点点头 对于这个新来的弟子 很是满意 李平安拿了钥匙 便离开了 不然 自己也没什么事情做 逗蟋蟀 打牌都提起不来什么兴趣 唯一能让他有些兴趣的 可能就是下棋了 可是看守监牢的这些弟子 整日无所事事 已经把棋局研究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李平安的棋艺 在他们面前 根本不够看的 监牢的最顶端 有一座撂望塔 可以清楚地看见 监牢外的情况 按照规定 撂望塔 日日夜夜 都必须有弟子助手 然而 随着时间的发展 监牢的安全性不断提高 监视网也越来越密集 撂望塔反而成为了摆设 润土在撂望塔前 好奇地四处张望 李平安则拿出那本刘宗成长老留给自己的毒经 准备继续钻研 老牛将毒经摊在地上 摸摸地读了起来 李平安在一旁听着 时不时点点头 从袖子口摸出一些茶叶 泡了一壶热茶 一边喝茶 一边思索着 毒经中的药益 能看得出刘宗成长老十分用心 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都特别标明的注视 甚至有的特别深奥的地方还配以图画 大部分的密集功法 注入时都不完全 一些关键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靠着口口相传 或者用一些暗语 如果没有人指点 没有文字的注解 想要参悟其中的奥妙 谈何容易 自己闭门造车 不仅练不出什么名堂 甚至容易走火入魔 所以想着获得什么密集 便觉得自己可以有所成就的 根本就不存在 除非获得的是像李平安手里的这本《毒经》 当真是详细的令人吃惊 这个人情 要好好记下 讲到某处之时 有些地方是一头雾水 虽然有许多不解之处 却也有了一些印象 另一边 众弟子围着赌桌 酒啊酒啊酒 老周掀开钟子 酒 顿时 激动地大叫起来 周围的弟子一脸垂头丧气 各自喝了一杯酒 这时 有个抱着大黄狗的弟子走过来 周师兄 外面有人找 谁啊 云书师姐 云 老周猛然站了起来 云书 在蜀山 有几个自带明星效应的弟子 云书就是其中之一 不仅实力强悍 天赋异禀 还是蜀山小报 胭脂榜上前三的美人 自从通天风凌雪参与叛乱 被关押至监牢后 云书便常年霸榜 一听到这个名字 周围的弟子纷纷眼前一亮 蜀山期间 又称七宿 脚 抗 低 防 心 围 鸡 他们所在监牢的鼠脚 在这里别说女人了 就连蚊子都他娘的是公的 脚尖十年 看见老母猪 都觉得对方眉清目秀 老周抹了一把几乎能炒菜的油头 竟然有弟子来这里 少见啊 他说有什么事吗 我没问 带我去看看 老周忙整理了一下衣服 走出监牢 果然看见一道红色的翩翩身影等在外面 可嗨嗨 老周倾咳几声 云 云书师妹 云书步履款款 身姿曼妙 一头柔顺的长发披散开来 带着一身的一箱 宛若盛开在人们面前的一朵娇媚的鲜花 美艳而要人眼目 云书款款地行了一个礼 周师兄 云书师妹 有什么事吗 老周 只觉心神荡漾 周师兄 我来找通天风的李平安 开口贵 哦 老周愣了片刻 好 不一会儿 李平安在老周的一脸怨气之下走了出来 那你们聊 云书此次前来 是跟李平安告别的 第二批北上的名单中有他 实际上 早在第一批弟子没有北上时 他就向师尊提出了 想要北上的意愿 只是却被师尊否决了 直到第二批弟子北上时 他才得到了这个机会 如果有二狗师兄的消息 记得写信给我 李平安道 当初在公善阁 李平安 刘二狗 云书 秦胜 几人关系都不错 然而现在 秦胜死在了秘境 刘二狗作为第一批北上的弟子 生死未知 云书也要踏上北上的征程了 二人又聊了几句 云书便准备告辞了 李平安沉默片刻 要活着回来 凯旋 云书回眸一笑 平安师兄 再会 在天老你要学会适应生活 而不是 让生活适应你 这是大部分 看守监牢弟子的生活准则 于是大家就一起摆烂 老周是其中年纪最长的弟子 在这儿已经待了两百多年 据说 原本老周也是 那一代极具天赋的弟子 可却因为某些变故 导致到心破损 随后就来了监牢 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老周虽然是老油条了 可谓人不错 李平安刚来的时候 还特意叮嘱他 做事一定要三思后行 所谓三思 能不能做 能不能明天做 能不能交给别人做 李平安忍不住鼓掌叫好 摆烂 摆出这等境界 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然而 最近这段时日 监牢中的弟子 都觉得有些浑身不自在 因为监牢里 来了一个新人 这本来应该是 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毕竟 监牢已经好几年 没有新面孔出现了 然而 这个新人似乎有些与众不同 按照以往的惯例 每个新人来这儿的半个月以内 还能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拥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不过 没多久 便会同流合污 要么加入斗蟋蟀的一伙 要么钻研其道 要么身陷赌捉 然而 距离李平安来监牢 已经过去了半年 这家伙 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 明明可以肆意挥霍时间 却用来修行 甚至还钻研起了毒精 身残之间 深深刺激到了这些弟子 有弟子瞥了一眼 巡逻回来的李平安 平安 巡逻回来了 李平安笑着点头 一起打画牌 不了 我待会儿还有事 看着李平安离开的背影 那弟子叹了一口气 老周 你说他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人家做什么管你屁事 打牌打牌 你说 都混到在这儿看牢房了 他在努力 有个屁用 老周脸色阴沉了几分 骂道 救他娘的你话多 李平安有着明确的规划 可以偶尔摆烂 但不能一直摆烂 偶尔歇一歇 能够放松心情 以退为进 天灾人祸 事到艰难如此 谁知道大隋会不会赢 谁知道阵妖关外的妖族 会不会冲破阵妖关 多一些自保之术 方能长久 回到房间 李平安手里 抓着一个小白兔 准备拿他试验一下 自己毒阵的效果 小白兔露出一脸 生无可恋的表情 老大 这兔子多可爱啊 润土有些鱼心不忍 我们做成麻辣兔头吧 用它是毒之后 没法吃了 猫老牛 准备好笔记 老牛点头 拿出了小本本 随时准备记录 李平安在房间 布置了一个迷你的毒阵 小兔子乖乖 李平安将小白兔 扔进毒阵当中 机关触动 树枚毒针 从四面八方窜出 嗖嗖嗖 顿时便将小白兔 射成了筛子 左右一大一小两支 温散顿时撑开 释放毒粉 小白兔连嚎叫 都没发出一声 在毒粉的作用下 白色的毛皮 开始迅速溶解 随后是血肉 周身的骨架 耗时十秒 李平安在心里 默默计算着时间 这一次的毒粉 加入了溶解单 可以短时间内 融化敌人的尸体 还是有许多 要改进的地方 李平安和老牛 低着头刷刷地写着 最后 一人一牛 总结今天的经验 有待改进的地方 润土则负责今天的饭菜 距离第二批弟子北上 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云淑来信说 他没有打听到 刘二狗师兄的消息 一来 是因为双方的战线 拉得太长了 二来 可能刘二狗师兄 在执行秘密作战任务 所以暂时打听 不到消息 监牢的生活虽然无趣 但是有老牛和润土陪着 每天还有许多事情做 他还把之前养的家禽 鸡鸭鱼羊 都挪了过来 找到合适的地方 圈养起来 甚至还开辟了一块 不大不小的农田 每日一人一牛一茬 完全了工作 便扛着锄头下地 忙得不亦乐乎 这颗在骨子里 该死的种田魂 哗啦啦啦 排局又开始了 哎 老周呢 排桌上的人已经好几日 没见到老周的身影了 平日里 如果不是出了什么事 有赌局 便必有老周 在屋里睡觉吧 睡觉 老周最近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 跟李平安那小子种菜去了 种菜 老周失心疯了 一人惊到 没把李平安拉下水 反倒被李平安影响了 老周抹了一把额头上细腻的汗珠 煮着锄头 满意地看着自己今日除的地 此时 天空一片蔚蓝 一片宁静 站在田间 慢慢地打开心扉 让自己的心与自然相连 享受着这浓浓的乡土气息 称他娘的舒坦 老周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李平安则传授给种地的一些小知识 种地不仅仅要靠经验 还要靠一些科学的种植方法 老周时不时点点头 听得十分仔细 等这批灵药开花结果 便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李平安笑了笑 老周眼神复杂地看着他 平安 你跟我们真的不一样 我听说 你是自愿申请来监牢的 听师兄一句劝 如果有机会早些离开这里吧 在这里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李平安平静道 成就 都是小人物 什么成就不成就的 开心就好了 监牢已自十六号的犯人 最近也不知道怎地了 一副病奄奄的样子 气息微弱 刚开始看守的弟子 也没太当一回事 可是 过了几日 就发现那犯人的病情严重起来 浑身上下都肿了起来 冬一块西一块 像个圆筒似的 能被关押在此的犯人 自然是有一定的价值 要是不明不白死了 看守弟子是要负责任的 于是急忙通知了老周 老周知道李平安 颇通医术 便让他去瞧一瞧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 李平安检查了一下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应该是陈年的疾病 如果不及时处理 确实是有生命危险 于是按照病性 给他开了一副药 臭味越重 说明他感染的情况越严重 接下来就是青疮等一系列的治疗措施 你身上的气息很不一般 已自16号的犯人忽然开口 气息那脸强大 应该是修炼某种内功功法 李平安没有搭话 那犯人又道 你救我一命 我传你一门功法如何 李平安仍旧不搭话 不学我的功法 那我告诉你 一处宝藏埋藏之地 这可是一份大机缘 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那便自己留着吧 处理好一切 李平安转身便走了 这些人嘴里的话 一个字也不要信 否则你会被骗得 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春去秋来 转眼便是两年过去了 前线战士胶着 李平安原本还能陆陆续续地 收到警域 云书的信 可是 随着寒冬的到来 信件已经许久没收到了 听人说 前线打了败仗 已经有几名七平静的修士 先后陨落 沉重的钟声响起 这代表着 又有遗体从前线运送回来 送葬的队伍 在道上慢悠悠地走着 没有雨 没有太阳 今天是一个阴天 这一批死者 共有三十五人 送葬的队伍 用最隆重的仪式 迎接死者的遗体 哀悼王者 是对生者的鼓励 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一路上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队伍 送葬的队伍 也越来越长 队伍 迈着沉重的步伐 向前走去 没有一丝慌乱 没有一丝拥挤 依然是那么的整齐 在队伍的最后 跟着一人一牛一茬 二拳音乐 悲伤地曲调 环绕四周 老牛迈力地吹着嗦呐 润土手里拿着一个花篮 篮子里全是茧的白色纸花 不断地洒在半空 大声喊道 魂魄拖日月 甘胆硬河山 正气流千古 担心赵万年 死去的三十五人中 有几个人李平安认识 不是太熟 就是在茶楼里聊过几句 路过能随手打个招呼的那种 其中有一个弟子 李平安记得特别清楚 实力虽然不错 可是喜欢吹牛 就是在早晨路边 遇见了一条恶狗 转头就能跟别人吹 自己跟一条 能比肩六品修饰的三头犬 大战了几百个回合 现在 他也成为了阴魂中的一员 生存从来都是残酷的游戏 你在历史书上 随手划过的一句话 有可能就是某个人的一生 然而 史海沟沉 史书上能留下 只言片语的人物 就已非比寻常 而像他 像李平安这种人 哪怕是死了 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回到监牢 李平安继续过着自己的日子 将金黄的玉米 黄豆 稻谷 晒在木架上 监牢周围的田地 绿油油的一片 都是李平安这些年的成果 春风吹来 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 就在李平安忙碌的时候 脖子上挂着的传信符 忽然一阵悸动 这是 清风临走时留给自己的 方便二人联系 鼠山 有变 鼠山有变 李平安面不改色地收起了传信符 从战争来临那一刻开始 他便一直提防着此事 国战 动辄便是数万人的生死存亡 关系到易照声明 不仅仅只是前线上才有战火 后方同样是密不乌云 双方为这场战争准备良久 两国之内皆有细作 你终有我 我终有你 大禹境内爆发了数股起义势力 扰乱国内 也有宗门 家族趁机作乱 投靠大隋 与此同时 大隋境内也受到了反叛势力的威胁 偶尔有某某宗门被挟修里应外合 攻破的消息传来 但是 鼠山可是数一数二的势力 外有护丰大阵 内有鼠山十四丰弟子 又是在大隋境内 无论在谁看来 都是最不可能遭到袭击的地方之一 可谁知道 敌人会不会打的 就是一个出其不意 在这件事情上 必须要小心谨慎 稍有差池 后果不堪设想 李平安略意思索 清风大概率是感应到了不对劲 或者从蛛丝马迹上猜测到了什么 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不然一定会将详细情况跟自己说明 想到这儿 李平安转头 对润土和老牛道 这些日子 先把手头上的事情 先放一放 润土和老牛 正蹲在地上玩泥巴 老大 发生什么事了吗 润土抬起头好奇道 目前还没有 不过以防万一 李平安并不认为自己能逆转局势 如果真的有敌人要突袭鼠山 绝不可能是 单纯靠自己便能解决的 天塌了 有个高的顶着 鼠山有护丰大阵 诸多修为高深的修士坐镇 孤身拯救世界 力挽狂澜的人不是没有 但是更多的 还是在路上留下尸体的炮灰 所以 李平安能做的便只有尽自己所能 保护好自己所在的一亩三分地 一月后 鼠山之上 有石鱼道光芒冲天而去 李平安打探了一下消息 这才得知外出的通天风风主清风 以及数位长老遭到袭击 鼠山紧急派出十余位七品修士前往支援 春去东来 黄叶飘零 卧龙谷中一片萧瑟 山风呼啸 吹得花木摇曳 鼠山八位长老 五位护道长老 以及十余位供奉长老陆续抵达卧龙谷 支援被伏击的清风一行人 哪知这是一个陷阱 他们非但没有将对方击溃 反而遭到了在此地的峨眉派与诸多神秘高手的伏击 这一夜 峨眉派举踪之力 不计代价要将鼠山的支援围杀于此 最终 鼠山四位供奉长老被斩杀 两位护道长老陨落 拼死杀出了重围 摧毁了峨眉派的护法金刚神像 杀死了峨眉派的二十余位长老 消息很快便传到了鼠山 峨眉派反叛 不久 当大随与诸多宗门的联军奔赴至峨眉派之时 峨眉派高层早已携带门内秘宝 以及大量内门弟子出逃 只留下一些杂役和外门的弟子 鼠山 夜色如墨 暴雨倾盆 李平安来到甲子一号监房 里面放着一张木榻 榻上坐着一位身材高大 留着黑色胡须的老者 双膝以下盖着一张毛毯 老者名叫李延罗 真名不知 自创了一门邪功 每修炼一次 都要稀释活人的鲜血 以俘虏招魂 以鬼物杀人 死在他手里的修士 不下于百人 凡人更是数不胜数 这是今天的顿鱼 还有竹叶青 李平安将一盘食物递过去 李延罗黑黑一笑 夹了一块鱼肉 尝了一口 鲜嫩 辣 香 再喝一口竹叶青 你小子厨艺真不错 我之前在南疆认识一个相好的 他手艺也跟你一样好 可惜啊 当初不应该用他来炼药 也怪他 我那天心情不好 他偏偏来惹我 李延罗一边咀嚼 一边喋喋不休 李延罗专门擅长一些旁门左道 奇门怪术 他还有一门秘法 能够吐出一股淡淡的白气 专门伤人的内气 灼烧五脏六腑 李平安正在考虑 能不能将其用在毒阵上 除此之外 李延罗一身的本事 都十分契合李平安正在研制的毒阵 很难不让他心动 所以 才会为对方提供一日三餐 李延罗的秘法 虽然钻研起来极为困难 可真正困扰李平安的是 如何调动泥丸中的元气 以达到那白气相同的效果 毕竟 自己并不是修的不是主流之道 而是人体六米 并不能如同对方一样运转灵气 自然 他也不会完全信任这个李延罗 每次得到他的传授 都要找竹叶峰的刘宗成长老 细细研究一番 再或者翻找古籍 有时 仅仅只为了论证一句话 就要花费数日的时间 经过多方求证 反正他也不着急 心急吃不到热豆腐 刚开始时 李延罗确实是有意误导李平安 但是很快 便被对方发现 最后 李延罗只得无奈放弃 青色命格 一心一意 效果 当修行 读书 学习时 大幅提高专注度 获得意志力的加持 白色命格 勤耕捕捉效果 当读书 修行时 时间越长 获得的修行速度愉快 在两种命格的加持下 李平安研究了几个月 终于 找到了其中的关键所在 就好比做一道数学题 其他人事先知道公事 要研究的 便是如何解题 而李平安 必须自己寻找出 那道正确的公事 就在李平安密法 有所成就之时 俄眉派叛逃 蜀山陨落了 数位长老的消息 传回了蜀山 俄眉派 历派不足数百年 掌门人本是道学之人 算是道门门下的弟子 然而百岁出头 丧子 对道之心动摇 转而钻研其佛法 而后自称道法 创建俄眉派 道法底蕴虽然不足 然能开宗立派之人 又岂是常人 现如今 俄眉派投靠大羽 这对于蜀山来说 绝不是什么 值得高兴的事情 老周 俄眉派你知道的多 到底为啥要做这种事情 吃饭的时候 监牢中的弟子 谈论起俄眉派的事情 老周在当年那一代弟子中 也算的是 凤毛麟角一般的人物 知道的事情多 在监牢中 辈分又高 所以大家有事 都喜欢问他 老周跟说书先生一样 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朗生道 这世间求道者多如牛毛 成道者如凤毛麟角 你想一想 能开宗立派 还能九州立足 闯出不小的名堂 这位俄眉派的掌门 可是一个人物 俄眉派算是佛家的一个分支 但是关联不大 佛门诸多教派 有的以天台三观结合 有的以波仁妙论为利论 在不同的小圣 大城中 包含了种种不同的修行法门 他们有着不同的风格 基本观点和主张差别都很大 老周 讲点关键的 就是就是 眼看老周 便要将话题扯远了 众人连忙出声制止 老周道 你别着急啊 且听我细细道来 监牢里的弟子 听得并不认真 东一狼锤 西一棒子 他们倒不是真的 对什么俄眉派感兴趣 只是日子太无聊了 需要一些事情 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在他们看来 俄眉派反叛不反叛 完全影响不到自己的生活 假字号监牢 李平安敲了敲铁环 开饭了 四热四凉 还有一壶佳酿 这一顿饭 花费不少 李延罗舔了舔嘴唇 嘿嘿一笑 破费了 破费了 李平安并没有交给他 而是放在自己身旁 问了他几个 关于毒症方面的问题 李延罗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饭菜 和那壶百年佳酿 吃完再问 吃完再问 李平安不为所动 咱们之前可是约定好的 说完了再吃 无奈李延罗指道 你刚才说什么 再说一遍 于是 二人一问一答 李平安拿笔将对方说的话 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随后才将食物递给对方 自己则取出一小锅稀饭 一盘馒头 一碟咸菜 一碟黄豆 将咸菜和黄豆倒进稀饭里 滴里咕噜这么一吃 一边吃 一边跟李延罗闲聊起来 主要是问他关于用毒方面的见解 半个时辰之后 这场不可告人的交易结束 李平安收拾了碗筷 准备回自己的房间 今日的收获不错 然而李平安却高兴不起来 外面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李平安知道自己阻止不了什么 他仅仅希望 变故能来稍微晚一些 至少能在自己准备充分以后 老牛已经将房间打扫干干净净 桌上的各类书籍 收拾得整整齐齐 床上的被褥 也收拾得干干净净 家庭主牛 润土盘坐在一旁 默默静修 平安 明晚去不去喝酒 老周来邀请李平安 明日是三月初三 阳春三月 万物复苏 监牢的弟子 难得得有一日的假期 便想着去其他风转一转 我就不去了 明天还有一些事情 李平安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最近这段日子 还是不要出门乱跑为好 老周笑了笑 我看你这些日子 几乎没怎么休息过 还是不要太拼了 无碍 最近总觉得心绪不宁 有大事发生 李平安含蓄地提醒了一下老周 老周没太在意 咱们又不离开蜀山 就在蜀山其他风转一转 算了吧 见李平安拒绝得干脆利落 老周也没有强求 暗笑对方实在是太过于小心谨慎了 一日 太阳熄落 深石墨 平安 你真不去 去其他风转悠转悠 看看漂亮师妹 有人笑道 李平安正在拖地 头也不回道 你们去吧 玩得开心 有时 出 蜀山两百里外 有两道身影 正在急速奔驰 不过虚余之间 便出现在护风大阵之外 这两人都是四十多岁的样子 其中一人衣着滑跪 另一人身材瘦靴 试着双脚 手持扶沉 二人一出现 身上的气息 便抑制不住一般地释放出来 与此同时 蜀山门内 有数道神石 察觉到了这一状况 哄 二人出手 猛烈地攻击 护山大阵 同时也遭受到了 护山阵法的反噬 何人竟敢传我蜀山 有一道 红亮威严的声音 自蜀山响起 紧接着 有不下十余道光芒掠出 相对应的 蜀山大阵外 不断有人影出现 双方刚一接触 便各自 祭出了法宝 天空中 各色光芒暴闪 飞剑和法器 满天乱飞 方圆数百丈之内 竟是呼啸之声 声是骇人之急 前方云层之下 赫然出现了一道红影 随手一挥 数丈后的云层 竟被震碎了一大片 众多神石扫过去 却都被对方狂暴的气息所惊 只见那道红色的身影 周遭阴风黑雾缭绕 夹杂着鬼哭狼嚎之声 刺耳之急 猛然间 身躯暴涨 化作一尊数百米高的巨人 宛若一尊太古魔神 蜀山众长老 脸色一变 夺破魔尊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有长老惊呼 夺破魔尊 原是乌山小南风的一位弟子 天资出众 悟性极高 不到千岁 实力便已不下于当世任何高手 随后不知为何堕入魔道 夺人魂魄 久而久之 有了夺破魔尊的称号 然而早在千年前 便被诸多正派人士联合为杀 如今 却重新现身 红影一动 如鬼魅一般在狂风中穿梭 庞大的身躯 带着无穷无尽的威压 在她的身后 有一块漆黑的法印 魔气滔天 像是一座小山一般 不断地朝蜀山大阵砸来 沉重的钟声 连续不断地在蜀山响起 有敌来犯 朱风风主 弟子听令严阵以待 准备迎敌 钟声刚落 蜀山风内忽然响起一声长笑 宛如一条老龙在吟唱 声音清脆悦耳 回荡在山风之中 老周等监牢弟子 本是吃着烤肉 喝着酒 聊着天 时而瞄一瞄路过的漂亮师妹 师姐 天南地北地聊着天 时而捧腹大笑 时而打着宝阁 别提有多爽了 然而 变故突生 众人都愣了一下 不由得同时想起 李平安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你带着老婆出了城 吃着火锅唱着歌 突然就被马匪劫了 老周最先反应过来 快快 快回监牢 不只是他们一道道身影 急驰而出 每个人都略有些慌张和无措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鼠山被袭击了 这怎么可能 这不会是在做梦吧 鼠山 监牢 李平安倾吐出一口气 该来的 终归还是来了 老牛 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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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待命 梦 鼠山期间 又称七宿 脚 抗 低 防 心 围 鸡 脚尖 沉重的钟声 回荡在山峰之中 钟文昌站在背山的一面 面色凝重 脚尖的四周十九座剑楼 一山二剑 呈脊脚之势 四面八方 没有任何的死角 如果有人试图闯入这里 必然会遭到剑楼的攻击 七平以下皆可杀 钟文昌扫了一眼 在剑楼上执勤的弟子 又看了看远处的密铃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他现在很想知道 外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职责 让他必须守在这里 有密信传来 严防死守 护道长老九旋洞主 将前往支援九旋洞主 钟文昌皱了皱眉 还没等他多想 东南方向 便传来守卫的声音 有人正在迅速靠近 是九旋洞主 放弃同行 钟文昌下令 大阵打开一条口子 剑楼并没有进行攻击 不出片刻 就有十多道人影落下 为首的 正是九旋洞主 以及十余位清传弟子 长老 钟文昌简单行了一个礼 辛苦了 也不知道发什么疯 竟然敢进攻蜀山 九旋洞主道 外面情况如何了 钟文昌问 夺破魔尊出现了 除此之外 大概有十几个气品修饰 钟文昌被惊到了 怎么可能 看样子图谋不小 不过妄想撼动蜀山 实在是可笑 其实 老夫本想出去参战 谁知道被派到这里看守监牢 你说这监牢固若金汤 对方又没有打到蜀山内 监牢有什么好看的 九旋洞主向钟文昌吐着苦水 钟文昌笑而不语 这时 西南方向忽然传来悸动 镇守剑楼的弟子立马汇报 有两股气息正在靠近 钟文昌微微皱眉 截停他们 剑楼弟子连续警告三声 没有得到回应 对方反而加快速度 向剑楼俯冲而来 钟文昌只是略微犹豫了片刻 冷冷吐出几个字 截杀 他已经发出了警告 没有事先允许 肆无忌惮无视警告靠近剑楼 无论是谁剑楼可直接出手 曾经 便有一位门内天骄 喝多了鲜酒闹事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竟然在飞行途中直奔剑楼而来 钟文昌警告无效 当即让人祭出飞剑将其斩杀 管你是什么天骄 后来 那位天骄的师傅 将此事闹到了掌门那里 却也不了了之 剑楼的规矩 是掌门亲自定下 无视警告靠近剑楼 便可视为图谋不轨 钟文昌副手而立 目光盯着西南方向 神石扫过去 下一刻 一只手无声无息地穿透了他的身体 那诡异的手掌 自带一股阴冷的气息 让他浑身一颤 刹那间 他只觉得耳边一声轰鸣 眼前一花 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升起 九旋洞主冷笑地望着钟文昌 别怨我 事到如此 九旋洞主的十余名清传弟子 按照预定好的计划 各自奔向一处剑楼 剑气呼啸而过的声音 清晰地传入了所有人的耳中 让所有人都是一愣 钟文昌腰间的佩剑 突然发出一声剑音 争的一声拔高了树杖 向远处飞去 分明是要去传信 九旋洞主当即一跃而起 一法劈空 直撇而下 瞬间劈开了一道云梯 拦住了钟文昌的佩剑 在地面上留下了一道巨大的裂痕 呜 钟文昌喉咙中 发出乌液之声 似乎是在 做着最后的挣扎 九旋洞主 奔住了钟文昌的脑袋 最后送你一程 你你背叛 鼠鼠山 九旋洞主 哈哈一笑 老夫不是背叛鼠山 只是不喜欢这个 太过于和平的盛事罢了 你 这是钟文昌最后的一句话 在最后一个字出口的时候 他眼眸中的色彩 迅速消散 这一瞬间 时间仿佛凝固了 周围只有一片混沌 既没有痛苦 也没有悲伤 世界上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九旋洞主忽然愣了片刻 猛然看向死去的钟文昌 表情惊恶 九旋洞主背叛鼠山 消息传到了主峰 那是钟文昌 以神魂巨王的代价 将这则消息传了出去 九旋洞主没有料到 钟文昌竟然会有这般的决心 他收敛了笑容 沉声道 是老夫小瞧你了 然而 这个消息即使传出去 也没有用了 监牢最后一道防线 已经攻破 现在他们只要进入监牢 释放被关押在此的 穷凶极恶之辈 他们的任务 就算是完成了 监牢 真够扫兴的 偏偏挑这个时候来话说 要不要来一盘 有弟子提议道 行啊 反正没事干 老周 老周沉声道 都什么时候了 还玩 应该没事吧 对方难不成真的会攻破鼠山 怎么可能 更何况监牢外 还有剑楼镇守 轮不到我们 监牢的大门被打开 有人走进了监牢 两名监牢弟子走过去 还以为是外面镇守监牢的弟子 老周眉头微微一皱 似乎是从对方感受到了毫不掩饰的杀意 小心 话音刚落 一抹寒光闪过 二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快回来 老周单手掐法绝 急忙寄出法宝 然而 终归还是生疏了 慢了半拍 无奈之下 他只好就地一滚 用最低级的招式 揽驴打滚 躲过了这一击 有贼人闯进来了 外面的剑楼呢 怎么回事 一时之间 满是慌乱 他们这些在监牢里的弟子 说白了 就是打杂的 面对强敌 根本不具备还击的能力 老周 让兄弟们都撤到甲字号牢区 这时候 老周耳旁忽然响起李平安的声音 传音入耳 甲字号牢区 是李平安负责地盘 老周愣了一下 急忙大叫 快 快去甲字号区 一些人跟着老周向甲字号跑去 另外一些人 则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 冲进来的敌人 如同鬼魅 高速地收割着这些 看守监牢弟子的性命 九旋洞主清传弟子张虚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没有动手 而是享受着空气中的血腥味 监牢中的弟子 根本反应不过来 成为了对方案板上的鱼肉 一名弟子 荡开一柄飞箭 正想反击 然而 头颅却狠狠地飞了出去 不出斩查的功夫 一柄钉三个监牢区域 便被敌人所掌控 张虚露出满意的笑容 现在只差甲字号区域了 与此同时 由四人组成的小队 正在迅速向甲字号牢区靠近 这一次行动 比他们想象中的 要顺利得多 一路上 他们都没有遇见一个鼠山弟子 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果然 与情报中所说的不差 只要突破了箭楼 整个脚尖便处在掌控之中 出乎意料的是 当他们穿过两扇敞开的大门时 嗖嗖嗖 树莓独钉 从不同的方向刺来 一人当场中招 其余三人方一落地 四周毒雾喷发 三人同时催动护身功法 准备防御这毒阵 可是 就在他们全力出手时 他们只觉得眼前一花 五脏六腑仿佛燃起了熊熊烈火一般 这毒竟然无视了他们的护身功法 轻而易举地穿透了他们的皮肤 重创了他们的五脏六腑 三人只觉如遭重击 还未来得及发出声音 眼前一黑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此时此刻设下毒阵的李平安 面色平静地坐在后方 气息锁定 神石全开 静静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没想到 对方竟真的突破了守护监牢的建楼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现在的监牢 就如同没有大门的屋子 畅通无阻 易丙丁三个监区大概率已经被突破了 他们的目的 估计便是放出鼠山内关押的囚犯 从而制造混乱 至于他们还准备了什么恶毒的手段 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李平安现在唯一能做的便是守住甲字号牢区 他没打算凭借自己一个人就真能守住这里 他要做的是拖延时间 等待救兵 相信很快 脚尖被攻破的消息便会传出去 甲乙丙丁四个区域 甲字监区处在最内部 通往甲字监区 有从乙字监区和丙字监区通过的各两条路 碰 一股气浪冲天起 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是从丙字监区那条路上传来的动静 那火倒霉的敌人便落得了一个死无全尸的下场 以字监区又来了一伙敌人 老牛启动三号阵法 放开了打 李平安下令 梦 不多时 床入者便被困在了三号阵法当中 众人都是身经百战之辈 一看这阵势便各自服用解毒单迅速破阵 三张温散张开 毒粉化为一团墨绿色的雾气 一层接着一层将闯入者团团围住 一人祭出法器 驱散毒粉 然而四周的毒物越聚越多 合拢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不出多时 那位修士的手臂便开始迅速溶解 紧接着是身躯 他的双腿已经僵硬 剧毒已经开始向上半身蔓延 五脏六腑 也是隐隐有些不适 快撤 他大吼一声 调动周身法力 为同伴开辟了一条生路 其余人没有犹豫 迅速向生路逃窜 润土 李平安轻声道 得令 早已是四品修士的润土 手持扶转 驱动阵法 生门便死门 敌人的气息迅速衰减 直至再也不存在 被关押在监牢的李延罗 嘖嘖称奇 嘿 这个东西很有天赋吗 姜老子的阵法 运用的倒是挺熟练 润土 第一 本大爷可不是东西 第二 这个阵法是一个复合阵法 可不单单是你的阵法 是我大哥 牛哥 还有我 我们三兄弟研究出来的 李延罗 对对 你最不是东西了 九玄洞弟子张须 迟迟得不到 甲字号监区的消息 忍不住问道 甲字号怎么回事 进入甲字号区域的人气息 全部消失了 莫非是遭遇了劲敌 张须略意思索 便动身准备 亲自去甲字号监区 与此同时 躲在甲字号安全区的老周等监牢弟子 忐忑不安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他们听从李平安的指示 躲到了这里 免遭于难 每个人都是六神无主 脑子一片混乱 老周 平安呢 这时 有人问道 对啊 平安呢 他让我们躲在这儿 他人呢 老周沉声道 估摸着是正阻截敌人呢 就他一个 剑楼都被攻破了 他能撑多久 要不我们去住平安一臂之力 我们 你这话要是对十年前的我说 我指定二话不说 冲上去跟他帮狗娘养的拼了 可现在的我只能告诉你 我一顿 吃八个馒头 老周脸色阴沉 他娘的 平日里让你们玩物丧志 现在关键时刻 全都马找了吧 还要靠人家平安 一个人护着我们所有人 众人羞愧地低下头 有人小声嘟闹 老周 这话 你也好意思说 你不也跟我们一样吗 老周正要开口大骂 然而欲言又止 最后头无力地垂下去 他确实没资格说什么 他们现在能做的 恐怕就只有默默祈祷了 李平安监视着两条路的动静 忽然 他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正在迅速靠近 来了 估摸着是六品镜 张须闯入毒阵 一边抵挡 一边观察四周 不出多时 猛然闯出了毒阵 随即 又踏入了一方毒阵 先是一片毒物喷出 紧接着是一群奇形怪状的飞行暗器 发出怪异的笑声 这些暗器 有的快如离弦之剑 有的细碎如雨 有的左右穿插 有的飞旋飞舞 每一枚暗器都催了剧毒 每一枚暗器都是由激黄控制 精准而迅捷 张须运转周身法力 挡住这些暗器 准备再次强行破阵 润土 交给你了 这个敌人可不好对付 放心吧 大哥 润土一方面加固阵法 一方面与敌人周旋 阵法之中 足有九张温散展开 无数弹丸射了出去 处在阵法中的张须 祭出一枚法印 挡住了漫天的弹丸 砰的一声 弹丸裂开 喷出一团毒物 雾气中金光闪烁 夹杂着许多细如牛毛的针鱼 每一根毒钩 都像是一条毒蛇的头颅 又快又毒 让人防不胜防 张须食指连弹 一道道光芒 形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力道 嘴角挤出一丝冷笑 似在嘲讽 躲在暗中布置阵法之人 手中握着一柄法器灵剑 一股灵力之气 自其上散发出来 辟出一道剑芒 两剑破开毒阵 现在 只剩下六号幻阵 四号毒阵与五号毒阵 润土额头冒出了虚汗 身前浮现出一幅朦胧的地图 阵法八卦九宫相合 每一张卦象下 都有一道符文 分别是天 则 火 雷 风 水 山 土 每一枚卦象中 都蕴藏着一股特殊的灵力 看似互不相干 实则相互交融 组成了一座神秘的法阵 将这片区域与外界隔绝开来 阴阳八卦飞速旋转着 每一次旋转 都会有几道光滑转动 在此刻 润土感觉自己 仿佛就是阵法的本身 唉 孩子长大了 李平安感叹一声 猫老牛也颇为欣慰 一人一牛 干了一碗酒 手里抓着一把瓜子 巴巴哒哒地磕着 迷路了 张须皱眉 只觉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一股狠轻的气息波动 连成一片 层层叠叠 形成了一道强大的结界 张须越走越迷糊 隐约发现 自己已经走过了四五条道 显然是迷路了 他不由有些迟疑 不知道自己是从哪条通道进来的 娘的 张须索性准备 以利破阵 他刚准备发力 胡听风雷之声大作 夹杂着鬼哭狼嚎之声 这种阵法 要么是以巧出阵 要么是以强迫阵 会直接触发杀阵 张须手持零剑 施展出一招夜战八方 长剑划出一道弧线 化作一片金光 带起一股狂风 只听刷的一声 尖锐刺耳 仅在喘息之间 便连续破开三道杀阵 润土平住一口气 不敢有丝毫懈怠 忽然一股灵气 从胸腔中冲出 传遍四肢百骸 灵志大开 脑海中一片清明 灵阵破镜 他打起精神 一股磅礴浩瀚的力量 汹涌而出 想凭此抵御张须的攻势 这念头刚一冒出 突然间胸口一震 仿佛被人一掌拍中 体内气血翻腾 一股热血直冲脑门 破 老牛 李平安挥手 树根银针 扎入了润土的周深穴道 老牛立马闪身上前 扶住润土 张须怒吼一声 破镇而出 不忘嘲讽一句 不过如此 他承认 布阵之人有点东西 但不多 本以为这监牢中的弟子 都是酒囊饭袋 没想到 竟然还有如此高手 不过 也到此为止了 对方最擅长的阵法 已经被自己破解 接下来 润土躺在老牛怀里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李平安点点头 不错不错 经过这一战 润土实力得到了质的提升 内气比以前沉稳了许多 功力也大净了许多 正说着呢 只见一道白影一闪 带着一股阴风扑了过来 布阵之人何在 张须毫不掩饰强大的气息 如流星一般冲了过来 眼前 只有一人一牛一茬 下一刻 一抹寒光无声无息地袭来 灯影极颤 好快的刀 张须只有这一个念头 薄薄的长刀 在对方的手中 如一道惊鸿 划破长空 快如一道银色的弧线 以迅雷不及的掩耳之势劈了过来 争的一声 张须挡住了对方这一刀 刀尖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响声 接下来是第二刀 第三刀 第四刀 在如此近的距离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 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 快得如同 仅仅出了一刀 虚余之间 张须从空中稳稳落在地上 然而 他眼中的光芒 却迅速暗淡下来 身前一剑护身法宝 断成两截 他挡住了其中三刀 刀与刀之间的间隔 根本就无法察觉 而事实上 那肉眼看不到的一刀 才是最强的一刀 张须眼皮轻颤 一缕阴红色的血线 从他的面部 蜿蜒伸展开来 李平安早已回身 擦刀 轻吐出一口气 呼 保存体力 还不知道接下来有多少对手呢 润吐咧嘴一笑 还是大哥猛啊 快 放老子出去 老子终于出来了 一柄钉三个监区 一个又一个重获自由的囚犯 冲出了监牢 他娘的 那些看守监牢的小崽子呢 老子忍他们很久了 监区内一片混乱 当他们得知 还有假字号牢区 没有被突破之时 便一窝蜂地冲了过去 老周 听动静那些囚犯 似乎都被放出来了 一名弟子压低了声音 小腿忍不住地颤抖 那些个囚犯 要是全都跑出来 我们就很难脱身了 老周沉声道 每个牢房都是设有特殊的进阵 囚犯修为越高 进阵的等级就越高 现在放出来的囚犯 估摸着修为都不算太高 鼠山的支援 一定正在赶来的路上 老周的安慰 显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半赏 才有人出生 平安 还能支撑多久 会不会 已经死了 像我们这种小人物 应该不会有人注意到吧 有人抱着侥幸的心理 老周冷冷瞥了他一眼 他很想骂上这人几句 可花到嘴边又说不出口 自己何尝不是躲在这里 做缩头乌龟 假字号监牢 小子 我劝你还是快一些逃吧 你能刀斩六瓶 可是好虎架不住群狼 监牢中的李延罗树其耳朵 听着动静 估摸着有许多囚犯 正往这边冲过来呢 李平安没有说话 安然不动地坐在地上 神石全开 念叨着 二十一 二十三二十六 一共二十七人 大哥 喝茶 李平安单手端起茶 一饮而尽 伸手将扎头发的半截筷子 取了下来 一头长发留了下来 随后 将头发扎成一个小丸子 拿不带绑起来 之前是半束半批的头发 不是一战斗 现在束发起来 舒服了许多 小子 别说你晃得头行了 就是晃得头都不好使 李延罗嘲讽道 此刻 他的心情既激动 又忐忑 被关押再次 二百三十六年 零二十三日 李延罗一日不差地记着 就算这有朝一日 自己能够离开这里 本来他对这个想法 已经失去了信心 没想到 竟然有一天 真的成为了现实 小子 你快逃吧 李延罗再次劝道 李延安握紧了刀 双腿绷紧 众星下沉 刀尖朝地 刀柄与鼻梁 眉心 成一条直线 灯火跃动 刀身反射的寒光 映着自己的脸 刷刷刷 刀出鞘的声音 和众多身影闯入的声音 同时响起 李延罗目光扫过 最先冲进来的几人 赤阳剑客 一笔勾魂 踏浪狂刀 想不到 他们也被抓进来了 则刀器如狂风般席卷而过 前方的黑暗中 响起奇怪的声音 那是血肉被冻穿的声音 鲜血飞溅的声音 每一刀都是一颗人头落地 一道道血色的流光 在李延安身上飞舞 让他的身影变得模糊不清 转瞬间 便已有数人命丧刀下 杀 杀了他 他只有一个人 各种法宝 如同板砖一般 砸向李延安 李延安一一躲过 身上闪过一抹白光 紧接着一座白塔 窜了出来 由小便大 越往上越高 眨眼间 就变成了一座 十余丈高的大塔 卧槽 白玉京星号阵法 仰剑葫芦中的 飞剑细语掠出 剑芒好似将四面八方 都笼罩了起来 李延安横跨一步 扭腰挥刀 一瞬间 又连斩六人 每一刀都砍中了 一人的要害 扑的一声 一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 轰然倒地 另一人手腕被斩断 向后跃去 紧接着 尖头又中了一刀 尖骨灯石折断 片刻后 二十余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呼 李延安轻轻吐出一口气 跑 跑 眼看着那些冲上去的囚犯 都被杀了 其余的人 也不敢再往前冲了 毕竟 多年的牢狱生涯 让他们的修为倒退了不少 好一些的 能掉个半瓶一瓶 差一些的 恨不得直接掉进毛坑里 最重要的是 他们缺乏拼死的勇气 好不容易重获自由 活命要紧 碰 一记重锤 狠狠砸在一名囚犯的脸上 那名囚犯整个人倒飞出去 一张脸扭曲得不成人形 牙齿碎裂 鲜血四剑 没用的废物 一个犹如铁塔般的汉子 大步走了过来 九旋洞门下弟子宋忠志 请赐教 一股浑厚的气血 从他的体内散发出来 如一轮浩浩大日 李平安手做剑指 剑指 一道刺目的剑光闪过 震耳欲聋的剑鸣声响起 这一剑便如一颗流星 直刺了过去 宋忠志只觉胸口一紧 很快身上所穿的法衣 便出现了一道裂痕 不由的心中一领 这一剑来得神乎其神 直到被击中 他才意识到不妙 惊呼一声 连忙后退 宋忠志大吼一声 身上的法衣早已四散而出 体内气息震动 血气沸腾 方有好转的趋势 然而不出片颗血脉 仿佛停止流动 真气被一寸一寸压下 难以反抗 宋忠志无奈何 值得不断后退 体内真气一泻 一口鲜血喷出 连站都站不稳 扑通一声坐在地上 剑视终于停止 李平安柔了柔眉心 笑道 不错不错 宋忠志强行稳住气息 短短功夫 最少二十年的功力 被消耗殆尽 他感觉得到 那枚三寸短剑 自身品阶不高 可是蕴养极好 风力异常 再来 李平安说 来 宋忠志怒吼一声 你吼那么大声做什么 说吧 李平安将惊 气 神 同时沉入剑中 只听得痴痴一声清响 剑身泛起一片荧光 由后至前 急刺而出 四脉十块 四须十时 让人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好剑法 在监牢里看戏的李延罗 忍不住惊呼 宋忠志心神摇曳 双腿沉在地上 剑气入体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涌上心头 这是一种生死存亡的危机 紧接着是丁的一声轻响 宋忠志身前的寒光一闪而逝 就像一道闪电 骤然消失 他呆了一呆 心忽然一痛 低头一看 你你是何人 宋忠志仰面倒在地上 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询问道 李平安举起酒葫芦 仰头喝了一口酒 我 身份可太多了 我以前是要饭的 后来又卖畅混口饭吃 杀了人成了逃犯 又成为了捉刀人 当过郎中 做过教书先生 至于现在 鼠山通天锋首席大弟子 通天锋 宋忠志临死之前 模糊地想到 通天锋还有弟子 通天锋首席弟子 为什么来这里打杂 老大威武 梦 润土和老牛在一旁 为李平安打气加油 李平安微微皱眉 坚屈外还占着一位七品 酒玄洞主 不用说一品之差 就是一个小境界的差别 都是云泥之别 败了 自己的两个徒弟都败了 酒玄洞主 此刻有些反应 不过劲儿来 片刻前 他还在想着 解决完了脚尖的事情 再去支援其他的人 当他察觉到 甲尖区的异常时 自己两个青传弟子已经了 我那么大的两个弟子呢 可就在此时 酒玄洞主心中 突然升起一丝紧照 这让他感觉到了一丝不妙 鼠山的支援来了 比预想中的 还要快上许多 走了 李平安心底松了一口气 虽然 他很想试一试 以现在自己的实力 加上自己现有的法宝 能不能跟对方斗上一斗 但是现在对方既然走了 便也没有必要去找不同款 再说 就算赢了也没用 执法长老张长老 带着援兵匆匆赶到 距离他们收到消息 再到匆忙赶到这里 仅仅过去了一炷箱的时间 可是这一炷箱 便已经能改变许多事情 脚尖估摸着 已经沦陷了 然而 当张长老赶到时 这才发现 情况比他预想得要好得多 虽然有许多被囚禁的囚犯 都趁机逃了出去 但是好在一些 禁锢兼顾的地方 并没有被攻破 最重要的还是 甲字号监区 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破坏 而且 地上不仅有狱卒弟子的尸体 还有许多囚犯 以及九玄洞门下弟子的尸体 看样子 像是 发生了一场大战 张长老 正待张长老纳闷之际 发现了躲在甲字号的老周 等一行 看守狱卒的弟子 一路走来 张长老看见了不少 狱卒弟子的尸身 不过 就连镇守剑楼的弟子 都激进被杀光了 看守监区的杂役弟子 更不可能活下来了 张长老 剩余的狱卒弟子 见了张长老一行人 都是一脸激动 张长老带人人赶到 这么说 局势已经被控制住了 张长老一脸诧异地望着他们 你们还活着 属实不易 老周上前 张长老 这都是平安师弟做的 哪个平安师弟 通天风 李平安 李平安 怎么回事 张长老对于李平安的印象 极其不好 他是执法长老 为人严苛 一向一丝不苟 二人初次接触 是参见除妖大会 蜀山组织了了一场特训 而身为通天风首席弟子 也是唯一弟子的李平安 也在特训的名单当中 李平安懒散的行事风格 引起了张长老的不满 于是去找他师父清风 随后就见识了到了 什么叫有什么样的师父 就有什么样的徒弟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而后张长老又带领蜀山弟子 参见除妖大会 又再次重新认识了李平安 夜晚也不知道跟大随的女皇 还有书院的弟子 以及佛家的圣徒 做了一些什么隐隐狗狗之事 让张长老大为震惊 李延罗颓废地蹲在监牢里 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明明希望就在眼前 可却被这个瞎子硬生生给斩断了 想到这儿 他怨恨地盯着那个可恶的臭瞎子 他恨这个家伙 更恨自己 当初因为口腹之欲 便将自己拿手的秘书交给对方 唉 他重重叹了一口气 连手里的烧鸡都没滋味了 李平安咬了一口大葱 说道 老牛 这次的大将 差了一点味道 老牛砸吧 砸吧嘴 猫咱们是在监牢 又不是在通天风 环境不一样 酿出的大将能一样吗 大哥 鼠山不会被攻破了吧 润土不放心地问道 李平安摇摇头 不会 最多也就是闹一闹 想要攻破鼠山 不太可能 那我们接下来该干什么 干什么 在这儿写着 李平安咬了一口白面馒头 当张长老带人走进来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一奇怪的场面 地上满是残枝断壁 就在一片血泊之中 李平安盘腿坐在唯一一处 算是干净的地方 左老牛 右润土 一口半根大葱 见了张长老站起来 还十分有礼貌地行了个礼 张长老好 不久 便由弟子传来了消息 蜀山外敌已退 事实上 外敌根本就没有撼动蜀山大阵 反倒 被启动的蜀山剑阵 当场斩杀了三品七品镜的修士 蜀山掌门与朱丰首席迅速平定了外敌之后 迅速回防 与蜀山弟子扫平内部的骚乱 动乱发生在深时末 最终定格在虚时末 除了监牢建楼弟子损失惨重以外 蜀山十四丰虽然各有损伤 好在没有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 竹叶峰的炼药房遭遇的袭击最为严重 好在炼药坊刘宗成长老 事先得到了李平安的提醒 多留了一个心眼 所以 并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实际上 这场变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根本就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他们刚刚得知变故不久 还未等参战 便被人告知战争已经结束了 此时此刻 监牢 李平安绕过尸体 拍了拍张长老的肩膀 洗地的事情便交给你了 张长老 我成洗地的了 三日之后 为这次蜀山牺牲英烈举行的送葬大会开始了 送葬的队伍在一片肃木的气氛中 沿着主峰向后山埋葬英烈的地方进发 一人一牛一茶一路上悄悄打打 每走一步都带着一股沉重的力道 李平安想 他改变不了什么 也没能力能够力挽狂澜 但至少能为他们送送行 又过了几日 听说外出的清风回来了 李平安十分高兴 有师父的孩子像一块宝 现在在蜀山 李平安都有些不太敢相信别人了 尤其是发生了通天风叛逃之后 现在又来了一个里应外合 好家伙 感情这蜀山全是内奸 现在 李平安吃饭都离着同僚们鸡迷远 还要让老牛 润土轮流警戒 生怕哪一个内奸冒出来 会给自己一刀 毕竟 因为独守甲字监驱的事情 李平安受到了专门的嘉奖 而后 竹叶封炼药方的刘宗成长老 又窜了出来 为了给李平安再得一份嘉奖 便将李平安早就预料到 宗门内部有动静 并且提醒他要提前做好准备 这才让炼药方 没有遭受过于重大损失的事情 禀报了宗门 于是 李平安和以神魂巨王为代价 将九玄洞叛逃消息 传递出去的剑楼弟子钟文昌 二人连续上了几日的蜀山头版头条 李平安一下子成了名人 这让他如坐针毡 如梗在喉 如芒在背 就连上个茅册 都要让老牛和润土事先探查清楚 茅册周边有没有藏着敌人 他以前听过这个故事 有人专门藏在茅坑里面 趁着人蹲坑拉屎的时候 突然从茅坑里面窜出来 给了那人屁股一刀 于是 这个光荣的任务便交给了润土 润土拿着一个大棒子 在茅坑里搅动 嘿呦嘿呦呃 没人 可以入侧了 李平安这才夺着步子走进来 润土撇了撇嘴 拉个屎还这么捎包 但这样的日子 不是长久之计 李平安表示 本是来过日子修行的 不是来眼无见到的 现在好了 师父回来了 自己的靠山回来了 待在师父身边 比什么都安全 不久 李平安短暂的狱卒生涯便结束了 又回到了通天峰 毕竟 清风这点权力还是有的 跟狱卒的兄弟们告了别之后 李平安 老牛和润土便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 离开了监区 鼠山期间 抗监 这也就是你李平安 不然一般人没有守令 根本不让他进来 就算是首席弟子都不行 狱卒弟子一边打开牢门 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 李平安拍了拍他的手 麻烦兄弟了 手心中握着树莓小巧精致的零食 狱卒弟子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点点头 走进抗监 抗监是水牢 监牢的面积并不大 但一走进去就会感觉到一股肃杀之气扑面而来 每一间牢房都有高手把手 根本就进不去 与脚尖的安全性相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李平安 一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声音响起 是被困在水牢中的灵雪 灵雪正正地望着李平安 忽然有些恍惚 还以为是自己出了幻觉 李平安笑了笑 好久不见了 这次特意来看看你 之前就想来了 可是这监区不允许随意走动 好不容易有了机会 当初在通天风药谷的时候 灵雪没少照顾李平安 后来在方氏开了药管 灵雪又想着将李平安拉了过来 再然后 灵雪跟随他父亲 通天风风主林露山 叛逃蜀山 林露山被围杀 灵雪被关押在此 那之后 李平安便一直想找机会来看看灵雪 可惜审批手续一直没有下来 灵雪上下打量着李平安 这么多年过去了 对方变了 又似乎什么也没变 他的目光渐渐变得柔和 随后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一种奇怪的感觉 油然而生 一双乌黑的毛子 仿佛蒙上了一层雾气 李平安把装着小菜的盒子拿了出来 边吃边聊 主要是李平安给灵雪讲 这些年外面发生的事情 除妖大会 大随大雨开战 蜀山遭席 说着说着 李平安发现 灵雪忽然不说话了 望着某处 出着神 或许 他在憧憬着外面的世界 离开监牢时 李平安说 还会来看他的 灵雪挤出一个笑容 欲言又止 李平安其实能感受得到灵雪的痛苦 他跟他父亲所犯下的罪 估摸着这辈子 都甭想从监牢中走出来了 但能有什么办法 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又过了两个月 李平安收到消息 灵雪死了 死得无声无息 灵雪的尸体没有人收 原先的通天风弟子避之不及 生怕被牵连 李平安带着老牛和润土 给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 然后将他的尸身 埋在了通天风 一个和往常一样的清晨 一个故人便留在了昨日 李平安扶着手 一步一个脚印地 踩在山间的泥路上 灵雪的死 让他有些赶上 身后老牛和润土 没心没肺地说笑着 他们俩才不管那么多呢 无论是从通天风 再到竹夜风 还是脚尖 只要跟在老大身边 那便是快乐的老大 今晚吃什么 润土问 吃个淡淡李平安美好气道 润土道 老大 生离死别 乃是人之常情 咱们要往前看 猫 你看老牛都觉得我说得对 老牛给了润土一脚 表示自己是在说 今天晚上要吃小鸡炖蘑菇 还有 要叫牛哥 润土气道 吃吃 你就知道吃 猫 很快 老牛便追着润土跑了起来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 些许的感伤 被他们这么一胡闹 冲淡了许多 润土喘了口气 大哥 咱们什么时候 去外面闯一闯 你上一次和牛哥去外面游历 就没带上我 我也想去外面看一看 外面 李平安掏了掏耳朵 有机会的吧 现在外面乱着呢 一人一牛一茶 迎着夕阳往家中走去 暮风 夕阳 青山上的时光悄悄地溜走 暑气跟着阵阵凉风 徐徐地远离 前线兵马撕笑 风裂寒腔 仿佛丝毫影响不到李平安今日的晚饭吃小鸡炖蘑菇 通天风 青风自从外出回来以后 便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以前一日吃三顿饭 现在只吃一顿 喝过酒之后 便在床边酣睡 李平安将娇小的青风抱到了床上 随后便开始准备今天的早餐 两碗饭 半份菜 荤素搭配十分合理 素菜清脆爽口 配上熟食 再配上一锅香甜的糯米饭 以及小半壶清风剩下的佳酿 微风吹拂 简直不要太舒服 李平安整理了一份关于重建通天风的五年计划 推动一体化发展 明确了通天风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现有土地资源 零要资源为基础 通过前瞻性布局 实现面向未来的规划 润土翻看了一遍李平安的计划书 给出了评价 通篇都是空谈主义 李平安就真的只写了计划 并没有在做什么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有时候润土真怀疑 其实大哥有两个人格 一个人格勤劳致富 另一个人格却整日想着混吃等死 回到通天风以后 李平安便进入了混吃等死的状态 修炼的事情着急也没用 二胡经验进展 已经不能用缓慢来形容了 几乎是停滞不前 越到后面 修炼的难度就越大 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 于是 李平安像是给自己放了个长假 偶尔下下棋 看看书 给自己找点乐子 润土一直想着 要去外面闯一闯 因为他想要去更广阔的世界 看一看 时常缠着李平安问什么时候 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李平安便说 现在外面乱着呢 等战乱什么时候平定了 什么时候再出去溜达溜达 每日 李平安便就在各山峰 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负着手 口袋里总是揣着 一把炒熟的黄豆 有人打架了 他就和自家的老牛蹲在一边 嘴里嚼着黄豆 嘎嘣脆 有时候还会拿着个茶壶 都能溜上一天 要么就是 有什么活动 他都一个不辣 有热闹便看 有时候实在闲得无聊了 甚至能蹲在地上 拨弄两个蚂蚁丸 用老家的话来说 这种人该溜子 鼠山该溜子 心好李平安 悠闲的生活 让李平安鲜些忘记了 现在大隋和大宇 正在全面开战 直到 第一批上前线的修士回来了 李平安没忘记 刘二狗便在 第一批北上的弟子当中 于是 到了那一天 他带着老牛和润土 去迎接刘二狗 然而 并没有找到二狗的身影 一打听才知道 刘二狗因为作战优秀 被留在了前线 还好不是死了 回来的弟子 一下子成为了 万众瞩目的存在 众多弟子围着他们 让他们讲述一下战争的情况 李平安便自觉地拿出小马扎 一手捧着黄豆 老牛在一旁 将大碗茶倒了两碗 一人一牛 便坐在阳光下 听着回来的弟子 讲述着战场之上的情况 双方前前后后 共有百万大军 投入到了战斗当中 战程还没有过半 便已有十余位七品修士陨落 其余人马 更是死伤无数 哪里还叫战场啊 分明就是绞肉鸡 大随第一批派上战场的 十万精兵 现在却只剩下不到一半 大禹那边也没好哪儿去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六阳马之战 这一战 双方准备充分 皆是势在必得 双方投入了二十多万人 仅一日之内 便战死五万人 用尸山血海来形容 一点也不夸张 那名弟子 在讲述这段故事时 另一名同样是前线归来的弟子 似乎是回忆起了 什么不好的经历 捂着脑袋 带着一种绝望的神情 吼道 死了 都死了 他们都死了 别杀我 很快 他便被赶来的直视弟子带走 众多热情洋溢的弟子 忽然在这一刻沉默了下来 这一次 蜀山第一批北上的弟子当中 仅仅回来了不到十分之二 便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紧随而至的是第三批北上弟子 同时 这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 蜀山看样子 是准备打轮换 一批弟子上去 再换一批弟子下来 练兵 李平安想到了这个词 没有经历过生死厮杀的修士 终归是差了一些 这些年 蜀山将自家门下的修士 保护得太好 虽然平日里也有什么比武 可双方都知道 即使是输了败了 也不会为自己的性命担忧 这往往造成了一些修士 空有修为 当真正与敌桌队厮杀的时候 却忽然马爪了 虽然不太想承认 但战争无疑是最能锻炼人的地方 一个修士在与敌人狭路相逢的时候 明知自己实力不济 却还是施展出自己全部看家本领 与敌人血战到底 随后在生死之际悟到 破镜 这类的事情 在战场上屡见不鲜 很不凑巧 第三批作战名单中 有李平安的名字 老牛猫地叫了一声 君书十二卷 卷卷有你名 李平安愣了一下 对这个消息 既没有感到惊讶 也没有感到什么奇怪 倒是一旁的司徒雷 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因为他的名字赫然在内 司徒雷深吸一口气 只觉浑身都是汗 脑袋昏昏沉沉的 随时都要倒在地上 然后 他就真的倒下去了 等司徒雷睁开眼睛 发现正躺在一处亭子中 李平安正在和老牛下棋 你醒了 我刚才是在做梦 司徒雷似乎还不愿意面对现实 李平安道 很遗憾 刚才发生的事情都是真的 到了战场上互相照应 李平安说 司徒雷挤出一个笔窟 还难看的笑容 对于上战场 李平安虽然没有兴趣 却也没什么抵触的情绪 就像是吃一块卤水白豆腐 倒是润土得知了李平安将要去战场的消息 兴奋地打起了空气拳 小爷我扬名立万地收到了 然而 他的热情没有持续多久 便被清风给浇灭了 本作已经打点好关系了 你去外面游历几年 然后再回蜀山 清风插着小腰 站在桌子上 与李平安并齐 显然 他是不愿意自己这个徒弟上战场的 刀剑无眼 要是给自己的宝贝徒弟伤到了怎么办 清风小手一挥 去外面转一转再回来 总比去战场强 润土对于这个决定十分不满意 但是 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 还是不要忤逆清风的命令 毕竟 润土可见识过 清风在睡梦中一拳干他了半座山腰 即使不去战场 跟大哥出去游历一圈也好 李平安倒是无所谓 抿了一口茶 继续神游天外 过了几日 第三批北上的弟子出发了 秦妙妙带着几个孩子与司徒雷告别 司徒雷与自己的孩子们一一告别 李平安也来为他们送行 他准备第二日启程离开鼠山 司徒雷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对李平安道 真羡慕你 有一个为你撑腰的师父 这一次 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活着回来 李平安拍了拍他的肩膀 提醒道 到了战场之后 千万别说什么 这场仗结束 我就回家看老婆孩子这种话 也千万别想着 自己能安全回来 就往坏处想 哦 为 为什么 因为flag不能乱立 司徒雷依旧是十分不理解 随着非洲速度由慢变快 第三批北上弟子 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李平安收拾了行李 一人一牛 向鼠山山下缓缓走去 李平安笑道 我就说嘛 我不是主角 我就是个看客 这么大的事情 我竟然都参加不上 落日西沉 半挂在山腰 向背山咬住了 李平安横骑在牛背上 拉着二胡 仍旧是熟悉的曲调 带着山川河流的壮阔 带着一种飘逸潇洒的气质 也带着一股千古山河的浩然 一缕风 一缕云在山林间飘荡 吹得李平安的青山烈烈作响 不带起一丝尘埃 老大 牛哥 你们早点回来啊 润土哭哭啼啼地 冲着他们挥舞手卷 他要留下来 为清风做饭 元熙镇 今年对于元熙镇并不顺利 首先是遭了匪患 随后大随举国法语 家家户户的粮食 除了保证能活命 已经没有多余的粮食了 然而 更加不顺的是 这年的干旱来得早 春末夏初就开始了 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 庄稼被晒得干涸了 沟渠里的谁也干涸了 此刻元熙镇正在进行着 轰轰烈烈的晒龙王求雨 具体办法 便是一些年轻的农民 把龙神塑像扛出神龛 将它放在天井的烈日下曝晒 农民焚香膜拜 口中颤念 如果天不下雨 依旧烈日当空 就让龙王在太阳下晒着 这就是晒龙王 祈求上天收回怒火 下雨已就天下苍生 不远处 李平安和老牛 躺在茅草堆上 手里拿着刚刚烤熟的地瓜 一边享受着地瓜特有的香味 一边吹嘘着 水烤得最好 老牛身上 披着一件五颜六色的布衣 尾巴上还插着一根 进过油的芦苇 一副十分阳气的模样 梦 老牛好奇地望着不远处 正在晒龙王的村民 我们要不要帮帮他们 帮 怎么帮 李平安耸了耸肩 他可不会任何法术 不过清风说 身为鼠山弟子 这一次下山历练 要做出一些功绩的 届时 回到山门 要向上面汇报 所以 总得做点什么 奇雨 李平安走在圆溪镇子中 随意坐在一角 拉起了二胡 一边拉 一边想着奇雨的事情 要不还是算了吧 李平安挠了挠头 奇雨的事情 对于自己来说 实在是太麻烦了 何况下不下雨 干不干旱 应该都是注定好的事情 自己不应该干预 说服了自己之后 李平安便准备吃最后一顿饭 然后便和老牛离开这里 搭一个铜板落在李平安面前 是一个扎着羊脚边的小女娃 冲李平安小声地说道 给你的买买吃的 给了李平安一个铜板后 转头匆匆地跑回了母亲身边 随后 母子二人离开了街道 李平安愣了一下 随即笑了笑 捡起那枚铜板 在阳光下灼灼发光 Epsilon等于 Omicron星号爱 真是没办法 我可不是为了这一枚铜板 就是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情 老牛 摸三日后 夜晚的小镇寂静无比 月光在黑漆漆的树干上 投下一片朦胧的阴影 李平安和老牛 蹲在一户人家的墙角下 吃着大饼子 这户人家 今日有一个老人将要离世 两日前 李平安装作路过的郎中 给那个老人检查了一番 无病无灾 只是气息微弱 正常的生老病死 想必今晚便会有勾魂的鬼 来带走老人的魂魄 气息锁定 李平安睁开苍白的眸子 整个元溪镇的气息波动 皆被他纳于眼底 咚咚咚 很快便寻到了勾魂鬼 李平安站起身 朝着一个方向拱了拱手 勾魂鬼诧异地望着李平安 他在对方身上 并未感觉到修行者的气息 似乎只是一个普通人 不过能看到自己 阴阳眼 你是何人 找本使者何事 李平安如实道来 在下李平安 想要求见成皇大人 麻烦勾魂使者 能为在下引荐 你以为成皇大人 是街边卖菜的 想见就见 勾魂使者没太在意 锁了魂魄便离去了 老牛生气地叫了一声 算了 李平安道 既然他不愿意给咱们带路 那咱们自己去找成皇便好了 成皇庙 李平安的老牛来到成皇庙 准备找本地的成皇问清情况 只是怎么呼唤成皇 成为了一个问题 来成皇庙的人不少 几乎都是来其语的 老牛建议 要不给成皇庙拆了 要么在成皇巷上撒尿 李平安阻止了老牛 这样做太没有礼貌了 做人要厚道 不能仗着有些本事 就为非作歹 随即 李平安拿起几炷箱 准备祭拜成皇 听人说 只要祭拜了成皇 心中所想 便会传递到成皇那里 自己祭拜时 传达出自己 想要见一面的请求 老牛竖起提子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 李平安摸了摸老牛 做人要有礼貌 像我这样 一边说着 一边点燃香 轮到自己了 成皇大人 在下李平安拜会 说罢 将香插了上去 嗯 这样就有礼貌多了 阴丝 正在沉睡的成皇 忽然一口血喷了出来 卧槽 扑 成皇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与此同时 一个声音在心底响起 成皇大人 在下李平安拜见 你 嗯 成皇疑惑地瞪着眼睛 什么玩意 他脑子有一瞬间的猛逼 鲜血染红了下半身 洒在地上 他的面容变得扭曲 双目圆睁 香火 成皇盲闪身掠了出去 与此同时 李平安和老牛 正蹲在成皇庙的一角 嘴里叼着一根杂草 等待着成皇的消息 一只健壮的野猫 叼着一只翠绿的小鸟 从庙前走过 就像是猎人抓到了一只大虫 将猎物带到了大街上 身后还跟着一群小猫 嘴里叼着偷来的各种东西 俨然是一个小型的小偷团伙 一只老乌鸦趴在石碑上 看见这群野猫 似乎受到了什么惊吓 突然大叫一声 飞了起来 李平安不由地笑了笑 那只健壮的野猫冲着李平安叫了一声 仿佛是在说 你笑什么笑 嘿 老牛干他 摸老牛整理了一下自己身上的花布衣裳 表示自己可是有身份的牛 野猫捡起一块石头 向老牛丢来 摸 李平安笑了笑 这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出现 李平安站起身 拜见成皇 成皇审视了一眼对方 慢条思理地从怀里掏出一块手帕 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成皇颅有节 见过仙尸 明克姐 哎 是刚刚被人打伤过了 是谁干的 李平安察觉到 成皇的气息不稳 显然是受了伤 自己有事求人 自然要表现得热心长一些 成皇疑惑地眨了眨眼睛 哦 你是阎王爷吗 要不是你 给我上香 不然我能这样吗 不过 成皇并没有说出来 像对方这种修为高深的仙尸 总要有某些个小癖好 万一自己 将此事点名了 对方恼羞成目 或者来一句 你还真是不识去啊 反手便把自己给灭了 找谁说理去 无碍 有劳先师关心 在下蜀山弟子李平安 奉师命在外游历 路过此地 见袁熙镇干旱无语 所以向找成皇大人了解一下情况 原来如此 成皇恍然大悟 心底暗道 这就是害我的理由 成皇叹了一口气 何止是袁熙镇 这片区域的大大小小十几个县都遭了旱灾 哦 成皇道 青衣赤足 赤地千里 火之僵尸 汗吧 李平安在蜀山一文录中 曾读到过这种东西 传说乃是荣和吼之残魂所化 虽为僵尸 却术法惊天 可操控天气 大多数汉拔都沉眠于地下 吞噬地火之力 轻易不会在人间行走 除非是有特定的时机 比如 天下大乱 李平安不由地想到了 近在眼前的大隋和大宇的全面开战 覆巢之下无完卵 就没人管管吗 成皇解释道 汉拔踪迹难寻 虽然知道他在此地 可具体在哪儿 很难确定他的位置 再说 汉拔实力不弱 现在又正值国家危难之际 许多有实力的修士 都被派到了战场上 李平安若有所思的点头 先把这个汉拔找出来吧 劳烦成皇帮个忙 帮忙 成皇心里咯噔一声 这些破事 他可不愿意掺和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虽说成皇是一个区域的守护神 可是面对汉拔 他实在是无能为力 就算找到了 以阴司现有的实力 也对付不了他 汉拔的事情 他已经向上头汇报了 到时候 就算是出了事 他也不用承担责任 所以 面对李平安的请求 他有一些犹豫 莫非是让自己的殷司 帮助他寻找汉拔 还是说 让殷司帮助他击杀汉拔 那到底是答应 还是不答应 这件事要是办成了 自然是大功一件 但要是没办成 反而损兵折将 再激怒了汉拔 这可便是自己的罪过了 就在成皇天人交战的时候 李平安忽然拿出一个表格 递给成皇 诺啊 这只是 现在蜀山就搞这些刑事主义 我也没办法 蜀山弟子下山历练 做了什么事情 都要填表格 盖印章 不然人家不承认 你就在这儿填上你的姓名 然后所属官职 以及我所做的事情 这儿 还有关于我的评价 不能少于两千字 然后 还需要盖章 就是你们因私不是都有答应吗 就给我盖一个就好 李平安详细地说道 成皇 等等 等一下 成皇说道 您刚才说让我帮忙 不会就是这个吧 李平安 不然呢 成皇 李平安又道 你就携蜀山通天峰首席弟子李平安 协助袁锡镇因私捉拿汉拔有功 成皇一脸猛 你还说别人行事主义 你这分明是虚无主义 汉拔还没找到呢 就先请公了 这样好吗 成皇说 没办法 都是行事主义 回头请您喝酒有劳了 成皇沉默了 因为成皇执掌积拿 审判和律法的神奇 因此 必须要做到品德高尚 公正严明 廉政爱民 大多都是地方官在当地政绩卓著 被百姓爱戴 死后就会被当地百姓供奉为成皇 但是现在摆在成皇面前 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答应 还是不答应 这是一个问题 是否因为背自己的原则 默默地忍受对方的无情打击 还是应与深入大海之无涯苦难 愤然为敌 并将其克服 此二抉择 究竟是哪个叫崇高 犹豫了一下 成皇似乎是下定了决心 挺直了腰板 朗声道 交给我吧 随即 接过了表格 李平安从腰间拿出笔墨 淡淡一笑 多谢 成皇暗自沉思 汉拔没有解决 对方就敢明目张胆地 往自己身上揽攻击 但若是被鼠山的人 发现了怎么办 转念一想 这破地方鼠山怎么还会专门派人来专门查看 无非就是形式主义 想到这儿 成皇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想想自己 刚当上成皇那会儿 不也是一样意气风发 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回头看看 真够可笑的 现在自己不也一样 助纣为虐 帮着别人造假 写好之后 成皇又先去殷私取了法印 嗯了张 将东西恭敬地交给李平安 李平安露出满意的笑容 有了这东西 事情变好办多了 是啊 李平安将腰间的酒葫芦解开 递给他 这两件葫芦 是龙虎山老天师送给李平安的 而后李平安斩交 里面又加了一些舌胆石用来泡酒 所以 这里面的酒存的时间越久 效果越强 只是李平安总忍不住 没过多久 便被他喝得一干二净 这是 收买我 成皇表情和善 奶奶的 打发叫花子呢 虽是这么想 却也没多说什么 仰头喝了一口酒 呼 不消片刻 一股热流涌入了体内 一口酒下肚 就能感觉到 一股灼热的感觉 直冲丹田 又辣又猛 喝到肚子里 就像是一团火 熊熊燃烧 紧一口 就有一种飘飘欲鲜的感觉 成皇捂着嘴弯着腰 想吐 却怎么也吐不出来 李平安拍了拍他的后背 我去解决汗吧 你在这歇一会儿 东西帮我拿一下 啥 成皇怀疑自己听错了 李平安抬起头 得从上面俯瞰全局 我去解决汗吧 你在这歇一会儿 啥 成皇怀疑自己听错了 李平安抬起头 得从上面俯瞰全局 李平安踩在细语剑上 岂非细语剑缓缓缓升空 悬在半空 大地深沉 天空一片蔚蓝 摇摇交汇 给人一种无边无际的感觉 升到李平安这个高度 伸出手 身子下面的阵子 渺小的可以用一只手遮住 苍白的毛子缓缓睁开 气息锁定 在李平安的感知中 天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穹顶 笼罩着大地 气息的波动 就像是一个圆环 在一个固定的方向上转动着 慢慢地转动着 就像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没有风 没有水 没有声音 就连呼吸的空气 都仿佛凝固了一般 唯有不同颜色的气息在流动 白色的气息最多 那是周遭县震的百姓 随后是山脉 平原 牲畜 隐私 游荡的魂魄 皆逃不脱李平安的法眼 藏得真够深的 李平安淡淡一笑 深一步 再深一步 深打百丈 气息浓郁 法眼穿过层层包裹枝 一层又一层 终于寻到了 那所谓的地火之气 无数的气息线 仿佛就是珠网 向一个方向汇聚 找到了 汗拔 周遭没人 真方便 出剑 剑出的刹那 仿佛有一道惊雷落下 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声 落在距离元溪镇四五十里 开外一处山坡之中 轰隆隆 金光一闪而逝 带着风雷之声 所过之处 树木以及大地 纷纷被斩出一条通道 随后 又发出了一声 让人毛骨悚然的声响 在旁人听起来 好像是恶鬼的嚎叫 所有人都被这 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 一个黑影飞掠出来 方一现身 周遭十里 便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庞大的怨气 席卷出 目标是向四十里外的元溪镇 李平安手做剑指 虚空一滑 黑影一分为二 如同一剑破晓 展开了天地间的黑暗 好 分成两半的身躯 并没有停下动作 而是迅速粘合在一起 哦 李平安微微皱眉 剑指一变 横出两道令人心悸的剑光 直取黑影的头颅 哎呦喂 头颅还能滚 城隆的声音传来 仙尸 汗把柄怨气而生 普通的法器 无法伤到他 汗拔虽也嗜血 却并不一定要以生灵血为生 更多是以地火之力进化 所以 大多数汗拔都沉眠于地下 吞噬地火之力 等待这进化完成 才能离开地下 危害世间 现在李平安强行逼出了汗拔 导致汗拔不得不跳过一步 转而直接吸收血石 城隆有些慌了 如果李平安拦不住汗拔 后果不堪设想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城隆忙让十二司都集结 又让人赶紧通知了其他地区的城隆 前来支援 勾魂鬼抬起头 看着李平安 哎 那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 李平安大拇指顶住刀柄 刀出翘半分 扶桑刀星号破法 轻描淡写的一刀 却像是要劈开一条路 汗拔发出一声惨叫 滚出树杖开外 地面出现了一道触目惊心的裂痕 李平安飘飘然然落在地上 从城隆手里 接过自己的历练文书 又仔细地让老牛检查了一遍 确定无误后 这才装好 李平安将城隆手里自己的酒葫芦夺回来 重新挂在腰间 那我先撤了 后会有期 李平安拉着老牛 转身走了 城隆深吐出一口气 多谢先师 城隆反应过来 对着李平安和老牛的背影 摇摇地鞠了一躬 勾魂鬼嘀嘀咕咕 忽然道 哎呀 我想起来了 那个人之前找过我 说是要见您 我当时没太当一回事 原来是个这么厉害的人物 城隆瞥了勾魂鬼一眼 原来李平安之前 就通过勾魂鬼 想找自己 没有找到 然后李平安就来城隆庙 给自己上香 再然后 城隆的眼神变得凌厉起来 勾魂鬼 哎 城隆大人 您要做什么 汉拔被移除之后 没过多久 元溪镇 以及周围的几个县镇 终于迎来了期待的大雨 这长雨 足足下了三天三夜 却没有丝毫停歇的迹象 下雨了 下雨了 龙王爷显灵了 有人喊道 这分明就是城隆爷保佑 听着周遭百姓的呼喊 化作普通老头的城隆 无奈笑了笑 桃叶尖上尖 柳叶尖就遮满了天 在齐位的这个名阿公 细听我来言啊 一人一牛边走边唱 怀里揣着这次的历练报告 下一个要去的地方 他还没想好 走到哪是哪吧 这时 远处走来一支军队 裹挟着流明 浩浩荡荡地行进 李平安和老牛 跟路边一些喝茶的无辜百姓一样 都被裹挟了进去 李平安问人这是要去哪 有人告诉李平安 他们好像要去北上的 具体的却也说不清 哎呀 我说命运啊 一只狮群的飞鸟 从远远的雨空掠过 缓缓地拍击着翅膀 向远处飞去 李平安抬起头 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他和老牛随着队伍 已经走了一个多月了 爬了几座山丘 最后来到了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中 李平安跟着一群新兵 负责拉火 生活环境 虽然算不上恶劣 却也绝称不上有多好 有时钻到树洞里 还有时躲在树下睡觉 李平安不同于其他的士兵 每天都拿着一只笔写来写去 一起拉火的里头 有一个叫大头的小兵 总是喜欢凑到李平安身边 问他在写什么 李平安就说自己在记录 日后这些要归类存档 作为自己外出游历的证明 到时候还要找人盖章呢 大头听不懂李平安在说什么 总之 李平安给他的感觉 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他虽然是一个瞎子 却能让人感觉得到 他懂的东西很多 会写文章 会拉二胡 天南海北的都能聊 似乎就是没有他不知道的 甘南的酒 十万大山的寨子 江南的小桥流水 京城的花花世界 西北边陲的黄沙 这一切的一切 都让人对他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也是因为认字的缘故 李平安成为了一个小统领 大头问李平安 他们真的要去打仗吗 李平安说自己也不知道 跟着队伍走 总会有一个结果的 歇息的时候 李平安便靠在树边 叼着一片树叶 嘴角带着一丝懒洋洋的笑容 望着天上的白云飘来飘去 说来也怪 之前在鼠山的时候 一直没有找到突破的感觉 偏偏在这破烂的军营中 有了一丝感悟 半夜的时候 睡在帐篷里 哨兵的呼喊 战马的司鸣 士兵们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不断传入耳中 然后是心跳的声音 血液流动的声音 呼吸的声音 重鸣 树叶 被夜风吹过 李平安手指动了动 仿佛做了一场无法醒来的梦 忽然 吵闹声将他拉回了现实 你要是赢了我 这东西就还给你 老郎瞟了大头一眼 眼神中满是不屑 还给我 那是我娘留给我的 大头在这撮人中 年纪最小 性格也比较软弱 自然成为了受欺负的对象 老郎这群人中的头头 底下十来个人都听他的 据说老郎有个亲戚做校尉 更何况老郎人高马大 手上有一些功夫 这些人都听他的 大头也不例外 但自从李平安来了之后 大头便时常跟在李平安身后 这让大头十分不爽 大头想要硬抢 可他的小身板却好似撞在了墙上 算了吧 军营里有人钻了出来 你再说一遍 老郎道 我说算了吧 那是他的东西 周围人都知道这是要打起来了 老郎早就看李平安不顺眼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李平安不属于这里 时常捧着一本书 要么就是露出一副满脸的书卷器 总之就令老郎十分的厌烦 算了吧 李平安又重复了一遍 你说算就算 拳头说话 打赢了我 东西就还你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 你要怎么玩 老郎将后背背着的虎头刀解了下来 真家伙敢不敢 大头咽了一口吐沫 拉了拉李平安 要不算了吧 李平安道 那便试一试 扑斥一声 老郎将刀插在地上 地面就像豆腐一样 深深地没入了地面 来吧 众人纷纷退后 为战场留下了空间 大头道 平安 算了吧 那东西我不要了 不是东西的事情 这家伙早晚会找我的事 李平安上前一步 你不用武器 这个 李平安指了指自己手中的竹竿 就拿这个 大哥 你可小心点 这家伙看着不像是一般人 有人小声提醒道 老郎心里也有些发虚 但是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右脚重重一跺 一手拔刀 身子前倾 当即向李平安冲了过来 众人皆是一愣 当他们反应过来 老郎已经冲到了李平安面前 还没等众人叫好 啪的又是一声响 李平安手腕一转 竹棍向下 老郎手中的虎头刀 飞出几丈远 又是一记竹棍 打在老郎的腿腕处 啊 老郎单脚跪地 发出一声惨叫 抬起头 竹棍已经贴在了老郎的喉咙上 大哥 众人惊叫 老郎喘了几口粗气 站起身 还你 一甩手 将大头母亲留给他的东西 还了回去 大哥 哥什么哥 走 老郎没好气地冲众人吼道 管好自己的嘴巴 大头松了一口气 却还是心有余悸地问李平安 老郎会不会再来找他们的麻烦 李平安笑着说不会 老郎是一个聪明人 自那之后 老郎果然不再找李平安和大头的麻烦 选择将他们无视了 李平安自然也不会主动去招惹他 安心感悟 逆完之后便是晶晶 李平安能感觉得到 开启晶晶就在眼前 果然 出来游历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老牛看了看地图 说他们现在距离前线已经不远了 顶多要一个多月的路程 两个月后 前方战事不断 李平安所在的军队与一伙敌军对峙上了 至于位置具体在哪 李平安和老牛都不清楚 但可以断定他们并不是在前线的主战场 应该是某处不起眼的角落 跟某个不起眼的敌军在战斗 李平安捞到了一个十分轻巧的活 班师 双方都不是主力军 也都知道并不惹人注意 所以心照不宣地演着戏 李平安偶尔三四天才能买几个尸体 听说 有一个还是掉粪坑里淹死的 月光悄然弥散 一条浅沟里 躺着一名士兵的尸体 上面盖着一层薄薄的黄土 风中带着血腥味 传来远处的马蹄声和刀枪的厮杀声 老牛卖力地挥舞着铁锹 挖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随后 李平安跳入坑里 老牛 要记得保护好我呀老牛 摸 你安心地去吧 黄土将李平安完全淹没 李平安则盘坐土坑当中 调动霓丸中的元气冲击晶晶 在他的眼中周围一片血红 各种气息波动 体内真气充盈 呼吸和心跳逐渐减缓 进入了近似冬眠的状态 致毛发于鼻端 能掀丝不动 甚至可以在土中活埋 水中沉溺不出 他的呼吸也自然而然地变细 变成一条细细的丝线 又深又韧 一直延伸到丹田 树林茂密 月黑风高 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 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嗡嗡一只怪虫颤动翅膀 向李平安所在的土坑飞来 下一秒 搜 一根毒钉将它射穿 钉在树上 紧接着温散张开 毒粉在眨眼的功夫 便吞噬了怪虫 连个渣渣都没有留下 黑夜与白日流转 风仿佛能吹走所有的痕迹 老牛弯着腰 坐在一块石头上 等待着李平安的消息 过了两日 老牛也给自己挖了一个大洞 随后 躲了进去 转眼便是半个月过去了 这半个月竟然是风平浪静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甚至连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 修行不能像是被狗撵了一样 要平心静气 缓慢推进 心定则气气 气气则清静 道声自然 自然则逍遥 寂入逍遥 则无量自在 得做神仙 李平安睁开法眼 仿佛甚至能看到 自己的心脏在跳动 随即运转了数个周天 身体才逐渐恢复了正常 似乎刚刚从冷冻中解封出来 虽然仅仅只过了半个月 可却感觉仿佛是亘古以来就没有人来过一般 仅仅 百分之十 李平安破土而出 从地里露出一个小脑袋 周遭竟是一些死去的虫子尸体 看样子 是想靠近这片区域 结果中了李平安的毒 梦 老牛也从土里钻了出来 你小子终于出关了 这时 一只活蹦乱跳的虫子正在向李平安靠近 老牛眼疾手快 抢先一步将那条活蹦乱跳的小虫子抓了起来 扔进了火堆里 吱得一声惨叫 冒出一股青烟 嗯 李平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干得不错 奖励你一包牛肉干 摸李平安伸了一个懒腰 舒坦 一边说着 一边习惯性地拍了拍老牛的屁股 碰 老牛惨叫一声 静止飞了出去 李平安歉意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 一下子没控制住力量 摸老牛委委屈屈地叫着 看样子 一包牛肉干是打发不了了 半个月过去了 好在之前的营地还在 大头见了李平安吓了一跳 平安 你还活着 我什么时候死的 李平安笑道 大家都以为你死了呢 大头说 毕竟 战场上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的事情多了去了 李平安离开了半个月 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变 两边的战争从小打小闹 到了如今的你死我活 不断有尸体被抬到后方 埋尸的工作忽然变得繁忙起来 大头也来帮李平安掩埋 从刚开始的不适应 见到尸体便呕吐 到后来的漠然 有时候一晚上要找好几处埋尸地 搬来搬去 累得直吐舌头 因为表现优异 很快李平安手底下 就有了七八个不值钱的兵 包括大头 帮着他一起处理尸体 战场上的尸体 如果不妥善处理 大概率会造成瘟疫 在李平安的指挥下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有的负责搬运尸体 有的负责挖坑 大家都听他的 即使是混了许久的老兵游子 也不例外 原因就在于 李平安时不时地 就能给手下的兄弟们 改善改善伙食 他总能搞来一些野兽 天上的飞鸟 山上凶恶的野猪 跑得极快的野兔 最让人好奇的 还是李平安带着的那头牛 那头牛的口袋里 就像生意一个百宝袋 什么东西都能拿出来 各种调料 锅碗瓢盆 煎 炒 碰 炸 煮 熬 李平安的手艺多样 跟他做得一比起来 军中大厨 做得简直就是猪食 在这个年代 能吃上一顿饱饭 遗数不易 更何况隔三差五 便能吃上一顿肉 所以 即使李平安 不用树立什么威望 大家就都服他 谁找事 那就是 砸大家的饭碗 然而对大头来说 吃饱饭是次要的 更让大头在意的 是能跟在李平安身边 听他讲各种故事 大头喜欢读书 他在书上 见过一种名为侠客的人 酒中自有乾坤在 杯中亦有日月长 写酒仗剑走天涯 奉日月以为蒙 昭天地以为剑 孝山河以为正 敬鬼神以为平 山高不足旗帜 剑身不断骑行 流年不悔其意 风霜不掩其情 大头说 李平安就是最像侠客的人 不像自己和其他的大头兵 那种感觉形容不出来 就好像大家都是一起来勤学苦读 千军万马走独木桥 结果有一个同学 已经提前得知自己保送了 然后看着同学们 奋发图强的样子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大头问李平安 能不能也交绞 他如何成为侠客 每个热血的少年 曾经都有一个大侠梦 背着一把大剑 浪迹江湖 笑看江山如画 醉卧美人熙 大头流露出向往的神色 然而 李平安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了 侠客 自己是吗 他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侠客 就是一个四处溜达的该溜子罢了 大头又不死心地问他 江湖是什么 李平安淡淡一笑 路长路远 山水之间 每个人的江湖不一样 有人的江湖 是国家新王匹夫有责 有人的江湖 是快意恩仇 行侠仗义 至于我的江湖 李平安顿了顿 沉默片刻 一策马就是江湖河海 一片粥就是远崇山千万 想到这儿 笑着摇了摇头 什么也没说 举起酒葫芦 咕嘟咕嘟地喝了一大口 一抹嘴 用舌头舔了舔笔尖 低头专心致志地 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的记录 今儿埋葬了十三具尸首 实践加深了我 与社会各阶层人的感情 拉近了我与社会的距离 也让自己在社会实践中 开拓了视野 增长了才干 进一步明确了 我们身为蜀山青年弟子的 成才之路与肩负 该死的刑事主义轰 远处的战场上 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 这动静 李平安好奇地抬起头 看样子是有修士参战了 随着双方军队中修士的参战 战斗愈加惨烈 各自折损了几千人 又战死了数十名将领 李平安觉得再这样打下去 这支军队便要被打光了 毕竟就是一个杂牌军 战力称不上有多强 不过 好在没过一些日子 援军便到了 李平安坐在一块石头上 一批又一批的人走来走去 热闹极了 跟过年逛庙会一样 老牛在一旁煮着茶 大头凑过来尝了一口 只觉又苦又涩 不知道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喝的 他们这次不负责搬运尸体了 因为有好几支军队 都跑到了他们的前头 他们这支杂牌军 便又被遗忘了 到了这儿三个多月以后 李平安才知道 他们所在的地方名叫野人坡 因为要长期驻扎 所以他们在这扎了营 也不知道是谁说过 生活就是最好的老师 在军营中 李平安学会了许多 比如这简单的扎营 都包含着许多知识 扎营一般都会选择 靠山靠水的地方 然后规划营寨大小 分工 谁在前面挡住敌人 谁在后面保护不及 然后再安排士兵挖壕沟 砍伐树木 以及将鞋带来的 自重器械都集中好 壕沟里面要有木桩 朝外的一头削尖 用火熏黑熏硬 壕沟外还有额外设置巨马阵 巨马阵前面设置路角 路角前面设置陷阱 赤后和港哨 还有暗哨 这些东西 一样都不能少 李平安认真的学习着 每一个小知识 即使是在旁人看起来没有用 他想着 等几千年 几万年 甚至几十万年之后 那时候的自己 就会是一个行走的百科全书 再或者 到最后 人类文明都消失了 自己就靠着这些日积月累的知识 重建人类文明 不过 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李平安将现在的注意力 放在锅里的炒菜上 在沸腾的锅里 他不停地抖动锅铲 周围的人闻着香味 瞪圆了眼睛 就好像看见了 没穿衣服的大姑娘一样 在前线作战 吃的东西都没有很丰富 更不用说 他们这只不惹人注意的杂牌菌 最多便是煮一些浓稠的粥吃 要么把素 小米 野菜 肉 放在一起 加上盐煮成糊糊的样子 然后食用 味道实在称不上有多好 再或者 就是 就着硬邦邦的干粮 泡在热水里 虽然吃不饱 但也不会饿死 开吃开吃 一声令下 李平安手下十几个兄弟 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献煞旁人 不仅是吃的 李平安总能变着花样地 带着大家玩起来 用石子在地上画着格子 玩跳房子 用木头雕出来的小陀螺 用鞭子或者腰带抽着玩 前言时不时传来轰隆隆声 偏偏还总在半夜响起 吵得人睡不着觉 每到这时 李平安总会端着一壶茶 望着远方 估摸着是有敌军突盈 这年头赶西盈的 都是猛人 又过了一些时日 前方的战斗 变得更加热闹起来 好几股军队掺和在一起 跟一锅乱炖似的 这下子 后方也不安宁起来 地面剧烈地颤抖 到处都是战斗的声音 时间到了冬天 李平安发现了一个问题 自己带出来的茶喝光了 这些日子 他已经习惯了饮茶 忽然不喝茶了 倒真是觉得浑身不自在 风越来越大 雪也越下越大 正寻思着 上哪能搞来茶叶 他们这支杂牌军 忽然就接到了 要偷袭敌人良道的命令 也不知道是哪个瞎眼的上司 会让这支军队去搞偷袭 众人在心里 将这个狗屁不通的家伙 祖宗十八代 草了一遍之后 这才骂骂咧咧地出发了 好在令他们欣慰的是 跟他们一起伏击的军队 还有两支 平安 我们会死吗 路上大头担忧地问李平安 来到前线这么多十日 这还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 李平安摇了摇头 轻描淡写地说道 不会 但具体会不会 他自己也不清楚 李平安穿着一身 不太合身的军装 牵着老牛 走在人群当中 就像是一颗豆子 融入到了一把豆子当中 五日后 他们顺利来到了埋伏的地点 带队的将军 让众人隐藏好位置 等着他的号令 一阵风吹来 动得众人直打哆嗦 李平安抓起屁股下面的一块石子 随意扔到一边 对大头道 待会儿冲上去 你就跟着我 大头点头如捣算 他们在这儿等了一天一夜 才终于等到了目标 在夕阳的照耀下 一座光秃秃的山丘上 全副武装的士兵 一步一步地前进 防备着偷袭 打眼一瞧便知道 这是一支精锐的队伍 哄哄哄 火炮和弩箭 像一阵风般掠过他们的头顶 落在这支队伍的面前 弟兄们跟我上 号角声响起 大头紧紧攥着手中的长枪 脑门和手心全是汗水 一波又一波的人冲了上去 马上就要轮到他们了 雪不知道什么时候 变成了黄豆大小的冰雹 砸在他们的身上甲皱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打在脸上 疼得人倒吸一哭凉气 终于轮到他们这一排了 杀 在这一刻 天空中好似只属于火和硝烟 大头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双手不停地颤抖 施加了术法的炮弹 落在人群当中 只能听见轰巨响 夹杂着无声惨叫 大头感觉到了一股热血上涌 刚才那一声巨响 就像是有千百斤重的铁块 砸在了他的胸膛上 硝烟伴随着鲜血的味道 刺激着他的鼻腔 下一刻 他的眼前火光一闪 他的脑袋 就像是被重锤狠狠地砸了一下 眼前一片漆黑 没事吧 有人将他拽了起来 大头摇了摇头 模模糊糊地看着眼前那人 李平安反手一刀 载掉冲过来的士兵 平安 我们会死吗 大头又问 说不准啊 李平安道 这场埋伏 根本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对方并没有因为中了埋伏 而显得慌张 反而是无比的娴熟 一边集中火力 一边保持着绝对的阵型 不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 反观大隋这边 装备不足 进攻能力不强 冲进去便是泥牛入海 他们估摸着 是故意被派来试探敌人的实力 要么就真的是指挥官脑子进水了 李平安这么想着 威力巨大的弩箭 如雨般向他们泼来 所有人都成了靶子 被一根又一根的箭矢刺重 尖锐的呼啸声过后 就是一片铺天盖地的爆炸声 众人被炸得哭爹喊娘 在他们的眼中 整个世界只剩下了一种颜色 夺目地鲜红 轰隆隆的爆炸声接踵而至 像是山崩地裂 这就是战场啊 第一次上战场 李平安和老牛显然都不太适应 一人一牛背靠着背 警方有敌人偷袭老牛 找当官的 李平安说 战场之中忽然冒出一群衣着鲜明的骑兵 全副甲重 各个抱头还眼 腰粗腰圆 手持一只长矛 一面盾牌 身背二十只长剑与一张硬弓 为首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高大男子 骑着一匹黑马 身材高大 宛如一座小山 身穿战袍 英姿飒爽 一看就是一位骁勇善战的猛将 高大男子 望着被打得四散而逃的大随军队 不由地冷哼一声 出戒 大宇军队的弩剑停止射击 马四声响起 战马的身体猛的一沉 四脚在地面上一蹬 就像一道黑色的潮水一样冲了过来 原本正在徒劳进攻的大随士兵 挣扎着四散逃去 跑得慢的 要么被长矛刺穿 要么被战马践踏而亡 杀 闪开 闪开 退到两侧 结阵举毛 大随的指挥官有两把刷子 然而这种情况下 已经很少有人能听到他的声音 再者说 他手中的大部分士兵有一半以上 根本就没有经过训练 东拼西凑 乱七八糟的 别说截阵了 就是一点章法都没有 指挥官声嘶力竭地吼着 然而靠他微弱的嗓门 根本挡不住这汹涌而来的骑兵 他们面对的骑兵 亦不是普通的骑兵 而是大宇赫赫有名的悬甲骑 曾经创造过两千破两万的记录 赫赫威名 虽然只抽掉了三百余人在此 然而对付大随的这些乌合之众 几乎是秋风扫落夜本 为首的高大男子 手中挥舞斩马刀 平鞋砍出去 借助着奔马的速度 迎面来敌 人马聚碎 高大男子发出一声长笑 大随军人便是如此不堪一击 话音刚落 只听砰的一声 一只弩箭从弓弦上击尸而出 然而 射在高大男子身上 却连半点火花都没有见出 高大男子眼神凛然 只是看了一眼 就让人有一种刀枪穿体的含义 纵马向偷袭他的敌人奔去 那名大随士兵惨叫着 被挑起到半空 重重跌落到地面 随即被马蹄踩断了几鼓 发出一声惨叫 高大男子拉着缰绳 让黑色的战马 在那名大随士兵身上来回见他 露出嘲讽式的笑容 大随的将领愤怒至极 却是有心无力 杀 高大男子举起斩马刀 发出一声怒吼 周围的士兵被这股气势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便在这时 有一道黑影从人群中窜了出来 速度极快 李平安方才还在数百米开外 在他发现 高大男子离开了队伍后 随即便在人群中快速地闪动着 穿过刀剑的空隙 从人群的右侧穿了过去 又从人群中左侧穿了过去 他的速度快得就像是一道长虹 根本没人反应过来 一道刀光在空中一闪而逝 斜斜地披在了高大男子的 扼下六寸的地方 李平安的刀太快了 快到对方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他的头颅就已经被斩断了 梦 老牛扛起高大男子的尸体 一人一牛 迅速引入人群当中 从他们窜出来 到高大男子的头颅飞起 再到他们消失 仅在两个喘息之间 而且 李平安还顺手在对方的脑袋上 留下了一些特殊的东西 高大男子的头颅落在地上 悬甲兵们还并未发现 统领被杀的事情 仍旧在进行着冲锋 撤退撤退 大隋兵漫山遍野地跑着 大雨的军队并没有深追 一来是担心有伏兵 二来是高大男子的死 到了傍晚 他们这支残兵才重新聚集起来 这一天一夜发生太多的事情 众人都累得够呛 坐在山洞里 听风的呼啸 听着远处炮火的轰鸣 众人脸色死一样的惨白 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一场永远不会醒来的噩梦 李平安和老牛 在山洞内侧的一角 升起了火堆 煮着茶水 煮茶有许多讲究 未熟则莫浮 过熟则茶尘 只有掌握好水费的程序 才能充点出茶的色 香 味 茶是从佐尔沙的那个高大男子身上 搜刮来的 本以为对方五大三粗 不会洗茶 没想到储物界中 还有不少茶饼 李平安饼茶 碾成细细的粉末 用沸水充点茶 为了使茶末 与水融为一体 用茶险快速击打 茶水充分交融 并使茶盏中出现大量白色茶末 不一会儿 茶便泡好了 茶的品相十分不错 不用尝便知道价格不菲 李平安倒也不太在意 分了一些给其他的士兵 让他们喝点热乎的茶水压压惊 风雪往洞里呼呼地吹 首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洞里的一百多人想归营 可他们到底跑哪儿来了 都搞不清 大雨 西南角的某处军帐中 独眼男人望着被拖到眼前的尸体 眉毛皱了皱 那人正是一日前 被李平安一刀斩下的高个男子 尸体是他们在之后的一个灌丛中找到的 不仅身上的东西全部被掠走了 甚至衣服都被扒了 在听手下报告了情况后 独眼男人沉默片刻 他的食指划过伤口的切痕 伸出舌头舔了舔食指上面的血茶 仔细检查了一番 忍不住撕了一声 好锋利的兵妾 剑 刀 独眼知道自己这个弟弟已经达到了五夫六品 能一击斩断五夫六品的脑袋 对方至少是七品高手 只是七品高手皆被记录在侧 此人是哪里冒出来的 正想着呢忽然面色猛然一变 瞪大了眼睛 看着刚刚被自己舔过的手指 不好 这血里有毒 将军 来人啊 洞穴中 李平安放下茶杯 也不知道自己种下的毒 有没有被触罚 以前在电视剧和小说中见过一种人 喜欢装逼 养成了刀尖舔血的习惯 于是便顺手在脑袋上流下了毒 老牛竖起大拇指 老六 呼 寒风呼呼地咆哮着将山谷中的鸡血都吹得飞了起来 整个世界都好似白茫茫的一片 一行大随士兵走在风雪当中 神色痛苦 整个山区一片死寂 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 寒血针一般地刺着他们肌肤 衣服无论再扣得如何延时都抵不住风雪 该往哪走 几日的行军随后溃败 慌不择路地逃跑 再到现在 满天的大雪更让人分不清哪是哪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只能跟着李平安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说自己知道路的人 但是究竟他到底认不认识路 谁也说不准 因为有人发现看地图的不是李平安 而是李平安身边那头牛 一人一牛 偶尔还嘀嘀咕咕地讨论着什么 总之 李平安认不认路 他们不清楚 但肯定是有什么病 于是三三两两的人商量着 逐渐分开了 李平安和老牛商量了一下 他选择了一条比较偏僻的路线 这条路虽然最远 但却有一座山丘和一片树林作为掩护 远离战场交锋之地 无疑是最安全的 到了最后 跟着李平安的便只有大头几人 平安 我们能活着回去吗 大头问 能吧 李平安说 他们躲在被风坡后 裹紧衣服 任由暴风雪吹得筋疲力尽 直到狂风停止 他们才能继续赶路 就在众人都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前面出现了一个荒凉的寺庙 众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像是饿极了的狼急忙冲了进去 他们砍了一些寺庙里的木头 用来生火 上面架着那口跟随李平安许久的铁锅 锅里头用雪化着的水煮着米粥 一连几碗下了肚 生起一股热呼气 众人顿觉身体舒服多了 李平安拖了那身甲皱 换上自己的青衫 嗯 还是自己这身穿得舒服 夜晚 李平安在庙前写了一个镜字 静以养无浩然之气 阻挡着外面的风雪 让寺庙里睡觉的士兵能睡一个好觉 月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 映照出一个模糊的人影 李平安坐在寺庙的窗边 身上带着一种神秘的孤寂 有人 李平安微微皱眉 虽然对方尽量隐藏了气息 可却还是没能逃过他的法眼 一行四人 以毒眼为首 其余四人 接妖配红剑 大人 您中了毒 不如便交给我们兄弟 一人道 就是 我们一定将这小子的脑袋摘了 为二爷报仇 无碍 那毒还毒不死我 身为六品巅峰武夫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断肢重生都不是问题 不是那么轻易 能够杀死的 比起所中之毒 毒眼更在意的是 这个突然出现在战场之上的神秘人 如果真是某个没记录在册的七品修士 或者其他什么势力 那对于局部地区的战局的影响 将是难以估量的 月光下 似乎有一层淡淡的雾气 大头大头 大头迷迷糊糊地醒过来 平安 怎么了 李平安又去叫醒其他人 将老牛绘制的地图交给大头 顺带还给了他们一些吃食 顺着这条路继续走 如果幸运的话 便能回军营 大头愣了一下 那你呢 不用担心我 你们走了 我就可以放开手脚了 大头眼睛一亮 他一直就觉得 李平安非比寻常 就可以放开手脚 跟他们干了 李平安 不 我就可以放开手脚逃了 我逃跑的本事可是一流 老牛双手还胸 点头如捣蒜 大头等人 从寺庙的后门 悄悄溜了出去 与此同时 独眼五人察觉到了 对方要逃跑的意图 却没有阻拦 因为他们要找的只有那一人 其余的 都是可有可无的杂兵 一行人闯入庙中 只见庙内有一位青山人 打眼一瞧 便给人一种怪异之感 一手驮着一人多高的宝塔 另一只手牵着一头牛 嗯 什么东西 李平安手托宝塔 神色庄严 不由地想起了一句经典的台词 哪怕背负深渊 须一手托塔 我李平安一样 无敌世间 随即另一只手握拳 一拳挥了出去 拳锋压着沉闷的雷声 砰的一声 独眼应接了这一拳 却被震退了三步 果然很强 再来 独眼喝了一声 爆发出一股极强的气血波动 浑身肌肉迸发 仿佛有一匹猎马 在他的身体里奔腾 有一种强烈的震慑力 他猛地吐出一口热气 左掌抬起 右掌 带着雷鸣般的威势 二人全掌相交 发出一声急沉的闷响 双方都感觉到 一股巨大的力量 撞击在了自己的手上 随即不由自主地连退束步 独眼自认为 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地修炼家族秘法 肉身已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即使是与同为六品巅峰五夫交手 都不会落败 然而一击之下 竟让他有些恍惚 天罚之人虽然不能感应到灵气 但是却拥有极为强悍的肉身 绝非某种秘法 能够媲美 不错 李平安轻笑一声 再次挥出一拳 独眼手作掌印 不闪不闭 应接了这一拳 没有多余的废话 二人就像是两座山岳互相碰撞 交织成一片震耳欲聋的异响 给人一种 置身于狂风暴雨之中的错觉 轰得一声巨响 寺庙轰然倒塌 起剑 与此同时 独眼身后四人腰间的红色飞剑 一同迸发 剑光如蓄日般 越滚越大 连绵不绝 在天空中洒下一片剑木 李平安一挥手 将白玉精放大了数倍 像是一面天然的盾牌 拦住剑光 独眼一掌翻天硬打了过去 却只将自己震推了数步 也是毫无作用 四人结实一惊 这到底是个什么 护身法宝 竟然如此奇怪 不仅如此 在这法宝面前 运转灵气都有些困难 眼看着李平安要运转法宝 五人皆是神情紧张 心里思索 这法宝 到底有个什么能力 法宝的来源很广泛 一些为天地间自然所生 更多的 却还是人为锻造 暗器功能可划分几大类 攻击 防御 辅助 妙用无穷 在战斗时 一件法宝 有时往往能扭转战局 有的能召唤阴魂辅助战斗 有的能唤出天雷 有的能释放吞没一切的火焰 而这个法宝一看便极为的不凡 外形是一个塔 莫非是 能够驾驭鬼魂妖魔 再或者 什么特殊的能力 这么想着 几人皆是严阵以待 走你 只见李平安举起白玉精 像是抡大锤一般 猛然向他们砸了过去 卧槽 这是个什么用法 剑光交织而成的剑木 被震得摇摇欲坠 只是一撞 便四分五裂 砸得他们连头都抬不起来 真是奇了 明明是个武夫 却有护身法宝 还如此奇怪 没等独眼多想 李平安抡着白玉精 又向他砸来 独眼连忙闪躲 一时之间 地面轰隆作响 就像是在玩砸地鼠的小游戏 碰 其中一人躲得慢了一步 被白玉精呼在身上 口中喷血 周身气息被砸没了一半 那人被砸时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你小子探娘的玩来 李平安忽然抬起头 哎呦喝 还有援君 别说一个打五个了 就是一个打五十个又如何 说吧 白玉精陡然放大了数倍 轰然一声 向他们坠了过来 好在速度倒是不快 只是带着一股 令人忍不住臣服的威压 快闪 哄 像是有一口大钟 在耳边轰鸣作响 震得几人头晕眼花 等他们回过神来时 这才发现 敌人已经不见了身影 放完狠话就跑 大人 数到身影先后赶来 皆是独眼本家的修饰 每一个都是实力强大 皆非寻常 独眼一脸的冷峻 追 话音刚落 面前的白玉精 忽然一震 众人纷纷一惊 以为是敌人留了什么后手 谁知道这白玉精骤然缩小 紧接着以极快的速度掠走 跑快一些 再快一些 山道上 老牛四提狂奔 李平安双腿夹住牛腹 身子后仰 险些都被甩出去 嘴里还在叫着 再快一些 溜了溜了 跑了一天一夜 确定敌军没有再追上来 李平安才松了一口气 和老牛躲在一处山洞中 呼 李平安吐出一口气 使用白玉精 让他感到有一些疲倦 老牛在锅里煮着汤 山洞中 还有一只黑熊 披着袈裟 眨着卡哇伊的大眼睛 看着这两个 突然闯进自己家里的陌生人 他原本是极力拒绝的 因为现在两国交战 谁也不愿意惹麻烦 被卷入其中 稍不留神 便是抄家灭族啊 他家一脉单传 现在还没能娶上媳妇呢 只是那个闯入家中的强盗 十分和善地 把他的脑袋插在了地下 于是 黑熊便答应了下来 李平安问黑熊 此方地界是在哪 黑熊告诉他 这应该算是大雨的地盘 好吗 自己这算是深入敌人腹地了 黑熊一边说着 一边扯了扯自己身上的袈裟 表情委屈 你这袈裟哪来的 黑熊 是一个和尚给我的 哦 李平安颇为好奇 那和尚在要饭 我家里食物也不多了 他就说拿袈裟跟我换吃的 要饭的和尚 李平安不由地想起一个熟悉的人 不仅如此 这只黑熊的气息也有些熟悉 李平安又问 你跟熊大是什么关系 熊大是李平安早年间前往镇腰关路上 认识的一只黑熊 那是我大哥黑熊道 你认识我大哥 当然了 我俩可是好朋友 黑熊想起之前大哥跟自己说过的强盗组合 恍然大悟 原来就是这两位啊 心里委屈 咱哥俩怎么这么倒霉啊 既然是熟人 那就甭客气了 好久好菜的都上来 黑熊没办法 只好把家里的食物拿了出来 李平安和老牛一起下手 不出半个时辰 便做了一大桌子菜 黑熊看着自己过冬的食物 强忍着 没让眼泪掉下来 就连美味的食物 都有些难以下咽 李平安道 别客气 就当自己家里人一样快吃啊 黑熊 吃过了饭 老牛研究着 该从哪条路线逃回去 比较安全 原本就是来打酱油 嫌溜达的 现在可倒好 溜达到敌人后方来了 牛大哥 你还会看地图啊 黑熊凑了过来 某老牛得意地叫了一声 必须 哎 牛大哥 你身上这身衣服 某 真牛皮做的衣服 暖和 黑熊 牛穿牛皮衣服 变态吧 李平安盘坐在石床前 放开心念 静止猪般烦恼 全神贯注 对外界之事 浑然不绝 只觉头脑一片清明 身子轻弱无误 一个恍惚 外头便已到了清晨 李平安只觉神清气爽 一股元气在体内奔腾 内力又进了一层 精神大振 舒服之极 活动了一周 便急起身 又喝一杯早茶 老牛 逃跑路线研究出来了吗 往西走 绝对的 老牛自信满满 于是 当天李平安和老牛 告别了黑熊 便向西闯去 再见 黑熊美滋滋地 跟他们告着别 三日后 一人一牛 又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李平安骂骂咧咧 那是逃跑路线吗 那分明是敌人的大本营 好家伙 要不是爷们跑得快 那大炮好 悬丢裤衩子崩飞了 老牛委屈地低着头 摸这事 也不能赖我是不 这么多条路 肯定有出错的时候啊 你再好好研究研究 又过了两日 月黑风高 一人一牛 站在一处山坡之上 下方就是大雨的一处军营 老牛信誓旦旦地 跟李平安保证 只要翘无声息地 穿过军营四周的大阵 便能逃出去了 李平安抽出扶桑刀 准备在阵法上开一个口子 扶桑刀带着破法的兴致 很快就划开了一个 公益人通过的口子 李平安和老牛一喜 谁知道老牛前脚刚踏进去 哄 我的牛 有贼人闯营 紧接着是响亮的号角声 卧槽 跑 李平安拽起老牛的一只后腿 撒腿便跑 又过了数日 大雨某处军营 有敌人闯营 众多将士 骂骂咧咧地 从帐篷里钻起来 他奶奶的 还有完没完了 月色下 一人一牛 一路狂奔老牛 你太娘的 到底认不认路 猫贼人休走 小心 这是毒阵 数子 很快 此战区大雨后方 有一只大随伏兵的消息 就流传开来 猫老牛低头思索 研究着地图 表情困惑 不对啊 明明是这么走的 黑熊捧着萝卜走过来 瞥了一眼 忽然发现一个问题 伸出手 将老牛手中的地图倒过来 牛哥 你地图拿反了 老牛眨巴眨巴眼睛 恍然大明白 怪不得 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李平安无奈服额 自己家这老牛 估计不能要了 黑熊揉了揉脸 心里感慨 这一人一牛脑子 都有问题 随即 拿起一本经文研读起来 这是李平安传给他的名为 涅槃经的一门佛门功法 黑熊说自己 从小不吃荤 也不杀生 都是靠自己种地 吃果子长大的 李平安问他为什么 黑熊说自己打不过其他妖怪 所以只能改吃素了 李平安觉得这黑熊有一些天赋 所以 将长青当初教自己的涅槃经 传了一部分给他 那时候 长青为什么要传授自己 涅槃经 来着 李平安陷入了回忆当中 那时候 自己掩护柳运出城 断了一条手臂 而后逃亡安北四镇 意外获得了一颗射利子 虽有补缺之能 却也让自己体内气息紊乱 也是那时候 自己结识了长青等人 幸亏长青的涅槃经 自己才能压制住那股气息 半上 李平安回过神来 笑了笑 那一切似乎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他忽然想到 有一天 自己觉得累了 便搬个板凳 坐在菜园子里 目之所及皆是回忆 心之所想皆是过往 洞外的大雪 仍旧没有要停止的意思 北风萧萧 一寸一寸地冒着寒气 李平安正吃着热乎乎的烤土豆 忽然感觉到 几股神石扫尸而来 是敌人探查自己的位置 李平安展开气息锁定 敌人已经在搜山了 老牛 没时间了 我们该走了 李平安道 梦 本牛找到路了 老牛再次十分自信地说道 李平安捧着老牛的蹄子 老牛 这次我还信你 梦老牛尾巴翘起来 双眼被泪水打湿 平安 李平安摸了摸黑熊的脑袋 带我向你哥问好 走了 大雪封山 黑夜降临 天空一暗 电闪雷鸣 狂风吹舌着哭动了的树枝 发出疯狂的响叫 同时掀起密集的碎雪 大块大块的乌云 把天空压得像要塌下来的破墙 雪夜中 有两个身影 正在向山顶迅速掠去 一个是四十多岁的高寿男子 一个是两个七十多岁的老者 他们的身上 仿佛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流光 在月光和冰影的折射下 他们的身影若隐若现 似真似幻 冰雪不极深 伤不到他们半分 他们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可万万没想到 在他们头顶树杖外的一棵松树上 竟然不知何时多了两个影子 谁 长刀出鞘 滑出丝丝火星 撕裂空气 剪结刚猛 迅捷无匹 仿佛将所有的力量都凝聚一招 不留后招变化的余地 招式中充满了一往无回的气势 四十多岁的高寿男子 当即毙命 那名老者也被这一刀的威势给吓了一跳 胸口出现一道骇人的刀痕 荒野之中 是一座又一座山 风吹过树梢 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 老者反手一计法印 轰隆一声巨响 仿佛山崩地裂 冻结的地面塌陷 冰茶四溅 李平安闪身躲过 便是刹那的瞬间 老者一步跨出 双掌一左一右 快如闪电 直取李平安的命门 李平安左脚向后一缩 身子一飘 想要避过这一击 哪知这一掌如复古之躯 必无可避 掌心之中 带着两张福转 老者哭瘦的脸上 露出一丝冷笑 刚才对方抱起出手 干净利落地 除掉自己的同伴 本以为对方实力远超于自己 没想到一交手才发现 对方也不过如此 老者甩出掌中一张福转 与此同时 七身上 一掌拍向李平安的胸腹要害 这一掌用了十成功力 足以开山猎石 死 他近乎要将这个字喊出来 这时候 他忽然发现 有一只牛立在一旁 捧着一个小本本 迅速记录着战斗的过程 嗯 这是在做什么 疑问在脑海中一闪而逝 收笔 何本 梦 老牛提醒李平安该撤了 对方的援军很快便到了 听了这话 李平安反手掌风如电 卷向老者的后背 啪的一声闷响 空气产生剧烈的震动 老者惨叫一声 喷出一口鲜血 滚落在山坡之下 李平安不再多坐停留 老牛 刚才都记录下来了吗 梦 躺在地上的老者 五脏六腑皆被震碎 此刻只剩下一口气 奄奄一息 老牛变身 李平安纵身跃到老牛背上 四骑狂奔 速度奇快无比 梦 敌人在东南方向 正在往山下跑 他在那儿 追 几个声音从不同的方向响起 老牛钻进一片 被大雪覆盖的密林之中 这法宝 一声抱贺 然而 法宝却比声音要快上几倍 声音刚入耳 两枚马眼大小的圆珠 便到了李平安面前三寸的位置 枪 金铁交明之声响起 飞剑细语 拦住了两枚飞尸而至的圆珠 李平安身形弹起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向山下奔去 飞剑细语在身边徘徊 始终保持着三丈左右的距离 李平安手持扶桑刀 脚下运转燕子穿云纵 遇见的敌人 要么就是被他绕开 随后 以极快的速度 将对方甩在了身后 要么 便是一刀毙命 李平安的刀很快 一触急走 一闪急逝 基本很少有人能够拦住他 快快 在西南方向 这两个家伙 跑得速度太快了 几个声音不断交织在一起 狂风呼啸 他们的速度越来越快 如流星雨般地 从林子中掠过 一路闷头跑 一日之后 李平安和老牛 停在了某处村庄中 村庄的人早已跑光了 村子里除了一座座茅草屋 和光秃秃的树 几乎什么都没有 一片荒凉 李平安和老牛都喘着粗气 显然是累坏了 按理说 如果只是使劲逃上的一天一夜 也不会这么累 可关键是打了一路 都不是等闲之辈 又跑了这么多路 累得筋疲力竭 身上也有好几道伤口 老牛 咱们咱们跑哪儿来了 李平安问 老牛四处看了一眼 仔细分析了一下东南西北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他们有可能迷路了 李平安给了老牛屁股一脚 你自己说 这都是第几次了 老牛委屈巴巴地揉着屁股 蹲在另一头看地图去了 村子里什么也没有 只能从井里打了一桶 带着冰茶的凉水 李平安喝了一大口 只觉透心凉 随后又呈了一瓢给老牛 老牛扭过头去 气鼓鼓地不跟他说话 看样子 是因为刚才那一脚闹小情绪了 牛牛也是要面子的 李平安只好安慰他等出去以后 再多奖励 他一些牛肉干 中午 是太阳的光线比较强烈的时候 李平安却感觉不到丝毫的暖意 检查了一下身上的伤势 当即催动龟西宫 元气成流 气通小周天 神 意 气 三家龟道一处 一呼一息 一念不起 万绿聚集 尽急生动 运转周天之火 借元气治疗伤势 过了一会儿 便觉四肢温暖 周身四醉 小腹内渐渐发热 热力一次一次地增加 小腹中似有沸汤 气秋上下冲动 咕咕咕 肚子传来响声 很快 一间破旧的茅草房中 便架起了一口大锅 各种食材摆在四周 李平安和老牛对坐着 大口大口吃着煮熟的羊肉 配菜也都十分齐全 用储物借储存食物 估计很少有修饰会这么干 这么做 仿佛是用金子做的铁锹产大份 外面的大雪 仍旧在下着 地白风色寒 雪花大如手 李平安一边吃着火锅 一边考虑着接下来的事情 独眼站在山上 望着山下白茫茫的一片 视线所及 人头攒动 不仅出动了大量的修士 另外 还有足足一万余名士兵 在后方展开地毯式搜索 参与搜山的五十多名修士 死尸二个 伤五个 神秘人表现出的超强实力 引起了上层的重视 对方是不是还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实力 是不是来执行秘密任务 或者 还有更大的阴谋 战场之上稍有不慎 便是万劫不复 谁也不敢大意 于是 十日后 参与搜索的人数 竟然已达到了两万人之多 搜寻的范围不断扩大 大有一副不把它找出来 就不罢休的架势 与此同时 这么大的动静 也引起了大隋方面的注意力 军长之中 大隋女皇正听着手下探子 整理出的一些关于敌人的情报 柳韵低头望着沙盘 有一耳朵没一耳朵的听着 最近大与大同一带的战区 出动了近两万余人 大张旗鼓的搜山 搜山 柳韵忽然抬起头 是 似乎是在找什么人 找什么人 在探 是 这时 帐外有声音传来 怀路书院锦玉求见 近 一身白衣 腰间佩剑的翩翩公子走了进来 行了一个礼 陛下 一切准备就绪 柳韵点头 让侍女端来酒杯 锦公子 寡人助你第一站 马到成功 锦玉一仰头一饮而尽 上战场已经有一年多了 锦玉第一次接到作战任务 之前都是养马喂猪 这让锦玉一度十分不爽 现在好不容易接了一个任务 端掉敌人一个在大同地区的一处临时矿 虽然这说锦玉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锦玉带着十余名怀路书院的同门 还有数位军中修士 以及舞者 全是精英 按照计划 他们准备乔装打扮 偷偷前到目标区域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锦玉掐着小腰 给自己的好友李平安写了一封信 信上如是说道 我仅遇杨明立万的时候 终于到了 说起来 这家伙 已经有将近一年没有给自己回信了 莫非是自己用他名字去青楼被他发现了 跟自己绝交了 平安应该不会这么小见 与此同时 大同地区 斜扇林矿 轰隆隆的声音响彻天际 一块块从母体脱落的未成品的零食 被运送到指定的区域 这些零食尚未被加工 与市面上流通的零食尚有区分 类似于尚未被加工的粗盐 此地戒备油盐 名哨暗哨无数 谁也不敢贸然闯入 一人一牛 从距离茅坑几百米外的一处地面 冒出了头 老牛 这是哪儿 猫 老牛看了一眼地图 十分笃定地说 这是大随的地盘了 咱们逃出升天了 属实是一个敢问 一个敢说 李平安给了老牛一个脑瓜崩 经过仔细观察 这才确定 此处应该是敌人的一处零食矿 老牛 怎么样 想办法干他一炮 零食矿可不多见 更何况还是敌人的 猫 老牛 准备一下详细的计划 于是 老牛拿出万能的小本本 轻壳一声 计划如下 计划一迅速逃跑 计划二无比迅速地逃跑 计划三荒不择路地逃跑 计划四撒鸭子狂跑 总结一句话 好路千万条 好路第一条 李平安将他的小本本夺过来 随手扔了出去 猫 让我们抛开书本 进入实战模式 李平安道 先用扶桑刀破开阵法 随后 一人一牛点起脚尖 鬼鬼祟祟地潜入了进去 抓了一个大羽的士兵 把他拖到角落里 一顿爆锤 老牛 你在这儿等我 我去探一探消息 李平安换上大羽士兵的衣服 正大光明地走了出去 与此同时 紧欲化身的士兵 小心翼翼地走在斜扇灵框中 像这种地方 一般都会有口令 这时 他瞥见一个落单的士兵 于是便走了过去 一只手拍在对方的肩膀上 冷声道 口令 哦 李平安一愣 运转周身元气 同时随口道 天王盖地虎 小鸡盾蘑菇 宝塔阵和腰 蘑菇放辣椒 一边说着 一边便准备抱起出手 解决对方 谁料那人只是恩了一声 随即掉头便走了 嗯 李平安满脸不解 让自己蒙对了 这口令这么离谱吗 这就好比让解一道数学题 李平安写了一首古诗 结果竟然是正确答案 戴着面罩的景欲 转身没走两步 迎面遇见了一只巡逻的队伍 口令 队伍首领询问 景欲抬起头 十分有自信地说道 天王盖地虎 小鸡盾蘑菇 宝塔阵和腰 蘑菇放辣椒 有奸现 卧槽 景欲 景欲瞪大了眼睛 转过头 看着同样戴着面罩的李平安 眼神带着几分迷茫 不明白 对方为什么要骗自己 李平安 有奸现 一声大喝 立马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呼拉一下 便有十余名守卫围了过来 什么人 景欲没有废话 趁着敌人还为合拢而来 率先发难 反手一箭 划出一道弧线 只取了一人的性命 有敌人袭击 那人还没等喊完 景欲便一箭刺穿了他的胸膛 顺势一箭斩杀了另一人 周围的人围过来 被砍瓜切菜一般杀翻在地 随即向一个方向跑去 站住 他在那儿 顿时 呼喊声连成一片 李平安站在原地 愣了许久 这才回过神来 哦 远处 有几道人影闪过 很快便传来厮杀声 显然是有高手出手 跟那个倒霉蛋打在了一起 李平安表示 这人真是智商捉急 不过对方这么一闹 倒是为自己提供了机会 景欲躲在草丛中 捂着屁股 表情凝重 忽然 他瞳孔猛的一缩 一片树叶迎面来 他心中一惊 下意识地一扭上半身 只听扑的一声 肩膀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景欲连忙运转步伐 转身便跑 娘的 想不通啊 真的想不通 他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已经问出了口令 还会被敌人认出来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那人告诉自己的口令是假的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坑自己 一边想着 景欲一边回过头 发现追自己的人有两个 皆是身披战甲 面容粗犷的男人 两位无品舞者 奶奶的 再把老子逼急了 回头跟你们拼了 虽然景欲也是一位无品修士 可身为天骄的他 完全有自信一打二 就在景欲闷头狂奔的时候 前方忽然传来空气撕裂的声音 景欲忙闪身避过 是一柄飞剑 无品渐修 景欲连忙爆发力量 加速逃窜 即使是三个无品 我景欲又 你嘛 又跑出来了 还有一个六品 轰轰 一阵一阵暴响声接踵而至 强大的气流 疯狂地席卷而出 景欲被卷到半空 大叫一声 一位六品服钻师 两位无品舞者 外加一名无品剑修 以及诸多舞者和修士 这阵容足以为杀半部弃品了 景欲怒骂一声 捂着屁股 加快了速度 只有一个念头逃命 同时 他在心里将那个告诉他 错误口令家伙的祖宗十八代 问候了一遍 三日后 景欲躺在床上 咕咚咕咚 喝了一大碗药 露出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你说说你 明明就是让你去探探路 查看一下情况 你可倒好 跟人家直接干起来了 阿利亚一边说着 一边将另一个药碗递给他 景欲颇郁闷道 这也不能全赖我呀 本来好好的 谁知道那个瘪犊子 竟然因我 得亏老子跑得快 不然现在 都不能活着回来了 你等着 等我伤好了 再去把林矿给端了 阿利亚忽然想起来 对了 我正要跟你说呢 邪善林矿 已经被人给端了 嗯 景欲显现 没将嘴里的要喷出来 好不容易咽了下去 什么 阿利亚解释道 情报部门得到的消息 邪善林矿被袭击 袭击者不仅盗取了 大量的灵石 临走时 还将邪善林矿毁了 重新开绝少说 也要几年的时间 什么人干的 不知道 反正不是大随派的人 有可能是邪教 也有可能是某个散修 景欲 那我的任务 你就先歇着呗 反正你的任务 已经有人替你完成了 好了 我先走了 景欲握着拳头 发出咔咔的响声 牙都险些咬碎了 怒火中烧 好不容易得到一个任务 没成想被别人给搅黄了 他想起那个 故意告诉他错误口令的家伙 又想起那个 抢了他任务的混蛋 这两个天杀的 景欲当即给自己的好朋友 李平安写了一封信 在信里控诉了这两个混蛋 要是让他知道是谁 非得把对方祖坟给养了 家里的大黄狗 都给他两巴掌 随后又表达了自己 报国无门 欲欲不得知的苦闷心情 最后 补充道 我景欲一定会扬名立万的 三个月后 两边群山起伏 陵海茫茫 欲往深处走 林中的清香 愈发的浓郁 脚下得路时而平缓 时而陡峭 宛如一条幽深的山道 猛猛猛 二胡之声在林子中回荡 像是山剑在山谷中缓缓流淌 李平安戴着草帽 坐在老牛身上 老牛时不时叫上几声 配合着李平安音调 根据老牛的指点 他们现在已经远离了战场 老牛 这里风景不错 下次带上润土一起 木 李平安放下二胡 伸了个舒服的懒腰 嘴角轻轻勾起 这次战场可真没白来 端掉了敌人的一个灵框 这也算是为国家做出贡献了 李平安摸着自己的零食戒指 只不过都是一些尚未经过加工的零食 其中蕴含着许多杂志 得找人专门给自己加工一下 老牛 唱个歌 李平安笑道 摸摸摸摸摸摸 哟哟哟 李平安为老牛打着节拍 一人一牛的身影愈行愈远 于黄河泛泛 空水共悠悠 河汉纵且横 北斗横复直 缠造阵阵 林间遇见寂静 划船的汉子 脉力地划着船 小船轻飘飘地 如一片芦苇 在海浪中穿行 又快又稳 芦苇摇曳的声音 和小船破水的声音 和谐地交织在一起 一名老者站在船头 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一年轻人坐在甲板上 面前放着一壶酒 一本厚厚的书 祖父 你说你在外游历二十多载 是不是什么都见识过 那是当然 老者呵呵一笑 年轻人敬佩地看了一眼自己的祖父 祖父早年间随军参战 走遍了大江南北 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 便是躺在祖父的腿上 听祖父讲那过去的故事 一个竹牌破水而来 速度奇快无比 简直就不像是正常人能划出来的 哎呀我的天老爷 这竹牌怎么这么快 划船的老汉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竹牌就像一只剑似的 在水波中 快速地向着这边刺去 一个年轻人 站在竹牌的前面 他头上戴着一顶斗笠 笠帽 下垂地几乎遮住了他的脸 看不清他的表情 身上穿着一件早已破旧 并且满是口子的青衫 胸前半场着 腰间系着一个葫芦 背后背着一把二胡 竹牌后面没有人 只有一头牛 嗯 是谁在划船 竹牌迅速掠过 将他们的小船 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祖父 那头牛是不是在划船 老者 好像 好像是吧 祖父 您之前见过吗 老者 谁家正常牛会划船啊 老娘 你先划一会儿 梦 李平安盘坐在竹牌上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在敌人后方溜达一圈 反而觉得心神舒畅 修行起来也事半功倍 一路上 李平安几乎都沉浸在修行当中 就像是陷入沉睡当中的人 很少有清醒过来的时候 最多就是胡乱 吃一口 然后进入观想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 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中 他领悟到了一些归西宫的精妙的部分 越连越有味道 似乎已经达到了另一个境界 李平安完完全全沉浸在其中 不知日夜流转 老牛便驮着他 玉山过山 玉水渡水 一阵风拂过 阵阵香气沁人心脾 不知道多久过后 一大早 李平安先练了一遍土纳之树 只觉得心平气和游刃有余 手掌轻风呼啸 满山的树叶速速落下 一股元气从他体内扩散开来 带着一股 只有在深山中才能闻到的清新气息 这证明 自己的功力 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不错不错 李平安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拍了拍老牛的屁股 老牛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等回去之后 奖励你一把牛肉干 老牛尾巴打着旋 头颅高高扬起 脚步轻快 他们现在大概率是在关道上 看着关道繁华的程度 估摸着是通往某个大城 李平安问 老牛 咱们这是到哪儿了 老牛眨了眨眼睛 应该快到了吧 到哪儿 越走 李平安越觉得有些不对劲 于是 趁着在路边喝凉茶的功夫 问一个大爷 大爷 这前面到哪儿了 京城啊 京城 李平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老牛将头痒得高高的 仿佛是在说 本牛还能坑你啊 李平安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到京城也好 正好想念京城的美食了 也能去淮路书院看看故人 顺道把自己弄来的 没有经过加工处理的零食 找门路处理一下 李平安这么想着 喝了一碗茶 就听身边的大爷叙叙叨叨 没有要听下话头的意思 嗯 李平安忽然皱了皱眉 大爷 您刚才说京城 请问是哪儿的京城 你睡糊涂了吧 大爷奇怪地看着眼前这人 除了大宇的京城 还有哪儿的京城 李平安 大大宇 老牛喀巴喀巴眼睛 头缓缓地垂了下来 猫猫猫 大爷喝了半碗的茶 看着年轻人抄起凳子 追打着一头老牛 铃儿草的 现在这年轻人啊 真会玩 大宇京城外的一处密林当中 绿树繁枝叶茂 藤条相互缠绕 如同照上了层层叠叠的大网 老牛抱在树上 委屈巴巴 李平安无奈叹了一口气 本以为是逃离了敌人的包围圈 谁知道好家伙直接跑别人首都来了 算了 既来之子安之 正好去大宇京城转一转 李平安打定了主意 老牛 回去写一份检讨给我 猫大宇 京城 这些年 李平安走南闯北 早已不是在当初那个 在小山村里拉二胡讨饭吃的小乞丐了 京城人流密集 商贩甚多 在门面上挂金字大匾外 还要挂招牌 以宣传自己经营的商品或经营范围 以此招揽生意 还有一些江湖上的小玩意 卖冰糖葫芦的人扛着架子 卖巧果酥饼的 卖油条的 拎着篮子在人群中穿梭 李平安牵着老牛 在人群中穿梭 相比起前线的朝不保夕 后方的京城一片祥和 令人向往 李平安想起 之前在前线生活的一段日子 拿出游历小本本 记录着自己几月几日 深入敌人大本营 并且决定潜入其中 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低情商 迷路了 一醒来才发现自己 到京城了 大雨的京城 高情商 决定以身似虎 潜入敌营 光阴不断流走 一年又一天 历历在目 错落年华 又是谁过了轮转的一生 漫长往事 亦或喜亦或悲 隔壁的大爷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秋天过去了 前线传回来了一些消息 大隋与大雨 在归化地区爆发了大战 史称归化战役 以玉东为中心 东起桃陵 西至南丘 先后经历了野人山之战 流园之战 鲁口之战 黄布之战 最终决战在归化断龙坡 大隋女皇柳韵 一身白袍 亲自肋骨 坐镇中军 大战七个日夜 七品修士死伤数十人 七品巅峰修士 阵亡七人 大隋青天坚坚政 以及千余名弟子出手 出其不意 将大隋五万众旗 三万进军 怀禄书院千余名弟子 传送至战场 直插大雨中军 柳韵不眠不休 先后有六个家族 耗光了全部实力 一支又一支的军队填上去 又全部报销 这场战役 投入力量之大 规模之广 影响之深 前所未有 双方先后投入大军超过百万 最终规划战役 以大随胜利而告终 一览天下若怀 李平安忽然想起 柳韵曾经望着月色 笃定地说过此话 他伸出手 任由落叶落在手上 喃喃自语 天要变了 老牛穿好衣服 瞥了一眼李平安 猫该走了 今儿约了人呢 李平安笑了笑 走吧 今儿 李平安联系到了一个黑市商人 准备将手里得到的 尚未经过加工 充满杂质的零食 全都换成正常的零食 因为没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 所以正规的铺子不敢去 来到大宇京城 李平安先是混迹了一段日子 交了几个好友 知根知底了 这才找了一个靠谱的黑市商人 毕竟自己现在在敌人的地盘 做事 还是要低调一些 商人是个满嘴惊涯的胖子 城蒙道上兄弟厚爱 给了一个到翠云风上 十里长街淮山无敌手的称号 敢问阁下如何称呼 李平安愣了一下 淡然道 罪卧江山八百载 天老地老我不老 景欲 原来是景公子 久闻大名 久仰久仰 李平安拱手 实际上 二人谁也不知道 对方是谁 反正就是这么一说 谁也不会当真 景公子 这次是来交易零食的 说实话 在下对于普通的零食 没什么兴趣 不过给景公子一个面子 至少也能让景公子 卖个好价钱 李平安道 那我就先在此多谢了 胖商人拿着烟袋锅 吐出一口烟雾 笑着点了点头 他自六岁 便随父亲入了黑市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基本上一打眼 便能将对方的基本情况 摸个大概 脚上穿着一双布鞋 带着斗笠 腰间各种小物件 后背还背着二胡 既不是名门正派 也不是大家族弟子 倒像是一个庄稼汉 这时 又听李平安道 我的零食有些特殊 还望掌柜的莫要惊讶 惊讶 呵呵 胖商人嘴角轻轻勾起 不就是一些零食吗 有什么好吃惊呢 估摸着 是个见识短浅之人 李平安便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些 从邪善灵矿中得来的零食 一共有三千多块 已经是李平安能带走的全部了 嗯 胖商人检查了一下零食 用手摸了摸 有许多凸起 再仔细检查了一番 发现其中蕴含着不少杂质 是尚未经过加工的零食 胖商人斜了一眼李平安 心里已经捋清了事情的脉络 估摸着是对方发现了 某处尚未被官府发现的小型零矿 没有官府的准允 私人不允许开采零矿 这人意外发现了小型零矿 开采之后 却没有办法和途径加工零食 担心被官府发现 懂了 胖商人点了点头 感慨这小子命真好 这零食品色着实不错 不过作为商人 胖商人自然不能这么说 于是 便道 你这零食品色虽然不错 不过开采的手段太粗糙 都伤到零食的本身了 在胖商人看来 对方意外发现了零食矿 肯定是自己开采 然而自己开采没有手段和技术 会严重影响到零食的质量 并且效率很低 不能骂 您再好好看看 李平安还是很相信 大于官方的技术实力的 胖商人只好装模作样的 又检查了一下 一边说着 在下还有个外号叫金半个 什么意思 就是 凡是个物件 只要看半个 就能分析出个好坏 从来没有走过眼 嗯 胖商人忽然皱了皱眉 忽然注意到 零食下面有一行印记 哦 胖商人的身子顿时僵住 冷汗顺着脊背流下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一双眼睛瞪得滚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这 这他奶奶的是官府的印记 这批零食出自官府开的零矿 莫非是走私 胖商人想到了这个可能 一些零矿上的官员上下其手 偶尔会在黑市上倒腾一些零食 拿出来暗自售卖 鼓一鼓自己的腰包 胖商人打定了心神 不敢再怠慢 又试探性地问道 敢问这些零食 你有多少 李平安伸出三根手指头 三百 胖商人抿了抿嘴唇 心里泛起了嘀咕 三百零食收还是不收 三千零食 李平安道 扑 胖商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只觉头晕眼花 胸口像是被一把重锤 一遍又一遍地敲打着 喘不过气来 脑子里只回荡着四个字 抄家灭族 三千零食 这小子不是在零食矿上打竹竿 趁机偷拿一些零食 借机贩卖 这小子是他娘的 打劫了一个零食矿啊 掌柜的 您怎么了 爷 爷 既然你没来找过我 我也什么都没看见 胖商人连忙掏出一些零食 递给李平安 我什么都知道 您什么也没给我说 李平安被胖商人赶了出去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羊肉 羊肉嘞 小贩的声音高亮 李平安和老牛坐在桌前 吃着热气腾腾的水盆羊肉 配上刚出锅的大饼子 一边嚼着香喷喷的羊肉 一边赞不绝口 爷 牛可不能上桌 待会儿客人来了 没法吃了 这时 小二走过来 李平安也没说话 从口袋里摸出一些钱 放在桌子上 小二眼睛一亮 嘿嘿一笑 爷 您慢用 摸着胖掌柜在道上有一定的名号 连他都不敢做的生意 估摸着 没几个人敢收 摸 老牛问他现在怎么办 要不回大随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既然没人收 大不了 咱们自己练 靠人不如靠己 不如自己练 靠人不如靠己 这时候 忽然走来三四个巡街的官差 一坐下 便是大呼小叫 摊主不敢得罪 连忙将好吃好喝端了过去 官差边吃边大声嚷嚷着什么 周围几个其他的时刻 见了这些官差如玉蛇蝎 还没等吃完 便放下碗筷走了 李平安坦然自若地吃着 虽然吃得很多 吃得却是文质冰冰 不一会儿 另一桌的几位官差吃完了 一抹嘴菜钱也不负 另一人还打包了一些东西 说要回去带给家里的孩子吃 摊主强颜欢笑 好不容易送走了这几位大爷 看着他们吃剩下的食物 忍不住一阵肉疼 低声骂了一句 畜生 这些家伙要的一大堆东西 根本就没吃完 索性咬了一半 直接就扔在这儿了 可是又能有什么办法 摊主无奈叹了一口气 想起自己每天在这忙忙碌碌 挣几个钱 还得照顾病重的妻子 老板 你这儿的水盆羊肉味真对 好久没吃过这么正宗的了 摊主回过头 就见是刚才那个让牛和自己一桌的青山人 挤出一个笑容 那是 不是吹整个京城 您打听打听我王老二的水盆羊肉 那是有名的 李平安 不是京城人 摊主一边抹桌子 一边道 北边的 我祖父便是靠着一手子水盆羊肉扬名的 开了自家的铺子 怪不得水盆羊肉做得这么好 那咋得到了京城 摊主笑了笑 过不下去了呗 北边乱得很 富税又重 没办法只好来了京城 摊主的话头一开起来 就停不下来了 说着 自己如何 从北边来到了京城 如何支起了摊子 如何被这附近的官差欺压 妻子如何病重 还向李平安展示了一下 刚刚给妻子抓的药 李平安伸手摸了摸那药 凑在鼻尖闻了闻 哎 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就想着 有一日活不下去了 两腿一等 摊主重重叹了一口气 一回头这才发现 那青山人不知何时离开了 嗯 摊主挠了挠头 有些疑惑地四处看了看 怎么走了 连半点声都没听见 刚走过去 准备收拾网筷 却忽然发现 桌子角落 叠着一打钱 比对方点的东西 价格要高上两倍有余 摊主愣了一下 这是遇见好人了 等了晚上 摊主收了摊子 拿着给妻子抓的药 回了家 回来了 嗯 饿了吧 我给你做饭 先买药喝了 妻子坐在炕上 脸色苍白 手里拿着针线 都让你多休息休息 摊主责怪道 妻子道 坐不住 整天坐着心也慌 今儿生意怎么样 摊主一边给妻子熬夜 一边头也不回地说道 还是老样子 哎 今儿倒是遇见了一个好人 好人 摊主便给妻子讲了一遍 今儿遇见那青山人的故事 这世界还是好人多啊 妻子感慨道 快喝药吧 我去做饭 妻子接过药 咕咚咕咚 一口气喝光了 喝完 有些奇怪地说道 今儿的药 味道怎么不一样 不一样 都是我早上买的药 妻子并没有多说什么 就这样 过了数日 摊主惊喜地发现 原本病重的妻子 气色一天比一天好 又过了几日 已经能下地干活了 二人只觉是 这要起了作用 并没有多想 一者人心 家舞走在街上的李平安 听着脑海中的声响 嘴角轻轻勾起 随后 将手里的一朵花 插在了老牛的头上 水喷羊肉的味道 确实不错 李平安想着 以后还能再吃一口 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 反正是顺手的事情 有人求到立千山 有人自在逍遥闲 我独随风深远去 唯愿浅犬仙凡间 一人一牛 走在满是人头攒动的街头 一边走着 一边观察着周围的人 一边盘算着 今天要做的事情 老牛嚼着牛肉干 表情幸福 等他们再回到自己 在大雨临时住处时 天已经到了第二日的中午 李平安和老牛 各自捧着一大落旧书 都是旧的不像话的书 都是一本又一本的书籍 每一本都有砖头那么重 有些书的书页 早就已经泛黄 年代久远 纸张又薄又脆 仿佛一阵风 就能将它吹得四分五裂 这些有的是从黑市掏的 便宜一枚零食一本 贵一点的 也就两三枚 还有的是从地摊上掏来的 都是关于一个内容 炼制丹药 李平安并不是想炼丹 而是想要借着炼丹的力量 驱除灵食体内的杂质 当然 要能学学怎么炼丹 也是极好的 现在自己已经学会了 如何炼制灵药 以及如何种植灵药 等各种知识 要是能学会炼丹 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毕竟自己的目标 可是如何成为行走的百科全书 全能 李平安和老牛 还买了许多食物 准备这段日子 便在屋子里闭关研究 如何炼药 诚然 这些黑市逃来的便宜书籍 没什么好东西 但无论什么事情 都要从基础学起 老牛 准备开始努力学习吧 猫 老牛嚼着牛肉干 只要牛肉干管够 别说炼丹了 炼你都没问题 李平安买了一个干净的香炉 放在门口 不将这批零食的杂质驱除 绝不出门 随即郑重地点上三根香 等香烧完了 他又烧了一张符 丢了一枚零食 对着天外跪拜 这是在鼠山学的规矩 老牛开始吧 猫别吃了 猫李平安和老牛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梦短梦长句是梦 年来年去是何年 转眼是半年过去了 老牛 猫 我感觉我理解了一切 李平安点头 那边开始着手吧 于是 李平安在黑市 淘了一个没人要的 二手顶炉 准备先炼制一枚 零食其中的杂质 如果成功了 再大规模炼制 老牛开炉 猫调药 调药是最初一步 药不调 则针种不生 风炉 如崛气 以龟炉 即当停止无火 炼药 针种射归炉内 以目济照 以意守护 火界风势 风筑火微 风火同用 金字化气 直火 直火乃大丹已成 不行周天火候也 直火之至 自应既然定静 呼吸四有四无 神气四手非手 古仙云 定理见丹成 因不加温养 则大药不生 最后一步 炸炉 李平安掀开炉盖 哼 这合理吗 这十分的不合理 李平安将炼制的零食拿出来 原本只是掺杂了些许的杂质 炼完之后 您猜怎么着 嘿 全是杂质 老牛抹了一把灰头土脸的牛脸 闻了闻味道 这爆炸威力再大一些 自己沾沾酱都能被端上捉了 李平安抬头望着被炸飞的房顶 完了 要赔钱了 关键事究竟是哪里出错了 果然 闭门造车不可取 只是该向谁讨叫讨叫 咔 嗯 什么声音 地面要裂开了 咔咔咔 嗯 地面裂开一道细小的缝隙 紧接着缝隙迅速延伸 好似闷雷乍响 整个屋子都塌了 巨大的动静 将四周的人都吸引了过来 不一会儿 废墟中钻出两个身影 李平安淡定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租房的房主 手里拿着装水的盆子 张大了嘴巴 好似没有从惊讶中回过神来 李平安从他身边经过 将等价的银子放在了他的口袋里 失败了 李平安和老牛走在街上 一来是出来透透气 二来是寻思 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 黑市上和地摊逃来的那些东西 终归不太可靠 还要找个靠谱的法子 李平安在大雨的京城转悠起来 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 随意地走走停停 倒也不是特别地着急 对于李平安来说 闲着也是闲着 学医 学练丹 学炼药 以后说不准还要学会话 学吹曲 人活在世 总要有一些事情要做 学了一门手艺 就能混一口饭吃 更不用说 会这么多门手艺 就这样 过了两个多月 一辆豪华的马车 行驶在漫天大雪中 北风呼呼地吹 大雨的京城 迎来了冬季 马车中坐着一个 身披白色凹子的年轻人 身旁放着两个暖手炉 年轻人叫王玉书 是京城一位王爷的子嗣 说起来 也算是王室贵族 修为天赋高 只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最后无奈父亲 只能拜托老友 准备让他拜入 炼丹师凤阳子的门下 王玉书轻轻叹了一口气 显然对于父亲的决定 十分不满意 随他一同前来的老者健壮 劝说道 公子 有些事情并不是 你想要怎样就怎样的 人生在世 岂能随心所欲 老者是王府的管家 兢兢业业干了五十多年 就连王爷 都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 对其十分敬重 王玉书撇了撇嘴 既然不能随心所欲 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老者语重心长地说道 玉书 你从小没吃过苦 王府把你呵护得太好了 不说别的 就说那外面冒着大雪 赶路的青山人 老者一边说着 一边掀开马车帘 寒风呼的一下就涌了进来 王玉书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顺着老者手指的方向看去 就见大雪中 一个青山人 骑在一头黑牛的背上 黑牛头上带着一顶大斗笠 脖子上挂着一串铜铃 跑起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寒风肆虐 凛冽的狂风肆虐的 想要将街道两旁的树连根拔起 王玉书神情逐渐落寞 风雪如此大 自己一个修行之人 都觉得十分寒烈 想必这人也冷得不行 然而 他却仍旧在顶着寒风前行 为了什么 为了生计 为了一家老小 为了明天能有饭吃 心好爱 想到这儿 王玉书叹了一口气 老者继续道 玉书 那人就连活着都是一种奢望 可公子你呢 呼呼呼 寒风 卷起了道路上的积雪 天空变得灰暗 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在空中飞舞 呼啸而过 时不知外 什么都看不清 几棵大树 竟然被连根拔起 罕见的大风 猎马发出丝鸣 寸步难行 一棵大树 被风吹着横卷而来 王玉书勉强睁开眼睛 只见那棵大树 直奔方才那名 骑着青牛的青山人 就在他在心中 为这个倒霉的家伙感叹时 却见那人反手抓住了那棵树 随后往地上重重一插 哄 直接将大树插回了地面 卧槽 老娘 再跑快一些 猫 在这种寒风下 牵着马车的猎马 都无法前行半步 而那头黑牛 却视若无误 跑得飞快 不一会儿 便将它们甩到了身后 不见了身影 平鼓 两个时辰后 乘着猎马的王玉书 才姗姗来迟 没办法 风雪实在是太大了 路边有的茅屋和树 都被掀起来了 王玉书吐了一口气 望着眼前炼丹师 凤娘子隐居的住所 公子 进去吧 除了王玉书 还有许多人前来 墓地也是来拜师的 大概有二十多人 皆是年轻人 每个人都是大声骂着 这狗日的天气 这时 王玉书忽然注意到 旁边还蹲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个青山人 呼呼老牛 你这烤土豆的手艺健长啊 墓 兄台 王玉书出声道 嗯 李平安转过头 有什么事吗 在下王玉书 兄台也是来拜师凤娘子 学习炼丹之法的 嗯 李平安点点头 不一会儿 凤娘子走了出来 倒也没有太多的废话 直到 都过来吧 让老夫看看 你们有没有炼丹天赋 李平安捅了捅老牛 老牛 那个就是凤娘子 某二十多人自动排成一列 一个一个上前等着凤娘子的测验 嗯 不错不错 凤娘子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 晚辈王玉书 哦 你就是静安王之子 凤娘子微微挑眉 正是在下 不错 我就收下你了 其他人的视线 纷纷望向王玉书 很快便轮到了李平安 凤娘子细细检查了片刻 眉头微微皱起 抬起头惊讶地望着李平安 王玉书在心中暗道 此人果然非常人 这凤娘子一缕胡须 老夫收徒这么多年 一向是来者不拒 能坑一个是一个 就算是二傻子 老夫都能有理由 想办法把他留下 挣他一分钱 但你小子真是个特例 让老夫很是难办 大财大财啊 别炼丹了 老夫这儿缺一个扫地的 更加适合你 你一下如何 李平安 扫地 扫地 扫地就扫地 冬去春来 转眼 便是三月过去了 冬去春来 又是一个迎新的季节 凤娘子在家里 弄了个类似于私塾的教室 他的众多弟子 全在里面学习 凤娘子当真是有教无类 什么阿猫阿狗都有 这句话不是夸张 而是真的有一只猫腰 还有一只狗腰 还有两个智商不太高的家伙 但是架不住有钱 凤娘子基本上就是给钱就交 除非是一些特别无可救药的 例如 李平安 李平安一边扫地 一边在心里暗叹 Excellent等于 Omicron 星号爱 这么低的标准 自己都没有成功败入门下 说出去 要让别人笑话死 嘿嘿 星号凤娘子 研读着李平安给他撰写的小黄文 看得不能自拔 师父 身为大弟子王玉书提醒道 师父 该教学了 教学 嗯 你们先自己修炼巩固一下知识 说完 再次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然而 正读到关键的时刻 一番竟然没有了 于是 连忙弯着腰 弓着身子跑了出去 迫不及待地问道 平安 平安 下卷呢 下卷呢 李平安便趁机拿出自己的小本本 询问一些自己好奇的问题 他有许多小本本 有记录灵药知识的 也有记录战斗过程的 这个小本本 便是记录炼丹知识的 每到这时候 凤娘子便会将知识 毫不保留地告诉李平安 然后等着他 给出救命的下卷 李平安每次都只写几页 就像是脱羹的作者 到最关键的时候 便赫然停了下来 虽然凤娘子极为的不靠谱 但是对于炼丹 他总是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还总喜欢研究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 除了炼丹 对于种植灵药 也有一定的涉链 比如 他最近正在研究杂交技术 李平安有些好奇 这个时代的人 还懂得杂交技术 思维这么超强的吗 一问才知道 凤娘子研究的是 植物与动物的杂交 比如 把猪埋在土里 等着它生长 李平安 这思维 是不是有些太超前了 凤娘子总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 李平安还是蛮喜欢跟他聊天的 因为他说话好听 人又好 闲着没事 二人就一起喝喝酒 讲讲过去的故事 时间一日又一日地过去 凤娘子的弟子 换了一批又一批 有的人见凤娘子 几乎不教什么真东西 便也就离开了 还有的觉得自己 可以出师了 便跟凤娘说一声 凤娘子很随意地挥了挥手 走吧走吧 于是 那人便出师了 还有的像王玉书这样 被老爹送来混日子的 王玉书并不像其他王孙贵族 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他总是向往着外面的世界 李平安和老牛 时常雕琢笔 走来走去 偶尔凤娘子说个一两句 有用的消息 都会详细地记录下来 当然最热衷的 还是开饭的时候 就这么混着混着 李平安有一天忽然发现 自己已经十分有身份了 以前他是扫地的 虽然现在也是扫地的 但是拜在凤娘子门下的新弟子 都对他恭敬有加 大家都管他叫平安哥 还有牛兄 有一次李平安发现老牛正在给几位新入门的弟子 讲着什么 就听他在那儿 默默地叫着 底下的弟子似懂非懂 却都是一副恭恭敬敬的模样 比起学习炼丹 大家很快便被李平安的厨艺吸引了 时常围着厨房中的李平安 李平安便从最简单的开始 教这些人如何切蹲 倒也不是一种乐趣 你炼丹是为了什么 王玉书问李平安 嗯 彼时的李平安正在拉二胡 他的寿命马上就要破一千五了 微微偏头 人这一辈子这么短 你打算一直待在这儿 这一辈子要是没点故事可讲 那活着又有什么劲呢 王玉书说道 李平安笑了笑 一辈子很短 如白鞠过细 转瞬即逝 一辈子又很长 长到你觉得会很煎熬 至于李平安 对于他一辈子没有什么概念 长到有足够的时间 去体验数以万计的新鲜事物 不久 王玉书便离开了凤阳子的私塾 听说是报名参军去了 大隋的军队都快要打到家门口了 大街上 总能看见有份情愿的青年 大隋军队逼近 大禹最后的门户古小关 一旦古小关被突破 大禹将再也无法挽回大势 两年前 大隋曾尝试攻破古小关 然而最终惨败而归 两年后 柳韵亲率六十万大军再攻古小关 这一次 大禹争调全国兵力 从各大家族宗门抽掉人手 凡是大禹稍微有些血腥 小得家国情怀之人 都纷纷前往古小关参战 凤阳子的弟子也效应好战 有一大半动身战场 没用多久 另一半也细细缩缩地离开了不少 偌大的学堂倒是冷清了许多 众人离开时 喊着舍身为国 职责所在 是要流进最后一滴血 一臂与敌死战到底 一句又一句的口号 仿佛要把这一切都淹没 李平安和老牛淡然地望着这一切 仿佛所有的所有 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回应他们的 只有远处的禅鸣 在一天的嘶哑之后 微弱地唱了一遍又一遍 不久 弟子生死的消息陆续传来 包括那个他最器重的弟子 王玉书 那日 凤阳子在酒铺中 跟李平安喝了许多的酒 李平安不知怎么安慰凤阳子 最后 凤阳子重重叹了一口气 徒弟死光了 该我这个师父上战场了 于是在某一日 凤阳子也离开了 在离开之前 他决定 收下李平安为继命弟子 如果老夫回不来了 这里便交给你了 凤阳子拍了拍李平安的肩膀 李平安一笑 恭祝师父 平安归来 他本想说 恭祝凤阳子凯旋 可是一想到 如果凤阳子凯旋了 那大随岂不是要败了 凤阳子的身影 逐渐远去 李平安在身后道 在战场上见事不好 赶紧逃 保命要紧啊 凤阳大笑一声 朗声道 国若破 有死而已 就这样偌大的地方 只剩下李平安和老牛了 前线没有旗帜 也没有吹奏 只有远处河水缠缠 马蹄声 以及刀兵 砍尽骨甲碰撞声 李平安和老牛 静静地坐在石阶上 神色略微有些复杂 耳边似乎还回荡着 那些人的欢声笑语 莫要说几十年 几百年 几千年 仅仅只是几年 便让人有一种 恍惚过了一辈子的感觉 老牛蹭了蹭李平安 摸西洋落下 李平安摸了摸他的头 老牛 该练丹了 要把这段精力 记下来 摸摸飞雪 留影 兵甲上闪过寒光 大随六十万大军 在柳运的指挥下分三路 同时进攻大禹最后的门户 古销关 虽有大禹军民拼死抵抗 奈何大随大军 实在是过于强悍 仅仅五日 便攻破了古销关三寨 大将下侯上 一箭射杀重马寨主将文渊 一刀斩杀六平武夫 一人斩杀百余人 重马寨文家军 死战不退 最终全部战死 厮杀声划破九霄 只剩幼子文武一人幸免 代马奔走逃入定关寨 将敌人的消息传递了出去 三日后 三万大随铁骑踏破定关寨 幼子文武战死 定关寨无一人幸 全部战死 五日 面对大禹将士的死战不退 大随连破三寨 消息传出 举国震惊老牛 这炼丹 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李平安感慨道 某老牛点了点头 太难了 简直太难了 凤阳子走了 将这一屋子 关于炼丹的书籍 都留给了李平安 李平安和老牛 废寝忘食地研究起来 基本上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对外界的形势一概不知 此刻 李平安捧着一本古卷 面前摆着一方炼丹的顶炉 一旁还有一个香炉 炉内燃着香 青烟鸟鸟 行 香 此 未浇织 别有一番韵味 李平安一手捧着本古卷 一手端着碗豆浆 将刚刚炸好的油条 掰成几段 放进豆浆里 边吃 边看 时不时还摸出几颗黄豆来 当作小食 老牛 老牛 李平安走出去 就见老牛 正在撩骚邻居家的小母牛 嘿哟 一个后空翻 顿时邻居家的小母牛 看老牛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猫 老牛得意地摇着尾巴 老牛 别完了 回来办正事 猫 老牛迅速跑回来 见兮兮地递给李平安 一瓶新鲜的牛奶 猫刚挤得 可鲜美了 李平安 以后这种占人家小母牛便宜的事情 咱不做了 嗯 不过这牛奶 确实挺鲜美的 老牛得意地笑了笑 回到炼丹房 李平安一声令下 老牛起火 木 李平安翻开小本本第一页 第一个知识点 炼丹最重要的目的 最重要的作用 以及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将其药用物质成分提纯 保留 并使其尽可能多地 与新注入的灵气相结合 尽可能多地形成高价值的药灵气 至于对无害也无益的物质成分 是全部消除 部分消除 还是不消除 这都是知识点啊 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决定 就像是数学题 你不能一味地套用公式 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老牛生起丹火 炼丹炉的核心是丹火 丹火不是单纯的火 它产自于土石之中 具有精的属性 所以能够刻木 能够使灵药液化 呼呼呼 一人一牛忙碌起来 老牛负责控火灵扇 输入灵气 煽动扇子 调控丹火的强烈程度 李平安则睁开仓墓 气息锁定 神石注入丹炉之内 可以看到丹炉中的灵药的情况 利用神石 对药液进行成分检测和分类 把非有效成分排出 或者将药液的有效成分 转移到隔离仓 不同品级的炼丹师 他的神石强弱一定不同 神石越强 对药液的把握就越精准 对核实完成注灵和转换这一步 判断的就越准确 丹药的品级就越高 日头落下 又升起 李平安和老牛 像是被时间定格住了一般 不敢大意 三日后 出炉 老牛瞪着眼睛 丹药出炉 李平安和老牛 怀着忐忑的心情检查了一番 嗯 不错不错 李平安嘴角轻轻勾起 这些日子的书果真没有白读 虽然丹药中的杂志还存在许多 不过这对于李平安来说 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剩下的 便交给时间吧 喷喷 这时 外面有人敲门 来者是一个身材瘦长的年轻人 请问 这里是凤阳子先生的居所吗 是 李平安点头 年轻人拱了拱手 在下是来向凤阳子先生拜师的 这是在下的明帖 拜师 凤阳子先生去战场吗 李平安道 啊 年轻人一阵错愕 那凤阳子先生可说了何时归来 没说 你告诉我一个地址 等他回来我通知你 那便多谢了 李平安关上门 拿着年轻人的明帖 不由地笑了笑 世道混乱 大雨的京城也不安宁 时而有趁机作乱之辈 还有一些早已安插在京城内部大随的间谍 趁机搞事 京城晚上总能听见嘈杂之声 就连一些巡街的牙医捕快都时常遭到袭击 更何况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寻常百姓 深夜的风带来远处的尖锐喝骂之声 夹杂着风声以及若有若无的惨叫 黑暗掩盖了罪恶 一群漆黑的乌鸦突然从黑暗中钻出 盘旋在上空 哗啦啦啦 昏暗的月光之下 刚取出的两酒勃勃流出 倒入碗中 李平安和老牛坐在台阶上 一边不紧不慢地砸巴着酒 一边吃着烤肉 老牛 你说大随能胜吗 摸又过了几日 大雨在战场上的行事 每况愈下 李平安和老牛 仍旧是一心只恋圣贤丹 两耳不闻窗外事 砰砰砰 急促地敲门声骤然响起 快他娘的开门 门刚打开 便走进来两个二十多岁的男子 一个身材矮小 胖乎乎的 另一个留着两撇小胡子 手里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汗烟 穿着有些破烂 身上带着一股该溜子气质 可能是同性相惜 同为该溜子的李平安 顿时便认定 这二人绝对不是什么官差 一脸猥琐 谁见了都会提高警惕 怎么开门这么慢 死了 李平安道 不知两位是何人 何人 连你差爷都不认识 拿着大烟杆的男人 咧着大嘴 露出一口黄牙 满脸的胡须 看起来就像是一堆乱草 原来是二位差爷 不知所为何事 何事 朝廷要打仗 关系到大宇的生死存亡 凡是热血男 无不愤慨 自愿前往战场 你小子却一个人住着这么大的院子 实在是该死 就是 矮胖子也随声附和 差爷有所不知 在下也是替人看院子 这院子并不是我的 少探娘的废话 交钱 没钱 李平安一探手 没钱 牛也行 矮胖子的目光落在老牛身上 一头牛 也值不少钱呢 李平安不再说什么 转身走了 老牛 交给你了 矮胖子和小胡子 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什么意思 回到房间 李平安将茶叶放到小罐子 像打算一样把茶叶打得碎碎的 准备待会捣碎了 再用来泡茶 不一会儿 屋外就传来方才那两个该溜子的惨叫声 啊 到了五月份 大宇京城街上已经几乎买不到大米了 家家户户都开始囤米 囤菜 有人说 大随马上就要杀进大宇京城了 届时 人畜不留 于是有门路的人 开始陆续离开京城 一辆辆运菜的卡车 一辆接一辆的往外运 大米 土豆 白菜 大葱 看样子 是往前线送去 到了七月份 京城普通百姓 从一天两顿饭 改成了一天一顿 随后又变成两顿稀饭 又不少人都饿死了 李平安和老牛 也没有多少食物 一顿两个馒头 一块酱豆腐 就这么应付着 沉浸在炼丹中 无法自拔 终于 在某一日 觉得自己神功大成的李平安和老牛 关闭了炼丹房的大门 准备开始剔除 自己获得的那些临时内部的杂志 沐浴更衣 上香叩拜 神祈福 上香的数量也有规矩 主香炉皆为丹数 也就是说 一 三 五 七 九 丹数为羊 羊为尊 尊即为敬意 一之为平安香 三之香 有供奉天地万物之欲 五之香 天地五行香 七之香 赵请天神 天兵天将 不到不得已万不用此香 九之香为九九吉香香 上通三十三天 下达三十三地 乃是上请玉皇大帝 下请十殿严罗 李平安漱口 清了清嗓子 先上了一只香 磕头祷告 在下二胡守李平安 愿上仓保佑转过身 换了一身衣服 上了三只香 祷告 在下捉刀人李平安 愿上仓保佑 接着是五只 七只 最后 一口气上了九只香 在下属山通天风首席弟子李平安 愿上仓保佑主打的便是一个谨慎 老牛 起火 半月后 老牛 成了 梦 此时的炼丹房 早已是浓烟弥漫 虽然期间发生了一些意外 不过好在最终的结果是好的 李平安成功炼制了三千零十其中的两百枚 这本是一个好消息 可是不久他收到了凤阳子战死的消息 死讯是凤阳子曾经的一个弟子带回来的 没有带回来尸骨 因为大随士兵先一步踏平了寨子 听闻这个消息 李平安愣了片刻 问道 以大禹的实力 能坚持多久 那人苦笑着摇了摇头 最多不过两年 胜负便可分晓 李平安感谢了那人 随后和老牛喝了一顿小酒 第二日 李平安和老牛给凤阳子立了一个衣冠种 老牛用牛蹄拍了拍李平安的肩膀 甭伤心了 生老病死 乃是人之常情 李平安在地上撒了一壶的酒 又将凤阳子之前未看完的小黄叔给他烧了过去 沉默片刻 留下一抹轻叹 老牛 我们该走了 摇世间人 纵有不舍 终有离别 世间事 纵有遗憾 且放心间 李平安虽说走 却也不会这么一走了之 他找到了先前 来拜凤阳子为师的年轻人 年轻人惊喜道 是你 莫非是凤阳子先生回来了 李平安淡淡一笑 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嗯 年轻人愣了一下 随即想到了什么 莫非 李平安点点头 我继承了师父的衣钵 现在想带师收徒 你可愿意 带师收徒 年轻人狐疑地打量了一眼李平安 你想让我拜你为师 李平安解释道 不是拜我为师 而是拜奉阳子为师 我只是带师收徒 可 李平安明白 对方并不信任自己 问道 敢问阁下姓名 路人甲 好名字 李平安伸手指了指半空中的云朵 路人甲抬头望去 怎么 话说到一半 猛然间呆住了 大张着嘴巴 这 只见半空中的云朵上 出现了路人甲三个大字 先生教我 李平安道 我之前都说了 自己只是带师收徒 你拜的是凤阳子 而不是我 路人甲犹豫了一下 师兄在上 师弟这项有礼了 李平安笑了笑 就这样 偌大的院子 又多了一个名为路人甲的年轻人 路人甲品行不错 对于恋丹也颇有天赋 李平安将自己所学倾囊向寿 等自己走后 凤阳子一脉 也能留了一个后人 算是报了这份师徒之情 路人甲对于丹药的痴迷程度 远远超过了李平安的预料 甚至打破了李平安和老牛 在丹药房不出门的记录 猫老牛担心地问李平安 路人甲 不会是死里面了吧 李平安笑着说 不会 还真是让自己捡到宝了 古小关 随着大随增援的感到 兵力增加到了百万计 然而 古小关方面拒收不出 大鱼守将明白 时间拖得越久 大随方面 粮草的损失就越大 百万大军 对于大随 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先后百余次攻关 损失惨重 十二万北镇兵全灭 随后大随境内发生数起叛乱 悉数被镇压 最终双方对峙半年 在损失了一千多名 善于土盾的修饰后 大随终于找到了战机 此战 夏侯尚手下偏将刘勇 一战成名 带领五千票骑兵 直扑大禹腹地 截断古小关粮草供应 以五千百战票计围杀一名 七品修士 最终五千票计 只剩下两百余人 主将夏侯尚带头攻城 连战十三日 最后一日 女皇柳韵清率八万精兵攻城 最终 古小关破 此后 大禹再无险境可守 这一战 对于大禹来说 几乎是一场灭顶之战 为决断大禹气运 女皇柳韵下令 将十三万降兵坑杀 灭杀大禹三万余修士 流泻成川 一片惨烈 消息传到大禹京城 子哭父 父哭子 妻哭其夫 彼时 李平安正在茶楼喝着茶 听着外面的哭喊声 表情略有些复杂 而大隋的军队 突破古小关后 一路势如破竹 直逼京城 百姓口中疯传 大隋女皇已下令 城破那日 便是京中百姓灭亡之时 师兄 师兄 李平安刚和老牛回到院子 路人甲便匆匆跑来 手里攥着一张底豹 显然也是听说了古小关被迫 柳韵下令屠杀降兵的事情 师兄 我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大隋下一个目标 肯定是京城 届时定会屠城的 李平安摘下斗笠 道 我跟大隋官场的一些人有点交情 疏通疏通关系 说不准能让师门免遭此劫 啊 大隋铁骑马踏古小关 印马北渡河 古小关被迫之后 大隋军队游入无人之境 直奔大宇京都 途中有一支军队把守的梁亭 平旁有一株古槐 据说乃是大宇开国皇帝 亲手种植在此 柳韵勒马停在古槐前 望着那参天的古槐 嘴角勾起笑容 砍出一箭 长剑紧在古槐上留下一道白印 随后下令道 砍槐 哄 伴随着一声巨响 古槐轰然坍塌 地面为之轻动 仿佛是代表着大宇的灭亡 大宇 京城 城内一片哀嚎 随处可见身穿白衣 为在战场死去亲人送行的人 李平安和老牛坐回了老本行 拿着二胡 吹着唢呐 跟在人群后面 往往能蹭到大席 大宇似乎是已经做好了 鱼死网破的准备 就算古槐关失守 也要守住国都 不死不休 免得亡国之辱 大宇皇帝虽然放出话来 可面对生与死的考验 朝廷内部已经开始考虑难迁了 刘德青山再不愁眉柴烧 诸多大臣 有的坚决要求皇帝坚守设计 有的建议难下 一些豪门家族 开始暗中联系大隋 以求在破城之时 免遭遇难 事实上 对于他们来说 无非就是换个王朝 能保住自家的基业变好 波云诡诀 天际汹涌 如狂风暴雨 如惊涛骇浪 把世人笼罩在其中 李平安和老牛 在路边的茶楼 喝着茶 都这种时候了 已经没有多少人 有闲心再次喝茶了 能不能看见 明天的太阳 都是一个问题 茶楼前的说书人 也有气无力地 讲着讲一半 便被婆姨拉了回去 嘴上骂骂咧咧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说书 李平安和老牛 饮着茶水 不知不觉 太阳已经落山了 一人一牛 慢悠悠地往回走去 街上 人们行色匆匆 更多的 还是穿着不衣的兵足 匆匆而过 老牛 我果然不太喜欢战争 猫你看咱们 平常爱吃的面店 都关门了 李平安略有些神伤 猫 老牛摇着尾巴 表示自己也不喜欢战争 街上 都看不见别的小母牛了 被拉走运粮食 运物资了 Excelent等于 Omicron星号爱 师兄 你们回来了 看 我练成一批成品单了 路人甲兴奋道 李平安笑笑 不错不错 继续努力 振兴师门便看你的了 师兄 别这么说 跟师兄比起来 我还是太稚嫩了 灰蒙蒙的天空下 带着几分肃木 几分宁静 多了几分暴风雨前的宁静 狂风涌来 吹落了一地的秋叶 老牛拿着地图 算着大随军队的角成 如果没有意外 大随的铁骑 会在半个月后 濒临城下 外面有一对巡逻的城卫军 拖着疲惫的脚步 提着灯笼 甲咒摩擦 发出沙沙的响声 接着是一对骑兵的马提声 一群身穿军装的士兵 正骑着马 赶着抓来的苦力 或用鞭子抽打 或用刀背打人 李平安坐在房顶上 用法眼望着这一幕 轻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 马斯 咳嗽 铁骑碰撞的各种声音 以及军官们低声呵斥 被抓苦力的哀嚎 都听得清清楚楚 李平安闭上法眼 带路人甲炼丹之术有成 便快快离开此地吧 又过了几日 李平安和老牛坐在路边 花了一两银子 吃了两碗胡辣汤 要是放在平时 这价格真是想也不敢想 非常时期啊 刚刚走回去 路人甲便急匆匆找来 带来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大随军到了 围城 这么快 李平安心里早有准备 可没想到柳韵的速度 竟然这般迅速 师兄 你之前说在大随军中认识的官员 不知现在可否联系上了 路人甲有些慌乱 李平安神色如常 问道 大宇皇帝呢 大宇皇帝尚在京中 只是太子以及一众东宫班底 先前已到了南方 李平安点点头 道真是个聪明的办法 皇帝若走了 那让守城的将士怎么想 京城必破 但如果皇帝不走 京城若破 大宇再无翻身的机会 现在皇帝留守京城 太子南迁为大宇保留了血脉 路人甲呼出一口气 大随女皇残忍跋扈 坑杀十多万士族 又灭杀三万大宇修士 此次若是京城被迫 他肯定会选择屠城的 屠城 李平安愣了片刻 坑杀士族是为了决断大宇有生力量 京城很多都是平民百姓 为何要屠城 以我对他的了解 说到一半 李平安忽然止住了话头 他了解柳韵吗 算是 又不算是 虽然大宇京都被围 可是太子和一众班底难迁 一旦城破 便可另立新主 与大随周旋 而京城凝聚异国之气韵 柳韵会 做出如何选择 师兄师兄 路人甲的声音 将李平安的思绪拉了回来 我父亲曾经与一名大随将领相识 我父亲前些日子给他写了信 昨儿他终于回复了 答应会保全我家 哦 路人甲继续道 我想到那时跟他商量一下 定能保住师们 师兄你不必担心了 路人甲见李平安那副样子 还以为是他没联系到那名认识的官员 担心大随军破城 所以 便将这个消息说了出来 以解师兄之忧 本以为师兄知道了此消息后 定会喜笑颜开 没曾想 李平安只是淡淡道 那便好 说罢 便背着手去厨房 想着今儿的晚饭了 路人甲狐疑地看着李平安的背影 月色高悬 李平安沉浸在观想当中 老牛的招呼 让他从修炼中回过神来 老牛端来热菜热饭 一盘清蒸肉 一盘红肠 一盘拍黄瓜 外加一碟炒黄豆 食材都是路人甲差人送来的 能在这种时候 还能吃到肉 可见其家事着实不错 李平安吃了六碗米饭 放下筷子 老牛眨了眨眼 是这么少 是有什么心事吗 李平安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说道 也不知道参加工程的都有谁 除了柳韵以外 刘勇 他忽然想起 曾经在安北四镇 给柳韵推荐的那位将军 不知道他这次参没参加破城之战 要是路人甲父亲口中那位大随将领不靠谱 至少自己也该知道找谁去 总不见得让乱兵将这里给毁于一旦 这日 深夜城外的喊沙声愈加剧烈 李平安用法眼查看了一番 便明白城破就在这几日了 霹里啪啦爆竹声音不绝于耳 对于大宇来说 这是一个别样的新年 新年一始 大随大军兵临城下 师兄 你这次写得可真好 路人甲看着李平安的笔墨 忍不住夸赞道 上连 金玉满堂家兴旺 下连 福星户宅赐平安 横批 华宅生辉 想学吗 路人甲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李平安笑笑 为什么 我爹从小就逼我学书法 现在我偶尔还能梦到那段糟心的经历呢 可不想再学了 比起练字 我还是更喜欢练单 路人甲走到门外 用江湖将春帘贴在了门外 过年你不回家 李平安随口问道 哎呀 家里烦得慌 还是待在这里清静 路人甲道 过了一会儿 路人甲忽然大叫 师兄 咱们的春帘被人撕了 李平安走出去一看 春帘果然被人撕了 不过他却没多说什么 只是将春帘重新贴上 别用江湖粘贴春帘了 为什么 李平安解释道 京城粮食短缺 许多人都饿死了 这江湖是面粉熬的 呃 急了 自然不会放过这江湖 路人甲恍然 李平安又让老牛去屋子里拿几个馒头 放在街角 漫天飘雪 带着雪的味道 带着刺骨的寒意 从屋顶垂下 在风中摇曳 夜 虽说是大军围城 可年还是要过 穷有穷活法 富有富生活 京城照样点起了烟火 街边也有不少猜字迷的 李平安和路人甲 各拿着一串糖葫芦 走在其中 老牛手里捧着一个猪蹄 牛蹄没有了 这个猪蹄 还是路人甲弄来的 橘红色的灯笼 在夜间显得格外明亮 有一种异样的美丽 温暖的心里 有一种宁静的感觉 哄 远处传来一连串的巨大爆炸声 人群一阵慌乱 城外的大隋 选择在这一天 再次攻城 漫天的炮火轰鸣 有一炮射向了城内 伴随着一片惊呼和哀嚎 火光溅在城墙上宛如下了一场火雪 李平安站在慌乱的人群中 回首 好似跟整副画面格格不入 大禹殷宗 一百三十二年 大随军队先后攻下大禹四十余座城池 俘虏二十五万余人 连破三周三关 大举入侵大禹 秋 大禹京城被破 喊沙声 刀剑香蕉的声音 惨叫声 交织成了一曲疯狂而恐怖的乐章 城破了 快跑啊 大随入城了 城头上的守军惊慌失措 有的逃命 有的城群截队地向城下滚去 惨叫声此起彼伏 人们接二连三地倒下 惨不忍睹 因为这不是一场战斗 而是一场残酷的屠杀 大随偏将刘勇带领三千黑甲 马踏奔雷闯入城中 望着脚下出现的亮光 站在墙头的柳韵 神色略微有些复杂 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 在他心中回荡 大随历经十一帝 终于在常乐这一带灭语 标志着大随将开启一统中州的时代 天下一统 甚至九州一统 柳韵伸手虚空抓了抓 好似抓住了全部 却又好似什么也没有抓住 京都龙脉所在 气运所在 京都不平 大禹便还有几分龙气 大禹京城 某处愿落 李平安揉了揉眉心 轻轻一叹 此时 大禹京城堪比人间地狱 城中一片混乱 众多贼人如洪水 一般涌出 没了律法的束缚 挨家挨户的烧杀抢掠 他们贱人就杀 不管是男女老幼 都被他们杀得血流成河 当然 这些贼人 还不是最致命的 那些有实力在身的散修 则早已谋划好了目标 各自冲进几家大户 那个便是炼丹师凤阳子的居所 其中肯定藏着许多弹药 快走 别让他人抢了线 那凤阳子修为颇深 你我二人 放心吧 那凤阳子早就在前线战死了 夜色下闪过两道黑影直奔眼前的院落 炼丹房中 李平安随手挥了挥手 就像是赶走凡人的苍蝇一般 国造 片刻后 院子再次恢复了暂时的宁静 又过了一会儿 师兄师兄 路人甲急匆匆地赶来 李平安微微皱眉 察觉到随着路人甲前来的 还有数名披甲护卫 便推门走了出去 师兄 这些是大隋的将士 李平安淡淡点了点头 诸位辛苦了 里面请 其中一个领头的道 不了 我们是奉命守住此处 那多谢诸位 李平安一拱手 路人甲低声对李平安道 我父亲联系到的那位大隋将军 现在就在我家 我跟他说了 咱们炼丹房的事情 这位将军 便派来了几位亲卫 李平安暗衬着 没有无缘无故的帮忙 想必这位大隋将军 别有所求 思念至此 又听路人甲道 师兄 那位将军还想见你一面 李平安微微挑眉 什么时候 明日 那几个亲卫中领头的 看了一眼李平安的眼睛 瞎子 对手下使了一个眼色 留下两个看着李平安 剩下人便在院中 其他的几处房中搜查起来 李平安只当做什么也不知道 转身回房了 有这些人再也没办法练丹了 单粹抑制住心中的些许烦躁 入定观想 心中默念 只可得定 即得静 官可得慧 即得明 清晨的阳光照在角角落落 刺穿了黑暗 街上随处可见巡逻的大随兵族 几乎无人赶上街 大道旁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 看模样都是刚死不久的 这些人有一部分是不知死活的混混 在大随军队进城后 还想着趁机作乱 被毫不犹豫地斩杀 另外一些便是大雨残余的兵用 大随的士兵各个精神饱满 每个人的脸上似乎都带着一股煞气 让人不敢直视 李平安和老牛 在几名大随士兵的护卫下 前往路人贾家中 师兄 届时 你可不要冲撞了那位将军 路人贾心中有些忐忑 叮嘱道 现在那位大随将军 便是他们家的护身符 谁知道日后大随会不会屠城 就算不屠城 抄家一些大户也是在所难免 他也想到了 那位将军之所以愿意帮他 肯定是看中了师兄练丹师这个身份 师兄又一向桀骜 担心其触怒了将军 遭来灭门之祸 李平安道 放心吧 我知道分寸 现在的关键是 如何保住咱们的师门 路人贾点头如捣算 对对对 承熙 一处颇为豪贵的宅院中 陆府 李平安 老牛跟着路人贾刚走进府内 便听一道爽朗的笑声传来 大堂内 只见主位上坐着一名身材魁梧的 留着一缕短须的中年男子 衣着华丽 神采飞扬 一副质得意满的模样 一旁六十多岁的老者脸上 则挂着讨好的笑容 正是 路家的家主 见路人贾进了大堂 身后 还跟着一名青山人 陆府道 人贾 这位想必便是你口中的李师兄吧 路人贾介绍道 父亲 艾将军 这位便是我师兄 李平安 李平安略意拱手 见过伯父 艾将军 坐在主位上的艾将军抬眼 打亮了一眼李平安 眼神略微有些轻蔑 他确实有张狂的资本 身为大隋将领 现在隋军攻破了敌国京城 面对这些敌国俘虏 自然是高高在上 炼丹是 极品 这个问题让李平安微微一愣 他还真不知道自己是极品 没带李平安回答 艾将军又说 既然是炼丹师 便帮本将军炼制一批丹药 本将军自会保你平安无事 李平安早有预料 笑着答应了 如果仅是如此 能换来师门无恙 倒也是值得的 艾将军放下酒杯 这段日子 你便留在此处炼丹吧 李平安道 将军 我若留在此处 孔师门无人照应 艾将军一挥手 本将军自会遣人照应 你不必担心 留在这里安心炼丹便是 可是 此处没有炼丹的器材 那就全搬来这里便是 我让人随你去取 说完 艾将军瞥了一眼陆父 陆家主 你意如何 此事没问题 陆父连忙道 陆家有好几处院落 可供李先生炼丹之用 李平安闻言 面色平静地微微轻深 既如此 请容在下回去 取一些炼丹的器材 得到了艾将军的允准 这才缓缓退了出去 来 艾将军喝酒 陆父亲自为其倒了一杯酒 艾将军道 歌姬呢 别停 走出门外 老牛不满地叫了一声 刚才就应该干他 李平安劝解道 老牛 干人家做什么 再怎么说 也是大随的将领 不就是炼丹吗 只要他履行诺言 给他一些报酬 也是应该的 很快 陆家便为李平安 准备好了炼丹的地方 顶炉和其他炼丹必备的东西 则是从尸门搬过来的 院落处在一片竹林之中 十分雅致 雅轩是用竹木搭建而成 青石小镜 两座假山 花草树木 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 看得出来 陆家颇费心思 李平安坐在一张雕花子弹椅 翻看着一本精致的古书 桌上摆着三盘小菜 一壶酒 和老牛喝着酒 一脸的悠闲 在这里休息片刻 听着林间鸟语花香 听着溪水缠缠 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忙里偷闲 什么烦恼也没有了 面对着几株翠竹 仰头望着天空中飘过的几朵白云 心中有了许多感悟 嗨嗨 不远处钉梢的士兵倾咳一声 示意李平安快些炼丹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 只好起身 老牛 炼丹吧 猫 老牛满是怨气地 瞥了那家伙一眼 一人一牛 走进临时搭建的炼丹房 炼丹房内 还有两名兵族 瞪着眼睛 盯着李平安和老牛 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李平安使他们为无物 耐心地洗着炉子 烘干 随后投入灵药 生活 使灵药液化 老牛还在旁边放了两杯茶 以便随时能喝上一口 爱信将军要炼的丹药 主要有两种 一种名为定灵丹 又叫安魂丹 可以增进修为 还可以定心安魂 减轻心魔入侵 另一种丹药为聚灵丹 适合四品修饰 增进修为的丹药 这两种丹药 对于李平安来说 难度都不算太大 主要难在原料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好在对方并没有难为他 给了足够的原料 将军 一位监视李平安卫兵前来汇报 爱将军随意地问道 那位炼丹师如何了 每日除了炼丹 便是静坐 偶尔闲溜达 卫兵如实道 其他的呢 没了 爱将军点点头 倒是一个老实人 若是他在期限内 未将丹药炼制成 杀 若是完成了呢 一杀 是 老妞 火小一些 李平安抿了一口茶水 望着外面的阳光 不紧不慢地炼着丹 爱将军规定的期限是半月 虽然这些丹药 对于李平安和老妞来说 稍微努努力几日的功夫 便能完成 可如果这样做了 对方肯定还会让他们炼制其余的丹药 所以 李平安便卡着时间 甚至准备拖延一些时日 并且故意在丹药中留存了一些杂志 一方面展示自己有些东西 一方面又向对方表明 自己虽然有点东西 但不多 傍晚 晚霞烧红了天空 路人假望着竹林的方向 犹豫良久 最终 还是转身离去了 先前父亲 找他谈过一次话 警告他 不许再迈入竹林 跟师兄李平安 有什么接触 那是一个将死之人 切莫被他连累了 路人假随即明白过来 就算师兄练着爱将军所需要的丹药 爱将军也不会放过师兄 路人假清楚 此事事关一族性命 不可冲动行事 这也是 他为何犹豫不决的原因 门头走了一半 他却又忽然舌身 行装暗衬 师兄待我不薄 若是坐视不理 还有何颜面坐人 站住 路人假还没等走进竹林 便被大随的卫兵拦住了 按理说 这分明是自己家 在自己家 被外人给拦住了 当真是有些憋屈 可现在大雨京城都被破了 何况是这区区路假 路人假压制住心中给的怒火 不动声色地说道 我找师兄商量一下炼丹的事情 两名卫兵没看出什么问题 便放路人假进去了 路人假一路走进丹房 这才发现 这里竟然也有卫兵看守 李平安却丝毫不在意 抬起头 师弟 何事 老牛子给他端了一杯茶 主打的就是一个礼貌 路人假暗暗瞥了一眼一旁的卫兵 直好道 有一些关于丹叔的问题 想请师兄指点指点 李平安抿了口茶 看出对方是有事找自己 于是 漫不经心地随手谈了谈 不多时 守在丹房中的两名卫兵 便僵住了身子 眼神直勾勾地失去了神采 想说什么就说吧 李平安淡然道 他们都中了我的毒 路人假转头看了一眼 表情惊讶 是 师兄 怎么磕巴了 慢慢说 师兄 你快逃吧 艾将军想杀你 就在你练完丹药之后 嗯 我知道 嗯 一句话 直接让路人假愣住了 你 你知道 那你 用丹药和我的性命 保住师门和你 李平安简单回了一句 不可 万万不可 路人假面色猛然一变 李平安笑了笑 没什么不可的 凡事有舍便有得 我死之后 壮大师门的事情便托付于你了 这 路人假望着李平安的脸 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墨色的浓云挤压着天空 天空沉沉地 仿佛要坠下来 路人假失魂落魄地离开了竹林 李平安手指沾了沾茶杯中的水泽 屈指一弹 那两名卫兵顿时清醒了过来 对他们而言 却好似只过了一个眨眼的功夫 并无什么异常 只是觉得身子有些僵硬 不由得小幅度地活动起来 李平安和老牛 则继续不紧不慢地练着丹药 在艾将军眼中 李平安是大宇的炼丹师 凤阳子弟子 颇具炼丹天赋 这样的人 若是不能为己所用 便不能留 所以他死 师门可存 最简单的方法 便是如对方所愿 假死一次 将凤阳子炼丹一脉 托付给路人假 此件事了 李平安放下茶杯 轻出一口气 嗯 计划挺完美的 应该不会有漏洞 应该吧 哗啦啦 接到两边的芒草 在风地吹拂下 蜿蜒起伏 身披战甲的一位大隋将军 手搭在剑柄上 面色凝重 这个人身上流淌着一股野性 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 男人看着从眼前 走过的赤红色的军队 整齐华裔地踏着步子 高举着一面又一面赤红色的旗帜 风吹过 却营造出一种战场萧瑟的气氛 给人一种悲凉的感觉 他抬起头 看着城门上那面写着随字的军旗 心中叹了一口气 刘勇 祝国将军夏侯上 手下一名偏将 在这次随与大战中 一战成名 带领五千票骑兵直扑大宇腹地 截断古销关粮草供应 以五千百战票计围杀一名七品修士 曾率部一天一夜 追击敌人百余里 十余次负伤 立下大功 被女皇柳韵亲自点名赞赏 说起来 这刘勇的经历也着实神奇 他原本就是大随边境的一位赤后长 因为不满上司的刑事风格 带领手下兄弟落草为寇 而后却不明不白地 被当时尚为大随长公主的柳韵赏识 被派往夏侯上手下 这在外人看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有刘勇自己知道那段隐情 他带着兄弟们在沙漠打劫时 意外遇见了那个名叫李平安的捉刀人 更令人意外的是 这位捉刀人竟然与长公主相识 也是有了他的推荐 刘勇才得以被柳韵赏识 一晃 便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刘勇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次战争结束后 作为功臣 刘勇自会加官进爵 可是他的脸上却没有多少喜悦 两日前 大随的一些高级军官们 收到了女皇的命令 半月后 图成 刘勇实在不知 该如何对那些平民百姓下手 百姓何罪 遥想当年 自己的父母便是被突厥乱军所杀 然身为军人 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刘勇走在街上 偶尔能看见零星几个大羽的百姓 呼 刘勇常常吐出一口气 他不知该怎么做 怎么才能让女皇改变主意 虽说是功臣 可刘勇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地位 他还不够格 以他现在的地位 只有听命服从的分 甚至连上沿面见女皇的资格都没有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是见到女皇 就凭自己能让女皇改变主意 自己是什么个东西啊 忽然 出神的刘勇停下脚步 自己不知何时 走到了一处巷子口中 巷子中 躺着一个早已死去的妇女 三个孩子缩在一角 怯生生地望着她 刘勇走过去 从怀里摸出几颗糖 三个孩子不敢上前 刘勇善意地笑了笑 将糖果塞到他们的手里 其中一个较大一些的男孩笑了笑 谢谢 刘勇忽然想起来 口袋里还有啄儿的羊肉 于是拿出来 一股肉香顿时扑鼻儿来 三个孩子瞪着眼睛 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吐沫 从刘勇手里接过肉 便大口吃了起来 那个年纪稍大一些的男孩 捧着肉走到躺在地上的妇女面前 娘吃肉了 娘吃肉了 男孩眼神中闪烁着某种光芒 似乎是十分期待母亲能尝一尝 如她这般年纪 怎知生死 她或许只是觉得 母亲只是睡着了吧 如今 只要给母亲吃上些肉 母亲就能醒过来 刘勇一语不发 觉得周围的空气 凝重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伴赏 他开口道 你们快些吃吧 不要吵醒了母亲 叔叔这里还有很多 男孩看了一眼刘勇 对他说的话深信不疑 随即也大口吃了起来 刘勇不忍再看 低头忽然注意到 地上有两幅春联 春联反面的江湖 已经被吃了个干净 想必 是真的饿极了 刘勇随手捡起那春联 一看之下 上联 金玉满堂家兴旺 下联 福兴护宅赐平安 横批 华宅生辉好字 刘勇忍不住赞道 细细在看 一股熟悉的感觉 扑面而来 刘勇大脑飞速旋转 这就是先生的字迹 对于自己的恩人 李平安的字迹 他自然是记得再清楚不过 李先生为何会在此 莫非是云游至此 等等 刘勇忽然想到什么 以李先生跟女皇的关系 若是李先生能出言劝一劝女皇 说不准女皇改了主意 便不屠城了 有谢 绝对有谢 虽然他从未从李先生口中得知到底和女皇有着什么关系 可从蛛丝马迹上来看 二者交情绝对不浅 这个 这个 从哪撕下来的 刘勇激动地问道 爱将军 所需丹药 在下一炼制完毕 陆府内 李平安将装着丹药的盒子递到了卫兵手中 爱将军一手打开盒子 简单扫了一眼 随即又抓起一颗丹药 凝神细细检查了一番 虽然称不上有多完美无瑕 却也不差 但要是说好 确实算不上 总的来说 重归重矩 爱将军失去了一些兴趣 如果对方确实有炼丹的本事 自己或许还会留他一命 另做他用 可现在 爱将军手指肚敲打着桌子 故意问道 之前我答应过你什么 将军说 只要在下为将军炼丹 将军便护佑我失门 爱将军沉声道 本将军说话算话 说护佑你失门 可是却没说护佑你 来人 将这个炼丹事给我拿下 一声令下 顷刻间 李平安的脖子上 就多了树柄 寒光四射的冰刃 李平安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在下死后 还望将军履行诺言 护我失门 免遭霍乱 李平安语气平和 倒真是没有半分埋怨之意 爱将军向李平安 见他面色如常 似乎早已猜到了这个结果 心中不免有些诧异 都这个时候了 自己尚且危在旦夕 却还有心思关心师门 倒真是难得 放心 说吧 爱将军挥了挥手 李平安被几名护卫 用刀架着离开了堂下 陆府的下人见了这一幕 纷纷好奇地张望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哎 那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那位大随的将军 要开杀戒了 很快 得到消息的路人甲 匆匆赶来 师兄 李平安头被刀别着 活动范围有限 只是勉强偏了一个方向 冲路人甲笑了笑 振兴师门便交给你了 师兄 师兄 泪水打湿了路人甲的眼眶 护卫带着李平安 来到一处较为隐秘的角落 当即挥刀不要砍 等一等 忽然 一个声响起 路人甲手里 捧着一碗阳春面 师兄是为师门而死 为大义而死 而他唯一能做的 便只有让师兄临死前 吃一顿饱饭 哎 你做什么 护卫拦住路人甲 几位军爷 就算是死 也要让人吃一顿饱饭吧 几人相互看了看 并没有多说什么 放路人甲过去了 李平安拿起筷子 不紧不慢地 品尝起阳春面来 嗯 面有些硬了 估摸着 是太着急捞出来了 还有 盐放得有些少 没有味道 几个卫兵不禁皱着眉头 心说 这家伙是个什么路说 不知道自己快死了吗 还有心思计较 面底软硬咸淡 吃完了 嗯 李平安点点头 当即一名卫兵抽动兵刃 顿时血水喷涌 李平安捂着喉咙 发出乌液声 不甘心地 晾腔了几步 随后扑通一声 倒在地上 走吧 几名卫兵收刀离去 路人甲含泪 让家丁将李平安的尸体收好 装进棺材里 准备择日下葬 艾将军坐在腾椅上 运转周身气血 面前的盒子里 装着李平安为其炼制的丹药 他身体出了一些汗水 看得出来 似乎很艰难的样子 拿出两枚丹药 当即服下 不一会儿 他吐出一口浊气 哼了一声 这个炼丹师的水平 当真是一般 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卫兵的声音 将军 将军 艾将军皱了皱眉 自己修炼时 最厌别人打扰 自己的卫兵是知道的 除非是有什么 必须要禀报的事情 何事 刘将军来了 要见您 刘将军 哪个刘将军 中郎将刘勇 艾将军面色微微一变 刘将军 他为何会找自己 算起来 这位可算得上是 自己的顶头上司 莫非是有什么作战任务 没来得及多想 艾将军连忙换了一身衣袍 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披着甲州的刘勇 表情焦急 在堂内夺着步子 被一直参见中郎将 艾将军走进来 单膝下跪 不必多礼 我且问你 你可是见过一个 眼睛失明的年轻人 身边还带着一头牛 刘勇开门见山 艾将军愣了一下 炼丹师 李平安 刘勇忽略了炼丹师三个字 盲点头 对对 就是李平安 先前他意外发现了 李平安写的对联 通过对联 找到李平安临时住所之后 才发现 那里竟被几名 大随士兵看管起来 一问这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李先生 被艾将军给请走了 艾将军心里咯噔一声 试探性地问道 您找他有什么事吗 告诉我他在哪 莫非李先生已经离开了 哦 算是吧 永远地离开了 刘勇表情一致 似乎没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艾将军咽了一口吐沫 心到一声坏菜了 刘勇称那瞎子为李先生 看样子 跟他关系匪浅 到底怎么一回事 刘勇的声音 冷冽了几分 艾将军赶忙跪下 将事情原委告知 被一只该死 实在不知 这位李先生 竟然与钟郎将有如此关系 被一只罪该万死 刘勇怒骂 混蛋 带我去找人 找 找人 艾将军心中忐忑不安 刘勇不会是被气糊涂了吧 现在 那瞎子估摸着 都到奈何桥了 去哪找 钟郎将 那人的尸体 恐怕现在已经凉了 刘勇忍不住瞪了他一眼 就平民 杀得了李先生 做梦 刘勇问到了尸体的下落 冲进去一看 只见堂内灵前摇曳的烛光下 放着一口不大的棺材 你们是谁 为李平安守灵的路人甲 站起来 刘勇一双锐利的目光 从棺材上扫过 也不跟对方多废话 便要去掀开棺材盖 我师兄都走了 你们还要做什么 路人甲彻底怒了 你仍还有三分火气 当即便拿起一旁的落台 就要冲上去 跟对方拼命 刘勇单手摁住他 比抓着一个小鸡杂 难不要多少 你刚才说什么 师兄 你跟李平安 李先生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师兄 刘勇一下子松开了手 行了个礼 在下刘勇 乃是先生的朋友 方才无意冒犯 敢问李先生现在何处 路人甲看着对方身上的甲咒 不由得怒道 我师兄被你们杀了 就躺在棺材里 你们还想做什么 可是这棺材里 什么也没有啊 说着 刘勇一抬手 将棺材盖完全掀开 路人甲定睛一看 却发现 棺材里只有一只死羊 不由得待住了 这 这 支支吾吾的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见路人甲这副样子 刘勇便知道 他也不知道李先生的下落 无奈指得对爱将军道 找 一定要把先生找回来 一旁的爱将军 如梦初醒 是是 心中却是一阵庆幸 还好自己没有真杀了这位 刘勇口中的李先生 看刘勇的着急程度 要是这位李先生 真死在自己手上 那后果 很快 爱将军便让画师 绘制了李平安的画像 让人拿着画像 上街寻找李平安 带到众人全部离开后 跌坐在地上的路人甲 爬起来 看着棺材里的死羊 我师兄变成羊了 莫不成 这才是我师兄的真身 他能想到的 似乎只有这一个可能了 毕竟师兄的尸体 可是自己亲自收的 刘勇调动了 自己能调动的一切人手 去打听李平安的下落 叮嘱众人 不可得罪 更不可动武 很快 消息倒是获得了不少 只不过真真假假 两日过去了 仍旧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收获 刘勇心神俱疲地叹了一口气 只道是天意如此 半点法子都没有 屋子里没有点灯 比起光亮 曾经作为炽后的他 更喜欢黑夜 刘勇端起一碗酒 正要喝上一口 忽然酒水中 荡起一丝波纹 何人 刘勇一扬酒杯 目光凛然 气息外放 他的住所 在京城的一处客栈中 前后左右 皆有士兵把守 闯入者定不是常人 莫非是大雨余念 哒哒哒 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是楼下的士兵 听见了动静 全部赶了过来 呼 昏暗的房间 亮起了一盏灯火 刘将军 多年未见别来无恙 一个声音 随着涌来的清风 落入耳中 让人背感舒服 刘勇一愣 惊喜万分 先生 听闻刘将军这几日 一直在找我 不请自来 还望误怪 李平安淡淡一笑 讨扰先生了 刘勇满是歉一道 将军 这时 门外传来卫兵的声音 武士 下去吧 将军 果真无事 外边的卫兵 不放心地多问了一句 都被刘勇赶走了 先生 您先坐 我去给您倒杯茶 刘勇神色 难掩激动 借着月光与灯火 望着李平安 多年未见 岁月在对方的脸上 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 慵懒气质 仿佛是游离于 这个世界之外 这种平和 不急不躁 不紧不慢的气势 一路红尘游历 感受着岁月悠长 慢慢地养出来的 一人一牛站在窗边 各自捧着一个烤红薯 老牛正美美地 包着地瓜皮 罢了罢了 茶就不喝了 李平安将老牛的 烤红薯夺过来 掰成两半 一半递给刘勇 老牛委屈地 眨巴眨巴眼睛 二人先是闲聊了几句 叙叙旧 随后李平安才问道 刘将军差人 寻我所为何事 本来 李平安认为 自己的计划 是比较成功的 事成之后 自己便可以脱身而去 此件事了 谁料 遇见了搅局的刘勇 又发现 刘勇遣人寻自己 这才现身相见 刘勇下跪拱手 面色凝重 哎 刘将军 你这是做什么 李平安略微有些诧异 刘勇沉声道 刘勇想拜托先生一事 刘将军 你先起来 若是有困难尽管开口 力所能及的事情 再下定无二话 李平安伸手想要扶起他 先生 现在只有您能救京城的百姓了 救百姓 这是从何说起 刘勇便将柳韵 下令要屠成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平安 若是先生 或许能令女皇改变主意 李平安沉默片刻 略微有些无奈道 刘将军 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此事事关重大 并不是你我二人能够左右的 李平安话说的委婉 有多大屁股 穿多大裤衩 身为一个穿越而来的现代人 对于屠成一事 他自是发自内心的厌恶 然而 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大随高层 自会有他们的考虑 如果仅仅只是出于报复心理 便屠杀满城百姓 这不是柳韵的形式风格 更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比如 为了犒劳辛苦的士兵 可以快速地补充各方面的资源 一座城池的资源 足够滋养一支军队了 为了能够快速地达到目的 屠成就是最便捷的方法 或者 是为了威胁恐吓 在屠成之后 针对其他城池 也是一种威慑 让他们知晓厉害 总之 定会有很多原因 综合考量 最终使得大随高层 决定对大随京城进行屠成 词不长兵 李平安理解 明白 却十分不喜欢 只是 这世界上 让人不喜欢的事情 多了去了 如果每一个你不喜欢的事情 都要强行改变 最后只能是自讨苦吃 做好眼前事便好了 他更加不会天真的以为 凭借自己几句话 柳韵就会放弃屠成 那是故事 而不是现实 李平安自认为 自己没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至少目前是如此 做不到奸己天下 那么独善其身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咸云也鹤有人间 孤周瑜温乐清闲 刘勇呼出一口气 平缓情绪 李平安将手中的地瓜 全部吃干净 把地瓜皮扔进扎斗中 若是见了女皇 劳烦刘将军带我问好 先生 刘勇还想再说什么 可是眼前哪儿 还有李平安的影子 神识扫过 却连半点痕迹都没有发现 最后只化作重重的一声叹息 大禹殷宗132年 京城破后三月 为断绝大禹最后气运 以及多种因素考量 大随军队屠城 除少许被大随庇佑的人家外 无论豪强富贵 皆遭屠戮 实在失机成山 血流成河 逐处皆失 如油异域 忽赌罗刹 一人一牛 走在泥泞的山路上 他们已经离开了大禹的京城 离开前 李平安和老牛 回了一趟师门 将各处院落 单房打扫干净 各类炼丹书籍和顶炉都整理好 给院子的花花草草都浇了一遍水 除了橱虫和杂草 这才放心离开 李平安并没有带走任何东西 就像他来时 一人一牛 走时 仍旧是一人一牛 和尚们 把一切都留给了路人甲 此件试了 是时候回鼠山树植了 李平安收起记录自己日程的小本本 望着远处的蓝天白云 忽然有一种想要冲天而起的感觉 老牛 咱们甭走了 猫 片刻后 老牛四仰八叉地趴在李平安的背上 身子僵硬一动也不敢动 猫 慢点慢点 李平安脚踩飞剑 向远处行去 遇见乘风去 逍遥天地间 立下 斗指东南 唯唯立下 万物至此皆长大 顾名立下也师妹 你看这大好的河山 万里无云的空中 一男一女两个修士 正遇见而行 郎才女貌 男修士轻轻搂着女修士的盈盈细腰 清风拂过 好不惬意 看得出来 那名女修士刚刚学会育空不久 有些不熟练 所以身形摇晃 几次都险些跌下去 好在身旁有那位男修士 身旁时不时 有其他修士育空掠过 都不由地转过头 看着这对俊男靓女 男修士得意地笑了笑 鼻尖环绕着师妹身上的香味 这世间 还有比自己更快乐的人 摸摸摸 嗯 男修士忽然一愣 牛的叫声 他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半空中怎么能出现牛的叫声 这时 远处忽然飞来一道身影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只见一个青山人遇见而来 青山飘荡 歌声缭绕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令人扎折的是 这家伙竟然背着一头牛 这这是什么造型 男修士瞪着眼睛 纵使他见多识广 此刻却仍旧着实被惊到了 有修士养灵兽的事情并不罕见 可还从未见过 背着自己的灵兽一起飞呀 摸摸慢一些慢一些 老牛 你别乱动 摸 一人一牛迅速远去 男修士咽了一口唾沫 怎么感觉他 一副好快乐的样子 鼠山 通天风弟子李平安 奉施命外出游历数载 今日归宗 李平安朗声道 护宗大镇的长老睁开眼睛 呦是小平安回来了 李平安恭敬行了一礼 见过韩长老 小平安 你离开这么久 可想死我了 李平安在鼠山人员一向颇好 鲜少与人结仇 正所谓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多一个敌人多堵墙 拥有前世的经验 李平安才不会傻到 像小说里主角那样 与天斗 与人斗 举世为敌 一个麻烦 接着一个麻烦 这何必呢 大家都是朋友 就算只是表面朋友 那也比相互记恨的好 李平安给韩长老留下了一份 从大宇带来的特产 闲聊了几句 约定改日一起喝酒 这才返回通天风 路上 又遇见了一些认识的小长老 以及诸多弟子 李平安一一打招呼 老牛则从储物界中 取出特产之物地上 主打的就是一个社交 通天风 当时我就是一个大飞踢 直接给那人法一踢开线了 当时要不是我大哥拦着我 我都把那家伙给干死 润土翘着二郎腿 手里抓着一把瓜子 周围围着几个年轻弟子 纷纷敬佩地望着润土 哎 润土哥 那你大哥李平安和牛哥 就没有帮你动手吗 有个孩子问道 我大哥 他就是嘴上厉害 至于我牛哥 见到小母牛就走不动 没多大出现 上次还因为猥亵人小母牛 被人逮住了一顿揍 不一会儿 又来了几名年轻弟子 向润土恭敬地行了一礼 润土师兄 润土师兄 这是这月的阅历 几个年轻弟子纷纷献上一些零食 润土随意地点了点头 放在这里吧 润土师兄 前些日子 竹叶峰的弟子 也向我等强行索取零食 你们没提我吗 提了 原本没挨揍 就因为提了您才挨了这顿打 气煞我也 润土拍案而起 走 带我去教训教训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话音刚落 便闪过两道黑影 一脚将润土踹翻在地 哎呀妈呀 谁大哥 牛哥 老牛一把抄起润土 对着他的屁股 就是一顿暴打 周围的年轻弟子都惊呆了 纷纷瞪大了眼睛 这时 一个青山人出现在他们面前 温和地笑了笑 大家散了吧 都散了吧 牛哥 轻点 我最近犯痴疮了 阿销魂的声音不断响起 数名年轻弟子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告辞离去 哎 等等 这时 李平安忽然叫住了众人 将他们刚才上脚的零食 还给了他们 这些日子 我在外游历 对于小弟不曾管教 多有得罪 还望几位回去之后 带我向诸位市长告罪 众人应诺之后 便各自疑惑地离去了 大哥 牛哥 你们终于回来了润土眼泪汪汪 被老牛家在怀里无力挣扎 李平安给了他脑壳一下 你小子 我才出门没几年 你就给我搞事情 润土解释道 大哥 我不敢啊 您是不知道 前几年清风师尊闭关了 整个通天风 就我一个人无趣得很 所以就养了几个小弟 收一些保护费 一来是挣一些零花钱 二来是姐姐们 小弟 你小子还收小弟了 收了几个 润土伸出五根手指头 猫老牛又给了他屁股一下 你小子竟然收了五个小弟 润土弱弱地说道 是五十个 老牛 猫 润土嘿嘿一笑 大哥 牛哥 我现在已经是五品修饰了 李平安略有些诧异 几年不见 行情渐涨啊 再过几年 这润土 是不是要成为鼠山的护山神兽了 微风不燥 流光浅浅 树叶在微风中摇曳 沙沙作响 几棵古树如一粗绿云 撑起了一片清凉的阴霾 李平安和老牛倒腾了一下屋子 回到家的感觉 着实不一样 一大早起来 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又舒服又懒洋洋的 脑子里什么都没有 却有一种莫名的快乐 就像一直在阳光下铁毛 擦脸的妈 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吃饱喝足饿 洗了个澡 靠在床头 拿起一本书 翻了翻 汹涌蓬勃的时代浪潮 匆匆而过 却好似丝毫影响不到它 打扫打扫院子 吃喝睡觉 又去主风 汇报了自己的这些年游历行程 教了文书 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 不值得说 却也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日的时间匆匆而过 李平安准备了一些礼物 准备去看望各风的几个长老和弟子 顺便带着润土 去给之前被他欺负的弟子赔罪 在大宇 李平安可不止学会了炼丹 都说大宇美食 当以糕点为首 为此 李平安还专门请教了几个做糕点的师傅 学习了不少手艺 正巧 通天风的桂花树 开了 李平安让老牛和润土 将先桂花收集起来 挤去苦水 用糖蜜浸字 并与蒸熟米粉 糯米粉 熟油 提糖半合 再配上自己的独特蜜料 随后装和成型 带着这些桂花糕 先去看望了竹叶峰的刘宗成长老 当初 自己在竹叶峰炼药 与膳食独担的刘宗成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并且 刘宗成也教了他不少炼药之术 刘长老 许久未见别来无恙 虽说是老熟人了 可李平安仍旧恭敬行了一礼 没有坏了规矩 刘宗成见了他 眉开眼笑地拉着他要去喝酒 李平安推辞说 改日 今日他还要去看望其他友人 所以 只是简单续了续旧 李平安便离开竹叶峰 去了小穷峰 看望秦妙妙与司徒雷 二人皆是李平安的好友 早年间 李平安刚入蜀山 便与二人姻缘相识 而后二人结成道旅 几年间生了三男三女 光是分子前 便让李平安肉疼了一阵子 随雨爆发大战之后 蜀山弟子北上 司徒雷在第三批北上的弟子名单中 幸运的是 在战场上捡了一条命 李师兄 秦妙妙正在指导儿女修行 见李平安来了 款款行了一礼 这么多年过去了 秦妙妙早已不是当初那个 可爱甜美的女孩了 一身紫衣 身材风鱼 带着几分美妇人的气质 快 叫李师伯 秦妙妙的儿女行礼 琪琪叫道 李师伯 李平安淡淡一笑 感叹了一句 都长这么大了 日子不禁熬啊 师兄说的哪里话 都过去了这么久 师兄还是一如既往的年轻 司徒雷师弟呢 听李平安提起司徒雷 秦妙妙表情略微有些奇怪 他 他在休息呢 我这就去叫他 不一会儿 略有些颓废的司徒雷走了出来 李师兄 司徒雷远远挤出一个笑容 李平安看出 司徒雷有些不对劲 不只是司徒雷 就连秦妙妙神色都有些不对 二人似乎有什么难言之意 他们没说 李平安便也没有多问 留下桂花糕 便离开了 接着他又去看望了 狱族中的老周等人 还有最早一批 北上的弟子云书和刘二狗 现在大战结束 一切尘埃落定 二人自然返回了蜀山 二狗根基受损 此生恢复无望 逐屋内 刘二狗面色温和 说道 师父说了 我的伤势已是不可挽回 能保住 修为以实属奇迹 不敢再奢求其他的 莫要气馁 天下之大 定会有疗伤之法 李平安劝道 刘二狗苦笑 不必劝我 我自己的身体情况 我自己知道 今后恐怕我的修为 都没办法再前进一步了 说着 他看向李平安 在下有一事相求 但说无妨 若是有一日 李兄得到成仙 若是那一日 我刘二狗有幸还活着 望李兄能给我讲讲 成仙之后的风景 到底如何 刘二狗郑重地行了一礼 在这一刻 他似乎将自己的毕生 执着交付他人 李平安沉默片刻 答应了下来 林书在战场上 经历太多的杀戮 衍生了心魔 现在正在闭关 李平安没有打扰 白云苍狗 世事无常 悠悠时光看似漫长 不过是白居过细 忽然而已 回到鼠山的这段日子 李平安主要办了两件事 一是拜访老友 二是打理通天风 时光匆匆 转眼就是小半个多月过去了 这几日 清风一直在闭关中 李平安也早出外归 他朋友多又刚刚回来 找他喝酒吃饭的人都排上了号 这日晌午 司徒雷带着一些酒水来拜访李平安 二人坐在外面的院子中 清凉的树荫下 微风徐徐 哎 酒桌上 司徒雷哀声叹气 前些日子 李平安便发现了异常 从小到消息上还听说 司徒雷这些日子和秦妙妙吵架 吵得厉害 这让一些人觉得自己 有了可乘之机 鼠山当中 有这样一批人不喜欢长那些年轻貌美的道理 偏偏就喜欢那些有了道理的女修士 李平安也曾好奇地问过他们 这是为什么 他们给出的答案是 与其开发一片未经开发的田地 不如接手一片经过耕牛耕种的土地 文言 李平安直呼内行 酒桌上 司徒雷大声抱怨着 平安 都老夫老妻了 你说还老想着 哎 女人猛如虎啊 你说我容易吗 年纪大了不说 现在在战场上又受了伤时间短 那也不能是我的错啊 可嗨嗨 李平安没忍住 险些将嘴里的酒喷出来 什么 这是我能听的吗 司徒雷酒劲上来了 将这些日子的烦恼 一股哪儿地吐了出来 李平安大致明白了 原来是道理之间那些事情 不太和谐 他抿了一口茶水 见老友这样 精通医术的李平安 提出要为他检查一下 司徒雷好奇到 检查 怎么检查 先把裤子脱了 大哥 润土欢快地跑回来 刚推开门 在他的视角中 只见司徒雷背对着自己 光着屁股 大哥李平安 则蹲在地上 润土 润土默默关上了门 半个月后 小穷风某处 石洞中 司徒雷鼻孔缓缓喷出一口热气 李平安检查过后 才发现 司徒雷是内伤与外伤一并迸发 导致阳气亏损 再起不能 如果不及时治疗 恐怕会酿成永久损伤 按照李平安开的药 连续服用了一个疗程 司徒雷就有一种如获新生一般的感觉 仿佛是小树苗一夜之间变成了参天大树 于是迅速飞回自家 火急火燎地去寻自己的妻子 通天风 司徒雷和秦妙妙带了一些小穷风的特产 和李平安特来感谢李平安 还送了一面锦旗 上书 妙手回春寺的大字 李平安欣然接受了 不久后 清风出山了 临近鼠山收徒 再加上知道了自己宝贝徒弟回来了 于是 他便提前了结束了闭关 鼠山 清晨 太阳像个刚出门的新媳妇 红着脸 便扭扭逆逆地出了门 还有几日 便要到了鼠山招收弟子的日子 通天风风煮 清风出关 桌子上摆放着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还有不少精致的糕点 一大盆小鸡炖蘑菇 鲤炖茄子 一碟酱菜 炒花生米 还有三斤酱牛肉 色泽红润 肉香四溢 尝遍天下美味 唯有此处最香 清风大口大口地嚼着酱牛肉 言道 正所谓此味只因天上有 人间难得己会见 好徒儿 这些日子你不在 可想死为师了呢 清风眨着卡哇伊的大眼睛 卖萌 Excellent 小平安 快跟为师讲一讲 此次外出都见识到了什么新奇的事物 为师在鼠山都要闷死了 李平安淡定地嚼着花生米 跟清风说着自己这几年的所见所闻 最关键的是 自己还学会了炼丹之术 师父 徒儿准备最近建一个炼丹房 不知您意下如何 好啊好啊 要不然咱们通天风实在是太空旷了 清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李平安又到 过几日便是鼠山昭徒的日子了 师父可有什么计划 计划 清风眼神中露出一种清澈的愚蠢 吃饭睡觉 打润土一旁的润土 李平安心中无奈 算了 问他也白问 自己这个师父 除了会打架 一无是处 李平安想了一想 通天风人丁实在是太稀少了 而且还都是残之败流 瞎子 萝莉 老妞 茶 这都是什么组合 为了日后的发展 还需为通天风招一些徒弟 李平安打定了主意 于是跟清风商量了一下 如果招弟子那日 遇见了好苗子 自己可否带师收徒 清风完全不在意 挥了挥手 随你 随你 说完 便飘飘悠悠地喝酒去了 吃了饭之后 润土收拾碗筷 李平安思索着 如何建造炼丹房 炼丹房 可不是说建就建的 也并不是普通的木材可以搭建 需要建造在灵脉之上 还需用引灵阵 将灵脉的灵气引入丹炉 老牛在小本门上 记录着要准备的材料 以及购买的物品 当日 李平安和老牛便出发了 去黑市转了一圈 算了一下要搭建一处炼丹房 所需要的灵石 大概要有两千多枚 这次自己大宇之行 夺了斜扇灵矿三千多枚灵石 打造一个炼丹房 就要两千多 李平安有些舍不得 和老牛扣扣算算 将一切的预算省之又省 搭建炼丹房的灵木 不需要买 可以改成买灵木的种子 自己种 无非就是多花一些时间与精力罢了 还有炼丹用的炉顶 也可以倒腾一个二手的 最终预算足足剩了一半 只用一千灵石足矣 李平安嚼着大饼子 和老牛蹲在柳树之下 仿佛不是什么求到修仙之人 而是在乡村泥土地里干活的农夫 没有什么夺宝之争 恩怨情仇 夕阳西下 凉风袭袭 其实这修行跟干农活 还真差不了多少 日日辛苦 日晒雨淋 干的都是又脏又累的活 只等着最后的丰收 老牛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水 蹄子抓着扇子 扇着凉风 李平安抬起头 道 这天气 就应该吃点凉爽的东西 吃上一碗凉拌的荞麦面 里面放着辣椒 芥末和米醋 三福天吃起来很过瘾 回到通天风 鼠山的信使来通知他 有他许多信件 让他赶紧去取 李平安大致翻看了一些 都是他的旧友寄给他的 那段时间 他在外游历 上了前线 而后又去了大鱼 他的这些旧友不知 便将信件都送至了鼠山 其中鼠阿利亚写的信最多 说了一些自己生活的近况 还有修为如何 最后一封信 则是带着颇为埋怨的语气 为什么不回我的信 李平安不禁笑了笑 还是孩子气 长青和尚 秦时 王毅等人都给自己来了信 还有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这些年来 李平安时常收到 老牛看字迹 觉得应该是柳韵的来信 李平安笑笑 没说什么 其中最为奇葩的 当属锦玉给自己的来信 一封十六开的信 一共有十八页 每一页都写得满满当当 好家伙 感觉整理一下 都能出一篇长篇小说了 李平安梳理了一下内容 百分之六十的内容 大致是锦玉吹嘘自己 在战场上 如何如何了得 百分之四十 则是怒骂一个 抢了他功劳的神秘人 抢他一步 毁了邪善灵框 还有一个告诉他错误暗号 害得他被敌人发现的家伙 并且扬言 如果让他知道这两个人 非得把对方祖坟刨了 李平安和老牛皱了皱眉 这故事 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呢 李平安拿起笔墨 开始一一给这些人回信 然而 当面对那封没有署名的信 却略有些为难了 想着回信 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最后只回了四个字 一切安好 三日后 入先锋 此处是鼠山专门 用来专门招收弟子的地方 此刻 入先锋 足有上万少年少女聚集于此 此次 随与大战 鼠山亲历之源 不少弟子命丧于战场之上 即使从战场归来的弟子 也多是受了内伤 亦或者见识过太多的杀戮 产生心魔 为了弥补人员损失 此次招收弟子 鼠山投入之大 不言而喻 不仅是中州之地的各大家族 宗门世家 就连遥远在万里之外 云州等州 都收到了消息 入先锋上 浩浩荡荡 约莫有数万人之众 除了一些闻风而至 想要拜入师门的人 还有一些被鼠山邀请而来 前来官里的前辈 聚在一起 十分地热闹 不久 通天锋的李平安 带着老牛 润土 抵达此地 其他一些山丰的弟子 早已站好了位置 竖起大旗 上面写着山丰的名号 再详细一些 则写着各封丰主的名号 以及门下长老的简短介绍 好不威风 颇有几分炫耀实力的意味 也是为了能吸引更多的优秀弟子 走 快一些 润土赶着三只小母羊 老牛则牵着五头牛 中间还有一群鸭子 另一边则是一群母鸡 李平安抱着一杆大旗 走在前头 上书 通天风三个大字 没办法 通天风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只好把养的鸭子 小鸡 羊牛 全部带来壮壮声势 周围的人都看呆了 只见一群畜生 走出了整齐统一的步伐 李平安抱着大旗 拿出二胡 配上了特别带感的曲子 人群不自觉地 便让开了一条路出来 还他娘的 挺有气势 钟声悠悠 预示着今日的繁华 李平安不断地 跟门内的熟人打着招呼 随后找了个位置 将大旗插在地上 抽出折叠板凳 坐了下来 来拜山门的人 好奇地四处张望 还没到筛选弟子的时候 他们自然要借这个机会 好好看一看 众多山峰的弟子 都在卖力地介绍着 自家的山峰如何如何 这让李平安不由地回忆起 自己考上大学时 各个社团的人 在学校门口支起帐篷 卖力招生时的场景 李平安笑了笑 人生啊真有趣 其他山峰招牌处 围的是水泄不通 再瞅一瞅通天风这边 鸟飞过都不愿意留下排泄之物 简称鸟不拉屎 走一走瞧一瞧 梦 润土老牛卖力地叫了起来 李平安则端坐在原地 运转龟西宫 静养身兮 不使身心有寝客之侠 双肩微动 如海浪起伏 忽沉忽浮 有一股热流 在瞬间贯通上下 使人精力充沛 不致疲倦 这龟西宫荡真是奇妙无比 出神入化 能在一瞬间排出杂念 引动丹田之气 游走全身 就在他静心之时 人体六密 天骨 李平安破开天骨之后 便一直以图在尽 只是始终没有寻到机会 忽闻鼓声铿腔 皆为浩瀚之意 鼓声忽高忽低 令人热血沸腾 血脉奔张 精神振奋 方圆数十丈之内 真气激荡 却又十分和谐 仿佛此起彼伏 并驾齐驱 声音精畏分明 仿佛有一股静气在体内流转 越转越深 令人凝神静气 鱼音鸟鸟 轰轰 周遭人等 闻听此声 兜急纵声后退 最近的三人见状 纵声一跃 退了数丈 跟着又听的几声喘息之声 又有四五人之多 如被泼了一盆冷水 浑身一颤 慌忙落荒而逃 所过之处 闷哼之声不绝于耳 已有三四人倒地不起 围观之人纷纷后退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李平安忙收敛心神 暗道一声 坏了 自己太过于投入 以至于忘记了眼下的场合 当即站了起来 与众人一样 同时做出好奇疑惑的表情 望向另一个方向 仿佛是在说 嗯 发生了什么 好在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余波 不一会儿 一个身着白袍的老者走了出来 声音洪亮 响彻全场 本座乃是试炼长老 接下来的话 儿等且仔细听好 李平安一个字 也没有听下去 接下来 便是宗门内的执事长老 宗主讲话 宣布此次招收弟子 正式开始 紧接着 入先锋场上的数万名少男少女 在鼠山弟子的指挥下 排成长龙 开始等拜门内测试 这些人 有的是平民百姓 有的是王公贵族 有的亭亭玉立 恶挪多姿 有的身强力壮 威风凛凛 李平安望着他们脸上荡漾的笑容 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感慨万千 想起了自己刚入鼠山时的情形 李兄 刘二狗在不远处跟他打招呼 二狗兄 刘二狗本是门内精英 奈何在战争中损了根基 按理说这种场面 原本的刘二狗应是山峰的牌面 事物繁忙 可此时却能抽身来找李平安 估摸着是在负伤之后 没有了往日的光环在身 反倒成了闲人 不过好在李平安也是一个闲人 当即沏了茶 与刘二狗一边品茶 一边讨论着眼前的热闹 望着那些新人 刘二狗眼神中满是说不清到不明的情愫 最终 只化作轻轻的一探 Excellent等于 Omicron星号爱 当时只倒是寻常 数个时辰后 场上的数万人 唯有四千余位少年少女 通过了一轮测试 没有通过的弟子 则垂头丧气地往回走 通过测试的少年少女们 则神色兴奋 迎接他们的将是第二轮测试 第二轮测试 是闯入一片 早已被布下阵法的竹林 其中一些山峰的长老门人 便在测试的过程中 观察着有没有仙苗 仙下守围墙 与其他山峰不同 通天峰的李平安 完全陷入了摆烂状态 与刘二狗喝茶下棋 不一会儿 有一人 从云空中落下 这人的身法极快 清零至极 一袭青沙般的白衣 由四身在烟中雾里 周身笼罩着一层青烟薄物 四真四幻 实非尘是中人 荡真如蜂浮玉树 血果穷包 小穷风首席弟子云书 一出现 顿时便吸引了不少目光 那位是谁 好漂亮 你没看上面写着呢 小穷风首席弟子云说 师姐 众多少年 不由地露出陶醉的表情 进入幻想时刻 与师姐修行 共同进步 然后再发生一些 少而不移的故事 双修 泽泽 试问哪一个少年 能拒绝得了这样的诱惑 即使目的是来修行求道 可比起跟大老爷们修行 谁不想跟美艳师姐一起 正所谓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我要去小穷方 我也要 云书目光扫过人群 随后落在角落中 正在喝刘二狗饮茶的 李平安身上 便静止走过去 李师兄 桂花糕我收到了 十分香甜 多谢师兄挂念 李平安淡淡一笑 白手说 没什么 神识却察觉到 云书的气息 有些诡异 他回来时 曾听人说 云书因心魔闭关 也不知道如今如何了 不过心魔一事 乃是影集 旁人不好开口 就好比大庭广众之下 问别人 你支窗好了吗 多少有些尴尬 所以 李平安并没有多提 少请 听到钟声响起 便是第二轮测试开始了 测试一共持续三日 共有三轮 三日之后 浴台之上 有数十个仆团 仆团之上 皆是一位位气息强大之人 除了闭关的蜀山掌门 副掌门 执法长老张长老等 数位门内重要人物 全部到齐了 自然还有各封的封主 长老 唯独少了通天封的封主清风 按理说 这种场合 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否则很少有人缺席 而清风给的理由很简单 无聊 不想去 我徒弟有小平安一个就够了 而属于通天封封主的仆团 此刻坐着一位青山人 通天封首席弟子 代宗门执事 兼清风监护人李平安 李平安 坐在一众修为高深的长老 封主中间 面色平静 神情专注 不卑不亢 俨然一副宗主的风范 其余山封首座见了 不由地在心中暗自赞叹 比清风靠谱多了 毕竟清风实在是太出戏了 他的弟子竟然是正常人 这一点 已经足够震惊许多人了 其余蜀山弟子 见李平安坐在上面 都纷纷好奇地望了一眼 但也仅此而已 倒是没有发生 李平安想象中的 哪一位长老 首座 或弟子 范儿站出来 指着自己怒道 呸 你不配坐这个位置 甚至连人出言 讥讽都没有 李平安不由地笑了笑 嘲笑自己是小说看多了 脑子里尽是一些什么东西 大家都是有身份 有涵养的人 这种小孩子般的事情 不会做出来 李师兄 云书为李平安倒了一杯酒 李平安道了一声 谢 云书汗手 回李 接着 又为在座的诸位首座 长老接到了酒 这是 他师尊给他谋得的差事 云书心魔难遇 师尊便让他在诸位首座 长老前露露脸 说不准 便有其中哪一位 能看出他心魔关键所在 正所谓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在座的诸位都珍满了酒 云书才回到原座位 与众人一起等待 新入门的弟子 诸位首座 长老小声地议论着 谁谁看中了哪一位仙苗 像是在商量 又像是在争论 火灵根的张德海 不错不错 很适合 败入本座门下 喝你门下有一个火灵根的吗 就不允许我推陈出新 小木不可凋野 粪土之墙不可污野 儿母 毕业 翻译 你妈是个贱人 说到最激烈的时候 险些动手打了起来 这种事情 倒是发生过不少 因为几个仙苗的争夺 大打出手 甚至打上几个日夜 此前就有过这种先例 李平安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场大戏 一边还刻着瓜子 真精彩啊 这时 一名带着血的年轻苗子赶了过来 众多首座长老纷纷瞪大了眼睛 这可是第一个通关的苗子 自然吸引了在场众人的注意 李平安忽然注意到 一旁的云书气息不太对劲 原本之前 他便已经有所察觉 可那时十分细微 不仔细检查 根本无从发现 就像是一个末点 而现在这个末点 正在迅速扩散 李平安睁开法眼 气息锁定 察觉到了云书身上的气机的变化 不由微微皱眉 没曾想云书的心境 竟然如此不稳 身为朋友 李平安觉得 该帮一把的时候 还是要帮一把 即使什么忙也不能帮上 鼓励一句 总要有的 云书喘息加重 抚摸着自己 砰砰直跳的心脏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时 李平安也发现了 让云书心境不稳的根源 邪 云书不会得了创伤后 应激障碍吧 当然 也可以说是所谓的心魔 战争结束后 士兵们会远离战场 回到家乡 回归正常的生活 但是他们 还会时常以为自己 仍身处于战场上 再度承受高度紧张的 作战状态 这种压力会经常重复 最终使他们精神 濒临崩溃 表现出创伤后 应激障碍 云书 李平安忽然出声 声音一入耳中 就像是有一股清新的风吹了进来 血与火在这一瞬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云书眸中的神采 逐渐恢复 师兄 云书 这次国战你以为如何 我到了战场之后 才知道 战争本就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云书情绪低落 一个又一个的同伴 死在我眼前 一个又一个敌人 死在我的剑下 焦虑 不安 李平安捕捉到了 云书复杂的情绪 养在温室中的花朵 经历了战场的洗礼 见识了战争的残酷 所有的忍耐 接受 焦虑和恐惧 都成了战争的附属物 依附在战争的隐秘之处 这种伤痛 能跨越时间 空间 甚至跨越时代 他觉得 自己或许能从这种痛苦挣脱出来 但想要挣脱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束缚 却是难之又难 师兄 你说战争的意义是什么 只是为了剥夺他人的性命吗 李平安温温一笑 动动 以云书的这种情况 说白了 便是在战场上杀的人太多了 产生了罪恶感 战争说白了 便是生存之战 资源就这么多 你觉得 应该怎么划分呢 人族的历史 就是一部战争史 一开始 是和猛兽争夺生存空间 和妖族争夺生存地盘 后来是和同族争夺生存空间 靠着先辈们 一代又一代人的牺牲 打退了无数异族的入侵 才守下来的国土 每个族群都想要扩张 自己的生存空间 无关对错 李平安一边说着 一边运转六密之一天古 动动 这声音之中 蕴含着神秘的奥妙 声音不大 却盖过了天地间的一切声音 在云书的感知中 那声音仿佛是从心底发出的 天古震动 咒语四龙照住云书 闭眼 入定 云书不自觉地 便按着李平安所说的去做 在云书的神识当中 自己仿佛置身在一片陌生的世界 一眼望去 一片昏黄 头顶上挂着那一轮清冷明亮的圆月 仿佛在这一瞬间 这片天地又回到了混乱的上古时代 杀戮 鲜血 战争 杀意地与密布天地间 云书惊慌地望着这个场面 自己对这一幕 竟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云书 你身为蜀山弟子 当以除魔味道为己任 为何还不动手 一个威严无比的声音 忽然从前方传来 那声音中夹杂着浓郁的能量 让人无法抗拒 可他们并非魔道中人 只是跟你我一样 不过是一个个普通的修行者 云书紧紧握着剑柄 神色茫然 沙沙 震天动地的喊沙声响起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与暴虐 一股阴森的微压 陡然在每一寸空间里升腾而起 我 我不行 我不行的 仿佛有一道无形的枷锁 控制了他的神经 束缚住了他的四肢 让他动弹不得 修行是一回事 在战场中 用你学习到的修行之法杀人 又是另一回事 尤其是 当你用武器刺入敌人体内的时候 这一刻 你会清楚地感觉到 一个生命的流逝 对方将死的眼神 从哀求到无助的绝望 将死者热乎乎地喘息 渐渐停止 最后感受到的 只有你自己脑袋中的 暴明之后的平静 李平安未料到云书的心境 竟然已严重到这等地步 他深吸一口气 这时 李平安忽然注意到了 一位样貌三十多岁的美貌妇人 正在向自己看来 小穷风风主 也是云书的师尊 妇人一双戴眉如月牙 但眉梢却是锐利如刀 紧紧盯着自家徒儿身上契机的变化 瞥了一眼李平安 眼神中带着几分韵怒 压着火气 又迅速收回 将视线落在自家徒儿身上 此时 想要收手 已经来不及了 李平安忽然有些后悔了 本来只是想作为朋友劝上一句 谁知道竟然走到了这一步 要是云书失败了 情况更加严重 恐怕小穷风的风主 会当场暴走 李平安只好加深了共鸣 强化一年 在云书的感知中 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是师父 是鼠山的诸位同门 是陈世间的父母 他看见了大雨的铁骑 踏破了国门 他看见了沦为废墟的鼠山 看见了沦丧的国土 杀掉想要伤害自己 以及自己关心的人的敌人 就意味着 自己及自己关心的人 得到了安宁 云书 你在犹豫什么 还不拔剑 用你的杀气 冲开这条血路 每一句话 都像是一剂重击 直击他的内心 他的每一剑 都不是为了杀人 而是为了人族 为了自己的信仰 刺目的剑光如一轮烈日 撕裂了黑暗的天空 将天空中的乌云 全部给驱散 那最后的辉煌一剑 仿佛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将剑势推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度 就像是一只 展翅翱翔的雄鹰 追风竹浪 带着开天辟地的威胁 啊 云书发出一声 奇奇怪怪的叫声 哦 梅盖众人先是愣了一秒 随后视线 神石 纷纷扫了过来 啊 云鹰鸟鸟 云书从入定中回过神来 如同换了个人一般 只觉得内心一片祥和 先前的落寞和凄凉 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他的灵魂深处 竟然有了一丝心声的喜悦 他那颗沉寂已久的心 在胸腔中跳动着 仿佛又活了过来 云书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像是一只破解出的残鹅 狮 师兄你云书浑身被汗水浸湿 没有一丝力气 身子软绵绵地 靠在李平安的肩膀上 在座的诸位首座 长老纷纷瞪大了眼睛 眼神中情绪复杂 泽泽 现在这弟子都这般大胆了吗 李平安倾壳一声 面不改色地将云书轻轻一推 谁料 云书直接四仰八叉地栽倒在地 姿势实在是不雅 好在小琼峰师尊刘云道长 及时扶住了云书 是 师父 不必多言 刘云道长向副掌门行了一个道理 又看了一眼李平安 眼神之中满是惊骇之意 多谢平安失职 师伯客切 大恩不言谢 日后相报 随即 刘云道长托其好似 已经被玩坏了的云书 飞掠而去 李平安故作镇定 慢条斯理地喝了一杯酒 诸位首座 长老皆是感觉到了 云书身上契机的变化 又见刘云竟然像一个小辈道谢 心中虽是诧异 却也有了几分猜测 看向李平安的眼神 多了几分疑惑与赞许 底下的弟子却早已是议论纷纷 诶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好像是云书师妹被玷污了 那为什么刘云师伯 还要向李平安道谢 白嫖也就算了 还要人家师尊道谢 李平安真探娘的畜生 李平安 这个小插曲 注定是要登上蜀山的头版头条的 没过多久 众多通关的弟子 便聚集在了入先锋的最高处 一共312人 各封锋主 长老面色不变 一个个先锋道鼓的模样 可实际上 私下传音却都是儿母 闭眼 乳鼻母之寻王乎 翻译 你他妈的找死吗 无有故有屌四卿 如今坟头绿草营 别吹牛皮 这个弟子一定是我的 真热闹啊 李平安不由地感叹了一句 最主要的争夺 还是在一名剑灵根弟子 还有一位火灵根的弟子 就像是强宝贝一样 几位手作各种手段都用上了 威逼利诱 就差没直接下手铭抢了 此时 说话的是竹叶峰的手作 正在向剑灵根的弟子 吹嘘着自己剑术抄群 跟着他是前途无量 一旁的小穷风长老 点头附和 没错 这点老夫十分赞同 他曾在一怒之下 将自己的弟子 劈成九段 那名剑灵根弟子 咽了一口吐沫 很快 这名小穷风的长老 便与竹叶峰手作 动手打了起来 回到通天峰 跟清风说了 这有趣的一幕幕 清风忍不住哈哈大笑 于是 第二日便也跟着自家的徒弟 去凑热闹了 清风背着一个巨大的酒葫芦 骑在老牛的头上 快 去那边 去那边 哇塞 这些弟子真不错 大腿一个比一个白 哎呦喝 徒弟介绍 给你当媳妇可好 李平安笑而不语 一位身着华贵衣服 面容俊朗的少年 站在人群中 环顾四周 表情带着些许的高傲之色 乃是大名鼎鼎的肖家之子 肖叶 大随四大家族 属肖家名气最大 肖叶更是极凭火灵根 按理说 以肖家的实力 本不会将肖叶派来属山修行 而是将其着重培养 日后大有可能成为一家之主 可肖叶性情高傲 对那些世家子弟不屑一顾 觉得家族束缚了自己的发展 这才来到属山 此子天赋不凡 竟是极品的火灵根 泽泽正适合老夫啊 滚 分明就是老夫的徒弟 徒儿 已经有人在大叫了 面对众多属山修为高深修士的热情招待 肖叶的表现略有些冷淡 虽然她的目光并不高傲 但却没有一丝温度 看谁都是一副淡漠的样子 属山 不过如此 肖叶心中有些后悔 喂 你猜到我的糖葫芦了 嗯 谁在说话 喂 你小子在看哪里 肖叶低下头 只见一个小孩子正掐着腰 怒气冲冲地望着他 肖叶忽略了这孩子身后背着的巨大酒葫芦 随手摸出一些零食抛给他 你在侮辱谁呢 清风勃然大怒 肖叶微微挑眉 你再多给我几枚吧 地主 下一秒 清风抱住了他的大腿 肖叶 我不管 你给我零食 我就不走了 这时 忽然伸出一只手将他抓了起来 李平安无奈叹了一口气 都说了 不要乱跑了 他将清风手中的零食还给肖叶 说道 唐突了 还望海涵 肖叶忍不住讥讽道 这种场合既然让一个孩子来 可笑 你们师尊呢 他就是我师尊 通天风手作 李平安将清风举过头顶 如是说道 清风双手抱胸 点头表示李平安说的没错 肖叶 错了 自己真的来错地方了 现在后悔应该还来得及 肖叶这般想到 徒儿徒儿 我要收他为徒 清风指着肖叶 肖叶嘴角勾起一个弧度 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什么糖葫芦 什么赔钱 不过 是为了跟自己搭讪的手段罢了 说到底 不过是看中了自己的天赋 想要收自己为弟子 李平安 为什么 因为他有钱 清风十分诚实地说道 肖叶心道 哼 虚假的理由 李平安敲了他脑袋一下 别耽误人家的前程 随即 又向肖叶做了一个倒击 道友 实在抱歉 李平安将清风放在老牛的头上 便带着他们走了 肖叶站在原地 冷哼一声 不过是取悦我的手段罢了 看着吧 待会儿 他们一定还会找理由回来的 三 二 一 一 一 两个时辰后 肖叶仍旧站在原地 哦 哼 你们成功勾起了我的兴趣 方才那个青山人提及道通天风 肖叶打听了一下 知道通天风是鼠山十四风之一 只是其他风都有大旗和许多弟子怀绕 怎么就不见通天风 寻了一圈 肖叶才找到了通天风 只见一处柳树下 小母鸡 鸭子 几只羊 一个茶 一个萝莉 一个瞎子 一头牛 正围着一处空地吃着火锅 旁边竖着一根大旗 上书通天风宵夜 这画风变化有些大乖途 多下一点毛肚 为时爱吃这个 入先锋 收徒大会上 通天风的几人 聚在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落里 坐在柳树下 围着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 食材倒是十分齐全 荤素搭配 肥牛 牛柏叶 猪肚 黄猴 木耳 凤尾姑老牛 这肥牛肉很不错的 李平安说 老牛将煮好的肥牛放在碗里 沾上调料 狠狠地吃了一大口 某味道着实不错 萧叶瞪大了眼睛 他看见了什么 他看见了类似人吃人的惨剧 一只牛竟然在吃牛肉 不对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是鼠山吗 萧叶揉了揉额头 一时之间有些不能接受 这时 李平安也发现了他 萧叶当即恢复了冷峻的脸庞 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润土 大哥 他在干嘛 李平安道 不知道 应该是看咱们吃 馋了吧 你去给他拿一些 别显得咱们鼠山很小姐 哦 润土加了一些肥牛肉 肉丸子 蔬菜 随后又拿了一副干净的碗筷 三步画作两步 跑到了萧叶面前弄 我大哥给你的 快吃吧 润土抬着头 一副打赏乞丐的模样 萧叶眼角微微抽动 我我不吃 行了 别装犊子了 不吃你在这站半天 俺们可不是小气的人 来 吃吧 萧叶的额头 多了几道黑线 如我太甚 当本少爷 是要饭的吗 萧叶躲在一处没人的角落 拿着空碗 舔了舔嘴唇 嗯 味道着实不错 明明只是普通的火锅 却为何有这般滋味 萧叶抬起头 四下看了一眼 确定周围没人 伸出舌头舔了舔碗内 残留的残渣 巴唧巴唧 我就说味道不错吧 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萧叶表情顿时一变 抬起头 只见一只茶蹲在树上 脸上露出一副 我懂你的表情 萧叶表情僵硬 完了 自己的秘密 被人发现了 只能把他打到失忆了 萧叶猛然抱起 手中跃起一道绚丽的火团 转瞬便将润土脚下的树 烧成了一团火把 哎呦卧槽润土大叫一声 迅速跳开 你小子玩火 你娘没告诉你玩火尿炕吗 萧叶怒道 找死 一只火箭 划出一道弧线 直奔润土而来 轰的一声 方圆四五米的范围 都笼罩在了一片火海之中 萧叶首绝一变 火焰形成了一股 火红色的龙卷风 离得近的树木 瞬间被烧得焦黑一片 地面上寸草不生 润土被烧得嗷嗷直较 我大哥刚给我兴奋的衣服啊 当即 将腰间的酒葫芦解下来 这是他学大哥李平安的造型 觉得腰间别一个酒葫芦 尤其的帅气 润土猛喝了一大口酒 在喷出来时 酒水滔滔不绝 犹如滔天巨浪 汹涌而出 萧叶微微皱眉 润土脚下轻点 随手一指 一些酒水 顿时化作道道清光 好似锋利的飞溅 萧叶迅速撑起一片火木 挡住那一捧酒剑 刷刷刷 哼 雕虫小借 萧叶冷笑一声 左手一扬 射出数颗火球 轰的一声巨响 火光中顿时爆发出 一股巨大的气流 润土全身的毛 几乎都被烧没了 摊在地上 萧叶大步走过去 屈指一弹 一缕无形的火焰 缓缓地自止间生腾而起 不过如此 这便是鼠山弟子 正要将对方的记忆清除 忽然 润土的身子猛然爆开 一片黄色的毒雾 将萧叶包裹 有毒 下三滥的招朔 一颗散发着 夺目光芒的宝珠 悬浮在萧叶的头顶 将周围的毒雾隔绝在外 身为萧家年轻一代的翘楚 萧叶身上自然是法宝无数 润土深得李平安用毒的精髓 躲在暗处 布下毒阵 周围张开三张温散 萧叶表情逐渐严峻 没料到对方意外的有些棘手 一人一茬 当即缠斗起来 润土手段抄群 各是御敌之法齐出 一会儿用毒 一会儿施展阵法 一会儿用银针刺学之术 神妙莫测 招数之奇 伤人之诡异 收招之快 令人目不暇接 萧叶左挡右之 额头上冒出虚汗 竟然有些不知 怎么回事 我竟然要输了 输给一个茶 这实在是太屈辱了 萧叶一咬牙 低吼一声 便准备奋力一搏 与此同时 打斗的动静 吸引来了周围不少其他弟子 哎 怎么一回事 是那个极瓶火灵跟萧叶 润土 通天风的润土 他俩怎么打起来了 另一边 正在涮肉的老牛 mode叫了一声 润土去了这么久 怎么还不回来 李平安用法眼扫了一下 忽然表情微微一变 嗯 怎么打起来了 当时 身影一闪 出现在双方打斗的地方 萧叶身上的白衣 早已破烂不堪 气息不稳 他的法宝虽然多 可是运用起来极为消耗灵力 再加上润土实在是灵活 萧叶怒吼一声 躲躲藏藏 算什么英雄 有本事跟我正面决斗 话音刚落 身后突然窜出来一道影子 碰 一记板砖 正中他的脑袋 萧叶双眼一正 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震魂砖 润土哼了一声 功夫再高 一砖撂倒 润土 不得无礼 润土转过头 老大 已经拿下了太奶 您怎么来了 萧叶疑惑地望着 出现在眼前的太奶奶 太奶奶早就在 十五年前 杜劫失败而亡 此刻 怎么忽然出现在这里了 太奶 叶叶 太奶奶带你一起走 啊 萧叶猛然惊醒过来 他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不由地愣了一下 自己这是在哪 你醒了 实在是对不住 我这个小弟 下手有些重 这时 一个青山人走了进来 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那个茶呢 萧叶站起来 眼中怒火喷发 稍安无躁 萧叶平复了一下心中的情绪 冷静下来 你小弟 他重新坐下 疲惫地叹了两三口气 闭上眼睛 开始梳理自己杂乱的思绪 过了一会儿 一种莫名的悲哀又袭来了 输了 自己竟然被一个茶给揍了 他摸着脑袋后的骨包 倒吸一口凉气 萧家的脸面 都让自己丢光了 我要拜入通天风门下 萧叶忽然抬起头 李平安一愣 什么 萧叶直勾勾地盯着李平安 你没听错 也不必吃惊 我会拜入通天风门下 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一 虽然我是鼠山弟子 可是你们不能强迫 我做任何违反道义上的事情 二 若是萧家和鼠山同时有难 我届时肯定会先救萧家 怎么听起来 有一种女朋友问你 你妈和我掉谁脸 你就谁 只要你答应我的这两个条件 我就可以拜入通天风门下 萧叶继续说道 李平安笑容不变 是这样的 通天风的情况很复杂 并不是三言两语便能解释清楚的 以你的天赋 大可以拜入其他的山峰 譬如 小穷风 小穷风火系弟子门内排名前一百 便有八人 正好适合你 李平安这话 完全是出于对萧叶的考虑 小穷风确实是最适合萧叶的 萧叶疑惑地望向李平安 欲擒故纵 哼 有趣 不用了 我就要拜入你们通天风 李平安颇为无奈地笑了笑 他有预感 要是让这个家伙加入通天风 恐怕日后通天风会麻烦不断 最重要的原因是 通天风可养不起这样一个天之骄子 李平安需要的一个平平无奇 能够吃苦耐劳的师弟或师妹 想要加入通天风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还是需要诸多考验的 考验 什么考验 李平安倾咳一声 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是仙有鸡还是仙有蛋 请作答 并且给出理由 萧叶 哦 仙有鸡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还是仙有蛋 萧叶一时语色 李平安没再多说什么 留下一句 嗯 要我放那里了 想走随时都可以 轰轰烈烈的蜀山弟子选拔仪式结束了 有不少下手快的山风 已经率先抢到了优秀的仙苗 还有一些仙苗则在观望当中 姐 你别失望 不就是袁长老没有看中你吗 蜀山十四风 咱们大可以 都去看一看 两个少女边走边聊 其中一个粉衣少女 正在安慰一个绿衣少女 两位少女看起来年轻明亮 穿着一身鼠颈长裙 配着一把古色古香的长剑 如若不是一个粉衣 一个绿衣 还以为是同一个人呢 魏静无奈叹了一口气 袁长老的剑术远近皆知 临行前 咱们父亲还特意叮嘱咱们俩 一定要让咱们败入袁长老门下 可现在 袁长老却没有看中我 Epsilon等于 Omicron星好爱 两个少女是同袍姐妹 慰安慰静 一见入道 此次来蜀山拜山 参见弟子考核 二人虽然都通过了考核 可是心心念念的袁长老 却没有将两位姐妹 一并收入麾下 而是仅仅收了妹妹慰安 按理说 慰静剑术一向比妹妹高明 家族中也一致认为 姐姐慰静天资聪慧 比妹妹更具有潜力 拜师时 妹妹慰安都做好了自己被淘汰的准备 可是谁知道 最后淘汰的竟然是解决慰静 这种落差 恐怕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 慰静摸了摸妹妹的头 没再说什么 气氛有些沉重 这时候 慰安忽然发现 不远处有一杆大旗 通天风 姐 我们去那看看吧 慰静被妹妹拉着 哭丧着脸 没有任何心思 等走近了一看 就见柳树下的一个小板凳上 坐着一人 青山人带着一顶草帽遮阳 手里拿着二胡 旁边趴着一头老黑牛 打着盹 似乎是在睡午觉 慰安款款行了一礼 前辈 小女慰安 这位 是我的姐姐慰静 我们想要了解一下通天风 老牛微微挑眉 将两个表格递给他们 摸先填一下表 只要一个就够了 慰静接过表格 扫了一眼周围 眉头微微皱起 这里远没有其他山峰 招办出那么热闹 说白了 更像是一个草台班子 其他山峰手座 几乎都出席了 长老 门内各个弟子 而这里只有一人一牛 落寞得很 要不是旁边插着通天风的旗帜 证明身份 估计没人会留意这里 魏静胡怡地看着表格 除了一些基本的信息 还有几个奇怪的问题 经有智兔同龙 上有35头 下有94足 问智兔各几何 这是检验弟子的数学能力 十分实用 除此之外还有 一架马车失控 要撞死走在路中央的四个人 还是撞死本分走在路边的一个人 不只是魏静 旁边的魏安也不由得露出一副担忧的表情 仿佛是走在街上 忽然遇见了怪叔叔一般 这都是哪门子奇怪的问题 不过来都来了 总不好放下东西 掉头便走吧 于是 魏静粗略地写了一下 老牛则示意他 展示一下自己的剑法 魏静瞥了一眼老牛 有些不情愿地抽出配剑 一套行云流水的剑法施展出来 旋转如飞 快地就像风中的柳絮 飘忽不定 并且 他的每一步都恰到好处 都带着剑势 让人捉摸不透 妹妹魏安看着这一幕 不由地感慨 姐姐剑法的精妙 就是不知为何 原长老会看中自己 反而是淘汰了姐姐 剑尖划出一条优雅的弧线 挥向旁边一棵挺拔的柳树 擦的一声 响起 树身微微一震 不见变化 然而带魏静收剑 重新站定 挺拔的柳树 就在一阵温和掠过的南风中 悠悠倒下 哄 这时 二胡之声停止了 李平安直接呆住了 张着嘴巴 嘴角微微抽动 魏静神色平静 忍不住心中得意 丝毫不惊讶李平安的表现 或者说 对方毫无表情 才会让魏静感到奇怪 他对于自己的剑法 十分有信心 李平安站起来 掠过魏静 走到那棵被魏静砍倒的柳树面前 沉声道 谁让你砍它的 嗯 李平安深吸一口气 昨天 自己在这随手摘了一朵花 都被以破坏蜀山公物的名头 罚了五十零食 现在砍一棵树 李平安捂着胸口 勉强平定了情绪 重新坐下 老妞 快 快收拾东西 赶紧跑 梦 魏静魏安一对姐妹被眼前的荧幕 彻底弄不会了 呆呆地望着李平安 李平安一边收拾凳子 茶具 一边头也不回地说道 你的剑法太过刚链 过刚一舌 剑路一往无前 可是破绽太多了 当然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的神门学 与内观学 有一些隐患 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 要么是你修炼方法有问题 要么是你练的剑法有问题 总之 这个问题一定要重视 否则时间久了 影集发作 恐怕你这辈子都没办法用右手剑了 先别急着谢我 待会儿要是有人找你们问这柳树的事情 你们千万别说见过我 说完 李平安骑上老牛 一人一牛 急匆匆地跑了 哎 前辈 树山 阳光明媚 火球式的太阳悬在半空 云彩好似被太阳烧化了 李平安走在主峰的路上 今天的主峰人格外的多 大多都是一些新入门的弟子 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一些老弟子混杂在其中 十分好分辨 新生们的穿着和打扮 就跟要去走秀一样 眼神中带着一种清晨的愚蠢 李平安背着手 老牛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 在山峰的吹拂下 步履沉稳 树山的新鲜血液呀 李平安感慨了一句 一转眼 咱们都成师兄了 猫红旗招展 锣鼓喧天 采齐飞扬 一些老弟子们 帮着新弟子搬行李 登记姓名 介绍鼓山各个山峰 一派忙碌的景象 当然帮助的对象 更多的还是漂亮的师妹 踏上修行之路的少女 面容都不差 笑叶如花 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青涩气息 为鼓山增添了几分光彩 刘二狗站在一面旗帜之下 面容有些沧桑 留着胡子 根基受损以后 他换了一个造型 此刻 更像是一个土匪 站在天空之下 略显忧郁 一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感觉 搞得一个面容娇小的新弟子 徘徊良久 不敢上前 扮上 刘二狗吐出一口气 拦住了那名弟子 走上前去 是要了解一些什么吗 放心吧 我不吃人 少女被他这一番话逗笑了 抬起眼睛 望着这个带着忧郁气质的师兄 刘二狗脸上带着微笑 眼中却是一片深邃 却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色 师兄好 李平安走在其中 有意无意地望了一眼 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他和老牛穿行在其中 感受着这份热闹 却是没有参与其中 静止来到了戒律司的后勤处 一名面容肃穆的老者 站在长桌旁 手中拿着一本薄薄的磨皮纸 上面密密麻麻地 写着一张长长的单子 通天风报销单 日常开销 擦屁股的纸120卷 夏季长服21件 此外还有除虫剂 过路费 办公费 水费 通天风维修费 老者皱眉道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擦屁股的纸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 李平安沉生说 五长老您太久没擦屁股了 不了解如今的行情 现在擦屁股 都用这么多的纸了五长老 露出狐疑的表情 是吗 是啊 难不成我 还能忽悠您不成 五长老虽然不信 李平安的这套说辞 不过也懂得 实践出真知 这个道理 他早已闭谷多年 早就不知道 拉屎是什么滋味了 一向严谨的五长老 只能无可奈何地 将条子披了 李平安和老牛 兴高采烈地走了 今儿吃面 可以多加一个蛋了 可恶 五长老哼了一声 隔天 有两名弟子 在草丛中嬉戏 嗯 什么味道 一名弟子 忽然鼻尖轻动 在空气中捕捉到了屎分子 不远处 有稀稀素素的动静 嘿嘿 一定是新入门的弟子 要么就是杂一封的弟子 走 咱们去戏弄戏弄他 两名弟子 翘无声息地前过去 忽然蹦出来 准备吓那人一跳 啊 五长老 两名弟子吃了一惊 五长老表情严肃 蹲在地上 露出大白屁股 微微抬眸 尴尬的气氛 持续了几秒钟 你们难道就站在这儿看着 两名弟子深吸一口气 对视一眼 当即把裤子一脱 蹲在地上 一口同声 五长老 其实我们也是拉屎的 五长老 大可不必这样 半晌后 五长老提着裤子重新站起来 冷哼一声 啊 李平安这个家伙果然在骗我 擦屁股 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纸 小样 给我等着 通天风 是这里吗 嗯 就是这儿 穿着一袭粉衣 一袭绿衣的两名少女 走在通往通天风的山路上 正是魏晋魏安良姐妹 昨日 与通天风的那位青山人 匆匆一见 对方便点出了 魏晋神门学与内观学的隐患 事实却如对方所说 每当夜半子时 魏晋便能感觉到 两个穴道隐隐作痛 这个毛病随着年龄增长 愈发严重 家里也找了一些医师 大药不断 然而都没有什么效果 昨日 对方也没有留下姓名 便匆匆跑了 不过好在稍微一打听便知道了 通天风 除了掌门青风 只有一位弟子李平安 二人登上通天风 正疑惑 接下来该往哪走时 忽然 瞥见不远处的树上 有一道人影 姐姐 那里有人 两个姐妹走过去 却发现对方 不是昨日那个青山人 而是一个冷峻的少年 宵夜捧着一只母鸡 沉声道 这世界上 到底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 未经未安 这通天风的人 还真是别具一格 道友 请问您是通天风的弟子吗 暂时还不是 宵夜转过头 声音冷漠 带着几分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那请问您知道 李平安里道友所在吗 你们找他什么事 宵夜这时 也意识到 对方是新入门的弟子 黑油黑油 苍茫的天涯 是我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下 花正开 什么样的节奏 是最呀最摇摆 某某某一人一牛 一茶歌唱歌调 唱得声情并茂 挑着担子 向不远处的田野中走去 今天他们的任务是施肥耕地 李平安准备顺路观察一下陵墓的掌势情况 搭建炼药房 这时忽然注意到前来的魏晋魏安以及宵夜三人 哦 你们怎么一起来了 李平安好奇道 魏晋行了一个倒极 前辈 昨日走得匆忙 还未来得及向前辈道谢 小事一桩 你们不会是带着执法阁的人一起来的吧 李平安警惕地问道 他担心昨日那棵被砍倒的柳树 被算到自己头上了 魏晋道 自然不是 敢问师兄可是通天风的首席弟子李平安 就是我 怎么了 在下魏晋还望师兄能够指点一二 李平安想起来 对了 你们是来拜师的 他看了一眼日头 时间尚早 里面请吧 魏晋魏安两姐妹道了一声谢 便跟着李平安走进了屋内 宵夜也跟在后面 李平安给三人沏了一杯茶 魏晋扫了一眼屋内 倒是颇具一些生活气息 趁着三人喝茶的功夫 李平安则让老牛检查一下 魏晋填写的基本资料 老牛对李平安有了几句 李平安点点头 说道 魏师妹 你恐怕不符合我们通天风入门的标准 魏家虽然远远比不上宵夜所在的宵家 可在当地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势力 这样家族长大的孩子 恐怕吃不了多少苦 最重要的是 这魏晋的天资不错 应该接受明师的指点 拥有更好的资源 留在通天风 属于是浪费人才了 李平安就想找一个 没有多少天赋的弟子 这样即使留在通天风 也不会阻碍了对方的修行之路 师兄 我可以的 我什么都可以 魏晋激动地站起来 李平安示意他不要激动 先坐下来有话慢慢说 这样说话 容易让人产生误会 妹妹魏安也微微羞红着脸 拉了拉姐姐的衣袖 李师兄 这时 穿着一身红色衣袍的云淑走了进来 哦 是师妹啊 李平安略有些头疼 这怎么都感到一起来了 今儿自己可还是有许多活要干呢 云淑一出现 魏晋慧安姐妹 萧叶都纷纷一愣 皆是被对方的美艳惊住了 萧叶好一些 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公子哥 又总是冷着一张脸 所以看不出什么变化 而且在他看来 女人只会影响他修炼的速度 魏晋慧安姐妹 则是忍不住地盯着云淑 女人更会欣赏漂亮的女人 云淑一袭白衣 乌黑长发随意地披在肩头 步履轻盈 修长而兵机玉骨的小腿 若隐若现 此次前来 云淑是为了当面打谢李平安那日 为他解开心魔 然而见有人在此 也不好多说私事 不知道师兄再次会客 打扰了 无碍 李平安摆了摆手 老牛 看茶 新入门的弟子 云淑迅速做出了判断 莫非是想拜入通天风门下 李师兄 我姐姐到底哪里不符合通天风的入门标准 还请详细告知 卫安不死心地说道 李平安不紧不慢地说道 嗯 你太优秀了 通天风暂时不需要这么优秀的人 啊 这样别致的理由 让在场的人都是一愣 魏晋双眉微微皱起 品错了味道 以为李平安 这是在变相地羞辱自己 说的反话 就像是对一个胖子 夸奖您真苗条一样 魏晋自幼便被誉为天骄的魏晋 从他踏入蜀山为止 已经连续遭到了两次打击 先是被园长老淘汰 却收取了不如他的妹妹 现在又被通天风的首席弟子当面羞辱 魏晋很想发火 却也明白这里不是魏家 而是大名鼎鼎的蜀山 无论受了什么气 也只能忍着 那我们便不都叨扰了 告辞 魏晋冷着脸 拉着妹妹转身要走 你这把配件不错 一旁的云书忽然开口 魏晋下意识地看去 这是我母亲给我的 剑名 刘颖 不知可否施展一下剑法 魏晋犹豫了一下 从对方身上的气质上看 在蜀山身份应是不凡 于是便答应下来 当即施展了一套剑法 嗯 云书点头 谋中流露出些许的惊讶 本来只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对方的剑法出奇地好 正巧师尊吩咐过 他们要留意一下新入门的弟子 看哪个弟子有天赋 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要将对方忽悠到小穷风 云书道 既然你们入不了通天风 不妨去小穷风 小穷风 姐妹二人吃了一惊 对视一眼 莫非 师姐便是云书师姐 云书微微一笑 正是 未尽大喜 虽说蜀山十四风 可却也有高低之分 尤其是在民间中 有上三风之称的小穷风 更是大名鼎鼎 若是真能败入小穷风门下 自然是再好不过 魏安心里松了一口气 本来他成功败入元长老门下 而姐姐被淘汰 让他有了一丝负罪感 觉得自己对不起姐姐 现在 姐姐被小穷风首席弟子看中 甚至有机会败入小穷风门下 这让魏安好受多了 魏静挺了挺发育良好的胸膛 略有些得意地 看了一眼李平安 仿佛是在说看见没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被人当场羞辱拒绝 立马来了一个更厉害的人物 向自己发来了邀请函 这种解气的场面 似乎只会发生在梦中 这个玉牌你拿好 直接去小穷风即可 届时会有人告诉你们该怎么做 云书地上一枚玉牌 多谢事件 魏静暗纳住心中的激动 等等 这时 李平安忽然出声道 现在后悔了 晚了 魏静高傲地抬起头 内心已经演绎出了一场大戏 李平安不仅不慢地取出自己的小药箱 小药箱上有两个标志 一个是灯笼 一个是雨伞 寓意是为了病患需要 应该不辞劳苦 风雨兼程 即使是山路泥泞 业余祖道 也不能回绝病人的呼唤 李平安深以为然 此外 药箱上还挂着一个串铃 名为虎咸 这是游历诸国时 一个行医的赤脚郎中 送给李平安的 用来当护身符 表明自己医生的身份 药箱里面装的是一些常用的药材 笔墨纸 还有针灸盒 李平安拿出针灸盒 方才未尽一套剑法施展出来 让他想起来 这个姑娘右手的神门学与内观学 有一些隐疾 极难发现 但是如果长期得不到治疗 恐怕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汪汪 树生清明 几枚如离弦之剑般 射向了魏晋的右手 魏晋身躯一颤 下意识地便想退后 可是念头刚一闪 银针便已扎在了手上 好快 别动 我给你检查一下 银针上蕴含着李平安的一缕元气 钻进魏晋的身体当中 将他从内到外 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 李平安若有所思 忽然发问 你得罪过什么人吗 魏晋正了一下 摇摇头 有人在你体内 设了一道极为精密的局 就在你的神门学与内观学中 初始不会感觉到什么异常 但是随着你不断练剑修行 久而久之 右手便会废掉 甚至破坏周身关爱 导致修为大减 李平安睁开法眼 气息锁定 对方身上的每一处细节 都在他的眼中一览无余 设计之人用心歹毒 你可要多加小心 说吧 手轻轻一挥 银针上附着的元气 顷刻间便渗入了魏晋的周身各处 魏晋只觉那银针滚烫 刺得骨节发胀 浑身抽筋 这个气息不是灵气 仅仅过了一会儿 李平安再一挥手 将银针收了回来 魏晋重重吐出一口气 四肢百骸 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 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身体的温度也越来越高 一股蠢蠢欲动的热流 在他的身体里蔓延开来 这 李师兄 我 想起方才自己的想法 魏晋心中一阵羞愧 原来李师兄是个这么好的人 我真该死啊 医者人性 李平安摆摆手 淡淡道 虽说你们没能入通天峰 可大家都是鼠山弟子 应当互帮互助 在这一刻 魏晋真想拒绝云书的邀请 说什么也要拜入通天峰 魏晋魏安姐妹 拿着云书给的玉牌 跟李平安道了谢 告辞离去了 等两人走后 云书又看了一眼 在那儿自说自话的宵夜 宵夜喝着茶 嘀嘀咕咕 鸡蛋 鸡蛋 该是个傻子吧 云书便没有多搭理他 对李平安道 云书能顺利破开心魔 多谢师兄相助 这是给师兄的答谢 万望师兄收下 说着 拿出两件法宝 以及两枚高品级的丹药 李平安点了点头 说了两句客套话 便收下了谢礼 如果不收 反而会让对方产生愧疚感 又要撕吧 上一阵 既然出手相助 自然做好了收到答谢的准备 云书离开后 屋内最后还剩下一个客人宵夜 你还有什么事吗 宵夜挣了挣身子 我要拜师 鸡和蛋的问题想明白了 还没有 等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 再拜师吧 宵夜甩了甩袖子 转身走了 心中万分悲愤 不一会儿 通天风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 李平安轻轻松了一口气 麻烦都走了 该干活咯 李平安换了一身宽松的劳作衣裳 抛开紧张与匆忙 沿着他刚离过的梨沟 一步一步地撒着粪子 农田里的菜 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 看起来就像是艺术品一样 这让李平安有一种满足感 远处的山清水秀 将这幅画面衬托得淋漓尽致 热透西斜 田地里 李平安坐在石头上 吃着一块糊饼 微风吹来带来凉意 空气中飘荡的桂香 这个夏天似乎要过去了 老牛懒洋洋地打着盹 似乎是嗅到了胡饼的香气 毛李平安掰开半个 送进他嘴里 老牛用头蹭了蹭李平安 润土正在草丛中追逐着蝴蝶 一台爪子便将对方稳稳地抓在手心当中 然后 又将对方放了 等蝴蝶飞了一会儿 再次撒开腿追过去 玩得不亦乐乎 蝴蝶在林田里长大 多少沾了一些灵气 有了一些智慧 干脆不动了 怒气冲冲地盯着润土 你呀有病吧 润土 回家了 远处的李平安 招呼了一声 润土这才放过了蝴蝶 李平安扛着锄头 一人一牛一茬 往回走去 修仙便是这样 忙忙碌碌 却又平静祥和 一日 风起雾来 李平安盘歇而坐 正在练功 面前云雾缭绕 体内天鼓之声 似红雁来访 急飘渺 似隐似线 似来若来 与山间的风涛之声 遥相呼应 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 运功一周 只觉心境一片宁静 站起身来 开始游走 这时 一老者脚踏三朵仙帘 破风而来 老者面色红润 身形伟岸 衣袖一挥 飘然而来 自有一种庄严肃目之气 使人望而生畏 是介律司管理后勤的五长老 哦 五长老怎么有空来通天风了 李平安好奇道 五长老哼了一声 老夫 是找你算账的 哦 李平安略有些疑惑 莫非是润土 老牛惹了什么事 不对 这几日 他们都待在自己身边啊 那便是师父清风了 哼 老夫亲自试验过了 拉屎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纸擦屁股 李平安 五长老拿出给李平安批条的报销清单 如果以一个月的用度来算 你们封一个月 最多用纸三十一卷 而你却报了一百二十卷 长老 这人与人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你现在就拉给我看 我要记录一下 还有 把你们疯牛 茶都给我叫来 你们一边拉我一边记录 李平安 大可不必这样 五长老 你只设想了正常的情况 可是非正常情况呢 比如拉肚子 你考虑到了吗 哦 一向严谨的五长老 顿时语色 李平安微微一笑 五长老 您脱离人民群众 已经太久了 信心地返回戒律司后 五长老越想越气 又跑去藏经阁 终于找到了拉肚子的方法 李平安 你给我等着 时光匆匆 转眼便是三年的光阴过去了 平大儿又收获的一年 虽说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 却又有很多所感所悟 李平安拿着竹筒 上面写着 自己三年前回蜀山时 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宜 第一 要培养陵木 收集物资 争取早日打造一个炼丹房 第二 继续修行 打探其他大道符文碎片的下落 第三 炼要赚财 古云 未闻道 难者再罚 以闻道 难者再财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 转眼三年过去了 陵木需要时间生长 三年的光阴算不得什么 大道符文碎片 没什么线索 倒是赚了不少钱 李平安又研究出了几种药单 销量十分不错 他还时常背着小药箱 满蜀山的转悠 替人疗伤治病 解决道理之间的某些不和谐的小问题 也因此 仅期收了一大堆 什么妙手 回春南科圣手蜀山名医等 挂了整整一面墙 满满的成就感 还有许多其他人赠送的法宝 以及各种宝材 大部分法宝 都被李平安拿去卖了换钱 还有一些觉得不错 便留给了润土和老牛把玩 反正这些东西 对自己也没什么用 忙忙碌碌 自从大雨京城被破后 这些年 虽然九州战争不断 但总体趋向于平稳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大规模战役 相比起来 现在的战争 更像是大隋 在用扫把清扫垃圾一样 大雨虽然南迁 保留了火种 可早已无法挽回大势 终究是耗子的尾巴 长不了 李平安在通天峰的后山散着布 老牛拿着今日份的底豹 摸摸地读着 漫步走在林间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忽然有几道春雷落下 春雨稀稀利利地落了下来 近视了鼠山的每一座建筑 每一条小巷 李平安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哈欠 走着走着 他就走到了自己搭建起来的鸡圈 鸭圈 猪圈地方 整日为一些灵草灵药 这些动物必不可免的 都有了一些灵性 而且这些动物生活在通天峰中 被天地精纯之气 滋养之力最强 见了李平安争先恐后地聚过来 养到现在都有感情了 反倒是舍不得吃了 清风还都给他们一个个取了名字 鸡大 鸡二 鸭大 鸭二 李平安痘痘痒鸭 溜溜鸡 倒不像是鼠山的修士 而是在农村养老的老汉 林木的长势倒是令李平安有些惊喜 因为玉田之树的加持 原本需要几十年长成的林木 短短几年便已经颇具规模 看样子 自己建造炼丹房的计划 可以提前了 接着 他又来到酒窖 查看了一眼 酒酿得怎么样了 这是给师父清风准备的美酒 让他喝美了 就不会出去惹乱子了 李平安给自己和老牛蒸满了酒 喝了一大口 嗯 味道确实不错 再过个两三年 就可以拿出去孝景师尊了 月色皎洁 圆月当空 天街夜色凉如水 做砍牛郎之女星 一人一牛一茶坐在屋顶上 享受着漫天繁星 桌子上摆着一壶酒 几碟小菜 荤素搭配 旁边还躺着一个抱着酒葫芦的娇小萝莉 润土道 老大 你说千年之后 我们还能躺在这里 继续看月亮吗 李平安笑了笑 会的 今晚我们能坐在这里 以后我们也能 润土摸了摸肚子 惬意地伸了个懒腰 看着天上的星星 人间忽晚 山河已秋 七年的时光 匆匆而去 昔日种下的陵木苗子 此时已经长成了形 虽然称不上什么苍天大树 但是要搭建炼丹房 已经足够了 这几日 李平安带着老牛和润土 一直在砍陵木 将其制作 测量 修改成自己所需要的形状 不停地画线 不停地聚着 不出三日的时间 所有的陵木 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一起 每一块木头 都经过精心地手工打磨 呈现出一种温润的质感 老牛拿出一张建筑图纸 写写画画 干活 李平安撸起袖子 润土皱着眉 老大 凭咱们三人 要建这样的炼丹房 恐怕要费一些时间 李平安道 这个不需要担心 明天我去找几个熟人 两日后 在李平安圈定的炼丹房空地处 出现了几个熟悉的人影 分别是小穷风的云书 魏靖慰安姐妹 还有刘二狗 司徒雷 秦妙妙夫妇 这些人都是跟李平安关系匪浅 司徒雷和秦妙妙 是他最先结识的蜀山弟子 多年好友 刘二狗和云书 也是与他关系匪浅 魏靖早年间受过李平安的帮助 此次听闻李平安需要帮忙 二话没说 便带着妹妹一起来了 几人一边聊天 一边用法术拖着木材 按照李平安所设计 放到相应的地方 用玉土树打造地基 或者将两根木头缠在一起 李平安作为气氛组 拉着二胡 同时嘴中大喊 同舟麻共计海让路 耗子麻一喊浪靠边 白个麻蒸留千帆镜 波涛在后岸在前 节奏十分欢快 本来需要一年多才能搭建 而出的炼丹房 在几人的帮助下 不出三月 便建成了 锅炉房 烟道 水道 放疗入口 排残渣出口 一应俱全 十分全面 炼丹可不只是 准备一口炉子那么简单 除非真的是太上老君 拥有一口八卦炉 炉中还有六丁神火 李平安坐了一桌子佳肴 感谢几位老友 这些日子的照顾 众人围坐在一起 一边吃着饭 一边聊着天 五日后 李平安的炼丹房开工了 他直接掏光了这些年积攒的小金库 全用来购买炼丹的原材料 将炼丹房的门封上 并且贴上封条 丹不出 门不迈 一人一牛一茶 各自喝了一碗酒 干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 炼丹炼累了 一人一牛一茶便坐在炼丹房的屋顶 嘻嘻哈哈地喝着酒 等心情好一些 便继续开始炼丹 半年的时光 转瞬即逝 午后的灿烂的阳光之下 封闭半年之久的炼丹房 缓缓地从里面被人推开了 阳光一股脑地涌了进去 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一股药香 几日后 一种名为你只要买 我就能还你一个灵气的丹药 在市场上流传开来 因为价格便宜 效果良好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分几日销售 每一日都是功不应求 有人欢喜 有人愁 蛋糕总共就这么大 现在李平安忽然要过来分上一口 自然有人不愿意 太可恶了 师傅您看看 这款丹药 就因为它 我们最近新炼制的丹药 一直压在手里 根本卖不出去 炼丹房中 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和一位年轻弟子 那款丹药老夫看过了 着实不错 年轻弟子气不打一处来 可他这么做 完全就是破坏市场 不将我们放在眼里 师傅我已经打听过了 出这款丹药的是 通天风的李平安 哼 仗着有清风罩着 胆子太肥了 老者沉吟道 清风收了一个好弟子 师傅 难道我们 就这么看着他 肆无忌惮的霸占 属于我们的市场份额 年轻弟子拱火 李平安为人一直老老实实 我怀疑这件事情背后 是他师傅清风在操控 清风 老者微微皱眉 早些年 师傅与清风有一些恩怨 他会不会伺机报复 清风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我了解他 老者笃定地说到 他除了吃喝睡觉 脑子里不会装多余的东西 年轻弟子 人是会变的 师傅我们 干脆去通天风 找他当面说清楚吧 找清风 他可不是会讲道理的人 不讲道路 动粗我们也不怕他清风 师傅您觉得 清风是您对手吗 老者沉默片刻 说道 三七开吧 年轻弟子 嘴角轻轻勾起 师傅一向沉稳保守 他说三七开 实际上有可能是八二开 师傅八 清风二 我们这就去找清风算账 年轻弟子猛然站起来 然而 当他看了一眼老者沉重的脸色 心里咯噔一声 莫非 莫非是清风七 师傅您三 老者摇了摇头 年轻弟子又是一喜 然而还没等他笑出来 就听老者缓缓道 他三拳 我投七 年轻弟子 年轻弟子缓缓坐了下来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通天风 李平安正在数着可爱的小灵石 润土匆匆跑进来 老大 有你的信 哦 又是谁给我的信 拆开一看 平安无凶 见面如雾 时光匆匆 转眼又到了我们九州三节十年 相聚的日子了 是景玉的笔记 九州三节 李平安微微挑眉 这是说谁呢 九州三节 呵 亏景玉想得出来这名号 李平安不由地笑了笑 说起来 三人也确实许久未见了 先前十年之约 因为大禹和大隋开战 而没有俱成 这个十年 却是不能再错过了 李平安准备将自己手中炼制的丹药 全部卖出去 随后再出发赴约 于是 便把每日销售丹药的数量增加了两倍 争取在更快的时间内 将丹药销售一空 一日 来到自己摆摊的地方 润土熟练地铺开摊子 老牛摆开招牌 你只要买 我就能还你一个灵气丹药 立马便有数名弟子排好了队 实际上 到李平安出现时 便有蹲守的弟子发现了他 很快 便聚集了一大群人 有的人刚刚得到消息 便立即从其他风赶来 然而 即使这样 也要排上好长一段时间 没过一会儿 今日准备的丹药 便被一抢而空 抢没了吗 好像是 每天都只卖等额的丹药 哎 看样子 今天又抢不到了 就在后面的弟子 以为已经买不到的时候 李平安又拿出了新的一批丹药 然而 即使这样 不出多时 李平安今日带出来的丹药 便已销售一空 虽然只是一些品阶不高的丹药 可在低端市场 极受欢迎 尤其是对那些 刚入门不久的弟子 没买到的人 则是怨声在道 李平安只好起身道歉安抚 看见了吗 那个人便是李平安 躲在暗处的几人 小声商议着 年轻弟子 今日请来了两位师兄 一位是崔元清 一位是唐玄 皆是实力不俗 专门来找李平安的麻烦 教训他倒是简单 只是 崔元清忧心忡忡地说道 那通天风的清风 一向互犊子 要是让他知道我们 欺负了他弟子 没错 唐玄也深有同感 年轻弟子沉声道 放心吧 二位师兄 我已经想好了对策 哦 我们如果是毫无理由地找麻烦 自然会遭到清风的报复 可是 如果我们是理由正当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了 到时候 我们自然可以跟清风讲道理 要是事情闹到了 我们也不怕 唐玄皱眉 跟清风讲道理 放心吧 他好歹也是通天风的风主 不会做那么丢人的事情 年轻弟子笃定地说道 哎 那不就是清风师伯吗 崔元清忽然道 其余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不远处的一座酒楼里 背着一个巨大酒葫芦的小萝莉 正坐在里面喝着酒 清风 三人立马捏手捏脚地凑了过去 啊 你们这儿的菜 比我家小平安做得差远了 清风放下酒杯 颇为不满 嗯 这酒跟水一样 一点味道都没有 还是我家小平安酿的酒香美 算了 不吃了结账 崔元清小声道 虽然看起来不太正经 不过到底还是一个手作 吃饭之道给钱 也是一个讲究脸面的人 唐玄点头 没错 看样子 咱们的计划可行 年轻人黑黑一笑 哎 你怎么拿我的葫芦 这时 酒楼内忽然传来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众人寻声望去 清风手里拿着一个小葫芦 打开将里面的酒 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半 小葫芦的主人不满道 那是我的葫芦 你的葫芦 清风挑眉 你凭什么说 这是你的葫芦 你叫他 他答应吗 我的葫芦又没成精 怎么会答应吗 那你怎么证明这就是你的葫芦 清风插着腰 理直气壮 那弟子指着小葫芦上的字 说道 你看 无良意这是我的名字 这上面刻着我的名字 看热闹的众人心道 这回是明了了 酒葫芦上 都有人家的名字 啪 清风猛地一拍桌子 揪着那名弟子的衣领 怒道 你凭什么在我的葫芦上刻你的名字 众人 躲在暗处 准备搞事的崔元清三人 面面相去 这是鼠山的风主吗 这分明就是土匪强盗 他们到底还是低估了清风的无耻程度 这家伙才不会因为自己是什么通天风的首座 便跟他们讲道理呢 可以预见 一旦他们 找李平安的麻烦 等待他们的僵是什么 找麻烦计划 还没等开始便因为清风的无耻而流产了 另一边 清风正嚷嚷着 让那名弟子赔钱 原因就是 对方在他的葫芦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最终 李平安赶到 教训了一顿清风后 又赔了对方几枚灵丹 这才将此事摆平 众人看着李平安离去的背影 心中一阵感慨 师徒二人一对比 李平安实在是太明事理了 这样一个土匪师傅 到底是怎么教出这么懂事的徒弟的 没有人找麻烦 半年炼制的丹药 短短十余日便卖光了 虽然卖得多 不过除去原料 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 这一次并没有赚多少零食 不过 这是李平安第一次大规模炼制售卖的丹药 只当作是为自己积累经验 开拓一下林丹的市场 三日后 李平安收拾好东西 准备赴约 碧蓝的空中 飘着几朵比女人皮肤还要白的云彩 那多姿的云彩 各种形状都有 左边那朵云类似于女人的小裤衩 右边那朵云像是女人高耸露云的山峰 东南边那朵像是神秘的森林 啊太壮观了 太漂亮了 润土如是记录着 这是他第一次跟老大出远门 也是他第一次离开蜀山 兴奋之情 溢于言表 李平安不紧不慢地迈着步子 抬头面对即将落山的太阳 脚下是漫无边际的道路 秋运湖水 秋缠鸣叫 小桥流水 夕阳灿红 李平安走的是一条古道 据说大随 没有立国之时 这条古道便存在了 按一丈左右的标准建成 可以保证两匹马乡下而行 通行无阻 李平安哼着歌 身旁十二罗铃叮当响 游走古道的民间商队 从他身旁路过 身影交错之际 商队的人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奇怪的青山人 一只牛 一只茶 也不用什么牵着 便跟在他后边走 这个组合当真是奇怪 有时 也能见三五成群的江湖人走过 步履轻盈 呼吸稳健 亦或者有独行的侠客 或腰配长剑 或怀抱腰刀 颇有几分江湖的味道 如此一直走到傍晚 天地看不见一丝阳光 李平安虽然不觉得乏 可是白天赶路 夜晚休息 像是刻在了他的脑子里一样 除非是遇见了什么特殊情况 一般都不会打破这个规矩 路长路远 山水之间 无非就是多花一些时间 正好 前方遇见了一处废弃的驿站 便走进去 时到时到 就在此歇息了 幸为乡野客天地 小炉枕吹烟 倒是也没有什么讲究 润途准备去食柴生火 却发现驿站的角落 有一堆摆好的柴火 当即便觉得捡了便宜 老牛取出锅 准备做晚饭 李平安便躺在一处干净的地方 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日头热的人没什么食欲 便只熬了一些米粥 加上腌制的咸菜 拌在一起吃了一个半饱 主要是喝酒 凉娃娃的酒 在夏天喝一大口 别提有多爽了 李平安忽然想起一首诗来 江头日暮痛饮 乍雪情有领 山翼凄凉 登婚人独寝 只是现在虽是痛饮 却不下雪 驿站内有两位润土和老牛陪伴 一点也不觉得凄凉 李平安淡淡一笑 整着手臂渐渐入眠 一觉睡到日上三干 刚才还是晴空万里 现在就大雨倾盆了 逗天的雨滴如风卷残云般扑向了大地 李平安坐在地上 一手撑着面前的小桌子 一手撑着脑袋 望着一盏外的雨发呆 雨越下越大 天色也越来越暗 远处的山巒如烟 仿佛和天空连在了一起 李平安解开腰间的酒壶 喝了一口 他记得一句话 却忘了是谁说过 这雨生于天 而死于地 中间的过程便是一生 我之所以看着雨水 不看天 不看地 看的也不是雨 而是这雨的一声 远处 一个帽子被风吹得一摇一晃 在天空中呼上呼下 得得得 马蹄声游远至近 有一对客商正冒着雨 往这边赶来 那帽子便是其中一个客商的 眼看着帽子 被风越吹越远 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李平安淡淡一笑 手指轻轻一划 那原本要被带到高空的帽子 却诡异地划出一道弧线 随后竟然回到了那客商的手中 失而复得 客商大喜 客商依次跑进驿站 十来个人 带着二十多匹马 马的脖子上挂着一对铃铛 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 马匹拖着大包小包的货物 这雨真邪门 怎么说下就下 还好这儿有个驿站 要不然还得挨骄 这雨怕是要下上几日 一行人走进驿站 走在最前面的 是三个江湖打扮的人 看样子英式标诗 江湖侠客英雄衣 抱衣抱裤 也叫英雄衣 短打衣 穿起来舒服 贴身 飞檐走壁 闪转腾挪 都十分适宜 一行客商牵马走进驿站 卸下马罗身上的货物 堆在一起 随后十几个人围在一起 嚼着干粮 本来天气闷热 可风雨这么一吹一铃 顿时便觉得冷了 有人看了一眼 李平安这边的柴火 走过来 老表 借个火 说不上对方是哪里的口音 听他唧里呱啦地说了一大堆 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 便让他们拿了一些柴火 毕竟这些柴火 也不是自己放在这里的 没有不让人家用的道理 李平安听说过 有许多山林中小屋便是这样 有柴火 有米 盐 医药 谁有急了便用 用完再给人家补上 这些人借着火 煮了一些热水 在对付着干饼 李平安不认得那干饼 但是对方吃得津津有味 这让他一下子有了兴趣 于是让润土去给他们送了一些自己腌的咸菜 客商愣了一下 转头看着李平安 李平安冲他们点头 无言微微一笑 客商收到了李平安的好意 也是点头回应 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过了一会儿 便有其中一个年轻客商走过来 手里拿着一些他们的干饼 和其他一些吃的 放到了李平安这边 李平安拿起一张 放进嘴里品尝 姓为天下客 相逢情语皆寒暄暄 这干饼的味道真不错 用什么做的 李平安越嚼越香 甚至还带着一股淡淡的酒香 猫老牛也说 这饼子真好吃 李平安念头微微一动 哦 这群客商后面还有尾巴 李平安收回念头 感慨这饼子真不错 待会儿一定要好好讨教 这饼子的做法 雨越下越大 连绵不绝 到了晚上 也没有要下去的意思 李平安便拿着酒 去跟对方交朋友 顺便讨教讨教 这饼子的做法 走客商的都是豪爽人 双方虽然语言不通 各聊各的 但是没一会儿便热火朝天 熟落极了 一碗接着一碗的酒喝着 一事为遇寒 二也是喝到信头上了 一日 清晨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客商们陆续醒来 昨夜跟他们喝得尽兴的青山人 不知何时已经离去了 而在驿站的角落中 一些新砍来的木头 整整齐齐地堆放在那里 看样子是那青山人 将昨夜用的木头给补齐了 以备后人之用 不由的心中感叹 倒是个讲究之人 于是 客商们也留下了一些食物 随即检查了一下货物 便准备出发了 当他们行了一段路 前头的两个镖客 忽然嗅到了血腥味 等等 镖客叫停队伍 神情凝重 抽出兵器 顺着血腥味寻去 只见不远处的灌丛中 藏着几具贼人的尸体 看样子刚死没多久 还有一些贼人尚且活着 只是被扒光了衣服 被绑在树上 众客商不由吓了一跳 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一问那些被绑在树上的贼人 才得知 贼人的目标 原本是他们这群客商 可昨日凌晨 不知从哪儿 窜出来一个青山人 功夫了得 他们十几个人 都不是对方的对手 众多客商若有所思 春风吹散云雾 晝雨出些 阳光打在脸上 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走吧 前方还有路等着我们的李平安 坐在老牛身上 拉着二胡 来来往往的行人 树叶在风中飘荡 东风之我御山行 吹断严间鸡羽声 绍兴 记得上一次相聚 是在江南水乡 而这一次的绍兴 却是一座边陲古镇 数百年的历史积淀 造就了绍兴 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 每一条街道 每一条小巷 好似都记录着时代的痕迹 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李平安慢悠悠地走着 街上的人从后面赶过来 将他远远地甩在身后 除了一些背负着料包子的背夫 背着背夹子 胸吊汗瓜子 手上踢拐子 脚穿脚马子 身子弯成一张弓形 缓慢而坚定地向着远方 一步一颤地向前移动 他们走得很慢 虽然只走了几步 但却给人一种沉重的压迫感 让人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润土好奇地望着这群背夫 问李平安他们 为什么不用骡子 用马 或者用牛也行啊 干嘛非得自己背着这么沉的东西 李平安敲了敲他的头 何不食肉迷 嗯 润土疑惑地眨了眨眼睛 并不理解 大哥说这句话的意思 来啊 来两壶酒 一只烤羊腿 肚包鸡 一盘熟牛肉 再掂量两个凉菜 其他的有什么特色 便给爷们端上来 饭馆里 李平安边招呼着伙计 便扔出一些银子 伙计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菜还没有端上来 伙计便先端上来 瓜子花生茶水 边塞的茶水 实在称不上有多好喝 带着一股土味 瑟瑟的 李平安用手指肚 捏开花生 轻轻咬了一口 嗯 花生的味道还不错 约好在这个客栈见面 距离约定的时间 还有三日 李平安要了一间 独院的上房 位于后院的正南 两边各有一间客房 一间是空的 另一间则是空着的 半夜的时候 李平安将屋子打开 老牛一个后空翻 从院子中翻进来 李平安观想入定 气息放开 将这个绍兴古镇 纳入他的监视范围当中 现在的 气息锁定 与之前有着云泥之别 刚开始获得此技能时 启动之时 还需酝酿一会儿 尚不能持续多长时间 范围也十分有限 而现在 几乎变成了一个被动剂 消耗的精力 远不如归西弓弥补得快 即使是陷入观想状态 也能保持一定的范围 防止有歹人突然偷袭 月上中天 古镇除了打羹人的声音 只有几声蟋蟀的叫声 嗯 李平安念头 微微一动 感知到了一名强大修士 踏入了小镇 不过并没有多坐停留 而是禁止向北而去 本来这件事情 不值得引起李平安注意 可是很快 便又出现了几道气息 皆是途径此地 有的人从天空掠过 有的人则施展土盾 手段各异 却都是向北而去 李平安不免有些好奇 怎么都往北边去 虽然好奇 却也没有过多探究 反正也不关自己的事情 三日的时间转瞬即逝 李平安就喝喝酒 听听小曲 到了约定的日子 却不见长青和尚与景欲的身影 倒是能察觉到这些日子 有许多修为高深的修士 途经此地 向北而去 这让李平安愈发好奇 又过了几日 仍旧没有等到长青与景欲 或许是有什么事情给耽误了 整日在客栈里待着 也觉得有些无聊 便给客栈的掌柜 留下了一句话 要是长青和景欲来了 让他们在这儿等自己 便带着老牛和润土北上 前去看热闹 过了绍兴 便是吕州的吴虎堡 这座古堡一山傍水 居高临下 建有三座城楼 地势极佳 一守南宫 以此为据典 静可宫 退可守 吴虎堡隶属吕州吕家 自前朝起 吕家祖上应平定吕州有宫 接受朝廷任命 负责统治吕州 这些年 虽然朝代更迭 但由于吕州山高路险 地处偏僻 再加上吕家势力 在吕州根深夜貌 对朝廷又一直非常顺从 称臣纳贡 说服姚义一样不少 因此 吕家在吕州的统治地位 一直受到朝廷的认同 在地方就相当于土皇帝 权力极大 不过国泰民安 百姓安居乐业 柳韵登基以来 为了收拢人心 不但大力赏赐吕家 还多次免去吕州的税赋 五湖宝 润土抬起头 看着堡垒上面的大字 城门口 士兵正在检查进出的商队 百姓 李平安睁开法眼 来来往往有许多气息强大之人 润土好奇地四处张望 周遭热闹异常 简直把一条街都挤满 啊 快跑 这时 传来一声惊呼 从不远处大摇大摆 走过来十几个修士 身后 还跟着一条巨蟒 那巨蟒土着杏子 虎视眈眈地盯着周围的百姓 站在两旁的士兵 却不愿意多管 一动未动 李平安走到路边的茶水滩 要了一壶茶 一边吃茶 一边向旁边的人打听情况 老汉 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多人来啊 喝茶的老汉 打量了一眼李平安 这么大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 劳烦您老给我讲一讲 李平安笑着奉上茶水 老汉猛然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望着李平安的身后 只见那一对男女 修士身后的巨蟒 巨尾忽然一甩 扫向路边音音啼哭的孩童 那条巨蟒方才一出现 原本人流如知的热闹街道 立刻向一旁壁去 可还是有人躲得慢的 比如那个在路边啼哭的小孩 那条黑色的大蛇 摇头晃尾 身体如同一条巨大的黑色的河流 缓缓地蜿蜒着 他东张西望 一会儿慢悠悠地走着 一会儿冲着行人嚣张地摇着尾巴 叫着 带着巨蟒的那十几个人 更是嚣张异常 丝毫没有制止巨蟒的意思 仿佛是高高在上的仙人 在草芥中穿行 见那小孩在路边啼哭 巨蟒眸中光芒一闪 巨尾一扫 便向那孩子扫去 眼看便要砸在那孩童的身上 查探的老汉 正准备跟眼前这个青山人讲一讲 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忽然看见这一幕 不由地平住呼吸 瞪大了眼睛 张着嘴巴 已经能预料到 待会儿发生的场面 那孩子铁定是要被砸成肉酱了 杀 银白色的光芒陡然闪过 像是天际间落下一颗流星 猛然间砸在巨蟒的身上 啊 巨蟒发出一声惨叫 身子一晃 常常吐出一口气 突然向前一栽 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嘴中吐出血泡 啊 怎么回事 哎 你别拉我 我再看一会儿 跑 别他娘的看了 看热闹不嫌事大 待会儿殃及到咱们了 周围人顿时乱成一团 这血淋淋的一幕 落在周围几个孩童眼中 吓得他们的父母 连忙捂住了自家孩童的眼睛 转过头去 不敢再看 何人出手 那群巨蟒的主人历声喝道 纷纷拔出武器 或祭出法宝 警惕地向周围张望 茶馆中 也有好些人远远地退开了 方才要给李平安讲故事的老汉 吓了一大跳 李平安抿了一口茶水 淡淡道 老汉 方才您要说的事情 还没说全呢 这五湖宝质旅舟 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汉一愣 咽了一口兔沫 强压下去心中的惊慌 这着 老汉 李平安又叫了一声 老汉这才回过神来 道 是吕太守的大女儿 要嫁人了 吕家 嫁给谁 说是嫁一个和尚 李平安微微皱眉 和尚 是啊 吕家 在吕州数百年 就连朝中的王公贵族 和山中的仙人 据说都来参见吕家的婚礼 正说着呢 那边已经更乱了 那头巨蟒中了一件 不出多时 便没了气息 然而 那群修士可不干了 毕竟自家的灵宠 就这么不明不白死了 甚至连是谁干的都不知道 当即便大吼大叫起来 路过的修士 虽然看不顺眼 不过见对方人多势众 却也不敢多说什么 老汉吓得连忙 就要往家跑 却被李平安一把抓住 哎 再问一句 这吕家的大小姐 干嘛要嫁给一个和尚 您知道这和尚姓甚名谁 法号是什么吗 老汉急得不行 眼见这城门失火 殃及吃鱼了 这我哪知道去啊 说不准便是王八看绿豆看对眼了呢 至于那和尚的法号 好像是叫长青 长青 李平安愣在原地 老牛也突然停止了吃糕点 正了正 随后用蹄子戳了戳李平安 就连和尚都结婚了 你再看看你 不争气 李平安皱起眉 长青要嫁人了 不对 是长青要娶亲了 老汉见李平安松开了手 忙不迭地跑了 街上的混乱 很快便被官府的人止住了 没有引起更大的骚乱 巨蟒的尸体血腥味弥漫开来 恶臭难耐 让闻到了的人 胃里直冒酸水 那巨蟒的主人 大声吼叫着 破口大骂 扬言要是让他知道是谁干的 非得把对方脑袋拧下来 可是那抹惊鸿转瞬即逝 气息全无 根本就不给他们追查的机会 娘的 背后用阴招算什么本事 路边的茶摊上 茶客基本上都跑进了 就连茶摊的老板 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李平安淡定地喝完了一壶茶 老牛 润土 走咱们去这婚礼上看看 润土小跑着赶忙跟上 不忘将钱放在桌子上 一人一牛一茬 从那群修士边路过 表情淡定 丝毫不像是做过亏心事的一样 生儿子没屁眼的东西 也不打听打听老子是谁 有本事就现身 修士们骂骂咧咧 却全然不知道 真凶便从他们身边掠过 出了五湖堡 李平安直奔吕州的省会 这次与之前不同 听说婚期便在这几日了 李平安心底也有疑惑 所以加快了脚程 飞剑从湖中掠出 李平安踩上飞剑 老牛熟练地 趴到李平安的背上 润土眨巴眨巴眼睛 这 梦 老牛招呼润土赶紧上来 伤 上哪 润土疑惑 要不我站在牛哥头上 老牛摇了摇尾巴 不满地叫了一声 你也配站我头上 抓着尾巴就行了 润土不情不愿地抱着牛尾巴 大喊一声 我来组成尾部 清风吹来 带着一股良意 沁人心脾 起飞 蒙润土看了一眼脚下湖中 他们三的倒影 好家伙 这是什么奇怪的造型 不过 却是挺有趣的 出发 两日后 李平安来到了吕州的省会 也是此次婚礼举办的地方 李平安拦住一个路过的修士 向对方询问了一些具体的情况 得知那吕太守的女婿 当真是一个和尚 而且长相颇为出众 法号长青 据说还是佛门的圣徒 这回真是长青没跑了 李平安愈发好奇 想知道这些年长青 究竟是怎么了 莫非是还俗了 正想着呢 走着走着 忽然迎面遇见了一人 许久不见的景玉 坐沉思状 低着头 以同样的姿势走着 紧接着 二人像是心有灵犀一般 同时抬起头 哟 二人皆是一喜 原来景玉早在十几天前 便到了三人约定的地方 随后偶然得知了 长青要结婚的事情 便来到这里 去打探消息 事情没打探清楚 反倒是先遇见了李平安 小二 再来一份鸡汤馄饨景玉 低着头 扑呲扑呲地吃着 话说 长青那小子可以啊 不声不响地 竟然要娶妻了 李平安笑道 是啊 真够给人惊喜的 那我们去参加婚礼 是不是可以去吃席了 景玉不太聪明地说道 参加婚礼 可是要随份子的 景玉理直气壮地说道 随份子 咱们去吃他的事 给他面子 随什么份子 嗯 这话确实没错 这些日子 你见到长青了吗 景玉摇了摇头 没见到 人家现在在太守府里 高手如云 防备森严 我试着 潜入几次都没能成功 李平安 咱们干嘛要潜入 正大光明的镜 不可以吗 你是什么身份 我 青楼常客 勾拦小能手 美女的枕边人景玉 李平安 你是怀路书院的学子景玉 哦景玉这才想起来 自己的真正身份 那该如何 准备一些贺礼 正大光明地走进去 李平安和景玉买了一些礼物 第二日便去登门拜访 二人一牛一茶 被请入了宫殿内 安排了房间 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太守府内宾客如云 热闹非凡 以吕家在吕州的市里 自然有许多达官贵人 早早地来了 相熟的客人们互相走动 谈天说地 因为看门的管家 根本不认识什么书院景玉 见他们穿着穷酸 还以为是骗子的 景玉说出了 怀路书院中大家的名号 人家不信 让他证实 一下自己的身份 总不能凭他一张嘴 说什么就是什么 景玉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 低声对李平安道 我穿的是怀路书院 特制的内裤 算不算 最终还是李平安 拿出了书院院长 赠送给自己的那只侠客笔 这才证实了景玉书院 弟子的身份 而且能拥有院长 所赠侠客笔 在外人看来 自然备受器重 当即便被视为了贵宾 李平安对外的身份 则是景玉的书童 所以 景被安排在了客房 此时的他 睁开法眼 可以俯瞰 金陵城的全城 然而 仅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便是自己此处 所在的金陵城太守府 说是太守府 然而规格 却远超一般的太守府 李平安曾在江南的时候 远远见过两江总督府 远不及这金陵城的 太守府繁华 气派 看样子 这吕家在吕州 当真是不一般 整个太守府 都被一种阵法所保护 隔绝了他人神识的窥视 如果自己强行窥视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却担心引起府内高手的注意 再说 自己也不是来捣乱的 只是想找长青问问 这是怎么一回事 趁着月色 李平安直接离开了偏殿 与景玉会合 我打听到长青在哪了 景玉小声道 跟我来 月色下 二人一牛一茶 四道身影 躲过巡逻的士兵 向殿内的深处而去 嘿嘿 好刺激呀 润土兴奋的 猫老牛拍了他脑袋一下 他们借着从宫墙的背光处溜了下去 摩黑找到了长青所在的小楼 楼外是一片空旷的空地 种满了奇花一草 还未靠近 一股花香扑鼻而来 小楼内陈设雅致 幽境中透着一股庄严肃木的味道 几个古色古香的檀木柜上 摆满了古丸 东东诸菩萨 摩黑萨 应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 若胎生 若诗生 若化生沐鱼的声音中 夹杂着长青诵经的声音 除此之外 小楼内感受不到其他人的气息 仅遇到 长青经念得不错吗 李平安点头 怎么说 也是一个正经和尚 话音刚落 就听长青继续念叨 抓炒技法属宫廷 原料经过细加工 挂护炸脆再回锅 小酸小甜味不错 外翠里嫩鲜不腻 宫廷创新是第一 二人一愣 这念的是什么玩意儿 走上去一看 许久不见的长青 盘坐在地上 闭着眼睛 敲着沐鱼 嘴角流着口水 喃喃自语 喂 别睡了 长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看着出现在眼前的二人 一牛一茬 愣了一下 随即猛然反应过来 你们怎么来了 这话该我们问你才对 紧遇到 说好句一句的 你小子怎么突然就结婚了 阿弥陀佛 施主错怪小僧了 长青将整件事情 娓娓道来 原来 几月前长青途进云州时 奉命调查邪教修士 屠戎村庄一事 意外就得一名女子 而这个女子 正是吕州太守吕良的大女儿吕瑶 偏偏长青和尚 长相英俊 英雄就美 吕瑶对其一见钟情 正好长青要调查邪教修士 屠戎村庄的事情 吕瑶便以太守之女的身份 将她骗到了家中 唉 这可如何是好啊 长青叹了一口气 景玉 你就没想过跑吗 跑 这里守卫森严 我如何跑得出啊 你们是不知道 小僧很为难啊 李平安提醒道 可是我们进来的时候 一个守卫都没有发现 是吗 长青眨了眨眼 润土低声道 我怎么感觉 这和尚乐在其中的摸老牛 点头附和 润土又细细看了一眼 长青和尚 细致如美慈的肌肤 光洁白皙的脸庞 乌黑深邃的眼眸 泛着迷人的色泽 脖梗出的肌肤 细致如美慈泽泽 长得是真漂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